甜甜的治愈纹带你重回校园时代 第一章 意外重生 帝都 忠心医院 抢救室里的手术台上躺着一名妙龄少女 唯美容颜如盛放的冰雪莲花 黑色长裙包裹着麒麟龙有制的胶躯 小巧白嫩的玉卒暴露在空气中 玉腿在裙摆中若隐若现 彰显着神秘之美 造物主的杰作 可一切的美感都被少女胶躯之上 触目惊心的血迹破坏 往任那充满灵气的轻眸 在此刻却黯淡无色 少女眸色留恋 她知道自己马上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气若油丝的柔软嗓音中 净显不舍 叶凡 我喜欢你 不想去一个 没有你的世界 倘若有来生 你娶我好不好 弟弟 刺耳的遗气声响起 仿佛带着一丝悲鸣 在为少女的离开而伤心 别 别走 叶凡肩头剧烈抖动 泪水不受控制的夺框而出 其哭声令人心颤 这一刻 万念俱灰 天地崩塌 从今以后世上再无宁熙 人海茫茫 她再也寻不到她 自从母亲去世以后 宁熙就是她黑暗世界中的唯一光明 数年的相处 让她喜欢上了这个单纯可爱 美丽的女孩 叶凡将这份喜欢深深埋在心底 从未露出分毫 她害怕被拒绝以后 和女孩连普通朋友都没法做 直到今天才知道 原来女孩也喜欢她 都说喜欢这种东西一旦存在 捂住嘴巴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可她却跟个木头一样 对宁熙露出的情谊浑然不觉 无边的懊悔涌上心头 过往的一点一滴 形成一组组画面 浮现在叶凡已经模糊的双眼中 哥 天凉了 记得加衣服 哥 你不知道熬夜伤身吗 现在 立刻马上 回家睡觉 哥 我今天的衣服漂亮吗 叶凡恨 恨自己是个木头 宁熙喜欢了她那么久 却连一个答案也没等到 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 莫过于如此 可悲 可叹 可怜 半个小时前 在商业谈判的途中 车子出现了问题 刚下车 一辆大货车 就朝着两人冲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宁熙不顾一切地把叶凡推开 而她却被狠狠撞飞 数秒之中地决绝 坚定 深深震撼了她 宁熙失去钱的那番话 无休止地在叶凡耳边重复响起 无助 悔恨 痛苦 这些情绪彻底击垮了她 眼中一片死灰 没有半点色彩 叶凡颤颤巍巍地走到抢救台前 摸抚着宁熙的小脸 眼中深情如同漩涡一般 一阵剧烈的心脚痛伴随着窒息感袭来 她没有像以往那样掏出药瓶 反而是躺在宁熙身侧 握住她那失去温度的小手 缓缓闭上疲惫的眼睛 意识逐渐模糊起来 此生太短 无你何欢 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叶凡被一阵朗读声吵醒 浑浑噩噩的意识 缓缓回归 身体脑海中 阵阵刺痛传来 让她不禁倒吸了口冷气 死了为什么还有痛感 叶凡肺力地睁开眼 眼中出现了一张 被岁月侵蚀的脸 皱纹遍布 仿佛在树说着 蹉跎年华 旁文剑双眼微眯 咬牙切齿地问道 睡得香不香 还行 叶凡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教室中的朗读声戛然而止 学生们一阵哄笑 叶凡 旁文剑沉着脸 右手在桌面上戳得砰砰作响 恨铁不成钢地瞪着叶凡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高三 逃课上网 打架斗殴 上课睡觉 样样俱全 你 你真是 如此不可教掩 面对旁文剑的训斥 叶凡置之未闻 他的目光在教室里四处打亮 当看到门口墙上那本破旧的日历时 瞳孔剧烈收缩 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2010年3月18号 这是自己17岁那一年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充满回忆的高三教室 这一切让叶凡上有些迷糊的意识 终于彻底清醒 他 重生了 重生到了十年前 也就是他上高三的这一年 荒诞 离奇 难以置信 这些情绪在叶凡心头划过 紧接着 无边的狂喜接踵而至 他重生到了十年前 也就意味着 能见到十年前的宁熙 他和宁熙在2015年相识 现在距离和宁熙第一次见面的时间 还有五年之久 失去一切 一切又可以重来 如果不亲身经历 根本不知其中滋味 你聋了吗 见叶凡不说话 旁闻见气地拍了一下桌子 脸色铁青道 现在跟我去校长办公室 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滚蛋 你这个扰乱学校风气的毒瘤 看什么看 都给我好好上自协 不少学生缩了缩脖子 正惊危坐 生怕这座一栋的火山盯上自己 叶凡回神 眼神如夜空一样 深邃 神秘 既然上天给他从头再来的机会 那么这一事 他要去寻找自己的女孩 用生命来守护他 叶凡表现越云淡风轻 旁闻见就越生气 在他看来 这个学生是在故意挑衅自己班主任的权威 一时间 他脸上呈现贺红色 愤怒道 你等着被开除吧 在几十道目光的注视下 叶凡起身走到教室门口 脸上挂着笑容 老师 我们走吧 这一刻 教室中的所有学生凌乱在风中 包括旁闻见 这年头 竟然有人上赶着被开除 疯了 校长办公室 叶凡和旁闻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个平淡如水 一个火帽三丈满头银发 白狐挂汗的王冒鸣 颇为头疼揉着太阳穴 旁老师 上课睡觉也不至于开除吧 校长 但是这个月 上课睡觉 逃课上网 迟到 打架 他一个都没落下 这样的学生 还有留在学校的必要吗 必须开除 根据教务处统计 这个月内 叶凡一共被记两次小过 三次警告 按照校规 三次警告算一次小过 三次小过算一次大过 而被记大过的学生 则直接开除 旁闻见 积言相劝 不能开除 就在这时 一个中年女人 风风火火地走进办公室 岁月在她脸上 留下淡淡痕迹 依然能看出 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胚子 看清女人相貌以后 叶凡的眼睛瞬间红了起来 快速走到女人面前 紧紧地抱住了她 嘴唇艰难地扯动了一下 妈 再这样抱过自己 强忍着泛酸的眼角 拍了拍儿子的后背 柔声安慰 别担心 他扭头看向王冒明 急声道 王校长 无论小凡犯了什么错 都不能开除啊 如果连学校都放弃了她 那这孩子 以后该怎么办 王冒明贴了下一旁 漠不吭声的旁闻剑 微微一叹 叶女士 你先别着急 怎么能不着急 这 妈 叶凡开口打断 情绪出奇的平静 于情与理 学校都有权开除我 文言 叶贤脸上尽显难以置信 错愕道 小凡 你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知道 透过窗 叶凡的目光 不知飘向了何方 嘴角不自觉地扬起 我要转学 第二章 全能系统 校门口 叶贤看着提着 大包小包的儿子 心中有些复杂 他的神色间 闪过一丝犹豫 试探性地问道 儿子 你为什么突然想转学 没什么 觉得自己这段时间 太过颓废 叶凡停下脚步 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这不是已经高三了吗 换个环境 换个心情 不想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 你能这样想 再好不过 看着突然变得稳重的儿子 叶贤心里百感焦急 缓缓开口 今天是你叔叔的生日 妈妈特意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回家吃饭好不好 语气中 带着一丝哀求 自从叶凡上高中以来 回家的次数 屈指可数 对此 叶贤不知偷偷地抹了多少次眼泪 儿子的心思 他自然清楚 只是不想见到那个人罢了 见母亲这般模样 叶凡心头一紧 眼底深处满是愧疚 上一世 他犯的错太多太多 这一世 要全部弥补回来 念到于此 叶凡心头一阵通明 低笑道正好饿了 等一下我可得大吃一顿 嗯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让叶贤愣在了原地 声音中带着一丝不确定 小凡 你 你愿意回家吃饭 叶凡什么也没说 提着行李走到路边 一辆红色轿车旁 打开后备箱 把行李放了进去 再然后便直接上了车 看到这一幕 叶贤感觉有些如梦似幻 他偷偷地抹了抹眼角的湿润 随即 脸上浮现出久违的笑容 儿子 好像长大了 回家路上 叶贤开着车 迟疑了一下 小声开口 儿子 妈求你见识 等回到家 尽量别和你罗善叔叔顶嘴 他 他也不容易 以往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太多次 不嘱咐两句 他实在不放心 叶凡嘴角浮现出一抹 不易察觉的苦笑 默默地点头道 妈 好好开车 以前是儿子不懂事 以后不会了 文言 叶贤眼角一色 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总算落了地 叶凡打了个哈欠 道 妈 昨晚在学校没睡好 我先密会儿 说完 他便闭上了眼睛 看上去在睡觉 实则不然 此时此刻 他的脑海中 响起了一连串声音 叮 恭喜宿主 绑定全能系统 这道声音温柔且甜美 令人如沐春风 前世 叶凡看过不少网络小说 对于金手指的存在 并不算陌生 连重生这样荒唐的事情 都发生在了他身上 系统 不是不能接受 短暂的错愕之后 他便接受了这一切 在心中问道 能不能解释一下 什么是全能系统 文能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小人和 明阴阳 懂八卦 小奇门 知遁甲 武能识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亦能救人于病痛 玄乎济世 智能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自比管仲月异之嫌 暴夕微作 笑傲风月 未出茅庐 先定三分天下 满足这四点 以为全能 听完系统的解释 闭着眼睛的叶凡 嘴角轻微扯动了一下 开车的叶贤 并没有注意到儿子的异常 叶凡在心中吐槽道 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存在 刚才系统说的四项 只要有人能做到其中的一种 都完全可以被称作活神仙 至于全部做到 扯淡 系统 知识是人类智慧根本的因素 只要宿主掌握足够多的知识 亦可全能 话音一落 叶凡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虚拟页面 宿主 叶凡 知识 一级 三万零一百 智力 一级 两万零一百 武力 一级 一万零一百 医术 一级 零 一百 功德点 零 经验值零 看到清一色的一级 叶凡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好家伙 连一个二级都没有 草 一种植物 吐槽归吐槽 叶凡一眼就发现了重点 当即在心中询问道 系统 经验值是不是可以升级这些能力 系统 没错 正是如此 叶凡接着问 那要怎么获得经验 系统 共有两种方式 一 宿主学习各种知识都可以获得经验 经验可以用来升级各项能力的等级 等级最高为十级 二 每月一号系统会发布任务 完成任务可以获得经验奖励 数额随机 每月一号 今天才十八号 还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叶凡只能把希望放在了第一种方式上 继续在心中问道 怎么学习各种知识 说清楚点 看书 系统的回应相当 清楚 二十分钟后 车子听到了一座独栋别墅前 叶贤轻轻晃了晃叶凡尖头 声音温柔 小凡 到家了 醒醒 嗯 叶凡揉了揉眼睛 装作一副刚睡醒的模样 下车拎着行李 跟在母亲后面走进了别墅 进入屋里以后 记忆中的画面与现实完美重合在一起 叶凡心中颇为感慨 上一世 他从心里讨厌罗善这个人 直到母亲生病以后 一年多的时间里 罗善都在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母亲 平日间眼中流露出的那份爱意 根本不可能装出来 患难见真情 从那时起 叶凡心中才算是接受了罗善 两人刚走进客厅 一名中年男人从厨房中走了出来 中等身材 方脸 算不上英俊 倒也和难看沾不上扁 小凡也回来了 看到叶凡第一眼 惊喜在罗善脸上一闪而过 热情地招呼道 赶紧去洗手 马上尝尝我做的红烧肉 谢谢叔叔 叶凡微微点头 一句再正常不过的话 却听傻了两个四十多岁的人 唉 罗善脸色微微战红 双手有些无处安放 因为过于激动 他的语气略微有些结巴 你这孩子 跟叔叔 还客气什么 自打和叶贤结婚以后 这是叶凡第一次叫他叔叔 叶贤的眼泪顺着脸颊掉落下来 他做梦都没想到 在有生之年里 还能享受到这份难得的温馨 见母亲落泪 叶凡刚想上前安慰 可还没等他有动作 就有人抢了先 罗善手忙脚乱地掏出纸巾 小心翼翼擦拭着叶贤脸上的泪水 好好地哭什么呀 不哭了呀 不哭了 语气如同在哄小孩子一般 叶贤肩膀轻轻耸动 他所言这是开心的泪水 听到这话 叶凡更加愧疚 在心中把自己骂了的狗血淋头 吃饭期间 叶贤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从头到尾和罗善讲了一遍 当罗善听到叶凡想转学的时候 并没有问为什么 直接问道 小凡 你想准备转到哪所学校 叔叔有些人脉 应该可以脱脱关系 叶凡放下碗筷 道 帝都的镇华中学 说到镇华中学四个字的时候 他脸上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温柔 宁熙 就在那里 什么 叶贤刷一下就站了起来 一脸惊讶 你要去帝都上学 对 叶凡点了点头 神情极为认真 妈 你不用劝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希望你能同意 一句话 就堵住了叶贤的嘴 他看着一脸坚定的儿子 最终还是放弃了劝说的念头 对于叶凡的性格 他这个做母亲的 还能不清楚 说一不二 接受归接受 可叶贤心里很不好受 帝都那么远 他实在有些舍不得 罗善理解老婆当下的心情 拍了拍叶贤的手 安慰道 小凡已经长大了 他能有自己的想法 这是好事 而且 郑华中学在国内属于重点高中 比现在的学校不知好了多少倍 多谢叔叔理解 应该的 小事 在感受到老婆不满的目光以后 罗善善善一笑 连忙闭上了嘴 埋头吃饭的叶凡 眼底深处 倒映出了一道歉影 思念若是有声 定会震耳欲聋 第三章 入学考核 吃过饭 叶凡回到自己房间 上一世 他听宁熙说过一些关于郑华的事情 想要半路转进郑华上学 要通过一场考核 至于考核内容是什么 他并不清楚 因为 连宁熙也不知道 不过 宁熙说过 从来没有人以转学生的方式 进入郑华 一个 都没有 由此可见 考核的难度 肯定为地域级别 以他目前的成绩 想要通过这种史诗级的考核 无异于吃人说梦 眼下的当务之急 就是抓紧时间 提升各科的成绩 不然就算罗善人脉再广 恐怕也无能为力 叶凡躺在床上 在心中询问 系统 二级的知识代表什么水平 系统 高考七百分以上 那三级呢 系统 清大优秀 毕业生 全科 OK 这就好办了 叶凡心中已然有了计划 他走到十目书架旁 拿起一本高等数学解析 看了起来 这一看 便深深地陷了进去 以往那些晦涩难懂的知识 仿佛活了一样 纷纷涌入了他的大脑中 很快沉迷在了知识的海洋中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叶凡的耳边 不时地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三个小时 转瞬即逝 当叶凡看完 高等数学解析 最后一页内容 系统的提示音 再次响起完本阅读 经验值加五 算上这三个小时中 获得的十八点经验值 总共获得了二十三点经验值 似乎还不错 叶凡拿起书桌上水杯 猛灌了几口水 掉出属性面板 看了起来 宿主 叶凡 知识 一级三万零一百 智力 一级两万零一百 武力 一级一万零一百 医术 一级零一百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二十三 知识升到二级 需要七十点经验 按照目前经验值 获得的速度 大约还需要六个小时左右 看了看墙上的时钟 已经临近晚上八点 叶凡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在今天晚上 把知识升到二级 去振华之前 知识升到三级 这样的话 无论振华的考核有多难 都可以轻松应对 想到这里 叶凡没再耽搁 再次从书架上 拿了一本物理解析 和新概念英语 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 时间紧 任务重 随着时间的流逝 经验值蹭蹭蹭往上升 终于在凌晨两点十分的时候 叶凡脑海中 想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经验值达到七十点 满足升级 知识的条件 是否升级 升级 忙活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攒够了 升级所需的经验 叶凡直接选择升级 话音一落 他感觉瞬间 心头上一阵明雾 这种感觉很奇妙 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只能说 悬之又悬 等这种奇妙的感觉退去 叶凡再次调出属性面板 宿主 叶凡 知识 二级 零 五百 智力 一级 两万零一百 武力 一级 一万零一百 医术 一级 零 一百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零 看到知识升到二级以后 叶凡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过 在看到二级升三级 需要的经验值 竟然高达五百点以后 他的好心情瞬间消失 五百经验值 就这 还只是二级升三级 那后面的三级升四级 四级升五级呢 想想 叶凡都觉得脑壳痛 可以想到记忆中那抹歉影 所有的负面情绪瞬间烟消云散 总有人间一两封填满十万八千梦 宁夕 就是他的那一两封 五天后 郑华中学 全国盛名的重点中学 以齐高的升学率出名 郑华校长曾经说过一句话 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波澜 就算是投诸 来了郑华也能考上一本 正因为这样 郑华中学成了所有父母心中的第一选择 可郑华录取学生变态的标准 劝退了99%的学生 这才让所有人认识到郑华的门槛之高 校长办公室 戴着黑矿眼镜沾冲衫 手中拿着一份学籍 眉头微微皱起 眼神不时地打量着对面的少年 作为郑华的校长 他不得不为升学率考虑 昨晚好友在电话中说了很多好话 但他还是会按照规矩来办事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规矩就是规矩 谁也无法打破郑华的规矩 而他作为郑华校长 更要以身作则 少年正是叶凡 反倒是坐在叶凡身边的罗扇十分紧张 这几天他打了无数个电话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和詹冲山搭上话 叶凡到底能不能入学振华 就看詹冲山的态度 詹冲山放下手中的学籍 眼中闪过了异样之色 对着罗扇点头示意 询问道 叶凡家长是吧 对对 我是 罗扇连忙起身 自我介绍道 我叫罗扇 叶凡的抚养人 詹校长 学籍没什么问题吧 詹冲山摇了摇头 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打 问题倒是没有 不过 我们郑华作为全国知名的重点中学 想要以转学生的身份加入郑华 必须要通过学校的入学考试才行 考试 一听这话 罗扇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声音突然一变 入学还需要考试 对于叶凡的成绩 他没少听妻子念叨 班级掉车尾 真要考试 大概率要没谢 罗先生无需惊讶 想要转进郑华上学 必须要考试 詹冲山神色认真 解释道 这是郑华的规矩 希望你能理解 扣扣 这时 敲门声响起 一名戴眼镜的国字脸男人 夹着几张试卷走了进来 神情十分恭敬 校长 试卷拿来了 文言 詹冲山点了点头 目光转向叶凡 询问道 愿意接受郑华的入学考试吗 可以 对于这个情况 叶凡早有预料 不慌不忙地询问 校长 考多少分才可以在郑华上学 见叶凡如此淡定 詹冲山眼中滑过了一抹意外 道 郑华的要求比较高 你想转到高三理科班 总成绩必须不能低于730分 什么 罗扇刷一下站了起来 眼睛瞪大 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有没有搞错 730分 也不怪他如此惊讶 如果能在高考上取得730分 铁定是一个省得高考状元 按照罗扇对叶凡的了解 别说700分 就算300分都很难达到 完全就是在强人所难 一时间 罗扇的脸色冷了下来 拉着叶凡就要往外走 小凡 我们走 好学校又不止振华一家 不上也罢 说说 等一下 叶凡动也没动 他知道 罗扇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 害怕等下 自己会丢脸 不过 他有必须要在振华上学的理由宁熙 见叶凡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 并不准备起身离开 罗扇有些着急 小凡 你没听见考试标准吗 竟然要求 考到730分以上 这不是胡扯吗 叶凡嘴角勾起 仿佛阳光都被他的笑容脸在一起 我想试试 第四章 初见宁熙 这 罗扇眉头紧锁 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 松开了自己的手 既然叶凡想试 那就试试吧 叶凡 你真的不错 詹冲山眼中划过欣赏之色 很久没有见到 这么有趣的年轻人 笑着道 我个人很希望你可以通过考核 加油 说着 他对着中年男人招了招手 男人把试卷放在了叶凡面前的桌子上 默默地转身离去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郑华作为全国重点高中 想在这里上学的学生不知几何 但 想在郑华上学需要两个条件 成绩优秀是基本条件 再则就是被正常录取 半路转学 堪称变态的考核标准 根本没有人成功过 一个都没有 看了看时间 詹冲山轻描淡写道 现在是早上九点 给你三个小时的时间 四张试卷的总成绩超过七百三十分 你就可以在郑华上学 叶凡微微点头 取下身后的背包 拿出一支中性笔 便开始做起试卷来 詹冲山没有逗留 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罗扇不放心地看了叶凡一眼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跟着詹冲山走了出去 待两人离去以后 叶凡的注意力 放在了面前的四张试卷上 嘴角翘起一抹弧度 七百三十分 也不是很难 他拿起放在最上面的数学试卷 看到提的第一时间 脑海中相关的知识点便涌现出来 如同开挂一般 实际上 确实是在开挂 不愧是系统 果然强大 这五天来 叶凡废寝望时地看书 终于在早上来振华之前 攒够了经验值 如愿以偿地把知识升到了三级 振华 他上定了 时间缓缓流逝 一个小时后 詹冲山和罗扇回到了办公室 也不知道 两人出去聊了什么 罗扇的神情中 带着一丝无奈和挫败 看着认真做题的叶凡 詹冲山冲着罗扇 做了一个静声的动作 然后指了指沙发 坐下以后 谁也没有说话 默默地等待着 呼 叶凡放下笔 微微松了口气 眼角扫了扫墙上的时钟 十点四十三分 他慢悠悠地整理了一下试卷 起身对着沙发上的詹冲山 点头示意 校长 我做好了 詹冲山 他的脸上布满了惊讶之色 匪夷所思地盯着叶凡 才不到两个小时 就做完了四张试卷 不可能 莫非是这个年轻人自知无望 选择放弃了 想到这个缘由 詹冲山开口提醒道 叶凡 现在距离规定的时间 还有一个多小时 不再检查一下 没有这个必要 叶凡摇头 稍显稚嫩的脸上 平淡如水 没有自傲 也没有谦虚 非常自然 怀疑自己的事情 我从来不做 好 詹冲山眼中金光一闪 走到叶凡身旁 拿起四张卷子 坐在办公桌前 批改了起来 罗扇则有些坐不住 走到叶凡身旁以后 面露忧色 小凡 还有时间 你记着交卷做什么 叶凡 把笔放回书包中 低着头道 叔叔 以后 我妈要是想我 你就抽个时间 带她来帝都看看 面对叶凡的答非所问 罗扇一脸猛 这 什么意思 不过 他很快就明白了 詹冲山放下试卷 脸上布满惊骇之色 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天才啊 可 见詹冲山这般模样 罗扇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试探性地出声问道 詹校长 小凡的成绩怎么样 其实 他并不抱任何希望 七百三十分 实在有些为难人 詹冲山回神 深深地看了叶凡一眼 眼底深处充满了火热 他演示得非常好 但叶凡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脸上浮现出淡淡笑意 罗先生 我马上安排人 给叶凡同学办理入学手续 一改开始的冷淡 詹冲山的态度 瞬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无比热情到 这个点马上到了吃饭时间 正好在我们学校食堂吃顿午饭 我们郑华的伙食非常不错 把孩子交给学校 尽管放心 我们 听到詹冲山的第一句话时 罗扇整个人就傻了眼 至于詹冲山后面的课套话 他连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办理入学手续 这 莫非 难道 下午一点五时 临近上课 高三里课二班的学生 正在预习英语听力 下午第一节 是英语老师杨婷的课 同时 杨婷还担任着二班班主任一职 叮铃 随着上课铃声响起 杨婷一如既往地走进教室 只不过 和以往不同的是 他身后跟着一位男生 男生五官清秀 一米八左右的身高 眼中带着一抹深邃与年龄 不符合的沉稳 略长的黑发 飘飘翼翼 正是叶凡 走进教室的第一时间 赵恒瑞情不自禁地有些紧张 血液微微翻涌了起来 再拿 他的目光在教室中快速扫过 急切想寻找记忆中的那道身影 当看到左边第三排靠窗的位置 堆如小山的书籍后的小脑袋以后 大脑嗡的一下 找到了 虽然没看清相貌 但叶凡能肯定 就是他 这一刻 各种情绪在心中浮现 上一世 爱他一人 这一世 为他无二 放下教材 杨婷拍了拍手 道 大家停一下 今天有新同学到来 大家鼓掌欢迎一下 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 什么情况 我们郑华还有转学上 别问我 我也不清楚 不少学生窃窃私语了起来 尤其是一些女生 眼睛纷纷亮了起来 哇 帅哥爱 罗宇梦激动不已 戳了戳宁西 几眉弄眼道 小西 快点看帅哥 别闹 被称作小西的女孩 白皙的小脸上 异常认真 几缕绣发贴着脸颊 五官精致 尤其是那纯净的双眸 不含一点杂质 如同山间小西 清澈无比 女孩完全不受 同桌的影响 目光始终都放在 面前的试卷上 切 没意思 罗宇梦撇了撇小嘴 无奈嘟囔道 整天就知道学习 再这样下去 你都快学傻了 说着的同时 他点了一下 宁西那洁白无暇的额头 瞎说 宁西清笑 脸颊上浮现出两个梨窝 声音软软诺默 学习如同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罗宇梦生无可恋地 翻了个白眼 转头看向了讲台上的叶凡 嘴角逐渐露出了花痴般的笑容 看帅哥不积极 脑子明显有问题 叶凡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叶凡 叶子的叶 平凡的凡 略带雌性的声音 听得不少女生脸颊微红 芳心悸动 好帅 杨婷打量着叶凡 说实话 他很好奇 叶凡是怎么转进振华的 太新奇了 不过想归想 待叶凡自我介绍完了以后 他接着开口道 叶凡 班里的空位还有不少 你随便坐 谢谢老师 叶凡应了一声 走下讲台 往教室左边去 这下 罗宇梦更为激动 新来的帅哥往我们这边来了 快看 快看 看着自己被紧紧握住的手 宁西颇为无奈地叹了口气 别晃 我看还不行吗 一抬头 正好看到迎面来的叶凡 这个时候 叶凡也在看他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碰撞在一起 一抹一样在宁西眼中闪过 他微微低下了头 看着那张笔记忆中略显稚嫩的小脸 叶凡嘴角的弧度微微上扬 小妖精 总算找到你了 第五章 来日方长 经过第三排的时候 叶凡的脚步骤然一停 同学你好 我叫叶凡 很高兴认识你 干净的声音中 带着些许雌性 很好听 低着脑袋的宁西 表面上镇定 但心中却慌得不行 不是在跟我说话 嗯 肯定不是 女孩在心中开始自我催眠 小夕 你愣什么呢 罗宇梦用肩撞了撞宁西 挑了挑眉 帅哥和你打招呼 你好歹回应一下 这种闺蜜 要知何用 宁西是吧 叶凡嘴唇微动 名字很好听 我叫叶凡 这一次 宁西知道自己彻底逃不过去了 人家都主动叫了自己名字 不应一声 有些不礼貌 她瞪了罗宇梦一眼 抬起精致的小脸 双眸明镜清澈 灿若繁星 你好 我叫宁西 声音酥酥软软软 听得叶凡心里痒痒的 她没再说什么 轻轻地点了点头 坐到了两人身后的空位上 来日方长 不着急 慢慢来 以免吓到了这只小白兔 哇 她坐在我们后边 罗宇梦激动的小脸微红 凑到宁西耳边低声道 小夕 我们是不是走套花运了 这等帅哥 以后可以无限白嫖 这么好的事 上哪找去 讨你个大头鬼 宁西没在理会同桌 把注意力放在了物理试卷上 物理是她的弱项 为了一个多星期后的月口 这段时间 她一直都在恶补物理 只不过 物理试卷上最后的一道大题 让她有些束手无策 从昨天晚上开始 她就卡在了这道题上 直到现在 也没想出相应的解题思路 上课铃声响起 杨婷轻了轻嗓子 上课 大家把英语课本拿出来 叮铃 不少学生纷纷松了口气 高三的学习氛围 太过紧张 太过忙碌 尤其是振华的高三 简直如同地狱一般 整节课 叶帆盯着宁西的背影 看个不停 脑海中想起了一些往事 上一世 她刚创办公司的时候 去人才市场招人 本意上只是找一个前台而已 但没想到 竟然找到了宁西 这个轻大的高材生 两人之间的缘分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剑班主任走了 罗宇梦熟落的扭头 和叶帆聊了起来 叶帆同学 我叫罗宇梦 你从哪里转过来的 江北 灵海 这么远 罗宇梦一脸惊讶 神色之中些许好奇 那你为什么大老远 跑到帝都来上学 而且 你竟然能转到振华上学 真是稀奇 说到这里 她压低声音 对着叶帆挑了挑眉 说实话 你是不是走后门了 叶帆 这应该就是上一世 宁西口中的自来熟闺蜜 你还真是会聊天啊 宁西有些听不下去 抬手轻轻地戳了戳罗宇梦 这种话 你也好意思问 说完 她对着叶帆歉意一笑 罗宇梦也意识到有些不合适 尴尬一笑 随便聊聊吗 叶帆同学 你别介意 宇梦就是这样的性格 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宁西出声解释 带着一丝婴儿肥的翘脸上 净显无奈 没关系 这不算敏感的话题 叶帆的嘴角处 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之所以能转进振华 是因为通过了入学考试 文言 罗宇梦化身成了好奇宝宝 连忙问道 什么考核 叶帆笑而不语 宁西眸中闪过了一某深意 之前 她并没有听说过 振华接受转学生 叶帆是她见过的 第一个通过转学 进入振华的学生 听到入学考试这个字眼 让她联想到了很多东西 也许 振华并不是不接受转学生 可能是这个所谓的 入学考试难度太高 没人通过而已 出于好奇 宁西试探性开口询问 叶帆同学 能说说考试的内容吗 当然可以 对于宁西 叶帆字典中没有拒绝这个词 无论是上一试 还是这一试 看着爽快答应的叶帆 罗宇梦一脸错愕 我是谁 我在哪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非得如此明显吗 对于罗宇梦一样的眼光 叶帆视若无睹 她不慌不忙地从书包中 拿出四张试卷 放在了桌子上 冲着宁西微微一笑 笑容干净 阳光 考试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这四张卷子 宁西呆了呆 过了两秒左右 慌乱地把目光放在了试卷上 下一秒 女孩小嘴微微张开 十分可爱 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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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满分 与树英家李宗 全部都是满分 这 这也太厉害了 叶帆伸出右手 在宁西眼前晃了晃 小夕 想什么呢 振华不是不接受转学生 只要入学考试的成绩 达到七百三十分以上就可以 死 听到这话 一旁的罗宇梦 直接吸了口冷气 那模样如同见了鬼一样 根本没在意叶帆对宁西的称呼 但 宁西自己却注意到了 白皙的脸颊上 升起淡淡红霞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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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叫她小夕 才第一次见面 就叫得如此亲密 宁西皱着秀眉 礼貌道 没想到叶帆同学还是一个学霸 看来以后遇到难题 不用再去麻烦老师了 荣幸至极 察觉到宁西神态中的不自然 叶帆嘴角的笑意愈加浓郁 只要你需要 随时都可以 我时间很多 而且你的事 就是最重要的事 当然 后半句话她没有说出来 严格来说 这是宁西第一次见到她 过犹不及 哟哟哟 看了看叶帆 又看了看宁西 罗宇梦仿佛嗅到了一种莫名的酸味 太肉麻了 听得我鸡皮疙瘩掉一地 声音不大 叶帆和宁西却听得清清楚楚 宁西瞥了罗宇梦一眼 道 再说一遍 开个玩笑吗 别当真别当真 下不为例 语气虽轻 却带着一丝不容拒绝 知道了 宁大小姐 罗宇梦撇了撇嘴 遇到宁西这个较真的同桌 她被折磨得 没有任何脾气 肉麻 听到这两个字 叶帆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苦笑 她已经在很努力地克制自己 心急吃不了了豆腐 这个道理 她明白 所以 她的计划只有三个字慢慢来 反正 这一事 她 赖上这个小东西了 第六章 振华的转学上 宁西转身做好 收起英语书 重新拿出了物理试卷 今天 必须要把最后一道物理大提攻克 如果攻克不了 那 明天继续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怎么又拿出物理试卷了 见状 罗宇梦颇为郁闷 从昨天下午开始 宁西就一直在研究物理试卷 她实在想不通 试卷难道比帅哥还好看吗 在她看来 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还有一个多星期就要月考 我上次物理的成绩不太理想 需要恶补一下 面对罗宇梦的询问 宁西给出了解释 物理是她的弱项 正因为如此 这学期开学的时候 她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课代表的选拔 最终 如愿以偿成了班级的物理课代表 她想用这种方式 给自己压力 有压力 才有动力 夏捷克就是物理课 她还没找出最后一道大题的破解思路 物理老师齐文决说过 夏捷克要重点讲解卷子上的最后一道大题 而她作为课代表 很有可能会被点名提问 想到这里 宁西就一阵心烦意乱 万一要是被点名提问 那就糟了 希望是自己起人忧天吧 见宁西愁眉苦脸 罗宇梦安慰道 别担心 最后一道物理大题 整个年纪都没人做对 别逼自己 乖 这件事 宁西在她面前不止说了一次 嗯 我知道 宁西心中一阵无力 听到这番对话 坐在两人身后的叶凡 抬手轻轻拍了宁西一下 小夕 能给我看看 是什么题吗 嘿 你挺自来熟啊 饶式罗宇梦神经大条 也注意到了 叶凡对宁西的称呼 道 才一节课的功夫 就叫得这么顺口 说实话 是不是看上 我家小夕了 说到这里 她看了叶凡一眼 继续道 不用不好意思承认 我家小夕长得这么漂亮 喜欢小夕的男生不知几何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不过 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你 毕竟 进水楼台先得月 罗宇梦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后背一冷 顿时 声音戛然而止 糟了 得意过头了 宁西对着叶凡轻点头 道 叶凡同学 你叫我宁西就好 闻言 叶凡眼角带笑 并未说什么 她对宁西太了解了 别看这丫头看上去有些轻冷 但实际上 就是一个呆萌的小憨批 这时 一名五十多岁的秃顶老人 走进了教室 此人是二班的物理老师 齐文绝 随着齐文绝走进教室 班里瞬间就没了声音 宁西美眸扫了罗宇梦一眼 罗宇梦瞬间缩了缩脖子 一副乖乖女的模样 坐在后方的叶凡 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在他看来 刚才宁西的眼神 不但没有任何杀伤力 还显得格外憨猛 讲台上 齐文绝放下手中的教材 拿起保温杯喝了口茶 喝茶的期间 他的目光在教室中扫过 落在叶凡身上的时候 稍微停顿了一下 听说二班来了个转学生 看来就是这小子 惊讶的同时 他心中也有着些许好奇 郑华的转学生 这个词 对他这个在郑华 教了十几年书的老师而言 太过新鲜 新来的同学 做下自我介绍 瞬间 所有学生的注意力 都汇聚在了叶凡身上 被这么多人注视着 叶凡丝毫无感 缓缓起身 棱角分明的脸上 没有丝毫举措 老师 我叫叶凡 叶子的叶 平凡的凡 下午的阳光透过窗 洒在他的身上 衬托得他更加帅气 这一幕 看待了很多女生 这个新来的男同学 好帅啊 小女生连忙压下了心中的念头 小脸滚烫无比 怎么会有这种危险的想法 可是 真的好帅 宁熙趴在桌子上 刘海遮住了那张精致的小脸 她的注意力 集中在眼前试卷上 右手中的圆珠笔 在草稿纸上快速计算着 注意到宁熙的举动 叶凡眼中笑意盎然 还真是努力啊 齐文绝示意 让叶凡坐下 声音苍老有力 道 我叫齐文绝 是二班的物理老师 你可以叫我齐老师 齐老师好 嗯 开始上课 啊 所有学生的脸上 都充斥着不情愿 明明距离上课还有五分钟 怎么能霸占他们的休息时间呢 想归想 但谁也不敢说什么 啊什么啊 齐文绝的目光 在教室里扫尸一圈 语气加重 上次月考的成绩什么样 你们自己心中没点数吗 现在不是高一高二 而是高三 教室中 鸦雀无声 齐文绝皱着眉头 沉声道 把上次月考的物理试卷拿出来 这杰克讲这张卷子 话落 教室中响起嘻嘻嘻嘻的声音 所有学生面前 都放着一张物理试卷 除了叶凡 齐文绝也发现了这一点 看了坐在叶凡前面的宁希一眼 宁希 叶凡同学没有试卷 你先把试卷借给他 和罗宇梦看一张 啊 宁希站了起来 翘脸上带着丝丝迷茫 方才 他的注意力都在试卷上 根本没听到齐文绝说了什么 老师 你刚才说什么 教室中 响起了一阵低笑声 对此 宁希神情并无半点变化 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齐文绝意外地看了一眼宁希 耐心道 叶凡没有试卷 先把试卷借给他看看 先和你同桌和看一张 还有 上课不能分心 知道吗 老师 我知道了 宁希针手轻点 头也不回地 把试卷放在叶凡桌上接着 把罗宇梦面前的试卷拉到中间 继续拿着笔 在草稿纸上计算了起来 看似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实则 罗宇梦 得 合着 他就义功俱人 后面的叶凡 拿起宁希的试卷看个不停 他并不是在看题 而是在看字 试卷上的清秀字体 让他眼中充满了笑意 字如其人 一样漂亮 好 下面开始上课 随着齐文绝开始讲解起试卷 所有学生脸上的不情愿消失 转为认真之色 身在振华 命不由己啊 课间 齐文绝时不时进行提问 被点到名的学生 都是一副如灵大敌的模样 不知不觉 一节课就过了大半 讲台上 把最后一道大题 写在黑板上以后 齐文绝拿起保温杯 喝了口茶 询问道 最后一道大题 谁上来解一下 没人应声 碰 齐文绝有些恨铁不成钢 右手中的保温杯 重重地放在桌上 给了你们两个多星期的时间 还是没人会解 教室中 静得可怕 宁希 你上来解一下 第七章 解题风波 宁希 你上来解一下 真是怕什么 来什么 宁希起身 神情罕见地出现了一丝变化 双眸盯着黑板上的物理大提 心中一阵无奈 这道题 他不会 这时 全班所有人的视线 都集中在宁希身上 宁希眼眸轻眨 虽然心中慌乱 但却未显露出分吼 老师 我不会 这年头 不会也可以这么有底气吗 如果换做他们 万万不敢这样说 因为会被齐文绝给骂死 齐文绝嘴角抽动了一下 刚想说什么 就被一道声音打断 老师 我想试一试 就在这时 叶凡举手缓缓站了起来 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 听到身后响起的声音 宁希扭头看了叶凡一眼 心中十分不解 他这是干什么 替自己解围吗 阳光顺着窗户 洒在叶凡的身上 看上去金灿灿的 配上男孩本身就帅气的五官 一时间 女孩呆了呆 都说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但 每个女孩的心里面 都住着一个白马王子 毫无疑问 叶凡符合了绝大多数女孩的审美 包括宁希 此时此刻 他看向叶凡的眼神中 出现了一抹异样的色彩 种子 虽然还需要精心呵护与灌溉 但已经深深埋下 哦 齐文绝有些意外 随即点了点头 不错 叶凡虽然是新来的同学 但在回答问题上的积极性非常不错 至少比你们都强 听到这话 不少男生眼中浮现出了敌意 对此 叶凡无力吐槽 确定这是在夸他 而不是在拉仇恨 齐文觉得既然这样 那就上来试试吧 正好也让我看看 郑华的转学生是什么水平 说完 他拿起桌子上的保温杯 搬着椅子坐在了讲台的右侧 几名女生激动的窃窃私语了起来 哇塞 好帅啊 叶凡长得好好看 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菜 听到这些议论声 很多男生心生不爽 什么啊 乱出风头 不就是一个走后门的家伙吗 有什么好得意的 就是 对于这些议论声 叶凡虽然并不在意 但还是有些无语 怎么都在给他拉仇恨 唉 他不急不许地走上讲台 拿起半截粉笔 目光在黑板上停留了不到五秒钟 着手开始解答了起来 轨道半径2等于R加H 由 GMM R 2等于M 4part R R T R T等于Rpart R加H 3GM 沉着 自信 仅用了一分钟的时间 叶凡就完成了破解 老师 我写好了 刚才想看叶凡笑话的几名男生 目光中充满了质疑之色 一定不对 肯定不对 这道物理大题 整个高三都没人做出来 而且 叶凡解答的时间太短了 答案不可能对 叶凡同学 你的这个解法 齐文爵盯着黑板上的解题过程 惊一道 这是利用了大学速度 矢量相关知识点吧 叶凡一出手 他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个解法 和他的完全不一样 对 叶凡不可否认地点了点头 道 齐老师 你没说不可以用大学的知识点 当然 我还可以用其他方法 只不过比较麻烦 死 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响起 所有学生纷纷张大了嘴巴 表情无比精彩 这个新来的转学生 到底是什么来路 如此变态的物理大题 会解也就算了 竟然还有不同解法 靠 看着讲台上的叶凡 宁溪清澈的眸中 闪过了一抹好奇 好厉害 他决定等下课后 要向叶凡请教一下 现成的物理大神在身边 如此好的机会 绝不能浪费 叶凡有意无意地 瞥了宁溪一眼 嘴角一勾 眼底深处 闪过了一抹隐晦的笑意 于而 应该差不多上钩了 齐文绝也被叶凡这话给震住了 道 那你用高三的知识点 把这道大体解出来 到底是真材实料 还是狐假虎威 一世变之 文言 叶凡拿起粉笔 啪啪啪在黑板上写了起来 大约过了三分钟左右 左侧的黑板上 已经被他写满了公式 写完以后 他放下粉笔 站到一旁 老师 你看一下 齐文绝眉毛一挑 似笑非笑地随口问道 你不检查一下吗 不用 叶凡平静地摇了摇头 答案 不会错 他的语气虽淡 却加带着满满的自信而且 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突兀 拖大 仿佛本就该如此一样 哇塞 这也太帅了 华迟道 小夕 不管你心动不心动 反正我是顶不住了 我决定 说到这里 他故意拖长了音 仔细打量着宁希的反应 通过刚才叶凡对宁希的态度 罗宇梦嗅到了一丝丝欣慰 以自己看了那么多偶像剧的经验来看 叶凡很有可能对宁希有意思 所以 他想测试一下宁希 决定什么 宁希看着罗宇梦 一汪清水的眸中 纯净无比 见状 罗宇梦略感无趣地撇了撇嘴 悠悠道 小夕 你 你还真是单纯啊 单纯 虽然宁希有些不理解 但没太过纠结 他的性子就是如此 不争 当然 除了学习 他把目光再次放在了黑板上 低声道 是你太复杂了吧 罗宇梦张了张嘴 无言以对 两个女孩的窃窃私语 并没有人注意 此时 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在讲台上 不 准确地说 全在叶凡身上 如此自信的话 听得齐文绝眼中满是欣赏 看了一眼叶凡的解替过程 以及最后的答案 他不禁赞叹道 作答完全正确 不错不错 此话一出 整个教室瞬间鸦雀无声 对了 卧槽 卧槽 叶凡对着齐文绝点头 抬步回到了座位上 齐文绝右手敲了敲桌子 对着宁希说道 宁希 你身为物理科代表 要以身作则 以后多向叶凡请教一下 语气中带着提醒之意 好 宁希本来就是这个想法 对于齐文绝的语气 他并未放在心上 可他不在意 有人在意 刚坐下的叶凡 眉头轻皱 他缓缓起身 淡淡道 老师 这道题的难度已经超高 我觉得是出卷老师的失误 还有 老师你第三排的小数点飙错了 死 整个二班的学生一阵扎舌 竟然拆起老头的台 活腻歪了吧 第八章 鱼儿上钩 教室中 叶凡面色平静 一脸认真 浑身散发着一股生人物尽的气息 让不少女生眼中一彩连连 宁夕扭头看着身后的叶凡 婴儿肥的小脸上挂满错恶之色 无论怎么看 叶凡都好像是在替他出头 可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明明才刚认识 为什么要替自己出头 难道 Tui 宁夕 你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应该 大概 也许 只是凑巧而已 嗯 一定是这样 女孩心中瞬间闪过了很多念头 翘脸上罕见的出现了丝丝红韵 美不胜收 讲台上 齐文爵拿起保温杯的手定格在半空中 小数点飙错了 愣了两秒 他扭头看向了黑板 当目光停留在叶凡所说的位置时 脸上闪过了一抹尴尬信号 此时他背对着学生并没有人发现他的异样 他嘴角扯动了一下 拿起粉笔 把小数点往后移了一位 转过身 故作平淡倒 是老师疏忽了 叶凡同学观察力非常不错 叶凡坐下 表情似笑非笑 老师 我个人认为这道物理大题严重超纲 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 难度实在太高 就算是历年来的高考中 也没有出现过这等难度的大题 他侃侃而谈 平淡的语气中加带着一抹语声俱来的自信 所以 这道题学与不学 对于高考来说并不太重要 老师 你觉得呢 我 迎上少年那认真的目光 齐文觉莫名地感觉到有些心虚 可 叶凡同学说的很有道理 是老师疏忽大意了 他清了清嗓子 关于这道大题 我会找出卷老师确认一下 嗯 先这样 下面大家上自习 说完 齐文觉转身走出了教室 背影中透露出了些许尴尬 这张试卷 是他出的 等齐文觉一走 教室中瞬间响起了振振意润声 我去 这个新来的有两把刷子 何止 三把四把都有啊 没错 要不是他提醒 我根本没注意 齐老师竟然把小数点标错了 二班中 前排几名学霸级别的男生凑到一起 议论的同时 目光时不时往叶凡所在的方向看来 女生们 更是如此 好帅 帅得不讲道理 有目有 不仅帅 气场还强 连物理水平都那么厉害 perfect 你们都想啥呢 现在可是高三 马上就要高口 学习最重要 等上了大学 你们想怎么谈恋爱 就怎么谈 外行话 不知道先下手为强的道理吗 等到大学 好猪早就被那些白菜给喂饱了 你连汤都喝不上 罗宇梦扭头挑了挑眉 打去道 你还挺受欢迎的嘛 看把这些小姑娘们都迷成了什么样 你可要负责哦 叶凡不为所动 平静一笑 习惯就好 上一世高中时期 他被一群闲来无事的女生评为校草 每天都能收到很多情书 甚至还有一些比较大胆的女孩 当众跟他表白 所以 他早就习惯了 罗宇梦 习惯就好 这 他突然觉得叶凡和宁熙很像 这让人无言以对的聊天水平 简直太像了 他对着宁熙拂了奴嘴 小夕 我们后面坐着这么一个大帅哥 你竟然还有心思学习 别闹 罗宇梦 还是这两个字 宁熙如碧波般清澈的眸中 充满认真之色 他指了纸面前的物理试卷 道 宇梦 你就别打扰我了 忙着呢 行行行 小夕殿下好好学习 奴婢这就闭嘴 罗宇梦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手从课桌里拿出本言情小说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齐老头不在 还刷题 除非 脑子抽了 看帅哥 呸 看小说不香吗 听到罗宇梦的这番话 宁熙眼中洋溢着一抹笑意 嘴角的弧度 四月牙斑完美 不过很快 笑容就消失不见 再次恢复成平时清冷的模样 叶凡将女孩的表情变化看在眼中 心中发笑 这丫头 怎么还是这样 明明内心是个呆萌的小丫头 非要装作一副 巨人千里之外的模样 宁熙低着头 认真看着笔记本 刚才叶凡的破题步骤 她只看懂了一小部分 绝大多数都有些似懂非懂 本想向叶凡请教一下 但觉得有些突兀 毕竟两人才刚认识 犹豫了一下 宁熙只能压下了心中的这个念头 可是 真的好难 解了几分钟 宁熙放下笔 挠了挠秀发 心中有些苦恼 叶凡单手撑着下巴 嘴角蕴含着笑意 以她对宁熙的了解 这丫头肯定会选择请教自己 所以 她一点都不着急 静待鱼儿上钩 那个 宁熙深深地吸了口气 转过身低着头 声音软软诺诺 叶凡同学 我可不可以占据你一点点时间 叶凡点头 问 小夕 怎么了 我 听到叶凡对自己的称呼 宁熙白皙的小脸上 不禁升起了几道红侠 清冷的气质 瞬间被击溃 她偷偷地看了一眼罗宇梦 发现同桌的注意力在小说上 不由地暗暗松了口气 女孩忍住内心的羞涩 红唇清气 叶凡同学 你叫我宁熙就好 我们 叶凡心中偷笑不已 她自然知道 这丫头此时的内心活动 文言 她笑着道 好的 小夕 宁熙张了张嘴 决定还是先说正事 道 叶凡同学 你能不能和我讲讲 黑板上的这道物理大题 你的解题思路 我有些看不懂 当然可以 叶凡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对于宁熙 她的字典中就没有不字 她抬头看了看 教室墙上的时钟 嘴唇微动 马上就下课了 下节课正好是体育课 听说正华的体育课 可以不去上 宁熙呆了呆 目光中充满了诧异 你 不是刚来正华吗 怎么知道 下节是体育课 叶凡抬起右手 指了指门口 诺 门口墙上有课程表 雨寒到了的大红脸 慌乱地低下了脑袋 宁熙 你在想什么呀 竟然问出这么白痴的问题 真是 丢死人了 小夕你怎么这么容易害羞啊 叶凡低声一笑 身体微微前倾 两人的脸相距不超过十公分 一般这个距离不是要亲吻 就是要打kiss 闻着鼻尖少女的幽香 她嘴角翘起些许弧度 嗓音低沉 不过 小夕脸红的样子很漂亮 也很可爱 第九章 体育课上 你 我 宁熙大脑一阵空白 有些手足无措 叶凡好像一直都在笑 深邃的眸子 如同夜空里皎洁的上弦月 仿佛要把它吸进去一样 俊美突出的五官 极致完美的脸型 加上淡淡的阳刚之气 这一切 让女孩的大脑 瞬间停止了运转 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不放 也不想放 叶凡眼角一弯 习惯性的想摸摸宁熙的小脑袋 刚伸出手 就定格在了半空中 她眼底闪过了些许犹豫之色 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对于宁熙而言 她只是一个刚认识不到两节课的新同学 突然做这么轻易的举动 少不了会被打上一个灯图浪子标签 那样的话 得不偿失 一点一点来 宁熙回过神 两侧的脸颊微红 叶凡同学 叫我宁熙就好 我们还没那么说 说完 女孩就转过身体 把头埋在了桌子上 叶凡嘴唇一鸣 眼中闪过了少许笑意 本性终于暴露出来了吧 眼前的女孩 才是真正的宁熙 和记忆中一模一样 一样可爱 一样害羞 她叹了口气 要走的路还很长 不急 水滴是穿 叶凡收回目光 拿出一本高速解析翻了起来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叮铃 当下课铃声响起时 叶凡放下了手中的书籍 两点经验值虽然不多 但聊胜于无 极少成多吗 铃声响起以后 二班学生的情绪 瞬间变得高涨起来 在振华 一星期只有一节体育课 是学生们为数不多的放松时间 三三两两的学生围在一起 商量体育课上干什么 罗宇梦拉起趴在桌子上的宁希 看到她那微红的小脸以后 不由地愣了愣 小夕 你的脸好红 是身体不舒服吗 没 没有 宁希眼神闪躲 语气中带着一抹不易察觉的慌乱 我只是 天气太热 对 天气太热 罗宇梦没有发现同桌的不对劲 兴致勃勃地说着 小夕 等下体育课的时候 我们去打篮球吧 打篮球 宁希想也不想 便拒绝道 女孩子打什么篮球 那是男生的运动 她本就喜欢安静的环境 平时的运动 只有晨跑 对于篮球这种运动 有些接受不了 而且 她还想让叶凡指导一下 物理大体的破解思路 所以 脸上的拒绝之意非常明显 小夕 你的这种思想很不对 罗宇梦双手插腰 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谁说篮球是男生的运动 照你这样说 那怎么还会有女篮 宁希眼帘低垂 哑口无言 她沉默了一下 无奈道 宇梦 你去玩吧 我想在教室中做会题 不行 罗宇梦颇为霸道地 拉起宁希的手 你说说你 天天就知道学习 你现在已经是班级第一 年级前五 还想怎么样吗 等会 老老实实地跟我一起 上体育课去 好好地放松一下 不去 没得商量 我 看到宁希脸上的犹豫 叶凡不禁笑了笑 嘴角微动 去吧 嗯 听到这话 两个女孩纷纷扭过头 叶凡的唇角扬起 一味地学习 并不见得就是件好事 想要提升成绩 固然是好事 但埋头苦学 并不是上策 一张一池 才是王道 罗宇梦偷偷向叶凡 比了个大拇指 一个劲地点头 没错 叶凡说得有道理 小夕 你别把自己绷得那么紧 给我这种学渣 留条活路行不行 宁希的翘脸上 写满了意外 叶凡这是在劝她 去上体育课 可 不是说好了 要教她物理大题吗 怎么改口如此快 宁希偷看了一眼叶凡 而后又马上一开 圆溜溜的大眼睛转拉转 十分可爱 最终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爷 罗宇梦低声一笑 对着宁希眨了眨眼 随即 忍不住出声打去了起来 哎 亏我还是你的好闺蜜 竟然还没叶凡说话管用 果然是重色旺 呜 话还没说完 宁希捂住了罗宇梦的嘴 女孩满脸飞红 却格外地认真 宁梦 不要开这种玩笑 错了错了 罗宇梦嬉嘻一笑 连忙岔开了话题 走吧 我们先去战场地 嗯 宁希点了点头 她看了看身后的叶凡 软软开口 叶凡同学 那个关于物理大提的 你挑时间 我随时都可以 叶凡眯着眼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谢谢 宁希松了口气 操场上 宁希 到 苏克 到 叶凡 到 宋委员收起手中的名单 有些意外 你们这些神仙 竟然全部都出现了 还真是稀奇 以往 每次上体育课的时候 总会少几个人 这种情况在镇华 十分正常 学生们轰笑一声 宋委员对着所有人挥了挥手 笑道 这节体育课 大家自由活动 好好地放松一下 老师万岁 顿时 人群四散开来 篮球场地只有一个 几名男生有说有笑地 拿着球走了过来 当看到左右两边都有人时 纷纷苦笑起来的 晚了一步 不过 其中一名高个子男生看到左边场地中的宁西以后 眼底闪过了一抹不易察觉的炙热 大步往左边的场地走去 不远处 坐在草坪上的叶凡轻哼一声 眼中闪过了一道冷意 随即缓缓起身 抬步走向了篮球场 女孩们分别是宁西和罗宇梦 还有二班的班长 苏科 三个女孩打篮球 毫无技术可言 不过 那清脆如黄鹰一般的嬉戏打闹声 吸引了不少男生驻足 绝大多数的目光都聚集在宁西身上 乌黑如群的绣发 被一条紫色的丝带系起 几丝绣发垂落双肩 将弹指可破的肌肤 衬得更加绽白 未施粉带 却轻心动人 北方有家人 绝事独立 望着场中的那道歉影 男生们心中一阵火热 对于这种情况 叶凡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她的女孩 自然优秀 受欢迎 再正常不过 场中 小夕 你投一个试试 篮筐下的罗宇梦 微微喘气 把篮球扔给了基米之外的宁西 看到空中的篮球 宁西有些手足无措 小手慌乱地扒拉两下 却不料连篮球都没有碰到 正准备去捡球 身后响起的一道声音 令她皱起了眉头 宁西 我来教你打篮球吧 第十章 情敌出现 宁西 我来教你打篮球吧 女孩身前基米出的地方 站着一名男生 男生身穿一身名牌运动装 皮肤略黑 但却给人一种别样的帅气 赵文浩 成绩一班 二班的体育委员 同时也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 据说家里很有钱 给郑华捐了不少钱和教学设备 所以才被破格录取 赵文浩在学校里 也算得上风云人物 在这个情斗初开的年龄段 他收到过不少女生的情书 不过 从见到宁西的第一面 赵文浩就被惊艳到了 学校的其他女孩 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所以 她一直都在想办法接近宁西 百般尝试 却没取得什么效果 今天看到宁西居然在打篮球 心中一阵狂喜 篮球可是她的拿手好戏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自然不能错过 宁西转过身 开口拒绝道 不用 见宁西拒绝 赵文浩并不气馁 她单手捡起脚边的篮球 五指微微发力 篮球在她的右手食指上 快速地转着圈 挤出一抹自认为很帅气的笑容 宁西 大家是同班同学 你不用这么客气 宁西轻轻摇头 再次拒绝道 多谢赵同学的好意 真的不用 班长苏科递了个眼色 平时 她可没少给苏科塞好处 就是因为苏科和宁西的关系 眼下 正好派上用场 苏科收到信号 来到宁西身旁 不解道 小西 为什么要拒绝啊 正好我们三个都不太会打篮球 赵文浩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 他愿意叫我们打篮球 这是好事啊 宁西针手微锤 低声道 班长 你们玩吧 我有些累了 别啊 苏科拉起宁西的小手 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小西 才刚开始你就要抛弃班长吗 我 宁西为难 有些犹豫不定 每次赵文浩看她的眼神 都让她很反感 正因为如此 她才会如此抗拒 罗宇梦走了过来 颇为无奈道 小西 有大帅哥愿意叫我们打篮球 这你都拒绝 宁西有些无奈 看了同桌一眼 又看了看苏科 不想让两人扫兴 最终还是同意了 那就再玩一会儿吧 搞定 罗宇梦拍了拍苏科的肩膀 扭头冲着赵文浩问 你要怎么叫 简单 赵文浩连忙说 我们四个分为两两一组 来次比赛 你们看我是怎么运球 投篮的 比赛 罗宇梦听到这个建议 眼睛亮了起来 脸上浮现出丝丝期待 直接拍板 OK 就这么说定了 见状 苏科松开宁西 走到了罗宇梦身旁 宇梦 我们一组 等会儿把赵文浩这个篮球队队长 暴打一顿 怎么样 这个主意不错 这话可谓是说到罗宇梦心坎里了 扭头对着左侧的宁西道 赵文浩心中一喜 偷偷地给苏科比了个大拇指 这个助攻 真是绝了 啊 宁西本就对赵文浩有些反感 现在听到自己 竟然还要和赵文浩一组 翘脸上写满了抗拒 赵文浩手持篮球 走到宁西身前 自信一笑 宁西 和我一组你就放心吧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歉 罗宇梦不屑地撇了撇嘴 谁输谁赢 还说不定呢 赵文浩并不在意罗宇梦的挑衅 笑道 那我们开始吧 他要好好在宁西面前表现一下 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帅气 一定可以让宁西刮目相看 万事开头难 只要给宁西留下一个好印象 那么 俘获美人的芳心 只是时间问题 等一下 一道平淡的声音响起 让场上的三女一男纷纷一愣 叶凡不急不缓地走入场中 嘴角处挂着阳光的笑 他走到宁西和赵文浩中间 十分自然地将宁西挡在了身后 眼皮微抬 加我一个如何 淡定的目光 让人捉摸不定 增添了一份神秘的感觉 宁西望着面前高大的背影 正正出神 叶凡怎么也来了 赵文浩脸色有些难看 刚才在物理课上 他就看这个新来的家伙 很不顺眼 什么狗屁帅哥 男神 不过是一个小白脸罢了 叶凡没来二班之前 他才是班里所有女生关注的对象 当然 除了宁西现在叶凡一来 那些女生一个个都跟疯了一样 这让一向自傲的赵文浩 极为不爽 现在 他好不容易能和宁西一起打篮球 结果半路杀出来的叶凡横插一脚 心中极为恼火 人够了 不加 赵文浩拒绝得无比干脆 叶凡嘴唇微动 风轻云淡道 同学 你误会了 我没有再问你 说完 他转过身 对着宁西阳光一笑 眼神温柔 小夕 加我一个如何 赵文浩的脸色 如同吃了那傻一样 哦 好 宁西有些发呆 轻轻地点了点脑袋 萌萌的模样极为可爱 相比赵文浩 他更愿意和叶凡组队 因为叶凡看他的眼神 很干净 让他很舒服 见宁西答应 赵文浩脸色如同煤炭一样 漆黑无比 在他看来 叶凡的行为 就是在故意挑衅 一个新来的 就敢如此嚣张 是可忍 孰不可忍 见叶凡也要加入 罗宇梦眼睛一亮 叶凡 你也会打篮球 灰点 叶凡回道 哼 赵文浩向左挪了两步 眼神轻蔑 灰一点 你来凑什么热闹 一个大男人莫非还想让我教你 说到这里 他脸上挂满了讥讽 没事自己 先去练练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人啊 要有自知之明 宁西小手紧握 往前走了一步 与叶凡并肩站立 软弱的声音中满是冷意 大家都是同学 你说话怎么如此难听 我 赵文浩万万没想到 宁西居然会为了叶凡出头 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望着身侧一脸认真的宁西 叶凡心中一暖 上一世 女孩就是如此维护自己 现在 只不过他已经不是以前的叶凡 这一世 守护者的角色由他扮演 叶凡抬头 眼神没有丝毫波动 同学 你误会了 赵文浩 误会你妹 叶凡不嫌不淡地继续道 我说的会一点 和你认为的会一点 应该不太一样 哼 有什么不一样 赵文浩满腔怒火地盯着叶凡 眼神极为不善 要不是因为这个新来的 他怎么会惹得宁西生气 现在倒好 本来宁西就对他不太感冒 现在看情况好像更糟糕了 叶凡低笑 似答非问 刚才 我好像听说 你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 是又如何 赵文浩的脸上挂着一抹自得与骄傲 叶凡低笑 十分平静 我说的会一点 应该可以把你这个篮球队队长剃光头 话落 场中一阵安静 第十一章 无被楷模 哈 安静了足足五六秒钟 赵文浩放声大笑 一脸嘲讽 就你 还给我剃光头 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真是可笑 觉得可笑的话 那你就再笑一会儿 叶凡给出了最平淡的反应 丝毫没有把赵文浩的讥讽放在心上 上一世 他作为一家价值过亿公司的老板 见惯了诸多场面 眼前的争执 完全就是在小打小闹 面对蚂蚁的谩骂 大象会做出反应吗 呃 他现在算是幼年的大象吧 扑 罗宇梦凑到宁溪身旁 眼睛发亮 小夕 你难道不觉得叶凡很帅吗 挺有趣的一个人 宁溪柔柔一笑 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你 赵文浩脸色涨红 全力一拳打在棉花上 这种感觉 让他郁闷得几乎要吐血 我 叶凡转身站在了宁溪身边 淡笑 我和小夕一对 打你们三个 说着 他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小心我给你剃光头 那个 听到这话 宁溪急得不行 小手在空中摇晃着 叶凡 我 我不会打篮球 你 没事 你就站在一旁看着 叶凡不给宁溪拒绝的机会 身躯微微下腹 靠近宁溪的耳垂 嗅着少女身上的忧香 心情前所未有的平静 这种感觉很好 如果可以 一辈子更好 宁溪被叶凡突然间的动作 吓得倒退了两步 小脸发烫 因为过度紧张 导致说话都有些结巴 真的 行吗 我 我感觉会拖你的后腿 不会 叶凡摇了摇头 再次肯定道 我说不会 就是不会 篮球场外 不少男生都注意到了这里发生的一切 虽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刚才叶凡在宁溪耳边说 悄悄化的行为却让所有人都看见了 我靠 这个叶凡够猛的呀 第一天来就敢调戏名笑话 吴备楷模 这小子完了 你们看赵文浩那眼神 泽泽 真吓人 长得帅 个子高 学习好 辽妹技术还贼强 为什么让我和这样的变态在一半啊 几里外 赵文浩双拳紧紧抓紧 双眼喷火 杀人的心都有了 这些议论在他耳中响起 是那么的刺耳 整个理科二班的男生都知道他喜欢宁溪 可这个新来的家伙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和宁溪如此亲密 这不就是在当众打他的脸吗 此仇不报 他在二班还怎么混 好 赵文浩咬紧牙关 就按照你说的办 我和罗宇梦苏科一组 不计分 哪一方先进五球 哪一方获胜 没问题 叶凡点头 对于比赛规则来说 他无所谓 因为他不可能输 上一世 篮球可是陪伴了他十几年的运动 如果输给赵文浩这种乳秀未干的毛头小子 那他可以买块豆腐自杀慢着 赵文浩眼神音很毒辣 冷声道 既然是比赛 那么输的一方自然要有惩罚 哦 叶凡挑眉 说吧 怎么惩罚 简单 赵文浩眼中一喜 大声道 你如果输了 围着操场跑三圈 一边跑一边喊 我是废物 叶凡 你别和他赌 赵文浩 你过分了呀 宁溪和罗宇梦纷纷开口 在他们看来 这个赌约根本就在侮辱人 就连苏科都忍不住出声劝道 赵文浩 大家都是同学 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 你疯了吗 对于三女的话 赵文浩当作没听见 目光紧盯着叶凡 敢赌骂 叶凡对着宁溪 做了一个放心的手势 饶有兴致地瞥了赵文浩一眼 神情似笑非笑 那你输了呢 我 赵文浩狂妄地大笑了起来 我怎么可能会输 真以为自己能打赢我 嗯 我能打赢你 叶凡平静道 所以 你输了 也要做同样的事情 这个时候 二班不少男生 已经围到了篮球场边 听到赌约以后 看向叶凡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怜悯 这个叶凡怎么想的 怎么说 赵文浩也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 水平在那摆着呢 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完了 这个新来的要丢人了 丢大人了 赵文浩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 他现在只想当着所有人的面 狠狠地教育一下 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少废话 来吧 说完 他捡起地上的球 扔给了叶凡 别说我欺负你 让你先拿球 空中的篮球 冲着叶凡的面部袭去 速度极快 很明显 赵文浩想让他当众出丑 下一秒 让他失望的一幕发声 叶凡不紧不慢地伸出右手 稳稳当当地接下了篮球 轻描淡写道 说了别用这个当借口就行 转过身 他对着还在发呆的宁熙 声音温柔 小夕 你在一边看着 宁熙小嘴微张 想说点什么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尤其是听到小夕这个称呼时 脸颊升起丝丝红韵 这个叶凡 他明明都提醒过了 为什么还这么叫 就在宁熙胡思乱想的时候 苏科拉起他的手 走到了中场线 无奈道 小夕 这场比赛 我们老老实实看着比较好 说实话 苏科现在都有点后悔 刚才帮助赵文浩了 要不然 也不会出现眼下这种局面 这 叫什么事啊 罗宇梦犹豫了一下 也朝着两人这个方向走了过来 至此 场中只剩下叶凡和赵文浩两人 不知不觉中 变成了solo赛叶凡右手 随意拍了一下篮球 准备好了吗 开始吧 赵文浩大喊一声 瞬间对着叶凡冲了过去 目标正是叶凡手中的篮球 目的很简单 先来一个下马威 让叶凡知道一下他的厉害 面对来势汹汹的赵文浩 叶凡微微摇头 嘴唇微动 天真 他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在赵文浩距离自己不到三米的时候 原地起跳 竟然是要直接投篮 如此行为 引起了一阵惊呼 卧槽 肯定进不了 怎么敢的呀 关公面前耍 兄弟 你刀呢 刷 空心入网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囚禁 煞时间 所有人的喉咙中 如同卡了一根鱼刺 再也说不出话来 议论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的嘴巴张德 都能塞进去一个鸡蛋 这也能进 刚才叶凡所在的位置 距离三分线 至少都有两米多 如此远的距离 按理说 这球不可能才对 可 球 就是进了 中场线附近的三位女孩 动作整齐滑衣 无嘴 进 进了 好厉害 叶凡嘴角弯起了一抹弧度 自言自语道 呦 看来手感还不错嘛 没有自得 没有惊讶 自始至终 都平淡如水 赵文豪的手定格在半空中 距离叶凡不过半米的距离 可这半米的距离 如同天欠一般 无法跨越 他面向球篮 看着 还在地上弹跳的篮球 脸色微微发青 这么远都能近 运气也太好了吧 让你一球又何妨 我就不信 你的运气能一直这么好 赵文豪把这一球 归功到运气上面 不爽的冷哼一声 走到篮下捡起球 接下来 带我进攻了 来吧 叶凡往罚球献出一站 懒洋洋的 看着机密之外的赵文豪 完全没有任何 要防守的样子 哇 好帅啊 好有饭 不行 我有点受不了 叶凡弟弟 姐姐爱你 场外 几名二班的女生 兴奋的大喊 眼中冒着小星星 赵文豪按骂一声 混蛋 该死 又被这家伙撞到了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运球的动作行云流水 速度瞬间提升 眨眼间就突破了叶凡的防御 直奔求篮而去 嗯 好吧 叶凡根本就没有防御 因为他站在原地 根本就没动 任由赵文豪 从自己身旁跑了过去 垃圾 赵文豪脸上充满不屑 看着近在咫尺的篮框 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刚出现 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就这么干 在距离篮框两米处的地方 赵文豪高高跃起 依靠着速度的惯性 对着篮框飞去 这是要扣篮 第十二章 扯到弹了 这是要扣篮 看到赵文豪的举动 所有人都惊呆了 哼 让你看看 什么才叫真正的实力 空中的赵文豪爆喝一声 将篮球用力扣向 近在咫尺的篮框 甚至他已经预想到了 这球扣进去的时候 叶凡的脸色有多难看 扣篮 尤其是在单挑的时候 对气势的打击非常大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叶凡的身影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赵文豪身后 双腿发力 一跃而起 更快 更高 这一系列的动作 眨眼间的功夫便已完成 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碰 篮球在距离篮框的距离 只有十几公分 突然手中篮球上 传来了一股大力 让赵文豪脸色大变 篮球离手 直接撞到了篮板上 由于力道过大 在经过反弹以后 球的速度依旧非常快 恰巧不巧的是 打板反弹的篮球 与赵文豪脸部来了亲密接触 啪 一声轻亮的声音响起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谁被打耳光了呢 下坠的赵文豪 直接被撞猛圈了 重心不稳的他跌倒在地上 周围看热闹的二班学生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目瞪口呆 盖帽夹青嘴 假的吧 乖乖 这个叶凡 太猛了 罗宇梦和苏科捂着嘴 紧盯着篮框出一脸平静的叶凡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好厉害 不 太厉害了 这也可以 听着两位闺蜜的惊呼 宁熙脸上露出了一抹疑惑 嘀咕道 这样不犯规吗 罗宇梦 苏科 犯规 这脑洞还真是 兴起啊 罗宇梦福娥拍了拍苏科的肩膀 对不起 是我没调教好 奸笑了 只见苏科轻轻摇头 颇为认真道 不怪你 我也有责任 见状 这两人是在打去自己 大概率是自己又说错什么话了 其实 这也不能怪宁熙 从小到大 她的世界上只有学习 唯一的娱乐活动 就是周末去图书馆 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今天是她第一次接触篮球 对篮球的规则一无所知 小白本白 石锤 篮框处 叶凡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想法不错 可惜差了一点 咧 平淡的语气 听在赵文豪的耳中 却充满了讽刺 他已经猜到 刚才发生了什么 再听到叶凡如此淡漠的话语 气得杀人的心都有了 一场无关紧要的比赛 不用大动干戈 叶凡弯腰捡起地上的篮球 转身向三分线外走去 还有三球 你就要输了 哼 赵文豪阴沉着脸 从地上站了起来 屁股上传来的疼痛 让他不禁倒吸了口气 身为篮球队的队长 更是振华的风云人物 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气 更何况 这里并不是只有他和叶凡两人 高三里科二班的 所有人都在看热闹 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到时候可才真是丢大人了 所以这场比赛 他绝对不能输 绝对 叶凡单手持球 走到三分线外 正对着赵文豪 准备好 我要开始了 话音一落 他运球正面冲去 完全无视赵文豪的防守 这一幕 看得场边的二班学生 惊呼声一片 这货真虎啊 我去 这都敢冲 哇 太帅了 赵文豪左腿发力 正面迎上 在他看来 叶凡的这种行为 就是在故意羞辱自己 真当他不存在 两人的速度极快 谁也没有减速的意思 眼看就要撞在一起 场边 一些胆小的女生 已经捂住了眼睛 千钧一发之际 叶凡向左踏出一步 身体旋转360度 下一刻就要强行突破 别想过 赵文豪大喊一声 左脚狠狠踏出 挡住了叶凡前进的路线 此时此刻 他的脸色无比凝重 再无一丝轻视 精准投篮 行云流水的运球技术 高手 而且 目前的局面对他来说 十分不利 已经落后两球 倘若再被叶凡得手的话 再想弥足差距 可就难如登天了 对于赵文豪的防守 叶凡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一样 向左突破的身形突然停滞 转而向右突破 整个变化 快丝滑 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突兀 赵文豪脸色大变 本能反应下 右脚跟着往右追去 可是他的左脚才刚刚落地 惯性还在 吃 一声布料破裂的声音响起 赵文豪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 眨眼间额头上布满了汗水 失去重心的他 双手撑地 表情痛苦地躺在了地上 叶凡停下脚步 静怡不定地看着地上的赵文豪 同学 我刚才可没碰你 几十双眼睛看着 不兴碰瓷啊 赵文豪 碰瓷 碰你妹 撤草惠母 此 赵文豪不停地倒吸着冷气 抬起头 无比艰难道 我只是身体不舒服而已 今天的比赛先这样 改日再战 说完 他扭头对着场边的楚清凌大喊一声 清凌 送我去医务室 我 我腿伤犯了 楚清凌和一名男生急忙跑进场中 架起赵文豪的胳膊 往医务室而去 叶凡瞥了一眼赵文豪的背影 古怪之中带着些许笑意 腿伤 好像并不是吧 腿伤犯了 武当干啥 莫非 辱是武当派 这些念头在叶凡脑海中一闪而过 他拿着篮球 走到中场线处的三女面前 把篮球递给宁熙你们继续吧 宁熙呆呆地接过篮球 叶凡同学 那个 赵文豪怎么了 刚问完 他就后悔了 刚才赵文豪的声音那么大 说自己腿伤犯了 他也听见了 为什么多此一举地问 好傻 他呀 叶凡轻笑 嗓音低沉 受了点伤 至于伤到哪里 我就不清楚了 哦 宁熙应了一声 低下了头 罗宇梦一脸赞叹 兴奋到 叶凡 你可以啊 苏科跟着点了点头 声音中带着一丝异样 你的篮球技术很厉害 就算赵文豪不受伤 应该也不是你的对手 会一点 谈不上厉害 叶凡反应平淡 盯着低着脑袋的宁熙 忍不住伸出右手 在他眼前晃了晃 小夕 你们继续 我去休息一下 低着头的宁熙 心中十分羞涩 这个人怎么这样 明明说过 不要叫他小夕 叶凡同学 你 叫我宁熙就好 噗 罗宇梦和苏科笑了起来 尤其是罗宇梦 笑得花枝乱颤 上气不接下气道 小夕 人家都走远了 啊 宁熙抬起头 眼前哪还有叶凡的身影 她的小脸瞬间冲雪 如同熟透的苹果 让人想咬上一口 看到罗宇梦 一脸打去的神态 她羞愤地威胁道 宇梦 信不信 我不让你抄作业了 错了错了 罗宇梦瞬间变得一本正经 搂住宁熙的双肩 笑着挑了挑秀眉 小夕 我们可是好姐妹 这两人还真是 过分 场边的吃瓜群众 也缓缓散去 几名男生聚在一起 意犹未尽地 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好好的 怎么腿伤就犯了呢 谁知道 说不定是赵文浩 间自己要输了 故意找的借口 我看不像 刚才赵文浩的表情 不像装的 可能真的是腿伤犯了 屁 什么腿伤犯了 简直在胡扯 一直没有说话的男生 突然开口 道 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 赵文浩根本不是腿伤犯了 难道你们没听到吃的一声吗 好像听到了 这是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这名男生笑着道 没看到赵文浩离开时 夹着双腿吗 很有可能是 扯到蛋了 第十三章 借钱 高三理科二班 班主任杨婷站在讲台上 目光在教室中扫过 现在距离月考只有两个星期 大家在这段时间里 一定要好好努力 叮铃 放学铃声响起 杨婷轻轻摆手 放学 大家路上注意安全 老师 再见 学生们收拾繁重的 复习资料 脸上露出了丝丝疲态 叶帆望着自己空空如也的书包 一阵发呆 来振华之前 他从来没有买过复习资料 一次都没有 看到所有人面前堆积如山的试卷 习题 练习册 让他感觉自己 好像走错了片场一样 格格不入 叶帆 你愣着干嘛 罗宇梦背起书包 一转身就看到了 正在发呆的叶帆 都放学了 你还不走 这就走 叶帆应了一声 目光望向了罗宇梦深侧的宁希 此时 宁希也正在看着叶帆 脸颊上露出了柔美的笑容 声音软软道 叶帆同学 明天见 明天见 女孩的笑容 让叶帆心中颤了颤 这一切 好像一场梦 振华校门口 一辆黑色的奥迪停在路边 罗扇坐在车里 目光盯着校门口 当看到叶帆的身影以后 急忙下车挥手大喊 小帆 这里 叔叔 辛苦你了 看着汽车 依旧停在两棵槐树中间 叶帆知道 罗扇应该是在学校外面 等了一下午 心中感到阵阵暖意 罗扇眼中闪过一抹错愕 随即 笑呵呵道 你这孩子真是的 跟叔叔还这么见外 咱们可是一家人 最后一句话咬得很重 叶帆脸上露出淡淡笑意 车子启动 罗扇一边开车 一边道 小帆 我在学校附近 给你看了套房子 环境很不错 价格也不贵 我先带你去看看 你要是觉得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可以再换 谢谢叔叔 叶帆轻点头 能住就行 帝都的房子 还是临近学校的地段 价格能不贵 这一点 他心知肚明 这只是罗扇找的一个借口 应该是 不想他有什么心理负担 昭化路 白玉花园 这是一个高档小区 距离重点高中的 振华中学很近 不行也不过十分钟左右 所以 这里的房租 涨到了一个很夸张的程度 三号楼 一单元 606 罗扇把一串钥匙 放在了叶帆手中 介绍道 小帆 房子只有60多平方 两室一厅 还有一个小书房 虽然不算大 但也还行 叔叔 已经很好了 叶帆四处看了一下 房子装修得很精致 各种家电设施 一应俱全 就连被子都是新的 不得不说 罗扇在照顾人这方面 真的很细心 房租 物业费 我都已经交过了 罗扇取下叶帆身上的背包 道 还有日常的生活用品 叔叔也给你买了 如果还缺什么的话 你就自己买一下 说完 他从口袋中 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递给了叶帆 小帆 这卡里有一万块钱 快花完的时候找叔叔要 别不好意思开口 知道吗 叔叔 我能不能和你商量件事 看着面前的银行卡 叶帆正正出神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罗扇笑道 在叔叔这里 你千万不要客气 叶帆有事和自己商量 说实话 这让罗扇有些受宠若惊 在过去的五年中 叶帆跟他说过的话加起来 也绝对不超过二十句 然而这几天中 他和叶帆说的话 是过去五年的几倍 甚至十几倍 叶帆嘴唇微动 叔叔 你现在手中的现金流 还有多少 据他所知 罗扇做的是服装批发生意 虽然不算大富大贵 但也颇有身价 只不过 在他刚上大一的时候 罗扇受朋友蛊惑 非得去投资一家高科技公司 最后落得个血本无归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 叶帆一扫之前的颓废 变得积极上进 还没毕业的时候 他就最新研究股票 一边尝试 一边积累资金 一毕业 他就开始了大胆尝试 不得不说 在这方面 上天还是很眷顾叶帆的 毕业仅仅半年 叶帆就积累了一笔 相当可观的财富 最后 自己开了一家证券公司 叶帆和宁希之间的缘分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所以 刚才一看到银行卡 叶帆就联想到了 一年后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 他想帮罗扇规避一下风险 顺便给自己积累一下资金 钱是个好东西 虽然重生后的叶帆 已经把钱财看得很淡 但 这玩意 还是不能缺 钱是生活中的必需品 在现代商品社会里 没有钱的生活 寸步难行 下国有句名言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的 罗扇呆了呆 现金流 这个问题出乎他的预料 突然问这个做什么 他如实地说道 因为积压了两批货 所以叔叔手里的现金并不多 只有两百多万 够了 叶帆说了一句 让罗扇摸不着头脑的话 罗扇有些疑惑 小凡 你问这个做什么 叶帆微微一笑 道 叔叔 我想跟你借点钱 借钱 罗扇愣了一下 随后就笑了起来 你这孩子 嫌钱少就直说 干嘛都这么打圈子 等叔叔回临海以后 再给你打一万 他以为叶帆嫌自己给的钱太少了 所以才会有此疑问 叶帆摆了摆手 解释道 叔叔 你应该是误会了 误会 对 叶帆接了两杯水 指了指沙发 叔叔 我们坐下聊 好 接过叶帆的水 罗扇露出了一抹复杂的笑容 不过他隐藏得很好 并不明显 看着正在喝水的罗扇 叶帆开口道 叔叔 我想跟你借两百万 扑 听到这话 罗扇刚喝进去的水 直接给惊得喷了出来 不过叶帆早有准备 话一说完 他就拿起背包挡在了身前 完美躲过了这一喷 小凡 你刚才说什么 罗扇哪里还顾得上这些 大惊失色的站起身 脑中一阵阵嗡嗡嗡 借钱 这个倒是可以理解 可一下子借两百万 这会儿 罗扇回想起了自己刚才的那句话 在叔叔这里 你千万不要客气 他就是那么一说而已 还真不客气 开口就借两百万 他也不信马呀 况且 叶帆现在还只是一个高三的学生 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莫非 罗扇放下水杯 一把抓住叶帆的手 小凡 你跟叔叔实话实说 你是不是闯了什么大祸了 也不怪罗扇这么想 先是转学 再是借钱 而且一借就是两百万 怎么看都不太正常 叶帆苦笑 摇头道 叔叔 你别瞎想 我跟你借钱 主要是想投资一只股票 股票 罗扇的嗓门瞬间提升了八个分贝 你猜多大 玩什么股票 那东西是你能玩的吗 说完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语气态度 连忙解释道 小凡啊 叔叔是害怕你上当受骗 你今年才十七岁 什么都还不懂 而且 股市中的风险太大 连叔叔都不敢碰这玩意儿 而且 这些年 叔叔见了太多玩股票倾家荡产的人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 就是好好学习 争取考个好大学 明白吗 叶凡笑着点了点头 叔叔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也知道你不相信我 不过 我可以向你证明 证明 罗扇有些跟不上叶凡的思维 一头雾水道 怎么证明 叶凡嘴角一弯 仰了仰手中的银行卡 轻描淡写道 叔叔 给我一星期的时间 我可以让卡里的一万块钱 变成五万 而且 买入抛出的过程 都会让你亲眼看着进行 如果我能做到 还请叔叔借我两百万 为期一年 罗扇低头沉默 一星期的时间 一万变五万 百分之四百的净盈利 这可能吗 过了好一会儿 罗扇抬起头 如果你做不到呢 如果做不到 我再也不打股票这方面的主意 好好学习 考一个好大学 专业由你和我妈决定 叶凡站起身 似乎再说一件 稀疏平常的事情 当然 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 自信 又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狂傲 一言为定 罗扇紧盯着叶凡 他越来越看不懂眼前的这名少年 啊 好吧 他从来也没看懂过 他话音一转 道 不过 在此之前 我会把这件事情告知你妈妈 这件事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才行 要不然 我不会把钱给你 说完 罗扇甘笑一声 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 叔叔不是七管言 叔叔只是尊重你妈妈而已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 好 叶凡笑了 眸色深邃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重生的原因 前世发生的事情 他记得异常清晰 这个赌约 他赢定了 吃过晚饭 罗扇就给妻子叶贤打了电话 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全部说了一遍 听到儿子通过了振华的变态考核以后 叶贤高兴得不行 但 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罗扇就把叶凡 要跟自己借两百万的事情说了出来 电话汇总 叶贤惊呼一声 什么 这不是胡闹吗 老婆 你别着急 罗扇连忙道 是这样 我和小凡打了一个赌 房间中 叶凡本想着看书刷点经验值 可无奈地发现 新房子里无书可看 他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眼前浮现出宁希的倩影 嘴角处露出了暖暖的笑容 脑海中变得无比平静 不知不觉中 便已进入梦乡 明天 又能见到宁希 期待 第十四章 学霸 高三里科二班的教室中 黑板上 写着一道物理大题 齐文爵站在讲台之上 狂喷口水 这杰克就这么一道题 所有人试着解一下 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讨论 但声音不要太大 说完 齐文爵一手拎着座椅 悠闲地坐在了教室门口 人到中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抛枸杞 他今年五十出头 一边喝着 一边盯着保温杯的枸杞 嘀咕道 枸杞是不是有点少 嗯 有点少 罗宇梦双手在书地中摸呀摸 很快 一本言情小说出现在手中 灵溪双眸盯着黑板 在草稿纸上 开始试着解题 文静甜美的气质 成为了教室中 一道绝美的风景 不少男生频频侧目 没过多久 女孩的脸上露出 些许无奈和迷茫 无论用什么方法 最多只能解到一半 然后便没了下文 坐在前排的几名物理学霸 也在小声地交流着 这题怎么解呀 就是 太难了 这是高三的物理题吗 齐老师该不会是 故意为难我们吧 我设好几种方法 根本就解不了 言语之间 满是无奈 叶凡单手拖着下巴 歪着头 看着宁溪的背影 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解题 太无聊了 而且 这道题对于叶凡来说 一点难度都没有 她实在提不起丝毫的兴趣 与其浪费时间 还不如多看宁溪两眼 叶凡现在比较纠结的是 该怎么拉近 和宁溪之间的关系 别看宁溪看上去很好说话 但她却清楚 宁溪的防备心很重 尤其是异性 表白 太俗 而且 还有些为时上走 对于宁溪来说 她只是一个心爱的同学 很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宁溪放下笔 面露犹豫 思绪再三之下 还是决定请教一下 后方的叶凡 昨天叶凡展现出来的物理水平 是她在同龄人之中 见过最厉害的一个 没有之一 女孩深深地吸了口气 慢条思理地转过身 正好迎上了叶凡的目光 深邃的眼神 如同无底洞一般 撩动着她的心神 她在看我 宁溪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 翘脸微红 说实话 她对于叶凡的印象 非常不错 虽然和叶凡才认识了一天的时间 但叶凡身上的那股沉稳 淡定 以及看自己时的清澈眼神 都让宁溪生不出丝毫厌恶 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她总感觉 好像在哪见过叶凡一样 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她忍住内心的羞涩 轻声发问 叶凡同学 能不能打扰你一下 齐老师出的这道题 我解不出来 可以向你请教一下吗 当然可以 叶凡回神 会心一笑 她正愁不知道怎么拉近 和宁溪之间的关系 没想到机会就自己送上了门 还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齐文绝 像今天出的这种物理题 以后可以多来几次 嗯 这个主意不错 她的心中 有了方向 谢谢 宁溪针手清点 拿着草稿纸 她秀眉微微皱起 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叶凡同学 齐老师让球物体 落在B点的速度 与斜面夹角为定值 可是为什么用动量 手横定律解不出来 白皙的肌肤 配上低马尾 长而浓密的睫毛下 流露出文静的眼神 让人舍不得挪开目光 不少男生 包括前排的几名学霸 都注意到了这一幕 心中十分不爽 凭什么 这家伙昨天才转到郑华 怎么就和您女神如此熟络 草 一种植物 靠 这个叶凡真是走了狗屎运 难道女神要沦陷了吗 沦陷你妹 你给我闭嘴 这些话传到 第一排左侧邓宇的耳朵中 他心中生起了一股无名目火 怎么又是这个家伙 昨天在篮球场发生的事情 他亲眼目睹了全过程 再加上宁溪现在的举动 让邓宇感受到了一种威胁 他是宁溪的众多追求者之一 一直以来 他承认的对手只有一个 就是昨天扯到蛋的赵文浩 没想到又冒出了一个叶凡 不行 绝不能让这个家伙如意 打定主意以后 邓宇趁着齐文绝不注意 弯着腰来到叶凡身旁的空位坐下 看着眼前这个 让他魂牵梦绕的女孩 她的眼底深处 丝丝火热一闪而过 宁溪 物理上有什么疑惑 直接问我就好 怎么说 我也是上次物理测试的第一名 再说 你问叶凡同学 他也不一定会啊 邓宇的话语中充满了骄傲 得意 以及炫耀 看似这话是说给宁溪听的 实际上是说给叶凡听的宁溪微微醋眉 轻声道 邓宇 叶凡的物理水平很好 他对邓宇的行为有点反感 但出于礼貌 并没有表现得太明显 很好 邓宇呵呵一笑 宁溪 不是我吹牛 这道题 全班只有我一个人能解出来 说着 他撇了撇叶凡 面露嘲讽 叶凡 他不行 叶凡笑了 秦迪还真是一个接一个呀 哎 没办法 宁溪虽然还没长开 但已经有了倾国倾城的底子 这些高三的男生 抵挡不住他的魅力 实属正常 只不过 敢打宁溪的主意 简直就是 在想屁吃 猪猪乾坤屁 叶凡看向邓宇的目光 如同看白痴一样 这么说来 你可以解开这道题 这些家伙 一个个都跟没脑子一样 上来先挑衅 然后贬低别人 衬托自己 昨天的赵文浩是这样 眼前这个叫邓宇的 也是这样 这种手段 实在太低级了 不过想想也是 高三的学生 又有什么成福呢 当然 邓宇眼底深处 划过一抹心虚 但表面上却摆出了一副 信心十足的模样 其实 刚才他也没解出来 但当着宁溪的面 他怎么可能会承认 黑板上的题 确实很有难度 不过 他对自己的物理水平 很有信心 只有给他时间 就一定能破解 叶凡挑了挑眉 你确定 废话 邓宇不屑地看了叶凡一眼 语气中满含嘲讽 学霸的世界 普通人根本涉足不了 明白吗 学霸 叶凡笑了起来 怎么说 我也是拥有金手指的人 面前这货哪来的自信 无知 宁溪眼神冷漠 轻斥道 邓宇 你过分了 宁溪 我 邓宇刚要解释 就被叶凡打断 既然邓学霸如此厉害 那我就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说完 他一开凳子站起身来 对着教室门口的齐文绝大声道 齐老师 邓宇同学说 他会解这道题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纷纷望了过来 让邓宇如坐针毡 邓宇的脸色非常难看 低声质问道 你 你干什么 叶凡嘴唇微动 淡淡而笑 我不是说了吗 要给邓学霸一个表现的机会啊 你 邓宇脸色发青 哦 齐文绝走进教室 看到后排的邓宇以后 有些不喜 邓宇 你跑后面干什么 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 是 老师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被齐文绝这样训斥 邓宇的脸上 阵阵活辣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叶凡的一句话 你给我等着 邓宇小声扔下了一句狠话 拿着东西 快速返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见邓宇准备坐下 齐文绝开口道 先别坐下 你不是会解这道题吗 上来解一下 正好给全班同学 讲解一下你的解题思路 邓宇 他苦着脸 有些骑虎难下 无论心中再不情愿 可刚才他当着宁溪的面 如果现在说不会 恐怕 以后在宁溪面前 再也抬不起头了 好 好的 邓宇硬着头皮走上了讲台 看着黑板上的物理题 心中有些底气不足 不过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只能硬着头皮 尝试着破解了起来 只不过 邓宇刚开始破解 齐文绝便皱起了眉头 他看到邓宇的第一步破解思路 就已经没有往下看的欲望 一步错 步步错 更何况 从开始就错 这让他很是失望 别解了 老师 怎么了 邓宇有些迷茫 才刚开始而已 怎么就不让解了 齐文绝摆了摆手 道 第一步就错了 没有解下去的必要 回你自己位置上吧 文言 教室中想起了窃窃私语 也不怎么样吗 邓宇不是物理大神吗 怎么刚开始就错了 可能是发挥失常吧 不会就不会 逞什么呢 这些话让邓宇脸色胀红 双手紧紧握成了拳头 愤怒地盯着叶凡 要不是这个家伙 自己何至于如此难堪 他默默地放下粉笔 正准备回座位 突然脑海中灵光一闪 叶凡坑他 他也可以坑叶凡啊 俗话说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想到这里 邓宇脸上挂起冷笑 暗道 你不认 别怪我不业 今天谁都别想好过 念道于此 他扭头对着齐文绝开口道 老师 叶凡同学说自己也会解 不妨让他来试试 瞬间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叶凡身上 叶凡嘴角一勾 喃喃自语道 这招还像点样子 宁希诧异 随即就意识到了邓宇此话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叶凡上台丢脸 想到这里 心中对邓宇的印象更差 他转过身 对着叶凡轻轻摇头 小声道 叶凡 你别上去 跟老师实话实说就好 嗯 放心吧 叶凡笑着点头 举了举手 起身开口道 齐老师 我就不上去了 邓宇嘲讽道 刚才叶凡同学 不是挺能说的吗 说这道题 自己随随便便就能解开 怎么现在不敢承认了 我想 你是误会了 上午的阳光温馨柔和 洒在叶凡的五官上 让他多了一丝帅气和神秘 轻飘飘地笑道 这道题太简单了 没有上去的必要 顿时 教室中的议论声瞬间消失 所有学生张大了嘴巴 静 寂静无声 第十五章 智力升级 简单 是他们幻听了 还是叶凡疯了 黑板上的这道题 跟简单扯得上半毛钱的关系吗 你说什么 邓宇揉了揉耳朵 感到可笑至极 齐文爵倒是颇有兴致地打量了叶凡一眼 他对于叶凡这个转笑声的印象 那是相当高 在上节课中 叶凡的表现非常亮眼 眼下又说出如此自信的话 他不禁有些期待 叶凡 你为什么要说这道题简单 因为简单 叶凡平静一笑 他并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 就是论试而已 什么扮猪吃老虎 他更是无感 该是什么 就是什么 不主动高调 但也不会刻意低调 一切都顺其自然 第二排的一名男生 阴阳怪气道 切 用嘴说 谁不会啊 你会 叶凡瞥了一眼这名男生 指了指黑板 既然如此 那你来 男生 一时间 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脸上一阵青一阵红 安静 齐文觉得目光 在教室中扫尸一圈 最后停留在叶凡的身上 笑着道 叶凡 你说说这道题该怎么剪 宁希轻咬着嘴唇 侧身盯着叶凡 眸中划过丝丝幽瑟 教室中的几十道目光 汇聚在叶凡身上 他表情极为平淡 嗓音低沉 射水平速度为V 从A到B的飞行时间为T 则A到B的水平位移 X等于VT A到B的垂直位移 Y等于1 2GT 2Y X等于10 A等于等于T等于2V Tana G 所以 B点出的水平速度为V 而垂直速度为 VY等于GT等于2VT A所以和速度与水平面的夹角为Φ Z则10θ等于VY V等于2Tana 所以 物体落在B点的速度与斜面的夹角为定值 说到这里 他对着齐文爵微微点头 道 齐老师 剩下的随便列个方程式就OK了 我现在可以坐下了吧 哦 可以 齐文爵有些惊叹 眼前的这个学生物理水平太高了 他忍不住赞叹道 叶凡同学的解题思路非常正确 大家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可以多向叶凡同学请教一下 所有学生不禁面面相去起来 这话代表了什么 再清楚不过 叶凡竟然真的答对了 卧槽 邓宇脸色极为难看 他不甘心地开口道 老师 都还没验算 叶凡说的不一定对 齐文爵耐人寻味地看着邓宇 问 你是在怀疑老师的水平吗 对于邓宇的想法 他这个做老师很清楚 无非就是不服气罢了 邓宇连忙否认道 我 我没有 没有最好 齐文爵冷哼一声 大声道 叶凡的解题思路正确 下面 我来给你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都认真听着 按照叶凡的思路 先设水平速度为V 从A到B的飞行时间 对于齐文爵的讲解 大多数学生听得迷迷糊糊 只有少数的尖字声 能够听懂宁熙便是其中一个 一边听 一边认真地记着笔记 他在心中忍不住 给身后的叶凡点了个赞 越听 他越能认识到 和叶凡之间的差距 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 好厉害 这种水平 都能去参加物理竞赛了吧 甚至 得奖也不是不可能 感叹的同时 宁熙也感受到了压力 他身为二班的物理代表 物理成绩却只能勉强排进班级前五 现在又出现 叶凡这样一个大神级别的存在 这下 他恐怕连前五都挤不进去了 叮铃 下课铃声响起 昏昏欲睡的学生 不禁浑身一震 顿时有了精神 齐文爵一走 教室中瞬间变得冷清 只剩下几名尖子生 还在学习 宁熙转过身 把一张草稿纸放在了叶凡面前 礼貌地开口询问 叶凡 可以帮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 叶凡点了点头 目光在草稿纸上 快速地扫了一遍 道 小夕 那个 叶凡 你叫我宁熙吧 不然 容易让人误会 宁熙的翘脸上升起一抹红韵 每次叶凡叫她小夕 她总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没有厌恶 反而 还有一种亲切感 这种感觉 让女孩很疑惑 也很慌乱 为了避嫌 她只能再次提醒叶凡 行 叶凡无比爽快地印下 指着草稿纸上的第三步骤 小夕 这里有点小问题 宁熙呆呆地望着叶凡 小脸上充满了无奈 这人怎么这样 答应得挺利索 可 TUE 小夕 你在想什么呢 叶凡抬手在宁熙眼前晃了晃 笑道 开小差可学不会解题思路 集中注意力 宁熙一汪清水的眸中 带着丝丝幽怨 红唇清起 叶凡 你明明答应了 为什么还叫 我们才认识了一天 你这样叫不好 开口反问 哪里不好 我觉得挺好啊 你难道不觉得吗 宁熙小嘴微张 却说不出任何话来 看着一脸笑意的叶凡 她感觉脸上震震发烫 我 我不问你了 说完 她抢过叶凡手中的草稿纸 快速地转过了身 埋头趴在了客桌上 心里乱糟糟的 望着宁熙的举动 叶凡嘴角微翘 眼底深处 深情无限 刚开始而已 慢慢来 慢慢接受 慢慢习惯她的存在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 宁熙没和叶凡说过一句话 仿佛两个世界的人一样 至于叶凡 她并不着急 对于宁熙的态度 一点也不意外 这丫头的性格就是这样 这三天来 她几乎时时刻刻 都在刷经验值上课刷 下课刷 回家躺着刷 360度刷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完本阅读 经验值加一 听到脑海中 系统奖励的 完本阅读经验值 叶凡不禁有些疑惑 完本阅读却只有一点经验值 这什么情况 该不会是系统中宝私囊了吧 系统 宿主 完本阅读所获得的经验值多少 取决于书的价值 这样吗 叶凡看了看手中的物理练习册 不由得撇了撇嘴 早知如此 她还买什么练习册 浪费感情 看了看时间 距离下课还有几分钟 叶凡掉出属性面板看了起来 宿主 叶凡 知识 三级 零 两千 智力 一级 两万零一百 武力 一级 一万零一百 医术 一级 零 一百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一百四十二 看到属性面上的经验值 叶凡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是她三天来的成果 只不过 她现在有些犯难 先升级哪项能力呢 智力好像挺不错 武力也行 医术也还凑合 思来想去 叶凡最终还是没有做出决定 目光定在了功德点上面 其实 她早就想问这个功德点有什么用 只不过一直忙着刷经验 也没顾得上 正好趁着现在没事 问得清楚 系统 这个功德点是什么 还有 要怎么获得 系统甜美的声音再次响起 功德点功能尚未开放 敬请期待 叶凡问道 什么时候开放 又或者是要达成什么条件才能开放 幸好 她上辈子读书的时候 看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网络小说 对于金手指这种不可思议的存在 并不算陌生 想要开启功德点功能 宿主的各项能力 需达到三级以上 届时 系统会自动升级 升级完毕以后 便会开启功德点功能 听完系统的解释 叶凡微微点头 所有能力达到三级以上 这个并不算难 按照目前看书 获得的经验值来看 保持目前的节奏 最多两个月时间 所有能力就可以升到三级 想明白这个 叶凡也不纠结了 反正 属性面板上除 知识以外的三项能力 都得进行升级 早几天晚几天 对它并没有什么影响 升级智力 消耗80点经验值 恭喜宿主智力达到二级 剩余62点经验值 系统声音响起的同时 叶凡脑海中 传来了一种奇妙的体验 他有种醍醐灌顶的错觉 头脑一阵清明 仿佛连思维都变快了不少 这就是智力二级吗 还不错 讲台上 杨婷眼睛微微闪烁 放下手中的教材 叶凡 你来说说 黑板上的这道阅读理解答案是什么 顿时 所有学生的目光都忘了过来 对于这一切 叶凡浑然不觉 他现在还沉浸在智力升级的奇妙体验中 此时的叶凡 单手撑着下巴 眼神看着窗外 这副正大光明开小差的模样 引起了一阵低笑声 这家伙完了 竟然敢在老班的课上开小差 则则 我只能说声佩服 祝你好运 宁夕左脚不留痕迹的后踢一下 头也不回的小声提醒道 叶凡 班主任叫你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完全就是本能反应 可刚做完这一切 他就后悔了 因为称呼的事情 这段时间 他故意不搭理叶凡 现在这么一搞 完全失去了意义 想到这里 女孩苦恼地埋着头 有些气馁 宁夕啊宁夕 你在想什么呢 干嘛要主动搭理这个家伙 察觉到脚上的动作 叶凡这才回过神 见所有人都盯着自己看 有些一头雾水 他默默地站起身 问道 老师 你叫我了吗 所有人哄堂大笑 赵文浩和邓宇两人 则是喜笑颜开 阴阳怪气地讽刺起来 哟 不愧是转来的学霸 连班主任的课也敢开小差 真是目中无人啊 就是 难道叶凡同学认为 班主任教不了你吗 你们两个给我闭嘴 杨婷沉着一张脸 瞥了一眼赵文浩和邓宇两人 两人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 他指了指黑板 对着叶凡质问道 这道阅读理解的答案 怎么选择 叶凡一眼 扫过黑板上的内容 脑海中已然有了答案 杨老师应该选 A Notice at the meal of the boys in the firewood war 杨婷愕然 心中无比惊讶 竟然回答对了 第十六章 叶凡的妥协 杨婷能确定 刚才叶凡肯定是在开小差 根本没认真听课 而且 黑板上的这道阅读理解 是他昨晚熬夜想出来的一道难题 四个答案都非常具有欺骗性 结果 叶凡只看了一眼 就找出了正确答案 是巧合 还是 肯定是巧合 可 杨婷清了清嗓子 开口问道 叶凡 你为什么认为答案是A 他倒是想听听 叶凡会说什么 很简单啊 叶凡声音淡淡道 综合前文所述 所以答案选A 杨婷 所有人 这说的不是废话吗 杨婷嘴角艰难地扯动两下 颇为无奈地挥了挥手 行了 你坐下吧 开小差可以 但不能影响其他同学 知道吗 嗯 叶凡点头坐下 继续单手拖着下巴 开着窗外 这一幕 看得所有学生无语至极 这 这也可以 一向苛刻至极的养老班 竟然对学生说 上课可以开小差 这个世界怎么了 杨婷沉声道 叶凡的答案正确 我来给大家讲讲 为什么选A 看这里 叮铃 下课铃声响起 宁喜转身盯着叶凡 眸色微微闪躲 支支吾吾道 我 我刚才提醒你 是出于同学之间的情谊 你 你别多想 说完 她的翘脸微微发红 这个理由 连她自己都不信 望着此地无影三百两的女孩 叶凡微微一笑 点头附和道 好 我不会多想 还是要谢谢小夕的提醒 宁喜 小夕 为什么还要这么叫啊 除了爸爸这么叫以外 就只有宇梦和苏科 两人会叫她小夕 如今被一个男同学这么叫 她真的感觉有些接受不了 你 你真人怎么这样啊 宁喜长长的睫毛微动 脆声声道 叫我名字不好吗 女孩的声音并不小 正在津津有味 看言情小说的罗宇梦 不禁微微抬头 颇为好奇地打量着两人 她对着宁喜挑了挑眉 低声问道 小夕 你们两个什么情况 没 没什么情况 宁喜心虚地解释道 刚才老师讲的物理大题 我不太懂 所以向叶凡请教一下 你 你要不要一起来听听 听到这话 叶凡脸上的笑意 愈加浓郁 上一世 宁喜就不会说谎 每次一说谎就结巴 这一世 还是如此 罗宇梦表情古怪 撇了撇嘴 小夕 虽然我刚才上课的时候 在看小说 但你也不能拿我当傻子 刚才明明上的是英语课 杨老师教物理 宁喜双眸微微张大 翘脸的温度迅速上升 我 我说的是上节物理课 你可能误会了 行吧 罗宇梦倒也没纠结 趴在桌子上 继续拿着小说看了起来 见同桌没在追问 宁喜松了口气 一抬头 正好迎上叶凡 充满笑意的目光 他小声地威胁道 你笑什么 那副可爱的模样 如同发了狠的小白兔一般 没有丝毫的威慑力 叶凡嘴角上扬了一下 道 叫你宁喜 这样总想了吧 这还差不多 见叶凡妥协 宁喜露出了一抹笑容 这几天的心血 总算没有白费 欣赏着面前女孩 甜美的笑容 叶凡心中有些感慨 喃喃自语道 你这丫头 是吃糖长大的吗 宁喜可爱的眨了眨眼睛 疑惑道 叶凡 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 叶凡嘴角一勾 就是感觉你笑起来 很甜 很漂亮 文言 宁喜的脸刷一下 如同熟透的苹果 令人垂液欲低 她的语气中 有些慌望和羞涩 你不要瞎说 我没有 叶凡举起右手 正色道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可以对天发誓 宁喜 啊 哎呀 她只是想跳开这个话题 哪里是要叶凡发誓 你 宁喜轻咬红唇 红着脸转过了身 叶凡低笑 自言自语道 小夕 你笑起来真的很甜 其实 叶凡之所以向宁喜妥协 只是因为 不想和这丫头 继续冷战下去了 要不然 依照宁喜的性格 很有可能会一直不搭理她 为了长久之际 她只能暂时改变一下称呼 反正要不了多久 称呼还是会改回来 她 有这个自信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叶凡独自一人来到了食堂 找一个人少的窗口 默默地排起对来 对于食物 她没有忌口 能吃饱就行 路过的一些女生 不禁频频侧目 看着帅气的叶凡 眼睛的小星星在闪烁 好帅 以前根本没注意到 学校里竟然还有这种级别的大帅哥 战略失误 战略失误 对于这些目光 叶凡毫无反应 不 应该说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 来到窗口前 要了一碗牛肉面 叶凡找了一个没人的桌子 刚坐下正准备吃 对面的位置上 就出现了一名女孩 女孩五官精致 身穿格子衫 搭配着针织外套 给人一种温柔的气质 见叶凡在看着自己 女孩露出了一抹浅笑 道 你好 我叫苏巧瑜 高三里科一般 我能在这里吃饭吗 可以 叶凡点了点头 低着头开始吃面 丝毫没有跟女孩搭讪的想法 看着面前的男生 苏巧瑜眼中一彩连连 主动出声 同学 你还没有跟我介绍一下自己呢 文言 叶凡抬起头 平淡道 叶凡 高三里科二班 里科二班的 苏巧瑜愣了一下 疑惑道 二班的同学我 基本上都认识 怎么没有见过你啊 叶凡拿着筷子继续吃面 含糊不轻道 我是转学生 昨天才来振华 没见过 我也正常 转学生 这下 苏巧瑜更惊讶了 柔声道 振华还要转学生吗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看来 叶凡你的成绩一定很好 要不然 不可能转到振华 还凑合 叶凡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 连吃代喝 偶尔回应一句 但也只有寥寥几个字 不过 越是这样 苏巧瑜越对叶凡感兴趣 从初中开始 他身边就不缺少男生 可像叶凡这么平淡从容的男生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 苏巧瑜道 叶凡 马上就要月考了 好好加油 争取打败我们一班 打败一班 叶凡颇有兴致的 看了苏巧瑜一眼 问道 什么意思 苏巧瑜眸子微闪 小声解释道 每次的月考 高三班级之间都有竞争 这是振华从建校以来 就存在的规矩 哪个班位列年级前十的学生多 哪个班级就赢了 这是老师之间的比拼 也是学生之间的较量 哦 叶凡笑道 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 不过 我刚刚转学到振华 集体荣誉感不强 你所说的比拼 是输是赢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苏巧瑜有些无言以对 叶凡根本不按照套路出牌 他之所以主动说起这个 只是想找个聊天话题而已 可叶凡却直接终结了这个话题 显然叶凡并没有兴趣和他聊天 这让苏巧瑜不禁产生了自我怀疑 一直以来 他都是天之娇女 忠心所在 受到无数男生的追捧 结果他头一次主动和男生搭讪 却还被嫌弃了 这个情况 让他感到有些挫败 叶凡端起面碗 把其中的汤汁喝得干干净净 起身道 同学 你慢慢吃 我先走了 走了两步 他突然扭头对着苏巧瑜笑了笑 提醒道 对了 别忘记把饭吃掉 浪费粮食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说完 没有给苏巧瑜说话的机会 转身离去 望着叶凡离去的身影 苏巧瑜微微失神 翘脸上充满了错恶之色 我 长得不漂亮吗 可 叶凡为什么如此不待见自己 如果让叶凡知道 苏巧瑜此时的心理活动 并会摇头失笑 长得漂亮 跟他有关系吗 长得漂亮 所有人就要围着你转吗 长得漂亮 哼 小丫头一个 除了宁希 其他女孩在叶凡眼中 只是路人 仅此而已 教室中 叶凡刚刚坐下 屁股还没热 就看到罗宇梦正对着他笑 笑容中带着一抹意味深长 她眯着眼 淡淡的 怎么了 我脸上有花吗 虽然我长得是挺帅 但请你控制一下自己 不要妨碍到宁希学习 正在低头刷题的宁希 小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动人的笑容 清纯绝美这个人好自恋 不过 确实长得挺帅 呸呸呸 宁希 你怎么整天想这些有的没的 物理大题刷够了 物理练习册做完了 女孩连忙压下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想法 继续认真递刷起题来 罗宇梦张了张嘴 十分无语 如此自恋的话 却能被叶凡说得这么自然 还真是 不要脸 她敲了敲叶凡的桌子 美好气道 叶凡淡淡一笑 道 第一 我不叫位 我叫叶凡 第二 请把嗓门调低一点 没看到你同桌正在做题吗 你这样会打扰到她学习的 作为同桌 既然你无法在学习上帮助宁希 那也不能拖累她 自始至终 她的语气都非常平淡 没有丝毫的感情波动 好了 我说完了 你想说什么说吧 罗宇梦 话都让叶凡说了 她还能说什么 而且 自己什么时候这么一无是处了 等等 这个好像的确是事实 啊呸 不是这样的 肯定不是 罗宇梦在心中连忙否认了这个危险的想法 正准备开口反驳 就被人握住了手 宁希放下手中的笔 浅笑道 宇梦 你别听叶凡瞎说 能和你当同桌 我很开心 说完 她看了叶凡一眼 清澈的秋水长眸中 带着一抹称怪之意 女孩乌黑如铺的秀发 散落在双肩和背后 净显柔美 脸颊上的两个梨窝更为动人 叶凡漆黑的眸中 微微闪烁 好美 第十七章 第一桶金 感受到叶凡的目光 宁希的脸色微红 羞涩地坐直身体 继续坐提 罗宇梦得意地冲着叶凡眨了眨眼 听见没 小夕跟我坐同桌很高兴 请你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 叶凡轻笑 没有挑拨离间 陈述事实而已 如果可以 罗宇梦真的想拿针 把叶凡的嘴给缝上 太毒了 哼 罗宇梦在叶凡桌子上敲了敲 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她根本不给叶凡说话的机会继续道 这也难怪 苏巧鱼可是学校校花榜排名第一的美女 是个男生都会喜欢 不过我还是挺佩服你的 才来学校一天 就能勾搭上苏巧鱼那种大美女 没有浪费你的这张脸 正在做题的宁希 眸中情不自禁地暗淡了一下 心情瞬间变得很差 这种感觉说不上来 反正就是很不舒服 随即 女孩就自嘲一笑 叶凡跟谁坐在一起吃饭 跟她有什么关系 念罢 她压下脑海中的杂念 叶凡摇了摇头道 你想多了 高三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再说 我觉得那个苏巧鱼长得很一般 根本没法和宁希比 你觉得呢 是吧 我一直都这么觉得 罗宇梦如同看到了知己一样 兴奋道 我一直都觉得 小夕长得更漂亮 无论是颜值 还是气质 又或者是性格 无论是哪方面 都比一般的那个苏巧鱼强 而且最关键的是 那个苏巧鱼是个飞机场 在这方面 小夕完爆苏巧鱼 她怎么就第一笑话了 说到这里 她不禁感叹道 也不知道小夕怎么长得 那地方太大 宇梦 宁希实在听不下去了 冷脸轻赤道 越聊越不正经 罗宇梦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 她对宁希的性格非常了解 这次自己 恐怕是真的惹宁希生气了 其实 刚才话一出口 她就后悔了 可是已经说不住了 小夕 我错了 宁希从书涕中 拿出一张英语试卷 冷冷道 把这张卷子做了 考不了八十分以上 这星期就别想着看小说 说完 她把罗宇梦面前的言情小说 收进了书涕中 小脸上布满了冷意 罗宇梦本想抗议 但对上宁希的眼神以后 瞬间耸了 乖乖地拿起试卷 愁眉苦脸地坐了起来 叶凡饶有兴致地盯着宁希的背影 对于这丫头的本领 她领略过一二 上一世 因为一次偶然的意外 见识过属于宁希的美妙风景 虽然只是短暂的几秒 但却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脑海中 对于罗宇梦刚才的那番话 十分赞同 大白兔 奶糖 时间一转 叶凡已经来振华六天了 下午放学以后 她马不停蹄地跑回了家 第一时间钻进了自己房间 打开电脑 在电脑开机的时候 她看了看时间 五点四十九分 来得及 上一世 叶凡记得很清楚 2010年3月份的时候 一支名叫华育科技的股票 一军突起 连续六天涨停板 吸引了无数股民纷纷跟头 可是这支股票只封光了一周 在第七天开盘的时候 华育科技的走势急转直下 短短几个小时而已 便已经崩盘 害得无数人倾家荡产 直到这时 这些理智回归的股民们 才想起来一句话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可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世界上唯独没有后悔药 而今天 就是华育科技涨停板的最后一天 虽说还没有到封盘的时候 但叶凡很清楚地记得 这支股票的巅峰期 就是在第六天下午5点53分 之后便开始走下坡路 当时 股民们还以为 只是正常的回地而已 但没想到 这一跌便杀不住车了 电脑开机以后 叶凡登陆上股市平台 看到华育科技的单股价格 已经上升到了30 45元 没有任何犹豫 他将手中的一万股 瞬间全部抛出 做完这一切 他的嘴角处 露出了一抹笑容 六天前 他买入华育科技的的时候 单股价格是4 97元 卖出是29 45元 单股赚了25 48元 一万股总共赚了25万4800元 这是他重申后的第一桶金 和罗善的赌约 是在一星期之内 把一万块变成五万块 本来叶凡的本金 其实只能买2000股 但罗善出于好奇 跟着买了8000股 4万块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多 纯属玩乐一下而已 对于这种要求 叶凡自然不会拒绝 除去罗善赢的钱 他差不多能分到61000块 净赚51000块 成功赢下赌约 也就意味着 罗善要借给他200万 这200万 叶凡准备当作本金 按照他的记忆 下个月有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也正是因为这个机会 他才会找罗善借钱 这种机会数年也不见得能遇到一次 上一世的这个时候 他还在学校上学 那时候根本还没开始研究股票 这一世既然有这个机会 自然要狠狠地捞上一笔 钱这东西 没人会嫌多 晚饭时 罗善主动询问起 关于股票的事情 小凡 前几天买的股票情况如何了 已经卖了 叶凡放下碗筷 掏出银行卡 放在了罗善面前 平静道 现在这个卡上 一共有30万零4500元 除去本金49700元 六天时间 净赚25万4800元 对于这个结果 叔叔是否还满意 罗善大脑嗡的一下 眼睛张大 被这番话心 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 小 小凡 你确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六天时间 五万块变成了30万 百分之五百的纯利润 这种暴力 让罗善难以置信 多少老油条 都还在股市里栽着跟头 可叶凡一个未成年的高三学生 仅用六天的时间 就赚了25万 这一切给他的感觉 就如同做梦一般 当然不是 叶凡拿起银行卡 放在罗善手中 笑道 叔叔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自助取款机上查一查 而且 你认为我会说这种一戳 就破得谎言吗 这 罗善呆呆地看着叶凡 愣了足足快一分钟才回过神来 二话不说 直接拿着外套 就火急火燎地出门了 叶凡吃完饭 收拾一下便回了卧室 从床头边的一堆书中 随便拿了一本 认真地看了起来 这些书都是 他从小区门口的地摊上买的 十块钱一本 价格很便宜 于是乎 他直接把摊上的净百本书 全部包圆 毕竟 刷经验才是重中之重 目前经验值积攒了88点 还差12点 就可以凑够100点经验值升级武力 说实话 他有些期待 二级武力 会得自己带来什么的变化呢 第十八章 升级武力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半个小时后 叶凡听到了开门声 放下书籍 走出了卧室 一出来 就被罗善抱了个满怀 他的脸色微微占红 激动到 小凡 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才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竟然创造了500%的纯利润 这真是 真是太厉害了 作为生意人 罗善非常清楚 现在的生意有多难做 50%的纯利润 就是高回报 100%的纯利润 就被称为暴利 至于500%的纯利润 在此之前 罗善根本没想过 不是不去想 而是不敢想 可今天 他却亲眼见到了这种奇迹 惊讶 震撼 而且最关键的是 叶凡只用了六天的时间 这种回报周期 也推短了一些 简直令人发指 如此短的回报周期 再加上500%的纯利润 完全比抢银行 还要来钱快 见罗善如此激动 叶凡淡淡一笑 解释道 叔叔 其实我也只是投机取巧而已 这种机会并不多 股市就像你说的那样 水很深 想要赚点小钱很简单 但想要靠着这个发家 难度可就太高了 罗善放开叶凡 脸上露出了一抹意外之色 叶凡的反应 太平淡了 平淡的有些不正常 一个高三的学生 六天时间赚了25万块钱 恐怕都会高薪的找不着呗 可反观叶凡 依旧神色如常 跟平时一模一样 甚至 还提醒自己 股市中的风险有多大 这 确定是一个17岁的孩子 未免也太波澜不惊了吧 罗善整理了一下情绪 与众心肠道 小范啊 虽然赌约是你赢了 不过 钱叔叔还是不能见你 除非你答应 叔叔一件事 说完 他感觉自己脸上有些发烫 一个40多岁的人 竟然和孩子耍赖 太丢脸了 不过 谁让这是老婆 特意交代的事情呢 天大地大 老婆最大 丢脸就丢脸吧 什么事 叶凡依旧很平静 罗善犹豫了一下 道 我和你妈妈商量过这件事 你在高考中 取得600分以上的成绩 而且 大学和专业 都得由我和你妈妈做主 这些你都能接受的话 200万才能给你 文言 叶凡低头想了想 记忆中 天晴制药的股票 是在9月份才开始暴涨 而高考则是在6月份开始 完全来得及 可以 这个条件我答应了 真的 罗善有些惊讶 从毁约到提条件 就这么简单的答应了 不正常 太不正常了 叶凡点了点头 笑道 当然是真的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听到这话 罗善干笑两声 脸上有些发烫 主动毁约的是他 这话怎么听 都有点嘲讽的味道 事实上 叶凡并无嘲讽的念头 眼前的这种情况 他早已提前预想到 毕竟 他今年才17岁 给一个17岁的孩子 200万去股市投资 怎么看 都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所以 叶凡也没想过 罗善和母亲会直接同意 罗善还好 主要就是母亲那关 叶凡这个做儿子的 对于自己老妈的性格 一清二楚 要么提条件 要么直接拒绝 显然 叶贤选择了前者 这对于叶凡来说 已经是最理想的局面 叔叔 我去看说了 叶凡面带微笑 早点睡 明天早上回领海吧 说完 便转身走进了卧室 唉 好 看着叶凡的背影 罗善神色错愕 总感觉这孩子 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沉稳 冷静 天塌不惊 完全不像是一个高三的孩子 不过 无论再怎么想 也想不出具体的原因 其实 就算叶凡如实相告 恐怕罗善也不会相信 重生之事 太过荒谬 关上门 叶凡重新坐在书桌前 继续刷经验值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叮 恭喜宿主经验值达到一百点 可以升级武力 是否升级 在叶凡的不懈努力下 总算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 放下手中的书籍 他的嘴角勾起 升级 叮 消耗一百点经验值 武力成功升到二级 随着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叶凡感觉身体中出现了一股暖流 这股暖流在全身流转 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爽感 让他不禁哼起了两声 这种体验来得快 消失得也快 不过十多秒的时间 便已经全部退去 叶凡缓缓地睁开眼睛 眸色变得更加深邃 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他脱掉上衣 走到镜子前 打量着镜子中的自己 整体看上去 没有什么大变化 只有一些小变化 肌肉的线条更加明显 肤色微微变白了一些 他握了握拳头 好像力气也增加了不少 说实话 叶凡有些失望 他以为升级武力 能让自己变成一个格斗高手 可现在看来 好像只能提升身体素质 失望过后 他调出属性面板看了起来 宿主 叶凡 知识 三级 零 两千 智力 二级 零 五百 武力 二级 零 五百 一数 一级 零 一百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零 还不错 相信要不了多久 四项能力 就能全部升到三级 到时候 就能开启功德点了 他莫名的有种直觉 这个功德点 说不定会给自己一个惊喜 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时钟 他拿起书 继续开始刷经验大业 这也是叶凡每天的生活节奏 看书到晚上十二点 天天如此 早上七点十分 叶凡被闹钟吵醒 起床洗脸刷牙 从洗手间里出来时 他才注意到桌上的早餐和纸条 小凡啊 叔叔回领海了 你在地图好好学习 银行卡放在你房间的书桌上 两百万叔叔已经准备好 能不能拿到手 就看你自己了 哈哈 放下纸条 叶凡的嘴角微微一翘 高考六百分 有手就行 吃完早餐 叶凡慢悠悠地步行到学校 离得近 任性 刚坐下没几分钟 就看到宁希气喘吁吁地 跑进了教室 素色的针织衫 牛仔裤 小白鞋 被他穿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因为身材太过突出 所以宁希的穿衣风格 一直都很保守 基本上专挑素色宽松的衣服 即便是这样 美也是一种烦恼 叶凡笑着开口 跑这么快干什么 距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呢 宁希 墙上的时钟 已经跳到了七点五十七分 八点钟上课 这叫还有一段时间 闹闹 他一边往外拿着书 一边无奈倒 大哥就剩三分钟的时间 不跑快点就迟到了 迟到就迟到呗 叶凡嘴角微动 迟到又不是什么大事 跑那么快 万一摔倒了怎么办 宁希愣神 小脸挂着诱人的红韵 这话听上去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可 迟到 高中三年来 他一次都没有迟到过 迟到对于他来说 跟天塌的差不多 怎么在叶凡嘴里 就变得如此不值一提 哟 罗宇梦扭头对着叶凡眨了眨眼 压低声音 可以啊 这就开始心疼小夕了 以他看了那么多 言情小说的经验来说 叶凡一定对宁希有意思 宁希的动作一顿 美眸中颇为无奈 白了罗宇梦一眼 清晨道 瞎说什么呢 罗宇梦故作迷糊地挠着头 我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说 嗯 叶凡点了点头 宁希扭头看着叶凡 一脸错愕 这个 嗯 是什么意思 罗宇梦撞了撞宁希的肩头 几眉弄眼道 小夕 叶凡自己都承认了 他应该是对你有意思 要不考虑考虑 宁希脸色通红 羞愤地瞪了罗宇梦一看 你 你在胡说 信不信我拿胶纸把你的嘴粘上 叮铃 上课铃的响起 打断了梁女的谈话 杨婷走进教室 拍了拍手 同学们 下星期就要月考了 这是高三的最后一次月考 因为接下来就是全市模拟考了 所以 大家务必要好好发挥 我和其他老师们商量了一下 今天不上课了 考试 啊 第十九章 英语考试 啊 大部分学生 听到考试这两个字 纷纷沮丧着一张脸 考试 这不是要命吗 杨婷脸色一冷 啊什么呀 还不是为了让你们提前习惯接下来的学习节奏 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 把自己座位上清理干净 我不希望看到任何和考试无关的东西 所有人收拾起学习资料 堆放在教室后面的地上 叶凡倒还好 只有几本练习册而已 不过宁熙的东西可就多了 堆如小山的习题练习册 试卷 还有各种各样的复习资料 怎么这么多 收拾好了以后 宁熙歪着小脑袋 情不自禁地惊异一声 满脸错愕的可爱模样 吸引了不少男生频频侧目 罗宇梦在一旁补刀 废话 当然多了 我们每次去书店 你有空过手吗 宁熙自知理亏 也没辩解 足足半米多高的书山 她竟然还妄想一次搬起来 可是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两只小手根本就抱不住 很多男生眼神微动 心中不由地暗息 好机会 平日里 他们可没什么机会和宁熙说上话 尤其是赵文浩和邓宇两人 二话不说 直接就起身往宁熙座位这边走来 只不过 刚走到一半 两人的身影定住了 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叶凡抱起宁熙的书衫 放到了教室后面 动作干脆利索 宁熙眨了眨眼睛 有些惊讶 随即便露出了一抹动人的笑容 只不过 下一秒 笑容就僵住了 罗宇梦凑到宁熙耳边 小夕 我就说 叶凡对你有意思吧 你看他都替你搬书了 男朋友的记事感啊 你 你要死啊 宁熙瞪了同桌一眼 小脸微红 以后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一点都不好笑 罗宇梦嘴角扯了两下 十分无奈 他没有再开玩笑 当然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当试卷发下来的那一刻 很多学生的脸上 纷纷露出苦恼之色 What 试卷谁出的 难度也推高了吧 讲台上的杨婷 将学生们的反应 尽收眼底 嘴角微翘 实话告诉大家 今天虽然只是测试 但试卷难度非常高 每一门的试卷 都是各科老师 辛辛苦苦几个日夜 收集而来 为了备战下星期的月考 从明天开始 同一个学习小组的两名同学 坐在一起 相互学习交流 为了给大家一些动力 我和各科的老师商量了一下 今天测试总成绩排名第一的同学 可以自由选择小组同伴 当然 前提是 对方也愿意 好了 废话不多说 英语考试现在开始 随着杨婷的话音一落 不少学生的心思活络了起来 很多男生不由自主 看向了宁熙这边 眼中纷纷露出了一抹火热 要是能和宁熙一组 想想都觉得激动 尤其是邓宇 他的成绩一直都在班级前三 这次分组在他看来 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 至于死对头赵文浩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一个体育生而已 拿什么跟他争 邓宇的眼神变得极为认真 这一次必须要考第一名 宁熙看了罗宇梦一眼 小声提醒道 好好考 罗宇梦苦涩地点了点头 他很清楚自己有多大的能耐 班级第一 注定无缘 所以 能不能和宁熙继续做同桌 还是要看宁熙 只要宁熙稳定发挥 那么很有希望夺得第一名 叶凡嘴角一鸣 眼眸中露出了些许笑意 既然这样 那么 第一名他要了 沙沙 清晨的阳光 配上写字的声音 给人一种莫名的舒适感 看着眼前的试卷 叶凡的大脑飞快转动 各种知识点纷纷浮现 然后思绪开始快速进行筛选 最终得出正确答案 效率其高无比 尤其是选择题 几乎三四秒钟 他就能找出正确答案 九十分钟的考试时间 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 他就已经完成作答 叶凡花了三四分钟 检查了一遍 心中直呼 系统 牛批 之前他看的那些书 看似是在刷经验 实则 也确实是在刷经验 但刷经验的同时 书中的各种知识点 却牢牢地记在了 叶凡的脑海中 这就导致叶凡一看题 就有很多类似的提核答案 在脑海中自动浮现 简直就跟外挂一样 不对 系统好像的确是外挂 杨婷在教室里来回巡视 走到叶凡身旁的时候 见他在座位上发呆 皱着眉头小声提醒道 叶凡 好好答题 上课开小差也就算了 考试你也开小差 说实话 他对叶凡的期待 还是很高的 从校长那里得知 叶凡入学考核时 英语满分 这可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好苗子 可是这几天上课时 他无奈地发现 这颗好苗子上课 总是有些魂不守舍 到现在 连考试的时候 都如此不认真 那叫一个恨铁不承当啊 叶凡坐正身体 嘴唇微动 老师 我做完了 杨婷愣了愣 眼神飘向了叶凡的试卷上 他静一地看了看手表 脸色不禁有些微微发黑 考试开始才半个小时 这小子就做完了 开什么玩笑 这张试卷 是他呕心立写的杰作 别的不敢说 至少比这三魔的难度 不会差太多 三十分钟就做完了 喉喉 碰 这道响声 瞬间吸引了 所有学生的注意力 尤其是宁熙 他正在认真地做题 身后突然想起的这道声音 吓得他连手中的笔 都掉在了地上 杨婷冷声道 半个小时做完 真当自己是天才了 能不能认真一点 叶凡神色平淡地 看了一眼杨婷 蹲下身捡起宁熙的笔 安慰到没下着吧 没 没有 宁熙小嘴微张 脸刷一下就红了起来 杨婷神情有些凌乱 她是空气吗 正要发火 手中就多了一张试卷 叶凡微微一笑 老师 连看都不看 就否认我的努力 这样不太好吧 我 迎上叶凡自信的笑容 杨婷心中的火气 顿时散去 连她自己都不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 杨婷转身 冰冷的目光 在教室中扫过 看什么看 都给我好好考试 所有学生大气 都不敢出一下 连忙收回目光 拿着叶凡的试卷 回到讲台上 杨婷拿起一支 红星圆珠笔 着手开始批改了起来 半个小时 哼 她倒是要看看 叶凡能得几分 第二十章 刷过头了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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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不到三分钟 杨婷就批完了 叶凡的试卷 她感觉自己 整个人有点猛 叶凡的答案 不但正确 而且像一些 阅读理解的回答 精准的有些不正常 甚至 她感觉自己 都做不出 如此准确的回答 这是半个小时 答出的试卷 天哪 校长到底是从 哪里找来的神仙学生 也太变态了吧 坐在下面的叶凡 把杨婷的表情 尽收眼底 嘴角浮现出了 一抹淡淡的笑容 现在 总相信她了吧 用系统的话解释 三级知识 相当于清大优秀 毕业生 而且是全学科 没有偏科这一说 清大 下国第一学府 每年招生 只有五百人左右 毫不夸张地说 能考进清大的学生 就没一个正常 呸 就没一个普通人 妥妥的清一色学霸 清大的优秀 毕业生 其能力可想而知 闲来无事 叶凡掉出了属性面板 宿主 叶凡 知识 三级 零 两千 智力 二级 零 五百 武力 二级 零 五百 医术 一级 零 一百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七 看着可怜兮兮的 七点经验值 她不禁微微一探 要走的路 还很长啊 三级的知识 已经足够应对 高中的一切考试 就算是高考 也不在话下 叶凡暂时也没想着 去升级知识 她现在的心思 全在功德点上 必须抓紧时间 刷经验值 早点把所有能力 升到三级 就能早点知道 功德点到底有什么用 经过这两天的时间 她对智力这项能力 特别重视 自从智力升到二级以后 她发现自己的思维 运转速度增加很多 相比之前 看书的速度更加快捷 那些深奥的知识点 只看一眼 就能明白个七七八八 就像这次英语考试 如果智力没升到二级的话 就算知识升到了三级 想要做完试卷 至少也得一节课 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智力升到二级后 可谓念头通达各种知识点 浮现在脑海中 然后思维以极为惊人的速度 筛选出最准确的答案 正是因为如此 她才能在短短二十几分钟内 就做完了整张英语试卷 叶凡心中 已然有了一个初步的计划 等到把所有能力升到三级 开启了功德点以后 她刷的经验值 全部用来升级智力 如此变态的能力 焉能不碍 考试剩下的时间还很多 叶凡心思活络了起来 打着上厕所的幌子 她溜到了郑华的图书馆 走进图书馆 看着藏数量非常丰富的图书馆 她心中十分感叹 不愧是郑华 一所高中而已 图书馆竟然跟普通大学差不多 这样的学校 恐怕在全国都找不出第二家 不过 这样正好便宜自己 眼前的这些书 可都是刷经验的道具啊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看围镜 叶凡也懒得去看书区的桌子上 拿起一本 就坐在书架旁的地上看了起来 翻动书籍的速度非常快 几乎每过十几秒钟 她就能看完一整页的内容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她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 不 准确地说 沉浸了刷经验的快乐中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陶中坐在图书馆的前台 从她的角度 刚好能看到书架中间的叶凡 她不禁有些纳闷 疑惑道 这是哪班的学生 都不用上课的吗 不过 她也不是老师 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 懒得管那么多闲事 收回目光 陶中拿起面前的三国演义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相比叶凡 她看书的速度 完全可以用归宿来形容 一页的内容 几乎要看五六分钟 才舍得翻下一页 不知不觉 时间就来到了上午十一点半 滴滴 手机的闹铃 打断了陶中的看书节奏 哟 都十一点半了 干饭 干饭 陶中小心翼翼地收起面前的书 一抬头就看到叶凡还在 身旁的地上放着三四本书 她起身走了过去 同学 你怎么还在啊 不用上课吗 不用 我们办考试呢 我试卷已经交了 叶凡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 目光一直盯着眼前的书上 仿佛没有什么事 能阻止她看书一样 哦 那行 陶中也没多想 到 那你在这继续看吧 我先去吃饭了 饭卡给我 帮你带一份 吃饭 嗯 不对 卧槽 叶凡听到这两个字 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急忙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时钟 十一点三十三分 坏了 只顾着看书 她都没注意时间 不知不觉 就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上午可还有语文考试呢 刷经验 好像刷得过头了 十二点交卷 还有二十七分钟 叶凡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蹭一下从地上窜了起来 她的这个动作 把桃钟吓了一大跳 同学 你这是干什么 叶凡急声道 叔叔 我看书看过时间了 你帮忙收拾一下 我得赶快回教室做卷子 要不然就完蛋了 歇下 说完 根本不给桃钟说话的时间 搜一下就跑出了图书馆 望着叶凡的背影 桃钟彻底被逗乐了 笑着嘀咕道 这年头 学生竟然连考试都能忘 这根猪忘了吃食 有什么区别 叶凡只恨自己没多长两条腿 气喘吁吁的往教室跑去 这次的考试 关系到能不能和宁希 在一个学习小组 这个对她来说 非常重要 如果直接少考一门功课的话 那么班级第一根本不用想 毕竟 这里可是振华 就算班级吊车尾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 不行 一定要赶上 三分钟 她只用了三分钟就跑到了教室门口 可是还没等她进去 就被等待多时的杨婷叫住 站住 杨婷等了叶凡足足两个小时 总算是把这位祖宗给等回来了 她冷着脸 质问道 叶凡 你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上个厕所能上两个半小时 叶凡苦着脸 硬着头皮解释道 老师 我拉肚子 整个人都差点虚脱了 你看我现在还满头是汗呢 说着 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杨婷打量了叶凡一眼 心中颇为无语 真把她当傻子了 就叶凡这种红润的气色 完全跟虚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她忍不住瞪了叶凡一眼 别给我扯那么多没用的 现在是11点37分 50分交卷 还回来干什么 你去饭堂更合适 叶凡惺一笑 老师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保证没有下次 先让我进去考试行不行 不行 杨婷哼了一声 指着左手腕的手表 只剩下13分钟了 你还进去干什么 当然是考试啊 叶凡急声道 老师 13分钟够用 你就让我进去吧 现在知道急了 杨婷美好气地瞥了叶凡一眼 指着门口左侧凳子上的笔和试卷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现在你只有13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 我不管你写了多少 必须交卷 知道吗 这家伙美名其约上个厕所 谁知一去就没了人影 害得他在英语考试结束以后 一直在教室门口等着 为的就是教训叶凡一顿 谢谢老师 二话不说 叶凡走到凳子旁 蹲下双腿 拿起笔做起试卷来 不少学生都注意到了教室外的情况 赵文浩脸上露出了一抹幸灾乐祸的笑容 那天和叶凡打球扯到的地方 到现在还疼着呢 看到叶凡出球 他的心中一阵舒爽 邓宇则是有些欣喜 对于叶凡的成绩 他并不是很了解 只知道 这家伙的物理很厉害 好像英语也很强 不过如果少考一门 那么叶凡绝对无法竞争班级第一名 平白无故地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他怎能不高兴 宁熙偷偷地看了一眼教室外 眸中浮现出了些许担忧 这个家伙 不知道在考试吗 这都敢逃课 胆大包天 现在好了吧 被老班抓了个现行 女孩轻轻地摇了摇头 认真地检查起试卷 教室外 傻傻 叶凡正在埋头答卷 只不过 答卷的速度有些不太正常 杨婷瞪大眼睛 眼皮子疯狂地跳动着 题都不审 就开始写 而且 这写的速度也推快了一些吧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那杨婷只能想到 奋笔即书 写字快 这个还可以接受 可是让杨婷不能接受的是 叶凡的答题方式 上一题刚写完 就接着写下一题的作答 中间完全没有任何停歇 好歹也审审题啊 难道是觉得没有希望 自己放弃了 很有可能 除了这个 杨婷再也想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了 11点43分 叶凡试卷正面全部答完 接着开始作答反面的题目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看得杨婷一愣一愣的 11点49分 叶凡放下了笔 忍不住松了口气 对着身旁的杨婷笑了笑 老师 我打好了 看着作文的空白处 杨婷挑了挑眉 怎么 作文的分不要了吗 叶凡苦笑 如实地回答道 时间来不及了 他无奈挠了挠头 随即 脸上露出了一抹自信的笑容 不过没关系 作文的50分不要也没关系 700分应该可以拿班级第一吧 杨婷瞳孔微微收缩 失声道 你还想拿第一 第21章 动手动脚 哼 他见过自信的学生很多 但还没见过像叶凡这么自信的 作文都没写 还想拿第一 咋的 你爸姓王 蹲了一会儿 导致右脚有些发麻 叶凡站起身 轻轻地跺了两下 反问道 为什么不呢 杨婷 有信心是好事 但盲目的自信就是自负 说完 他拿着试卷走进教室 李老师 这是叶凡的试卷 语文老师李文青 笑着点了点头 刚才教室外发生的一切 他都看到眼里 只不过 对于杨婷和叶凡交谈的内容 却不太清楚 杨老师 叶凡这是什么情况 哦 没什么 杨婷眼色微闪 最终 也没选择戳破叶凡的谎言 道 他肚子不舒服 不过也不要紧 李老师 你就正常批改就行 按照规矩来 他能考多少分 是他的事 行 李文青也没多想 走出教室 杨婷本想再说教几句 可教室外 他气得跺了跺脚 按道 行 叶凡 等这次成绩出来再说 食堂中 叶凡美滋滋地吃着红烧肉 不由感叹 来得早就是好 至少 不用排队 而且 食堂阿姨的手抖症 似乎轻了许多 正吃着 一股少女的幽香 传到了鼻尖 一抬头 叶凡就看到了 对面坐下的宁熙 她有些发愣 小夕 你怎么坐这里 这里又没人 难道我不能坐吗 宁熙无语 心中开始话气小圈圈 不是说好了叫她名字吗 这才多久就给忘了 喝Tui 当然可以 叶凡笑了笑 看到宁熙盘中的饭菜时 眉头微皱 宁熙的盘中只有青菜和米饭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怎么就吃这个 减肥 宁熙随口答了一句 身材都这么好了 还减肥 你是要休闲吧 你 宁熙小脸微红 虽然叶凡是在夸她 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夸女孩子的话 张口就来 而且说得如此自然 她该不会对每个女孩 都这么说吧 呸 渣男 不知不觉间 在女孩的心中 给叶凡打上了渣男的标签 如果让叶凡知道 宁熙此时的想法 她一定会大喊冤枉 我很帅 我知道 宁熙 自恋狂 虽然是长得挺帅 呸呸呸 叶凡端起盘子 把红烧肉扒给了宁熙一半 把这些全部吃完 我给你补习物理 我 宁熙张了张嘴 如梗在喉 主动来找叶凡 为的就是物理补习 说出来却感觉变了一个味道 好像跟卖身一样 她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嗯 肉还挺香的 看着狼吞虎咽的宁熙 叶凡忍俊不惊 慢点吃 不够我再去打 说着 拧开矿泉水递给了宁熙 别光吃 喝点水 这个模样 如同爸爸带女儿一样 事实上 也确实是这样 重生以后的叶凡在心智上 当宁熙的爸爸 绰绰有余 而且 她确实把宁熙当作女儿再养 只是动机不纯而已 谢谢 宁熙咕咚咕咚的喝了几小口 含糊不轻道 好好吃 可是吃着吃着 她又有些苦恼 明明已经想好了减肥计划 才坚持一天的时间 就被叶凡给打乱 宁熙啊宁熙 你怎么就管不住这张嘴呢 蓝兽 香菇 见女孩皱起眉头 叶凡轻笑一声 别想那么多 吃饱才有力气减肥 宁熙 这样的理由 她还是第一次听到 好像也有那么一丝私道理 不吃饱 哪来的力气减肥 于是乎 宁熙化悲愤为力量 把整份红烧肉全部消灭 哥 刷一下子 她的脸色就红了起来我 我 不是故意 没听见 叶凡笑呵呵道 先回教室吧 我把餐盘送过去 收拾好两人的餐盘 起身走向了餐具窗口 唉 宁熙有些呆 这什么情况 夹肉 地水 吃完还主动收拾餐盘 怎么感觉怪怪的 至于哪里怪 她想了好一会儿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发什么呆呢 放完餐盘 见宁熙还愣在座位上 叶凡脸上浮现出阳光的笑容 道 走了 回教室给你补习物理去 哦 宁熙弱弱地应了一声 心情有些复杂 叶凡对她也太好了吧 无视线殷勤 非奸即盗 这人的动机肯定不纯 女孩的警惕心提醒自己 要对叶凡小心一点 事实上 也确实如此 宁熙把叶凡当成同学 可叶凡 却想和宁熙睡觉 这动机 嗨嗨 回到教室 叶凡拍了拍宁熙的乡间 手上传来的触感 让她微微有些不喜 怎么这么瘦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丫头竟然还在减肥 咋不上天啊 怎么了 宁熙转过身 眸中带着一抹疑惑 这样看着我做什么 我脸上有脏东西吗 不许减肥了 叶凡略微有些霸道 以后给我好好吃饭 看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宁熙 就为这事 减肥是她的事 和叶凡扒肝子也打不着 她生什么气 莫名其妙 你 你不是说给我补习物理吗 毕竟有求余人 宁熙声音地挤出一丝笑容 拿着黄钢蜜卷询问道 这卷子上的后面几道大题 我都不会 还请大神指导一下 态度不错 叶凡点头 话音一转 不过 你这个转移话题的方式太明显了 先回答我的问题 然后再教你 不能减肥了 听见没 无论是语气 还是表情 罕见地带着认真 知道了 宁熙偷偷地撇了撇嘴 没办法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谁让他求叶凡办事 只能强忍着心中的不快 呃 好像也没什么不快 就是感觉有些不习惯 除了爸爸 还没人这么管过自己 很好 叶凡露出了满意的笑 指着面前的卷子 哪里不会 这 这 还有这道题 挺好 先认真审题 题中说了 AB相交处 我明白了 宁熙有些惊叹 叶凡 你真的太厉害了 试卷上那些难道变态的物理大题 在叶凡这里 变得无比简单 最关键的是 叶凡讲的这些 他都能听得懂 不像老师上课讲的那些 云里雾里 让人摸不着头脑 一般般 叶凡微微挑眉 道 认真学 现在距离高考 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记住 你可是要考轻大的人 你怎么知道 宁熙瞪大了双眸 惊讶无比 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学 的确是轻大 可是这个想法 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 就连他爸爸都不例外 猜的 叶凡神秘一笑 拍了拍宁熙的小脑袋 好好学习 把我刚才说的那些复习几遍 最好写在课堂笔记上 好记性 不如烂笔头 你 突如其来的亲密动作 让宁熙闹了的大红脸 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 急忙环视了一下四周 见同学们都在午睡 心中才算松了口气 叶凡同学 请你以后不要 动手动脚的 说完 气呼呼地转过了身体 小脸滚烫地趴在了桌子上 叶凡嘴角轻翘 笑眯眯地盯着女孩背影 动手动脚 高一高二 高三的午休时间 只有短短一个小时 临近下午一点 杨婷来到教室中 督促学生们上自习 他坐在讲台上 目光时不时飘向了叶凡的方向 吃过午饭以后 他特意去了李文青的办公室 看到叶凡试卷上 那个鲜红的一百分时 真的被吓到了 左闻没写 除此之外 一分都没丢 这 夸张 莫非 这小子真的能考七百分 这次试卷的难度很高 但是英语这一门 除了叶凡得了满分 剩下的学生最高也才考了136分 而且 他问了李文青 语文的最高分是124分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 如果叶凡的数学和李宗能考满分 那么班级第一 非他莫属 作文不显 还能考班级第一 杨婷只想说三个字 就离谱 毕竟 这可是在振华 叶凡抱着一本厚厚的数学史通论 认真地看了起来 脑海中 系统提示音时不时地响起 看书十分钟 经验加一 看书十分钟 经验加一 无论任何时候 他都不会错过刷经验的机会 叮铃 数学考试开始 拿过试卷 叶凡一眼扫过题目 下笔如飞 选择题的四个答案 瞬间就被过滤 留下了唯一一个正确答案 如此效率 如同超级计算机一样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选择题全部搞定 到了后面的数学大题 他的速度丝毫没受影响 各种公式信手拈来 17分钟 当叶凡放下笔的时候 考试时间才过去17分钟 而且 他并没有刻意地赶时间 做得很放松 很随意 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有任何问题以后 他选择交卷 老师 我交卷 瞬间 所有学生纷纷抬起了头 脸上挂着一抹难以置信 才过去多久 竟然交卷 疯了吧 数学老师柳红伟眉头微皱 面露不悦 诚心捣乱 叶凡平静一笑 老师 我真的做完了 他把试卷放在讲桌上 下一秒捂着肚子 一副痛苦的模样 老师 我肚子疼 想去上个厕所 听到这话 所有学生在心中 给叶凡比了个大拇指 上午的事情 他们还历历在目 其原因 也是肚子疼 这哥们逮着这个理由使劲薅 也是没谁了 去吧 柳红伟烦躁地挥了挥手 说实话 他对叶凡的印象很不好 非常不好 超级不好 每次在他上课的时候 叶凡不是在开小差 就是在看书 按理说 看书是好事 可关键叶凡 看的全都是和数学 完全不相关的书 这让柳红伟 不禁怀疑起自己讲课的水平 上午去校长办公室的时候 校长竟然还点名夸赞叶凡 说叶凡是一个天才 听得柳红伟 那叫一个无语 天才 屁 八荒入合 唯我独尊屁 他倒是想看看 这个转学生 到底有几把刷子 竟然能让校长如此赞赏 念到于此 柳红伟拿起叶凡的试卷 批改起来 灵溪盯着叶凡的背影 轻轻一叹 这个家伙 就这么喜欢搞特殊吗 等等 他突然想起来 今天下午一班上体育课 上次听罗宇梦说 叶凡和一般的苏巧鱼 坐在一起吃饭 叶凡提前交卷 该不会是为了和苏巧鱼见面吧 亦或者说 约会 这个念头一出现 他心中不由一阵烦躁 小手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小夕 怎么 一旁的罗宇梦 微微抬头 没什么 考试考试 宁熙压下心中念头 认真地做起题来 另一边 叶凡出了教室 直奔图书馆 陶中坐在前台 津津有味地看着书 说 上午真是谢谢你了 哟 是你啊 陶中抬头 看到叶凡以后 笑着问道 回去有没有IP 嗯 叶凡点头 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陶中问道 现在是上课时间 你怎么又来了 陶课还是 考试 提前交卷 叶凡言简易该道 说 求你见试 等到三点半的时候 叫我一声 你这孩子 陶中笑着摇了摇头 右手指着第二排 左边的书架 去吧 你上午看的书 我放在那个书架上 到三点半 我叫你 谢了 说 道过谢 叶凡走到书架旁 随手拿起一本书 坐在地上看了起来 看着地上的叶凡 陶中面露古怪 提前交卷 就是为了来图书馆看书 这孩子 有点不一样啊 殊不知 叶凡做的这一切 只是为了刷经验 天大地大 经验最大 有陶中的提醒 叶凡总算在柳洪伟 收卷之前 赶回到了教室 报告 所有学生 齐刷刷地 看向了教室门口 眼中带着一丝怜悯 连柳洪伟的课都敢逃 兄弟 一路走好 柳洪伟的暴脾气 二班的学生 都亲身领教过 那滋味 泽泽 酸爽 所以 在二班学生之间 流传着一句话 您惹养老班 不惹柳阎王 由此可见一般 就在所有学生 都认为柳洪伟 会大发雷霆的时候 柳洪伟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张大了嘴巴 进去吧 柳洪伟笑呵呵道 身体不要紧吧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整个教室中 寂静无声 什么情况 吃了假耗子药 正常情况来说 此时应该上演 口水大战才对 而且 柳阎王竟然还会笑 铁书开花呀 老师 我没事 谢谢 叶凡笑着点点头 往座位上走去 对于柳洪伟的态度 他并不惊讶 其原因 自然是数学试卷 也确实是这样 柳洪伟在批改完 叶凡试卷以后 有意外 还有惊叹与兴奋 这次的数学试卷 难度非常高 可叶凡只用了不到20分钟 就做完了整张试卷 最关键的是 全对 不仅如此 叶凡的答案和解题步骤 太有灵性了 其中 运用了很多大学课程的知识 看得他这个老师 第一时间都有些猛 天才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 面对这样的学生 柳洪伟怎么可能舍得批评 他还想着 把叶凡交到办公室里 好好地探讨一下 没错 就是探讨 他从叶凡的解题方法中 学到了不少东西 很夸张 但这就是事实 叮铃 下课铃声响起 学生纷纷交卷 柳洪伟拿起试卷 眼神在叶凡身上停顿了一下 不过 想到等下还有理宗考试 他暂时压下了心中的念头 等考完是再说吧 等柳洪伟走后 宁熙转过身 敲了敲桌子 你交完卷去哪了 不会是真的肚子疼吧 叶凡瞇了瞇眼 你猜 幼稚 宁熙吃了一声 哦 叶凡淡淡道 以后别问我物理题了 就这样 宁熙 威胁人 还能如此光明正大 我 我只是开个玩笑 大神 说完 他对着叶凡 露出了一抹讨好的笑 这一刻 宁熙都忍不住鄙视自己 真虚伪 不过 只要能提高物理成绩 虚伪就虚伪吧 叶凡饶饶有兴致的盯着宁熙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丫头如此神态 上一世 宁熙既温柔体贴 又善解人意 还从来没见过 这丫头的这一面 或许 这才是宁熙的本性吧 原谅你了 叶凡轻声解释 肚子疼只是借口 交完卷 我去图书馆看书了 是吗 宁熙眸中带着一丝质疑 看书 看美女还差不多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苏巧鱼 叶凡要是知道宁熙的想法 定会给这丫头 一个爱的脑瓜崩 叶凡点头 轻描淡写道 小蝎 你觉得自己这次能考多少分 问这个做什么 宁熙有些不解 她现在已经懒得去 纠正叶凡对自己的称呼 因为无论怎么纠正 叶凡转眼就会忘记 算了 反正又不会少块肉 随便问问 嗯 这次能考670分 就谢天谢地了 宁熙颇为苦恼 卷子好难 估计会丢很多分 还不错 这下叶凡放心了 听罗宇梦说 宁熙的成绩 一直都是一二名 连她都只能考660分 那么700分 拿得班级第一 不成问题 哪里不错 宁熙叹气 软软道 我平时的总成绩 在710分左右 这次下降这么多 糟糕死了 柔弱的模样 让人心生怜惜 别多想 平常的试卷太简单 水分太大 叶凡温声安慰道 这次试卷的难度还不错 高考卷应该和这个差不多 用来当做参考 最为合适 而且 我还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你 什么好事 宁熙眨了眨眼 呆萌呆萌的 叶凡盯着宁熙白皙的小脸 笑着道 刚才掐指一算 你会与贵人相助 考上轻大不成问题 所以 你需要抱紧 这位贵人的大腿 能抱多紧 就抱多紧 贵人 抱大腿 宁熙一脸错愕 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她情不自禁地翻了个白眼 催了一声 呸 罗宇梦见两人窃窃私语地聊着 好奇地凑了过来 你们两个聊啥呢 叶凡嘴角一勾 聊抱大 没 没聊什么 宁熙瞪了叶凡一眼 出声打断道 聊刚才的数学大题 要不要一起 不要 一听到数学大题 罗宇梦果断放弃 加入群聊 最后三题 她都空着 因为 不会 你 你别瞎说 见罗宇梦不在注意这边 宁熙低声说了一句 叶凡转口问道 你都有哪些功课拉分 物理和数学 宁熙掰着手指头 诚实地回答道 物理成绩一般在八十分左右 数学在一百三十五分左右 软糯的声音 很好听 叶凡眼中闪过一丝了然 女生好像天生在数学和物理上 就没有天赋 天赋异禀的女生固然有 但并不多 大多数女生对于这种逻辑记忆 观察和分析上 都有些不擅长 也不是很感兴趣 行 我知道了 等考完试 跟我一个学习小组 啊 宁熙连忙摇头拒绝 不行 我 如果你不想提高成绩的话 当我没说 叶凡眼睛微眯 自信道 跟我一个学习小组 下星期的月考中 你的物理和数学成绩 每门功课至少能提升十分 我 宁熙一脸为难 脑海中正在天人交战中 叶凡也不着急 因为她知道 宁熙一定会答应 对于这只小白兔 她只想说两个字 拿捏 第23章 车牌号 知道了 三个字 让叶凡眼中出现了少许笑意 果不其然 宁熙还是抵挡不住分数的诱惑 上一世 和宁熙朝夕相处了几年时间 叶凡很清楚宁熙的性格 这小东西 看上去柔柔弱弱 但内心中十分好强 宁熙趴在桌子上 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神情颇为苦恼 她刚才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答应叶凡的条件 这件事 如果让雨梦知道的话 会不会伤心啊 为了学习 都是为了学习 雨梦一定会理解我的 女孩在心中安慰着自己 上课铃声把女孩的思绪 拉回到了现实 她看着眼前的李宗试卷 一阵头大 好难 叶凡快速地看完了整张试卷 不由微微点头 说实话 她对这次的试卷难度有些意外 因为无论是哪一门 试卷难度都非常高 不过这样也好 试卷越难 学生们的成绩就越低 700分 应该可以稳稳拿班级第一 李宗卷是物理 生物 化学的合卷 各种题的风格切换 非常突兀 但对叶凡造成不了丝毫的影响 拥有三级知识的她 对于高中试卷 完全是信手拈来 傻傻 23分钟 叶凡放下了笔 她认真地把整张试卷 检查了一遍 李宗300分 马虎不得 都说日久生情 首先 她要解决日久这个问题 确定无误后 她没有提前交卷 老老实实地坐着 往事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上一世 她虽然和宁熙相处了很久 但对宁熙的家庭情况 一概不知 她从来没有见过宁熙的父母 每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宁熙也都是一笑而过 然后快速跳舞 这丫头到底在瞒什么呢 放学后 叶凡背着书包守在大门口 简单的白衣黑裤 穿在她身上 有种说不出的帅气 路过的不少女生 频频侧目 哇塞 那男生好帅啊 以前怎么没注意 学校还有这种帅哥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这个男生叫叶凡 高三里科二班的 听说是转学生 刚来没多久 转学生 别逗了 郑华怎么可能会有转学生 对于这些窃窃私语 叶凡并不与理会 目光在大门口徘徊 拜拜 明天见 校门口 宁熙和罗宇梦道别以后 背着书包往左边的人行道走去 脑海中还在回想着 刚才的李宗考试 她并没有发现 身后十几米处 有一道身影尾随着自己 走了大概三百米 宁熙走进了一条小胡同 接连拐了几次 来到了隔壁的大路上 路口处停着一辆黑色奥迪 宁熙上了车 车子启动 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叶凡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眼中金光闪过 车倒没什么 在帝都 奥迪这种价位的车 很常见 关键是车牌号 BA 66666 这种车牌的价值 远远超出了车子本身 要知道 在帝都上牌 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没有一定的背景 根本不可能搞到 如此牛批的车牌号 看来 宁熙的家庭 有点不一般啊 叶凡摇了摇头 压下了心中的诸多疑惑 不管宁熙是什么家庭 他都不在乎 招化路 叶凡住的白玉花园小区 就在这条路上 之前他回家的时候 还要从南边绕一大圈 跟踪了一下宁熙 没想到还意外地 找到一条劲道 从这条路到学校 五分钟左右就足够 足足节省一半的时间 这下 又可以多睡几分钟了 路过菜市场 叶凡买了一些菜 回到家 忙活了二十分钟 两菜一汤搞定 委屈肚子这种事情 他 从来不干 吃完饭 继续开始刷经验 第二天 来到学校 一走进教室 叶凡就感觉气氛有些不对 所有人的情绪 显得异常兴奋 眼中满含期待 思绪一转 他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显然 大家都在期待 昨天的考试成绩 人生四大喜事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他相遇故知 九汉逢甘陵 虽然不是高考 但学生期待成绩 早在潜移默化之下 成为了本能 这很正常 路过宁熙身旁时 叶凡打了声招呼 小夕 早上好 早上好 宁熙小声地回了一句 软软的声音 让叶凡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坐下以后 他从书包中 抱着一本成语大词典 看了起来 宁熙看了一眼 正在求神拜佛的罗宇梦 颇为无奈地转过身 准备问问 叶凡能考多少分 看到叶凡手中的 成语大词典以后 表情有些古怪 怎么了 注意到宁熙的动作 叶凡微微抬起头 是不是觉得很惊讶 都高三了 还在看这种书 嗯 宁熙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 确实是这么想的 高三 应该是整天刷题 做卷子才对 可叶凡却恰恰相反 整天都在看一些 稀奇古怪的书籍 有好多书的名字 他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叶凡淡笑 扬了扬手中的成语大词典 对于我来说 无论什么看什么书 都能得到相应的收获 这话 确实是真的 只要是书 他就可以获得经验 当然 宁熙并不知道这一点 不过 他也没纠结这个事情 轻声问到叶凡 昨天李宗试卷的 最后一道物理大题 你的答案是多少 射飞机装载货物前 质量为M 起飞离地速度为V 装载货物后 质量为M2 起飞离地速度为MG 等于KVE2 啊 听到叶凡给出的答案 宁熙无比沮丧 喃喃道 完了 我做错了 这一刻 他想哭 错了没事 见宁熙的神情 叶凡安慰道 犯错是好事 从错误中 才能找到自己的不足 宁熙悠悠道 谢谢你的安慰 我的心情依旧很差 他的心在低血 十分啊 邓宇侧着身 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这个新来的家伙 又在勾搭宁熙 该死 可 他拍了拍同桌 郑林的肩膀 声音很大 郑林 你觉得 这次自己能考多少分 瞬间 就有很多道目光投来 郑林有些不好意思 小声答道 这次考试的难度很高 最高也超不过620 说完 他反问道 邓宇 你呢 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问 正中邓宇下怀 邓宇提高嗓门 故作平静道 我啦 我觉得这次难度还好 应该能考个700分左右吧 死 此话一出 教室中响起了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 靠 700分 我觉得自己最多只能考500分 邓宇不会是我们二班的学霸 估计第一没跑了 好厉害 竟然能考700分 这些议论声传到邓宇耳朵里 让他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扭头往宁熙那边看去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宁熙根本就没注意自己这边 依旧在和叶凡聊着 这个情况 让他一阵火大 叶凡不就是长得帅点吗 除了这点 哪里比他强 叶凡将邓宇的小动作看在眼里 对着宁熙挑了挑眉 那个邓宇说他能考700分 难道你不惊讶吗 宁熙摇了摇头 笃定道 他考不了700分 他的成绩和我差不多 怎么可能考700分 除非 昨天的提他以前做过 分析得不错 叶凡赞了一声 邓宇的小心思 他很清楚 无非就是想吸引宁熙的注意力而已 只不过 他的小东西聪明着呢 叮铃 听到上课铃声响起 宁熙连忙转身坐好 杨婷走进教室 脸色不是很好看 所有学生心中一鸣 完了 杨老班的脸色这么难看 该不会是这次考试的成绩不太理想吧 很有可能 动 杨婷将教材重重地摔在了讲桌上 冷哼一声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第24章 眷面满分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一句话 吓得所有学生晋升不言 现在距离高考只有104天 你们要是还没有危机感 拿什么考上理想的大学 杨婷的目光 在每一个学生的脸上扫过 沉声道 这次的考试 全班56人 平均分只有497 4分 连500分都不到 听到这个平均分 很多学生暗中扎舌 他们总算知道 养老班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平均分还不到500分 太低了吧 以往的平均分基本上在550分左右 这次突然下降50多分 不发火才怪 听到这个平均分 叶帆心中苦笑 不愧是振华呀 平均分将近500分 这个成绩要是放到他以前的学校 恐怕班主任都要高兴死了 可在振华 则则 差距 这就是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的差距 好了 下面宣布这次考试的总成绩 梁婷拿出昨天熬夜统计的成绩单 开始念了起来 曹志顺481分 黄浩463分 赵文浩399分 梁婷冷着脸瞥了赵文浩一眼 提醒道 赵文浩同学 你知道自己给班级拉了多少分吗 因为你 我们班的平均分被拉低了近两分 赵文浩面红耳赤的低下了头 脸色颇为不自然 他成绩本来就不好 远远达不到振华的正常水平 现在被杨婷点名 脸上火辣辣的 极为尴尬 杨婷冷冷地看了一眼赵文浩 继续宣布成绩 宁希 674分 对于宁希的分数 并没有人觉得惊讶 因为宁希本 就是班级的一二名 长期霸占年纪前五 平时测试的成绩 基本上都在700分以上 被誉为青大苗子 674分 对他来说 并不高 邓宇暗暗握紧了拳头 一直以来 他和宁希都在争班级第一 数多胜少 现在见宁希才考674分 心中忍不住有些担心 刚才他已经把大话放了出去 说自己能考到700分 万一要是考不到 那可就丢大人了 谭叶汉 593分 一红雨 601分 念到这里 杨婷停顿了一下 瞟了邓宇一眼 当即 邓宇全身绷紧 邓宇 651分 听到这个分数 不少学生脸上都浮现出了诧异之色 什么情况 才651分 邓宇不是说 能考到700分吗 这么低 邓宇脸色战红 站起身道 老师 是不是搞错了 我怎么才考651分 我平时的成绩你也知道 一直都在700分 那是平时 杨婷冷声打断 成绩经过老师几次确认 不可能搞错 651分是你考的 不好好反思一下 问我有什么用 邓宇哑口无言 脸色如同吃了奥利给一样 早知如此 说什么也不放大话了 都怪叶凡 要不是他 自己怎么可能 都给我安静一点 杨婷一开口 一轮声瞬间消失 赵丽 612分 叶凡 他语气一顿 缓缓道 700分 话音一落 教室中一片哗然 假的吧 700分 不可能 叶凡的语文不是没考吗 怎么可能考700分 邓宇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 大声道 老师 这个成绩有问题 叶凡的语文没考 就算其他功课考满分 最多也就600分 不可能700分 赵文昊忍不住出声附和道 没错 在这一刻 两人罕见的统一战线 谁说叶凡语文没考 杨婷皱着眉头 在最后十几分钟里 叶凡除了作文没写 做完了整张语文试卷 而且还得了满分 不可能 邓宇脑袋一热 质疑道 这绝对不可能 十几分钟根本来不及 再说试卷那么难 他怎么考满分 哪有人可以一分都不丢的 是啊 太离谱了 一分不丢 以为在拍电影啊 不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不少学生小声议论 他们和邓宇的想法差不多 作文没写 那么所有卷面分 只剩700分 怎么可能有人可以考满分 这不是扯毒子吗 碰 杨婷重重地拍了一下讲桌 冷眼盯着邓宇 讲完了吗 邓宇道 老师 这次的 坐下 杨婷沉着脸 道 叶凡的试卷 我和其他老师 合对了整整三遍 不可能出错 你们做不到 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自始至终 叶凡都很平静 深具外挂 如果再做不到这一点 那他可以买块豆腐 一头撞死了 至于诸多质疑 他完全不放在心上 质疑是别人的权利 但对于结果 不会产生丝毫的影响 杨婷宣布道 这次的考试 叶凡是班级第一 所以 他可以挑选学习小组的另一个人 等下课以后 苏科你统计一下 好 苏科点头硬道 好了 现在把试卷发下去 你们自己 找一下自己犯的错误 叮咛 杨婷一走 教室中瞬间变得无比嘈杂 我的天 七百分啊 长得这么帅也就算了 学习成绩还这么好 太完美了 怎么考的呀 作文没写 还能考七百分 这星号星号 还是人吗 这些话听到邓于尔中 无比刺耳 他起身走到叶凡座位旁 大声质问道 你是不是作弊了 要不然 绝不可能考七百分 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 叶凡嘴角微翘 看向邓于的目光 如同看白痴一样 你脑子瓦特了 邓于 太狂了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你 他刚开口 就被身后响起的一道声音打断 别挡路 让一让 越过邓宇 苏科拿着纸笔问道 叶凡 你要和谁一左 宁夕 叶凡的声音不大不小 这个时候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他这里 所以 几乎所有人都听到了这话 嘘 男生们满脸粗味 女生们则是感到可惜 为什么不是自己 宁夕的脸 刷一下就红了起来 他的内心是崩溃的 这人说话声音 就不能小一点吗 罗宇梦则是有些发愣 戳了戳宁夕 忧怨道 小夕 你这是要抛弃我了吗 我 宁夕刚想解释 就被叶凡开口打断 对 宁夕 看看叶凡 再看看宁夕 苏科嗅到了一丝奸情的味道 脸上充满了耐人寻味的笑容 小夕 你愿意吗 我 我 愿意 后面两个字 低不可闻 罗宇梦感叹一声 哎 果然都逃不了众色亲友这一条路 他拍了拍宁夕的肩 不过 我不怪你 作为你的好闺蜜 看到你能和叶凡这样的大帅哥在一起 我很欣慰 你 你别胡说 宁夕小脸红扑扑的 这只是在分学习小组 明白 明白 罗宇梦一副我懂得的表情 然后对着苏科眨了眨眼 小苏苏 既然宁夕不要我了 你把我收了呗 没问题 苏科轻轻一笑 趴在宁夕的桌子上 写下了叶凡和宁夕的名字 然后又把自己和罗宇梦的名字写在了一起 整个过程 邓宇都看在眼里 这一刻 他郁闷的几乎要吐血 中午吃完饭 学习小组已经全部确定好 叶凡如愿以偿的和宁夕成为了同桌 坐里面还是坐外面 都可以 坐里面吧 叶凡道 我已经给你收拾干净了 直接坐就行 谢谢 宁夕在里面的位置坐下 第一件事就是在桌面的中间 用铅笔画了一条直线 叶凡诧异地盯着宁夕 这是干什么 这 这是分界线 宁夕心虚地低下头 弱弱回了一句 他也知道这样不好 可这是他第一次和男生坐同桌 心里好紧张 小蝎 你怎么如此可爱 第二十五章 轻大冲刺斑 小蝎 你怎么这么可爱 不出意外 宁夕的脸再次红了起来 叶凡 你 你别这样开玩笑 见这丫头这么容易害羞 叶凡也没在逗她 从书题中拿出一张手写试卷 这是给你出的物理试卷 作为今天的作业 明天早上记得交给我 看着眼前的试卷 宁夕不由呆了呆 显然这张试卷是叶凡昨天写的 昨天她就知道自己能考全班第一吗 好自信 不过 也很 这个念头一浮现 她的脸再次红了起来 宁夕 你坏掉了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不行 不行 你可是要考轻大的人 高考之前思想绝对不能滑坡 叶凡抬手在宁夕眼前晃了晃 眼底深处出现了一抹宠溺之色 这丫头怎么老爱发呆 不过 发呆的模样还挺好看 从今天开始 针对你的数学和物理 每天给你出一张试卷 至于其他功课 是情况补习 好好加油 对了 我的理想大学也是清大 说完 叶凡拿起成语大词典翻动起来 明晰眸中浮现了丝丝连一 叶凡的理想大学也是清大 好像画中有画 第一排 罗宇梦和苏科两女 鬼鬼祟祟的看着后方 小声地交流着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这两人有问题 是有点不太正常 对于罗宇梦的话 苏科表示认同 打量着坐在一起的两人 喃喃自语道 怎么感觉 有种养女儿的济世感 什么济世感 没什么 可能是我想多了 苏科坐直身体 一脸正色道 与梦 马上就要进入高考 百天倒计时 你可不能再整天打酱油了 以后小说不准看了 别啊 一听到不准看小说 罗与梦瞬间就急了 哀求道 苏姐姐 苏大姐 你别这么认真 让我再享受一段 高中的快乐时光 你放心 高考百天倒计时开始以后 不用你说 我也会把这些 坏习惯全部戒掉 没得商量 苏科并不买账 也不管罗与梦同不同意 低头弯腰 把罗与梦的书题中 翻了一个底朝天 把找到的几本言情小说 装在了书包中 高考结束以后 再还给你 罗与梦 好不容易才从 宁小魔王手中逃出来 本以为从此翻身把歌唱 谁知 转眼就钻进了 苏大魔王的怀抱 命惨啊 振华没有晚自习 因为 聪明的校长 把周六时间给占了 也就是说 学生们每周 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这样 每天八节课 一周六天上学时间 既可以让学生 长时间保持学习的状态 而且也不会感觉特别疲惫 当然 高一高二 还是正常上晚自习的 下午四点多 理科二班的几位老师 齐聚到了校长办公室 几位老师坐在沙发上 用眼神默默交流着 谁也不清楚 校长突然叫他们来做什么 詹冲山端着泡好的茶 给每位老师倒了一杯 搬着一个小马扎 毫无形象地坐了上去 脸上充满了笑容几位老师 先尝尝茶 这是珍藏的上好龙井 你们算是有口福了 几人纷纷端起茶杯 轻拧了一口 杨婷放下茶杯 询问道 校长 这么突然叫我们来 是有什么事吗 没错 詹冲山点头道 我也就不都圈子了 是这样 这不是马上要高考摆天 倒计时了吗 我昨晚看了一下 去年的高考成绩 我们郑华去年 一共有三位考上青大学生 这个数量虽然不小 但也不算多 所以 我有一个想法 成立一个青大冲刺班 理科班和文科班 一共七个班级 每个班级中选出三位尖子生 共计21人 师资力量 我已经找好了 我找了三位青大退休教授 对于树英三门主课 进行专业教学 至于理宗和文宗两门课程 依旧由各个班级的老师负责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一听这话 几位老师眼睛一亮 杨婷道 校长 这是好事啊 我们当然没意见 没错 校长的人脉就是强 连青大的退休教授都能请过来 太好了 詹冲山摆了摆手 道 你们先别高兴得太早 相比于去年 今年的教学条件明显更好 所以我们的要求 也要随着提高 今年振华的目标 考上青大的学生 不得低于十人 二班的几位老师 纷纷傻了眼 十名 去年才三人啊 一下子就翻了三倍有余 可能吗 不知道 不过他们觉得够强 青大作为下国 公认的第一学府 录取分数线太高了 一直以来 青大的录取线都在705分上下浮动 浮动的幅度非常之小 振华理科文科的学生加在一起 一共345名 不对 再加上叶凡这个新来的转学生 一共才346名学生 346名学生中 要想出十个分数过705分的学生 难 很难 非常难 高考卷的难度 可远超平时学校月考的试卷 这么没自信 看到几人的反应 沾冲山笑道 你们怕什么 据我所知 二班中的好苗子可不少 而且现在还有叶凡这样的天才学生 一说到叶凡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对着杨婷询问道 小鸭 听说你们二班昨天搞了一个测试 学生们的成绩怎么样 还有 叶凡的表现如何 校长 试卷出的难度有些过高 学生们的成绩普遍不太理想 杨婷苦笑道 不过 叶凡的成绩还是挺不错 他考了全班第一 哦 是吗 沾冲山颇有兴致地问道 考了多少分 叶凡给他留的印象非常深 七百五十分的成绩 说实话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不光如此 这个学生太沉稳了 根本不用太过担心 他高考时的状态 妥妥的大心脏选手 七百分 杨婷默默地爆出了叶凡的成绩 这么低 听到这个分数 沾冲山的眉头当即就皱了起来 虽然他不奢求叶凡 每次都考满分 但这个分数和他预期的相差 有些太大 在他看来 叶凡怎么也能考个七百三十分左右 是不是发挥失常了 沾冲山道 入学考核时 他可是考了满分 怎么这次才考七百分 文言 杨婷和几位老师不禁咽了咽口水 之前 他们曾经询问过沾冲山 关于叶凡的成绩 但是沾冲山只说了叶凡的单科成绩 并没有说总分 谁也没想到 叶凡竟然是以满分的成绩 通过了入学考核 怪不得 怪不得 怪不得这名学生 能转入振华上学 这样的学生 谁不想要 杨婷苦笑 解释道 校长 叶凡之所以考七百分 是因为没写作文 除去作文的五十分以外 他一分都没丢 这就对了吗 沾冲山并没有问理由 反正 只要叶凡的状态在线 他就放心了 叶凡这个学生 我对其给予厚望 他的神情非常认真 沉生道 今年帝都高考卷是全国卷 这也是帝都第一次实行全国卷 我希望全国卷的状元 出自于振华 办公室中寂静无声 第26章 小夕 好看吗 临近放学时 杨婷走进了教室 正在上自习的学生们纷纷抬头 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要通知给大家 经过学校决定 高三近期要组建一个轻大冲刺班 轻大冲刺班的学生 语树英三门主客 将会由三位轻大退休教授来教导 直至高考前 话音一落 教室中一片哗然 轻大退休教授 天哪 这才是真正的大手笔 我去 这么忙 连轻大退休教授都能请来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还是三位 我擦了 牛屁啊 要是能加入这个所谓的轻大冲刺班 那是不是意味着 就可以考轻大了 哼 想多了兄弟 听到这个消息 宁熙双眸一亮 难难道 这么好的机会 我一定不能放弃 轻大退休教授的教学水平 根本不用怀疑 现在距离高考还有三个月多点 这么长的时间 足以让她提升很多 这样的机会 绝不能错过 对于宁熙的反应 叶凡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刚刚跟这丫头成为同桌 她还什么都没干呢 搞什么轻大冲刺班 学校还真是闲得淡疼 看宁熙的模样 她肯定想加入轻大冲刺班 这样一来 她必须也得加入 可是在轻大冲刺班中 两人还能不能当同桌呢 这个问题 才是叶凡比较担心的 对于这个什么轻大冲刺班本身 她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加入也好 不加入也罢 对她并没有什么影响 主要看宁熙 宁熙要加入 那么她也会加入 看来 得想个办法 让这丫头答应在轻大冲刺班中 也跟自己坐在一起 这才是重点 想好以后 叶凡戳了戳宁熙的胳膊 柔软的触感 让她不禁感叹 果然 女孩子都是水做的 至于男生 钢筋混泥土 怎么了 宁熙抬起头 亲眸中带着思思疑惑 叶凡低声一笑 小夕 杨老师说的这个轻大冲刺班 你想不想加入 当然想了 宁熙眨了眨眼睛 轻声道 这么好的进步机会 肯定要加入啊 就是现在还不知道 加入冲刺班 需要什么条件 那我们商量个事呗 嗯 你说 等到了冲刺班以后 我们还坐同桌 行不 宁熙 就这 就这 叶凡耸了耸肩 帅气的五官 搭配极为认真的神情 简直堪称少女杀手 宁熙迎上叶凡深邃的双眼 心中不由得一阵慌乱 两侧的脸颊上 升起了淡淡红韵 如同即将成熟的苹果一样 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 我 我还不一定能加入呢 没关系 叶凡嘴角微敏 嗓音低沉 你加入 我也加入 你不加入 我也不加入 但 不管加入不加入 你都得和我坐在一起 听见了吗 听见 宁熙直愣愣地盯着叶凡 这种不经意展露出来的霸道 对小女生来说 最为致命 她 也是小女生 见宁熙又走神 呆萌的模样 看得叶凡眼中满含宠蜜 这丫头 是痴可爱长大的吗 回神过来 宁熙意识到了不对 小脸阵阵发烫 低着头 不敢与叶凡对视 你 你这是跟人商量的态度吗 吴不管 反正你答应了 淡淡的语气 被叶凡说得天经地义 宁熙 这人是无赖吧 哪有这样的啊 她偷偷地看了叶凡一眼 在心中吐槽道 不就是仗着自己长得帅 成绩好吗 有什么了不起 哦 好像确实很了不起 呸 这家伙 哪里长得帅了 一点都不帅 对 一点都不帅 女孩自欺欺人地安慰着自己 可当她的目光落在叶凡侧脸上时 却挪不开了 叶凡嘴角微翘 左手轻轻地敲了敲桌子 小夕 好看吗 好看 话一出口 宁熙的脸瞬间变得通红不已 我这是中毒了 没救了你 宁熙 她偷偷一瞥 果不其然 叶凡正一脸笑意地盯着自己 羞得她 恨不得钻到地缝中 自己是鬼迷心窍了吗 怎么会说出那种话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第一排的邓女举手发问 老师 那要怎么才能加入轻大冲刺班 这个问题 也是很多人所好奇的 高三一共有三百多人 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加入这个所谓的轻大冲刺班 一定需要什么条件 所有学生纷纷竖起了耳朵 很简单 下星期一就是月考 在这次月考中成绩排在班级前三的人 就可以加入轻大冲刺班 啊 那没戏了 前三 得 我还是继续打酱油吧 这不是搞差别对待吗 太不公平了 随着杨婷说出 加入轻大冲刺班需要的条件以后 大部分学生脸上都露出了一谋挫败 班级前三 谈何容易啊 当然 也有及格别的学生 显得有些气愤 觉得学校这是在搞差别对待 杨婷眼睛一冷 盯着刚才出生的学生 声音中充满质问 怎么 学校是不让你们上课了 还是不让你们学习了 不公平 早干嘛去了 别人努力的时候 你们在干什么 现在跟我说不公平 晚了 不得不说 杨婷的气场非常足 瞬间就没人敢吭声了 整个教室中安静无比 他坐在讲桌前 宣布道 这次月考所有人都可以参加 属于公平竞争 能不能加入轻大冲刺班 看你们自己的本事 没本事怪得了谁 不怨天 不由人 下学而上达 知我者其天呼 好了 这两天你们都好好准备 临阵磨枪 不快也光 继续上自习 第二天 叶帆来到学校 刚坐下 还没来得及跟宁熙打招呼 就看到杨婷大步走了进来 不少学生一头雾水 啥情况 还没到上课时间 杨老班怎么就来了 叶帆 你给我出来一下 扔下一句话 杨婷转身走出了教室 不少人纷纷看向了叶帆 脸上写满了疑惑 莫非 这家伙闯了祸 被养老班单独约谈 可不是什么好事 不少学生眼中 浮现出了幸灾乐祸之色 其中就包括邓宇 哎哟 叶学霸才来多久 竟然被老班约谈 还真是不同凡响啊 讽刺之意十足 对此 叶帆没有丝毫反应 看都不看邓宇 起身出了教室 邓宇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眼中急欲喷火 如果叶帆出声反击 他也许不会如此生气 可叶帆根本看都不看他一眼 这才是最让他接受不了的事情 他好歹也是二班中的学霸 什么时候被人这样无视过 叔叔可忍 婶婶忍不了 哼 等着吧 邓宇阴沉着脸 自言自语道 这次的月口 班级第一肯定是我的 宁希盯着叶帆的背影 眸中浮现出淡淡的优色女孩 根本没有察觉到 自己的情绪有些不太对 第27章 高考状元种子 出了教室 杨婷什么也没说 带着叶帆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来了 坐 一见到叶帆 詹冲山脸上充满了热情 看得杨婷心中吃惊不已 这还是那个高冷的校长吗 叶帆平静地站在杨婷身旁 丝毫没有坐下的意思 开口问道 校长 找我有事 对 见状 詹冲山开门见山道 关于青大冲刺般的事情 你已经知道了吧 知道 叶帆点了点头 他并不清楚 詹冲山想表达什么 眼中闪过了些许疑惑 但还是如实地回道 杨老师昨天已经通知我们 今天叫你来 主要是想告诉你 这次的月考你 不用参加 直接可以进入青大冲刺版 之所以这么安排 詹冲山有着自己的考量 通过入学考核 和上一次的二班测试 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叶帆的水平 高考状元种子 不吹不黑 只要叶帆保持住目前的这个水平 那么高考状元唾手可得 如此优秀的学生 自然不能过早暴露 如果月考中 叶帆发挥得太过出色 那么很有可能会传到 育青中学那个老家伙的耳朵中 毕竟 振华的学生这么多 根本瞒不住 现在距离高考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万一那个老家伙 要是动什么歪心思 他哭都没地哭去 以前这种情况 切实发生过 正因为有过前车之鉴 所以这样的错误 绝不能再犯 文言 叶帆的神情没有丝毫变化 摇了摇头 对不起校长 这个提议我恐怕不能接受 为什么 詹冲山有些傻眼 按理说 应该没人会拒绝这种好事才对 可 叶帆就是拒绝了 嗯 杨婷也是满脸诧异之色 开口提醒 叶帆 这是好事 你为什么要拒绝 我为什么要接受 叶帆淡笑一声 反问道 难道 校长和老师认为 凭成绩 我得不到轻大冲刺班的名额 不参加月考 就进入冲刺班 这对于其他学生来说不公平 对我也不公平 如果他接受了 詹冲山的这个提议 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觉得 他是走后门 拉关系 实际上 根本不用多此一举 以他的实力 闭着眼都能考进班级前三 能堂堂正正地加入轻大冲刺班 为什么要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方式 他又不傻 由于片刻 詹冲山出声解释 叶帆 之所以让你直接加入轻大冲刺班 并不是我和杨老师不相信你的成绩 正是因为太相信你的成绩 所以才有此决定 没错 杨婷点头赞同道 以你目前发挥出的水准来看 完全用不着参加月考 一直需要保持出现有的水平 尽等高考 来临就行 我拒绝 等两人说完 叶帆再次否决了这个提议 詹冲山和杨婷对视了一眼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丝尴尬 尤其是詹冲山 尴尬的同时 还十分郁闷 昨天晚上 他接到了不少学生家长的电话 都是为了轻大冲刺班名额的事情 可无论这些家长怎么说 许诺什么好处 他都给拒了 结果到了叶帆这里 免费给都不要 诶 詹冲山正于开口 就听到叶帆出声道 校长 你直接实话实说吧 是不是害怕我考得太好 别的学校挖墙脚 众活仪式的叶帆 眨眼间就把整件事情 分析得清清楚楚 上一世 他看过不少类似的新闻 抢学生 不要以为只有大学才会抢学生 格局小了 高三才是抢学生最疯狂的时期 一些有能力竞争高考状元的苗子 最为抢手 詹冲山 杨婷 两人瞪大眼睛 脸上写满了惊讶 看到两人的反应 叶帆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略微有些稚嫩的脸上露出了些许老成 给人一种极其古怪的感觉 我有一个建议 不知道校长有兴趣听没 你说 对于这个学生 詹冲山越来越好奇 叶帆轻飘飘地开口 今天是星期六 不出意外的话 月考试卷应该已经出好了吧 对 你接着说 既然试卷已经出好 那么我可以提前进行考试 这样的话 无论我考出什么成绩 校长都可以酌情公布 比如说 我的成绩是750分 那么在成绩单上可以写720 710 反正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只要比第一名高一分就行 至于为什么要比第一名高一分 很简单 叶帆只是不想输而已 就这么简单 拥有系统这种Bug级别的外挂 无论以哪种方式 他都不能输 要不然 丢系统的人啊 这个办法 詹冲山沉吟了一下 缓缓点头 可以 不过丑话我可说在前头 如果你的成绩不理想 到时候进不了轻大冲刺班 你可别怨我 现在要是后悔的话 还来得及 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声音净显蛊惑 叶帆什么也没说 自顾自地坐在沙发上 笑着对杨婷道 杨老师 你可以去拿月考试卷了 詹冲山 得 人家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杨婷则是有些无语 昨晚接到詹冲山的电话以后 他本来还以为 只是通知叶帆一声 没想到 竟然会搞成了 现在这种局面 他的目光看向了詹冲山 眼中带着询问之意 詹冲山无奈地摆了摆手 道 去找李主任拿试卷吧 好的 校长 杨婷转身出了办公室 仅过了几分钟的时间 他就重新回到了办公室中 手中多了四张试卷 开始吧 詹冲山看了看时间 现在是上午八点 给我两个小时就够了 叶帆的一句话 把詹冲山没说完的话 憋了回去 他想起了入学考核时的情况 两个小时 好像并不是没有可能 傻傻 叶帆拿起茶几上的中性笔 随手拿起最上方的试卷 便开始坐了起来 下笔如飞 杨婷站在沙发外侧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有些发呆 还是这样 审题 审题啊 不审题 怎么做的 可 眼前的叶帆却根本不审题 前一道答案刚刚写完 紧接着就开始了下一题的作答 中间完全没有任何间隙 跟前天在教室门外的情况 一模一样 这样的作题方式 他只在叶帆身上见过 太不科学了 詹冲山也好不到哪去 入学考核的时候 他并没有亲眼看着叶帆答题 现在见到叶帆这种不讲理的答题方式 表情极为精彩 简单来说 就是不讲理 哪有这样答题的 杨婷上午没有课 索性直接不走了 轻手轻脚地 走到旁边的单人沙发处坐下 双手抱起 今天 他倒是要看看 叶帆到底能考出什么成绩 750分 哼哼 这种答题方式 要是能考750分 他把桌子吃 呃 还是先不立实了 这个学生 有些 有些邪性 第28章 邪性 语文卷 23分钟 包括作文在内 詹冲山和杨婷两人看到 开始做数学卷的叶帆 默默地对视一眼 眼底深处 充满了震撼之色 怎么可以这么快 语文卷 23分钟 干 詹冲山给杨婷使了个眼色 杨婷当即会议 拿起叶帆做完的语文试卷 出了办公室 往语文老师李文青的办公室 而去 扣扣 请进 杨婷推门进 李文青见识杨婷 起身笑着道 杨老师 找我有事 对 杨婷把手中的试卷 放在李文青面前 开门见山道 李老师 麻烦你帮忙批改一下这张试卷 没问题 李文青什么都没问 坐下开始批改了起来 刚开始还好 越到后面 他眼中的惊讶就越明显 直到最后看完作文以后 脸上出了震撼 还是震撼 太精彩了 李文青深深地吸了口气 声音中充满了迫不及待 杨老师 能否告知一下 这张卷子是谁做的 叶帆 怪不得 怪不得 见李文青这种反应 杨婷好奇道 李老师 成绩如何 满分 李文青惊叹地看着卷子 道 毫无争议的满分 尤其是作文 写得太好了 杨婷 虽然心中早就有了这种可能的预想 但听到满分这两个字以后 还是被吓到了 语文满分 要是数学 英语满分还好 可是语文 老天 呃 这到底是个什么神仙 多谢李老师 杨婷对着李文青点了点头 拿起试卷就离开了 刚回到校长办公室 他正想给詹冲山 汇报叶帆的成绩 可是眼角瞄了一眼 正在做题的叶帆 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此时此刻 叶帆右手边放着一张数学试卷 而他在做的 赫然是英语试卷 杨婷 他默默地地看了看手表 从他离开办公室到回来 只用了14分钟 14分钟就做完了数学卷 深深震撼的同时 还有着一丝麻木 这个学生 邪性 太信号信号邪性了 詹冲山见杨婷发愣 不禁苦笑了起来 别说是杨婷 他何尝不是如此 这次月考试卷的难度非常高 比以往任何一次月考都要高 可 叶帆的表现实在太可怕了 詹冲山见过无数的学生 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学生 他敢肯定 就算是让高三的老师来做这次月考卷 也不可能在十几分钟之内做完 真是一个让人看不透的小家伙 詹冲山自言自语了一句 看向叶帆的目光中复杂无比 他看过叶帆的学集 叶帆之前的成绩很普通 甚至可以说是差 但再振华的表现却并非如此 他完全没法把叶帆学集上的评价 和现在的叶帆联系在一起 完全就不是一个人 校长 你看看吧 杨婷把语文卷放在詹冲山面前 什么也没说 拿起茶几上的数学卷 再次走出了办公室 十几分钟后 詹冲山看着面前两个鲜红的150分 嘴角艰难地扯动了一下 喃喃自语道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文言 杨婷扭头看了一眼叶帆 眼底深处闪过了一丝火热 以叶帆目前的表现来看 完全有能力冲击今年的高考状元 正所谓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全国卷的高考状元 含金量十足 如果叶帆能够夺魁 那么他这个班主任 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试问这样的学生 谁不爱 呼 叶帆面色平静地 拿起英语试卷 抬头对着杨婷道 老师 来吧 杨婷 詹冲山 与树英 三张试卷 叶帆只用了54分钟 杨婷从办公桌上的笔筒中 找出一只红色圆珠笔 坐在单人沙发上 开始批改起了英语卷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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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不到四分钟 他就放下了手中的笔 试卷上那个鲜红的数字 显得格外的显眼 150 又是满分 杨婷深深地吸了口气 起身把试卷放在了 詹冲山面前 诺 校长 詹冲山 这样的学生 真的有必要加入 清大冲字班吗 清大冲字班 主要就是针对学生语术 因三门主课进行补习 叶帆表现出来的水平 根本就用不着 清大的退休教授固然厉害 可面对叶帆这样优秀到过分的学生 恐怕也会很无奈 毫无短板的学生 要怎么教 这小子太邪性了 的确如此 嘿 正在做李宗卷的叶帆 答题的动作一顿 抬头对着两人抗议道 校长 杨老师 当着我的面 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 说话的同时 他的眉头微微一挑 笑道 我这叫优秀 优秀的优 地花之秀的秀 詹冲山 杨婷 见两人无语的模样 叶帆淡淡一笑 继续把注意力 放在了眼前的李宗卷上 下笔的速度奇快无比 好了 搞定 几分钟以后 叶帆放下笔 扬了杨手中的李宗卷 他的这个动作 引得詹冲山和杨婷再次无语 太快了 这小子 该不会吃了过气的老鼠药吧 满分倒没什么 呸 满分已经很夸张了 但最关键的是 叶帆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满分 这就更加夸张了 你们这样看着我做什么 叶帆平静地眨了眨眼 笑道 我脸上有花吗 没我事了吧 学生先行告退 不给两人反应的机会 叶帆起身走出了办公室 盯着叶帆离去的背影 詹冲山微微一叹 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击着 杨老师 下周一的月口 我还是比较期待二班表现 现在已经有叶帆了 希望这次你们二班可以超越一班 希望吧 杨婷点了点头 心中却不抱什么希望 这届一班的尖子生太多 长期有四位学生 位列年纪前十 而二班除了宁熙和邓宇 其他学生根本就挤不进年纪前十 就算加上叶帆 也才三人而已 回到教室 叶帆刚坐下 宁熙的小手 在桌下戳了他两下 你干什么去了 怎么 想我了 长长的头发盖住了叶帆的眼角 帅气的笑容 搭配着微微挑逗的话语 充满魅力 宁熙错愕 眨眼间的功夫 神色转变了好几次 略微稚嫩的翘脸上 已经彰显出绝色之之 清城金矢剑 清国西曾文 第二十九章 嘴剑 手也剑啊 呸 宁熙面露羞脑之色 慌乱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见其他人都在认真上课 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叶帆同学 请你以后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说完 他扭过头 不再搭理叶帆 对此 叶帆有些挫败 不就是调戏了一句吗 至于骂 反正 早晚都是一家人 可 叶帆轻轻地拽了拽宁熙的衣袖 低声道 错了错了 以后肯定不开这样的玩笑 你别生气 宁熙认真的看着黑板 并不理睬叶帆 他对叶帆不反感 但不代表可以接受这样的玩笑 而且 通过刚才的一句话 改变了他对叶帆的印象 如此轻挑 喝Tui 渣男 石锤 原本好感度七十分 现在一下子打了对折 如果叶帆能知道 宁熙此时的心理活动 他肯定会果断地赏给自己一个大耳光 好好的 嘴尖干嘛呀 刚才我去校长办公室 做了几张卷子 见宁熙不搭理自己 叶帆决定放一波猛料 身体微微向左倾斜 瞬间就突破了桌子中间的分界线 道 是关于月考的卷子 这下宁熙终于有了反应 只不过 在看到叶帆的举动以后 她的眼眸一冷 声音清脆 请离我远一点 这么明显的一条分界线 看不见吗 叶帆 得 这次真的把这丫头惹毛了 难搞啊 她看了看超越分界线的胳膊 趴击就是一巴掌 嘴见 手也见啊 胳膊 李奶奶的 这道声音 瞬间引起了教室中很多人的注意 包括正在讲课的物理老师齐文绝 叶帆 你在干什么 我 叶帆起身 解释道 老师 我在打蚊子呢 言语之间 非常的淡定 完全看不出任何心虚 宁熙瞥了叶帆一眼 小嘴微微一撅 满嘴谎话 张口就来 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看来 自己要离这家伙远一点了 齐文绝 才三月底 温度只有十几度 有蚊子 哥这片鬼呢 可 谁让这人是叶帆呢 对于好学生 尤其是像叶帆这么优秀的学生 老师的容忍度会非常高 他也不例外 打蚊子可以 别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会影响其他同学上课 齐文绝抬手示意叶帆坐下 指着黑板上的内容 继续讲解了起来 大家看这里 坐下以后 叶帆苦涩地看了一眼宁熙 心中倍感无奈 这丫头 还是这么难以接触 上一世 宁熙刚到公司的时候 公司的几个老爷们 如同打了鸡血一样 他们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孩 一个个形象大变 头也不油了 胡子也不见了 衣服也穿得人模狗样了 为的就是 能在宁熙心中留个好印象 争取可以一清方泽 可惜 宁熙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甚至 还创下了一个非凡的记录 什么记录 连续半年 在公司除了和叶帆有工作上的交流以外 他没跟其他男性说过一句话 整整过了一年多 宁熙才和叶帆逐渐熟络了起来 原因无他 叶帆看他的眼神和其他男生不一样 清澈 纯净 让他很舒服这一点 直到后来 宁熙才告诉叶帆 这也让他明白了 宁熙对于陌生的异性排斥性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警惕性 唉 叶帆叹了口气 看来 以后和这丫头接触 要小心一点了 再霍霍 媳妇恐怕要跟别人跑了 下课后 宁熙趴在书桌上复习着上课时的内容 娇小身躯搭配那文静甜美的气质 让人情不自禁 想把他搂在怀中联系一番 叶帆主动开口道 宁熙 昨天我给你的物理试卷做了吗 诺 给你 宁熙从书地中拿出试卷交给了叶帆 以后 你不用给我补习了 也尽量不要跟我说话 谢谢配合 说完 他继续认真看起了笔记 叶帆 这叫什么事啊 郁闷了两分钟 他把注意力放在了眼前的物理卷子上 拿起笔批改了起来 批改的速度并不快 一旦遇到做错的地方 叶帆就会停下 在宁熙的答案旁边标出注解 以及相应的解题思路和基本知识点 叮铃 直到上课铃声响起 叶帆才刚刚批改了一半 语文课 李文青走进教室 第一时间目光就落在了叶帆身上 这会儿 他脑海中还在回想叶帆的那篇作文 如果不是杨婷亲口所说 试卷是叶帆做的 他绝不相信一个高三的学生能写出如此精彩的作文 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就 离谱 这节课主要讲作文的写作手法 以及相关技巧 李文青在黑板上写上写作手法四个大字以后 询问道 大家有没有特殊方法 可以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无人应声 也没人打算应声 写作文能有什么方法 就 写呗 叶帆低着头 认真的批改着物理试卷 他看着卷子上倒数第二道大题 眉头皱起 喃喃自语道 这丫头物理基础还真是差 竟然连这种题都能做错 宁希清楚地把这话听进了耳中 秀眉抖动了两下 心中有些休脑之意 这丫头 这个称呼 只有他爸爸才会这样叫 太过分了 生气归生气 但他并没有说什么 因为李文青正看着他和叶帆这个方向 既然没人主动 那老师就进行提问 李文青笑着道 叶帆 你站起来讲一下 刷 所有人的注意力瞬间集中在了叶帆身上 不少人脸上都带着一丝幸灾乐祸 讲不好 反正丢人的又不是他们 反观叶帆 依旧在认真地写着注解 完全没听到李文青叫自己 叶帆 叶帆 嗯 在李文青加大音量以后 叶帆才反应过来 目光紧盯着卷子 头也不抬地问道 老师 什么事 说话的同时 手中的动作 依旧没听你把自己的写作手法 以及技巧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哦 好 叶帆脱口出道 自由落体运动 是出速度为零的云加速直线运动 遵循云变速直线运动规律 教室中轰啸声成片响起 这家伙傻了吧 得 等着被训吧 宇文克上回答物理公事 秀啊 宁熙犹豫了一下 在桌下轻轻地踢了踢叶帆 低声提醒道 现在 是宇文克 看黑板 至此 叶帆才反应过来 抬头一看 顿时愣住了 就在所有人都等着叶帆IP的时候 令他们惊奇的一幕出现 李文青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一点笑容到 叶帆 现在是宇文克 你先回答一下老师的问题 等会再做物理题 我那个青娘 所有人瞪大眼睛 大脑一阵猛逼 上宇文克 都可以做物理题了吗 做梦 一定是在做梦 一名男生对着大腿 用力一掐 死 他的同桌脸色骤然一变 五官剧烈地扭曲了起来 你干嘛 我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怎么不掐你自己 我怕疼 你大眼 很多学生的眼中充满疑惑 什么情况 第三十章 关心则乱 哼 邓宇露出了一抹冷笑 能看到叶帆出球 他别提有多高兴了 有这种想法的 还有一人 赵文浩 他和邓宇都看叶帆很不顺眼 叶帆和宁希走得太近了 而且 宁希对叶帆的态度 和对其他男生 好像有些不一样 虽然说不上来 哪里不一样 可这种感觉 确实真是存在的 两人心中都有种危机感 教室中 几十道目光注视着叶帆 换做一般的学生 恐怕会紧张得连话都说不上来 反观叶帆 一脸淡定 从他的表情 根本什么都看不出来 看了一眼黑板上的四个大字 叶帆思绪一转 脑海中浮现出的相应的知识点 声音平静而有力 让人情不自禁地尽心听讲 写作手法 主要分利益 框架 以及素材方面 先讲利益吧 如果是给定标题的作文 可以直接按照关键词去利益 如果是材料作文 可以多角度解读命题者的出题意图 然后从中选择一个最为明显的角度去利益 不要钻扭脚尖 也不要每个角度都有所涉猎 只用一句话去利益即可 在框架方面 要在动笔之前列一个大纲 知道这篇作文 大致要写几段 每一段要写什么内容 比如写议论文 第一段提出论点 第二段举现代势力论证 有理有据 第三段同样以论剧家论证方式展开 可以举古代例子 第四段则可以举国外势力论证 最后一段总结全文写继续文 则可以按照时间或事件发展等顺序去写 叶凡洋洋洒洒地说了近十分钟 直到结束 还有些意犹未尽 所有人呆若目击地盯着叶凡 嘴巴微张 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这也行 他们敢肯定 叶凡刚才根本就没有在听课 结果张口就来 有点牛皮呀 坐在叶凡身旁的宁西 眸中惊讶无比 好厉害 呸 自己怎么能有这种念头 不行 不行 宁西 清醒一点 不要被这家伙的外表和才华所蒙骗 这人就是个渣男 说得非常好 在李文青的带领下 教室中响起了一阵掌声 邓宇和赵文浩 都是一副如同吃了奥利给的表情 两人万万没想到 叶凡竟然真的能回答上来 他刚才不是没有听课吗 真是活见鬼了 李文青示意叶凡坐下 他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刚才叶凡同学讲的这些 都是非常好的写作技巧 在这方面 大家要多向叶凡同学请教 好了 下面我讲一下 叮铃 下课铃声响起 宁熙刚站起身 就被叶凡一把拽住 好巧不巧 他刚好抓住女孩那柔弱无骨的小手 你 松开 宁熙先是一呆 随后如同触电一般 快速甩开了叶凡的手 白皙无暇的翘脸上 充满清朗之意 可他那精致的五官 根本组织不起有杀伤力的神情 反而显得格外可爱 别具一番风味 可 见势头不对 叶凡无辜地摊了摊手 解释道 你别误会 我只是想把物理试卷给你 说着的同时 他把批改好的卷子 放在了宁熙面前 犯错的地方 我都做了标注 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应该可以帮到你 宁熙看了看叶凡 又看了看卷子 眼中的冷意柔和了几分 谢谢 以后不需要这么麻烦了 不麻烦 能给你 话一出口 叶凡当即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瞬间改口 作为同学 互帮互助是应该的 更别说 我们还是同桌 宁熙一声不吭 挪开凳子就要走 叶凡一手把住身后的空隙 试探性地问道 小 宁熙 我好像没说错话吧 让开 我要出去 出去干什么 宁熙 她要上厕所 上厕所呀 可 这话 怎么和叶凡说 我 肚子不舒服 说完 她不动声色地把头扭到一边 软软的声音中 带着丝丝羞愤 现在能让开了吗 叶凡 哦 则则 关心则乱 这话一点都不假 带宁熙走出教室以后 叶凡拿起一本奥数题集 想趁着这几分钟 刷刷经验值还没开始看 就听到身前响起了一道声音 哟 还真是用心啊 邓羽一脸冷笑 右手敲了敲桌子 居高临下地望着叶凡 道 叶凡 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声音很大 引得不少学生都往这边看来 叶凡放下奥数题集 懒洋洋地盯着邓羽 道 我为什么要和你打赌 赌博犯法 你都高三了 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邓羽 这种轻飘飘的态度 最让人生气 让他有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 连赌约都还没说 你就怕了 邓羽脸上写满了不屑 大声道 是男人吗 是男人就跟我赌 不好意思 叶凡并不动目 慢调私理道 我只是个男生 现在还不是男人 莫非 说着 他对着邓羽挑了挑眉 一副你懂的表情 哦 不少男生发出了意味深长的叫声 你 邓羽脸色胀红 叶凡嘴角微翘 不再搭理邓羽 翻动着奥数提及 看了起来 邓羽并不想这样离开 一把抢过叶凡的书 道 这次月口 我们比成绩 谁的成绩好 谁就是对方大哥 以后无论在什么场合 见了对方必须叫大哥 你敢吗 叶凡颇为无奈地看着邓羽 说实话 他懒得和邓羽 这样的小屁孩一般见识 可邓羽这样不依不饶的态势 却让他非常不爽 我不惹你 你来惹我干啥 有毛病 你都会做什么 嗯 邓羽被叶凡突如其来地发问 给问得有些猛逼 叶凡掏了掏耳朵 笑道 我总不能受一个 什么也不会的小弟吧 邓羽 嚣张 太嚣张了 你奶奶的 以往他才是嚣张的那个人 怎么到了叶凡这里 角色就进行了互换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太狂了吧 邓羽他爸的公司 市值好几亿 竟然说这样的小弟没用 哼 关键是搞得他已经赢了一样 真看不惯这样的人 你们这些男生懂什么 这叫自信 切 哇 越看叶凡 越觉得他帅 眼看要上课了 邓羽彻底失去了耐心 冷着脸道 你到底敢不敢赌 看你当小弟的意愿如此强烈 那就给你一个机会 一言为定 见叶凡答应 邓羽扔下四个字 转身就走 叶凡摇了摇头 拿起奥数提及翻了起来 赌就赌呗 反正他又不会输 李月考成绩 哼 邓羽恐怕还不知道 这次月考的第一已经属于他 第三十一章 我真没骗你 叮铃 但在上课铃声之前 宁熙回到了教室 他并未和叶凡说话 双眸盯着眼前的物理试卷 心情有些复杂 卷子上那密密麻麻的注解 让他有些沉默 平心而论 叶凡和其他男生并不一样 其他男生看自己的时候 眼中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别样的火热 可叶凡不一样 他看自己的时候 眼神清澈 偶尔会表现出一丝溺爱之色 如同看女儿一样 这一点 让宁熙有些莫名其妙 他和叶凡才认识 几天的时间而已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可能 是自己想多了吧 下午放学时 相比以往 校园中显得有些冷清 因为周六的缘故 高一高二的学生休息 只有高三的学生 还在为了高考拼搏 随着天气慢慢地变暖 校门口路边的柳树 绽放出枝鸭 淡淡绿色点缀着人间 叶凡站在门口处的柳树旁 目光在校门口来回流转 随着大批学生离去 校门口逐渐变得有些萧条 不过 他并不着急 通过这几天对宁熙的了解 这丫头不喜欢热闹 一般放学以后 他总是晚走五六分钟 躲过放学的高峰期以后 才会离开教室 果不其然 五点三十八分时 校门口出现了一道歉影 萧瘦的身材 在素白色的位移下 显得更加娇小 唯有小脸上的一丝婴儿肥 才让女孩看起来没那么柔弱 在看到宁熙的第一时间 叶凡眼中充满了温柔之色 上一世 他没能给宁熙一个答案 这一世 他要陪宁熙一起走到人生的尽头 宁熙低着头 慢慢地迈着小步伐 似乎是脱离了学校紧张的学习气氛 情绪显得有些雀跃 故事的小黄花 从出生那年就飘着 软软的声音 如同天籁一般 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安静下来 仿佛带着某种魔力一般 跟着宁熙身后的叶凡 脸上浮现出了笑意 这丫头 唱歌还是这么好听 他第一次听到宁熙唱歌 还是在KTV中 那时候他的证券公司 刚谈妥一个大客户 作为老板 他请了全公司的人吃饭唱歌 全公司只有十几个人 到了KTV中 几个LSP热情相劝 非得让宁熙唱首歌不成 宁熙也不好拒绝 就唱了一首传奇 当时就给所有人都惊到了 叶凡也是在那一刻 心中才对宁熙 生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现在再次听到宁熙的歌声 那份悸动再次在心头浮现 正在叶凡回忆时 突然撞到了一个娇小的身体 他一抬头 就迎上了宁熙警惕的目光 你跟着我干什么 宁熙在走进小胡同里的时候 眼角注意到了身后的叶凡 情绪瞬间就绷紧了起来 他忍不住安慰自己 可能只是同路而已 可在他走进胡同以后 叶凡也跟着走了进来 身为女孩 被男同学尾随 宁熙慌了 他不敢再往胡同深处走 默默捡起墙边一根两尺长左右的木棍 准备先发制人 所以才有了眼前的这一幕 叶凡回神 看到宁熙双手拿着一根木棍 已经那警惕的目光以后 嘴角泛起了嘶嘶苦笑 那个 我要说顺路 你信不 你当我傻吗 宁熙冷着脸 指了指十几米出的胡同口 你不是刚来帝都没多久吗 放着大陆不走 走胡同 你肯定 没安好心 可是 看到叶凡那清澈的眼神时 他有些没底气 一个有歪心思的人 眼神怎么会如此干净 叶凡 可 我真的是顺路 可以给我证明的机会吗 见叶凡一脸认真 宁熙犹豫了一下 小脑袋轻轻地点了一下 你要怎么证明 简单 跟我来 叶凡眼底闪过了一抹笑意 抬步走在了前面 见状 宁熙跟在了机密之外 显然 他还没完全相信叶凡 对此 叶凡也没在意 自从上次发现这条劲道以后 他每天都走这条路 无比熟悉的左拐右拐 很快就来到了对面的昭华路 跟在后面的宁熙见叶凡走出如此熟悉 心中已经相信了大半 叶凡停下身 指了指两百多米以外的白玉花园大门 解释道 我租的房子就在那个小区中 这里是最近的路 你千万别误会 说着 也不管宁熙同不同意 拉起他走到了路边 停着的汽车旁 抬手敲了敲窗户 车窗降下 主驾驶的位置上 坐着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 看起来三十岁左右 身上散发着若有若无的精炼气息 当叶凡看到这名男人的第一时间 心头就浮现出了两个字 军人 眼前这人很有可能是名退役军人 身上那种铁血气息十分明显 刚才庄丽就注意到了车外的情况 猜测叶凡应该是小姐的同学 心中微微有些惊讶 在他的印象中 小姐放学的时候 从来没和同学一起过 更何况还是明南同学 更让他惊讶的是 这个小男孩竟然敢拉小姐的手 这件事可大可小 他很清楚 老板对小姐的溺爱 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 送给小姐 如果让老板知道这件事 他这个司机很有可能会丢掉饭碗 庄丽对叶凡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他对着车窗外的宁熙点了点头 小姐 这位是 宁熙被叶凡的举动搞得有些猛 回神过来 小手挣扎了两下 但并没有什么用 听到庄丽的询问 脸颊上升起了诱人的淡粉色 庄叔叔 这位是我同学 说完 有些休脑地看着叶凡 声音低不可闻道 你 你放开我 现在还不行 叶凡平静一笑 对着庄丽点了点头 道 庄叔叔 麻烦你把车开到那边白玉花园门口 宁熙同学要去我家拿一份复习资料 最多担个几分钟时间 说完 不给宁熙开口的机会 拉着宁熙就往白玉花园大门而去 你 感受到路人的目光 宁熙羞得不敢抬头 我相信你还不成吗 你 你放开我好不好 话到最后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丝哀求 从小到大 他连一个异性的朋友都没有 更别说像现在这样在大街上和男生牵手 如果地上有缝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 叶凡停下脚步 帅气的五官在夕阳下 显得更加帅气 放开你可以 但你不能跑 我只是想证明一下 我真没骗你 我 我不跑 第32章 教我小夕吧 我不跑 听到这三个字 叶凡什么也没说 便松开了宁熙 宁熙眸中浮现出意外之色 轻声发问 你不害怕我跑了吗 不怕 叶凡摇了摇头 道 跟我来吧 不会浪费你太久的时间 说完 抬不往白玉花园大门口走去 宁熙回头望了望 十几米外的汽车 又看了看叶凡的背影 轻轻跺了一下脚 她的翘脸上有犹豫 有挣扎 最终还是跟了上去 她 不骗人 而叶凡也正是知道这一点 才会如此放心 叶凡速度不快 很快宁熙就和她并肩同行 两人来到三号楼 爬到四楼时 宁熙累得有些气喘吁吁 她平时很少运动 几乎把时间都放在了学习上面 爬楼 别说很少 在她的印象中 基本没有过 叶凡助身 取下背后的书包 拉着书包的一个肩带 把另一个肩带 递到了宁熙面前 拉着 我带你上去 宁熙犹豫了一下 小手轻轻握住书包的肩带 来到六楼 叶凡掏出钥匙开门 当门打开的那一刻 宁熙彻底相信 叶凡没有骗自己 她站在门口 并没有要进去的意思 叶凡扭头 见宁熙不进来 笑道 害怕吗 不是害怕 宁熙迎上叶凡的目光 白熙的翘脸之上挂着歉影 刚才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我向你道歉 没事 叶凡把书包放在鞋柜上 指了指铁门 进来 我给你准备了一张数学卷 门开着 不用担心 我会对你做什么 宁熙 她深深地看叶凡一眼 最终还是走进了屋里 叶凡把宁熙带到沙发处 道 先坐 喝什么 不用 宁熙连连摆手 声音中夹带着丝丝羞涩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明明已经准备好 不再搭理叶凡 也不接受叶凡在学习上的帮助 可是每次对上叶凡那干净的眼神 她都说不出拒绝的话 现在更是跟着叶凡来到她住的地方 实在是 难以想象 叶凡微笑 转身走到冰箱处 拿出两瓶柠檬水 将其中的一瓶放在宁熙面前 道 这是我自己做的 味道还可以 你先尝尝 试卷在卧室里 我去拿 宁熙盯着叶凡的后背 又看了看面前的柠檬水 眸中闪过些许惊讶 平时喝水 除了开水 她只喝柠檬水 这也太巧了吧 她端起面前的杯子 轻抿了一口 小脸上的惊讶之色 更加明显 味道很好 很难相信 这是一个高三学生自己做的 这味道 她觉得叶凡都可以去摆个小摊 生意一定会很好 呃 怎么会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 女孩摇了摇头 一边喝着柠檬水 房子虽然不大 但很干净 有种温馨感卧室中 叶凡在杂乱无比的书堆中 扒拉了两下 找到了为宁熙准备的数学试卷 以及一本物理笔记 拿着两样东西来到客厅 把东西放在宁熙面前 她在对面坐下 这张数学卷 是我针对你在上次测试中犯错的题目制定 做的时候认真一些 还有这个笔记本 上面记着一些物理解析和破解思路 没事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看 谢谢 看着眼前的卷子和笔记本 宁熙颇为有些不自然 她对叶凡那么冷淡 结果叶凡还这么帮助自己 从叶凡的眼中 她看不出丝毫其他东西 只看到了真诚 以后别说这话 太见外 我们既是同桌 也是朋友 互相帮助再正常不过 说完 叶凡起身来到宁熙身旁 打开她的书包 把卷子和笔记本放了进去 感受到叶凡的动作 宁熙大脑有些空白 嗅着叶凡身上淡淡洗衣粉的味道 心里不由自主地有些紧张 见宁熙又在发呆 叶凡伸出右手 在她眼前晃了晃 低声道 小 宁熙 发什么愣呢 已经没事了 走吧 我送你下楼 小夕这个称呼 已经刻在了她的骨子里 可她也知道 这丫头现在还有些接受不了 所以只能叫宁熙的大名 不能操之过急 哦 好 宁熙低着头 脑海中想起刚才叶凡的话 小 宁熙 还是本能地叫她小夕 可让她想不通的是 明明两人才认识十多天 叶凡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呢 来到楼下 叶凡并未停下 而是陪着宁熙来到了小区大门口 汽车在路边的一棵树下等着 叶凡走到车旁 拉开车门 对着宁熙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明天见 嗯 明天见 宁熙真手轻点 正准备上车 她郊区停顿了一下 心中下了一个决定 叫我小夕吧 声音很小 软糯且温柔 直到看不见汽车以后 叶凡才缓缓回过神 会心一笑 汽车在路上平缓地行驶着 通过后视镜 庄丽观察着小姐的神情 犹豫片刻 试探性地问道 小姐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 明熙轻轻点头 庄丽在心中组织了一下语言 道 刚才那个男孩 和你只是普通同学的关系吗 小姐 你别误会 你也知道老板 庄叔叔 你别多想 明熙礼貌一笑 笑容非常治愈 只是同学关系而已 她的学习成绩很好 所以 我请她帮我补习一下 明白了 庄丽没再继续问 她给宁熙当了两年多的司机 对于宁熙的性格非常清楚 过了一会儿 后排的宁熙突然出声 庄叔叔 今天发生的事情 你就当没有看到 要是被爸爸知道 我担心她会做什么 小姐放心 庄丽比了一个OK的手势 眼底深处浮现出了一抹宠溺 两年多的相处 她早就把这个文静礼貌 甜美可爱的小丫头 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妹 一想到妹妹 她心中就阵阵发痛 她 现在已经也有小姐这么大了吧 汽车开进了一座大型别墅中 院子中种植了各种各样的绿植 精致美观 宁熙背着书包来到客厅 正准备上楼 就被叫住 小些 放学了 第三十三章 名向天 小些 放学了 沙发处 一名中年男人正经危坐 平平淡淡的五官并不出众 她的眼底深处 时不时闪过金光 述说着其内心的雄涛伪略 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压迫感 上位者气息十足 名向天 这个名字充满魔力 在国内说起这个名字 恐怕 连三岁小孩都知道 投资大亨 商业鬼才 这些都是别人对她的赞誉 这些还不算什么 宁向天 还有一个更牛的身份 夏国首富 她已经连续六年 霸占福布斯夏国财富榜的首位 没有一个人 可以撼动她的地位 宁向天的传奇事迹 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而宁熙 正是宁向天唯一的女儿 为了让宁熙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宁向天 把她保护得非常好 整个夏国 几乎没人知道 宁向天已经有了女儿 在公司 宁向天是董事长 强势 果断 但在家 她只是丈夫 父亲 她的温柔 全部分给了妻子和女儿 在她看来 妻女是上天 送给自己最珍贵的礼物 尤其是宁熙这个女儿 嗯 宁熙应了一声 并未打算在客厅多待 她不太喜欢和父亲待在一起 因为气氛太过沉闷 相比之下 她更喜欢和母亲待在一起 既温馨又欢快 见女儿往楼梯走去 宁向天脸上 浮现出屡屡挫败 她放下文件 对着宁熙招了招手 小夕 爸爸有那么可怕吗 过来 陪我坐会儿 宁熙取下书包 不情不愿地走了过去 爸 有事吗 没事 我要上楼做作业 我现在读的高三 每天的学习任务都很重 宁向天眼皮子抖动了两下 语气中充斥着无奈 倒水的同时 忍不住苦笑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上次 上上次 你都是这么说的 小夕啊 咱们父女俩 都多久没聊过天了 你就这么不待见爸爸 有吗 宁熙眨了眨眼睛 小声嘀咕道 最近学习任务太重 我都不记得这些事 还有 你是我爸爸 女儿哪敢不待见你啊 这不是明摆着 和自己零花钱过不去吗 你这丫头 宁向天摇了摇头 解释到从小到大 就算你犯了错 爸爸也没扣过你的零花钱 你可不能诬陷人啊 请说出我犯过的错 一件就行 宁熙伸出右手 默默地看着自己父亲 宁向天 败了 她那无往不利的口才 在女儿面前 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就能让她无言以对 这种依然的本事 和她老婆 简直是从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老话说的一点都不假 有其母必有其女 嗨 宁向天脸上 罕见地浮现出了尴尬之色 那个 我们换个话题 换个话题 最近学习怎么样 老样子 见父亲短时间内 并不想放自己走 宁熙打开书包 拿出叶凡 给她的手写数学试卷 比还没拿出来 试卷就被抢走了 呦 宁向天盯着手中的试卷 惊讶道 你们学校资金有那么紧张吗 连试卷都变成了手抄 要不要爸爸给郑华捐点钱 这一次 闻到宁熙无语了 诸如此类的话 高中三年来 他至少听过不下二十遍 爸 你这个念头 怎么还没打消啊 我在学校和同学们相处得很愉快 你别捣乱 宁向天干笑一声 接着把目光放在卷子上 刚一看还没感觉什么 可越看就越惊讶 当他看完整张试卷后 赞叹道 你们数学老师的水平很高吗 这些提出的非常有水平 你 看得懂 宁熙愣了愣 白熙的小脸上有些诧异 宁向天 可 小夕 你爸我好歹也是青大研究生毕业 宁熙撇了撇嘴 那也没见你知道过我的功课 我 宁向天如耿在喉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就不能换种聊天方式吗 扑 看到父亲无语的神色 宁熙突然笑了 如同百花盛开一般 令人心旷神疑 好了 跟你开玩笑的 知道爸爸 是为了赚钱养家 这话我爱听 再夸几句 下个月零花钱翻倍 没了 宁向天起身 坐在宁熙身旁 把试卷铺在了茶几上 道 来 坐坐看 从今天起 爸爸每天都给你辅导功课 真的 听到这话 宁熙眸中充满了怀疑 父亲有多忙 他非常清楚 整天飞来飞去 根本不着家 有的时候 他甚至一个月都见不着父亲一次 至于每天给他辅导功课 从来没敢想过 也不敢去想 因为宁熙很清楚 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性 但 他盯着宁向天 谋中满是疑惑 这还是他爸嘛 该不会 被什么不明生物夺赦了吧 当然是真的 高考 是孩子最重要的阶段 宁向天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退掉了最近三个月 所有的行程安排 目的就是为了 陪伴女儿的高考时光 这些 他也没打算和宁熙说 宁熙遣笑 没再说什么 他拿起笔开始 开始做试卷 可是刚开始 一双柳眉就轻皱了起来 让人不禁心生怜惜 随着时间的流逝 宁熙额头上 布满了一层细密的汗水 翘脸上挂着大大的两个字 崩溃 这 这都是些什么题啊 每道题中 都有设置陷阱 而且 恰恰是他不擅长的 不知不觉 时间 就过去了两个小时 晚上八点零七分 宁熙放下笔 绷紧的情绪 缓缓放松了下来 这张数学卷 是他有史以来 做过难度最高的一张试卷 没有之一 宁向天 递着纸巾 满脸关切 累坏了吧 来 先擦擦汗 接过纸巾 宁熙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 小声吐槽 这些题好难 我看看 宁向天拿起试卷看了起来 几分钟以后 他默默地放下了卷子 询问道 小夕 这张卷子 是你们数学老师 特意给你出的吗 说实话 他非常惊讶 通过宁熙的作答 宁向天看出了不对劲 卷子上所有题目 都是女儿的短板 如此精准的针对性补习 一般老师远远达不到如此水准 不是 犹豫了一下 宁熙轻轻摇头 那是谁 第三十四章 父姓 母婴 那是谁 见女儿摇头 宁向天眼色浮现出疑惑之色 不是老师 莫非是校长 宁熙并没有回答 小手挽住父亲的胳膊 轻轻地晃了晃 与其中带着撒娇的意味 爸 你先看看 我做得怎么样 考了多少份 父亲是什么人 他很清楚 对他 太过关注 疼爱 尤其是在他和异性接触这件事上 更是夸张 山风就是火 刮风就是雨 初二时 宁熙和班里一名男生 共同打扫卫生 导致离校比较晚 结果 还没走到校门口 就遇到了气势汹汹的父亲 父亲看到他身旁的男生时 眼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 二话不说 就拉着他离开 然后 他就转学了 当时父亲有多强硬 他记得很清楚 正因为如此 所以宁熙才不想让父亲知道叶凡 他和叶凡坐同桌这件事 如果传到父亲的耳朵里 那 小心围上 还是瞒着他比较好 哦 好好 宁向天瞬间就被晃晕了 而且 随着宁熙的年龄越来越大 几乎很少跟他撒娇 突然来这么一下 他哪里还顶得住 宠溺倒 先让爸爸算一算 不过 你可得先做好心理准备 犯错的地方很多 估计成绩应该不会太高 没关系 见父亲注意力转移 宁熙眸中露出了得逞之色 搭搭搭 楼梯口出现了一位女子 宽松的家居服 并不能遮挡其妙满身材 容貌和宁熙有七八分相似 看上去也就二十几岁 女子来到宁熙身旁 两人站在一起 如同姐妹一般 一个是成熟的魅力 一个是青色的绝美 两者 各有千秋 小夕 你和你爸在客厅扎根了是吧 一个小时前 我就看你们父女俩在客厅 本以为你们等会就会上楼 结果等了半天 人影都没见到一个 你们搞什么呢 妈 我爸辅导 我做功课呢 一句话就暴露了女子的身份 女子正是宁熙的母亲 兰熙 宁熙的名字就来自两人 父姓 母婴 别看兰熙和宁熙站在一起 如同双胞胎姐妹一样 但实际上 她已经三十九岁 按理说 这个年龄的女人 无论保养得再好 脸上或多或少 都会有岁月的痕迹 可偏偏在兰熙身上 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反而呈现逆生长的趋势 导致现在她和宁向天 站在一起 根本不像夫妻 妥妥的妇女既是感 因为这事 宁向天既幸福又苦恼 宁熙轻声浅笑 脸颊上梨窝极为动人 她在母亲耳边 小声嘀咕了几句 什么 兰熙诧异 面露惊疑 对着丈夫问道 听一下 你什么情况 听小夕说 没错 还没等兰熙把话说完 宁向天就出声打断 脸上浮现出些许得意 我把公司的活都给推了 准备陪着小夕一起冲刺高考 吃错药了 没 病犯了 宁向天哭笑不得 和妻子相识十八年 妻子的聊天方式 从始至终都是如此 简单的总结 一句话噎死你 如果噎不死 那就两句 宁熙站在一旁 痴痴地笑着 宁向天老脸一红 发出了抗议 不懂就别乱说 我这叫父爱 兰熙眯着双眸 道 嗯 接着说 宁向天 还说傻 妈 你少说两句 宁熙出声解围道 爸爸 陪我冲刺高考 是件好事呀 就是 宁向天跟着附和道 平时我工作忙 并没有太多精力关心小夕 陪小夕冲刺高考 不但可以培养培养 我们妇女之间的感情 闲暇之余 我还可以给她补补课 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隐隐约约 妇女两人达成了联盟 兰熙打量了两人一眼 转身往楼上走去 晚饭 你们两个不用吃了 妇女二人默默地对视了一眼 不约而同露出苦笑 别打理你妈 她就是这种性格 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不是啊 宁熙轻声道 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非常温柔 只不过 说到这里 她对着父亲眨了眨双眸 没有继续往下说 宁向天 那我走 合着 她才是第三者 见父亲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 宁熙露出了古灵精怪的笑容 好了 我开玩笑的 卷子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宁向天那试卷递给女儿 笑名你道 150分的卷子 你只考了79分 这可不行啊 你爸我当年可是理科学霸 在高考中 在高考中取得了706分的成绩 帝都理科排名第三 相当于以前的炭花 宁熙摊了她那柔弱无骨的御手 翠生生道 爸 你是想说这个吧 从小到大 这番话 她听了不下百遍 耳朵都快起简了 对 宁向天继续道 这个分数 应该是你有史以来 数学考的最低的一次吧 嗯 宁熙红唇威名 眼眸之中尽显无奈 数学考79分 这 真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别灰心 宁向天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安慰道 这张试卷 针对你在数学上的短板 分数不高也正常 你怎么知道 宁熙呆了呆 这张试卷 确实是叶凡 根据她上次测试 展现出的不足 而特意制定的 一张数学卷 可父亲是怎么知道的 宁向天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笑道 当然是看出来的 话说 这张数学卷 是谁出的 挺厉害 不知不觉 又绕到了这个话题上 宁熙再次施展出撒娇大法 爸 既然你这么厉害 在我犯错的地方 写一下注解呗 注解 宁向天被女儿晃得晕头转向 什么注解 宁熙也没多想 打开书包 拿出之前叶凡给她的物理卷 递给了父亲 就是这种 对我帮助性很大 比做练习策的效果要好很多 在学校的时候 她只是利用课余时间看了一会儿 收一颇风 叶凡在卷子上给出的注解 指出了她不足的地方 以及改进的办法 甚至还有一套解题思路分析 这是宁熙上学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感觉到 原来学习还可以这么简单 盯着手中的物理卷 宁向天沉默了数秒 这卷子是谁出的 第35章 帝都图书馆 见父亲这副打破杀郭问到底的架势 宁熙有些头疼 为什么要把物理卷拿出来 好傻 自己给自己挖坑 爸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好奇 好奇什么 宁向天扬了扬手中的物理卷 指着卷面上密密麻麻的注解 小夕 你可能还不太清楚 他的脸上少见地浮现出赞叹之色 解释到这种注解 可不是谁都能写出来的 你们学校什么时候 有这么高水准的老师了 宁熙眨了眨青眸 神色呆目 高水准的老师 什么啊 这只是一个学生写的 宁熙脸上没有表现出什么 声音之中充满了质疑 只是一些注解而已 哪里水准高了 叶凡的物理是挺厉害 这点 他也承认 可要说比老师还厉害 他不相信 更何况 听父亲这话中的意思 还不是一般老师的水准 这还不高 宁熙天哭笑不得 道 物理大神不一定能写出这种注解 但能写出这种注解的 一定是物理大神 把物理基础理论写得如此清楚 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闻言 宁熙小声嘀咕道 那家伙真有这么厉害吗 什么 啊 没什么 见父亲一脸疑惑 宁熙抱着他的胳膊 可怜兮兮道 爸 我饿了 听见这话 宁熙天大手一挥 走 上楼吃饭 见父亲没在追问 宁熙心中松了口气 那霜充满灵气的眼眸微闪 爸 你是不是忘记妈妈刚才的话了 开玩笑 宁向天拍了拍胸膛 道 咱家 我说了算 此刻的他 颇有种一家之主的气概 对此 宁熙撇了撇嘴 家里谁说了算 他还能不清楚 刚想说什么 他的表情就变得古怪起来 偷偷向父亲递了个眼色 爸 你就别嘴硬了 宁向天脸一板 道 这是什么话 不相信 不是吧吹牛 就算现在你妈在这里 我也敢这么说 宁熙颇为无奈 目光看向了父亲身后 红唇微动 妈 不会吧 不会吧 不能这么晚 早上七点钟 安静的卧室中 一阵闹铃声响起 叶凡睁开眼睛 先去洗了个澡 整个人瞬间清醒 今天周末 不用上学 之所以一起这么走 因为他有自己的计划 什么计划 当然是刷金燕大夜了 半个小时后 叶凡打车 来到了帝都东区海洋路 在他面前 一座巨大的建筑矗立着 中轴对称的造型 烘托出其稳重而严谨的风格 在沉静的色彩的烘托下 仿佛古代红如之棺带 彰显着为学者洁身自好 儒雅宁静 帝都图书馆 下国中 数一数二的大型图书馆 藏数量极其丰富 看着眼前大气磅礴的建筑 叶凡的心中无限感慨 看了看时间 七点五十二分 距离图书馆开门 还有八分钟 叶凡提着在小区门口 早餐店买的十个包子 坐在阶梯上吃了起来 这里就是他今天的活动地点 当然 也是以后的活动地点 就在这时 一位老人走到了叶凡的身旁 满头银发 气色红润 显得精神气十足年轻人 你是来看书的吗 何治国今天休息 来图书馆准备查阅一些资料 老远就看到 坐在图书馆门口阶梯上的叶凡 准确地说 是看到了叶凡手中的一大袋包子 这 吃得完吗 叶凡抬头看了一眼何治国 点头道 对 我在等图书馆开门 好巧 我也是 何治国爽朗一笑 丝毫不顾及形象 学着叶凡坐在阶梯上 颇为随意地问道 看你年龄不大 上大学了没 没 高三 叶凡扬了扬手中的肉包子 道 来一个 何治国嘴角微微抽动 神情之中有些错愕 回过神来 他忍不住打量起眼前的年轻人 有意思 上来就送包子 好啊 来一个 真吃啊 我就是客气一下而已 何治国的手定格在半空中 表情呆滞 叶凡笑了笑 把一个包子放在何治国手中 道 和您开玩笑呢 说完 继续把注意力放在手中的包子上 何治国盯着手里的包子 有些哭笑不得 他冲着叶凡问道 高三的学习压力应该很大吧 还行 叶凡语气自然 道 只要内心足够强大 不会有压力 说得好 何治国哈哈一笑 抬头拍了拍叶凡的肩膀 保持这个心态 叶凡神色如常 眼角瞥到图书馆已经开门 起身道 图书馆开门了 再见 盯着叶凡的背影 何治国喃喃自语道 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年轻人 走进图书馆 一排排的实目书架整齐排列 书架上放置着各种各样的书籍 完全称之为知识的海洋 没做任何停留 叶凡的目光在书架上快速扫过 系统说过 内容越深奥的书 完本阅读经验值就会越多 既然如此 目标自然不能放在普通图书上 耗费了将近五分钟的时间 他终于找到了目标书架 这个书架上放置的书 随便拎出来一本都大有来头 拓扑学齐去 拓扑学的首要概念 古今数学思想 数学确定性的丧失 几何学的新探索 抱着十几本书 叶凡席地而坐 专注的目光定格在手中 物理概念定论上 看书十分钟经验值加一 看书十分钟经验值加一 呼 两个多小时后 叶凡揉了揉眼 长时间的过度专注 令他的眼睛微微发热 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上午十点三十九分 近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还没看一半 相比以往 速度足足慢了 一倍左右 他看了看大腿旁的十几本书 无奈地叹了口气 自信了 叶凡起身将十几本书 重新放回书架上 拿着物理概念定论 和一本古今数学思想 往看书区走去 按照目前看书的速度 今天最多只能看完两本书 既然如此 他当然不会委屈自己的屁股 随便找了一张没人的桌子 叶凡坐下 继续看起书来 几米之外 一名老人笑眯眯地盯着低头看书的叶凡 正是叶凡早上在门口碰到的何志国 何志国面前的笔记本上 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 他需要的资料已经找到 正准备离开 但看到叶凡以后 突然就改变了主意 收起笔记本 他起身来到叶凡对面坐下 当看清叶凡手中书籍的名字以后 心中无比惊讶 一个高中生看物理概念定论 第36章 升级医术 物理概念定论 何志国听说过这本书 其中收录了物理领域中 很多高等定论 以及相关概念 不光如此 其中还夹杂许多理论性的设想 高中生 确定看得懂吗 见叶凡依旧在低头看书 何志国主动开口打招呼 小友 好巧 我们又见面了 叶凡翻书的动作一顿 这才注意到 对面的何志国嘴唇微眠 又饿了 说着 他把左手边塑料袋中的包子 推到何志国面前 记得给我留两个 何志国张了张嘴 表情极其精彩 这 他不是来要包子的 那个 留一个总行吧 这天没法聊了 学术圈子中 他好歹也是盛名在外的教授 怎么到了这个年轻人面前 就成了蹭包子的 可 何志国尴尬一笑 道 小友 你误会了 我不是来蹭包子的 哦 叶凡反应极其平淡 何尚书 他打开塑料袋 拿起一个包子吃了起来 这些包子 是他今天的口粮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既然决定在帝都图书馆泡一天 他懒得中途再出去吃饭 一来一回 太浪费时间 不 准确地说 太浪费经验 时间 就是经验 吃着的同时 他对着何志国挑了挑眉 道 包子挺好吃的 确定不尝尝 何志国脸色微黑 这个梗过不去了 不行 不能被这小子 给带到沟里去 打定主意 何志国也不接话 拿起桌子上的 物理概念定论 翻开看了几页 确定手中的这本书 就是位列物理八大名著之一的那本书以后 开口道 小友 你怎么会选择看这本书 随便看看 叶凡的回应相当随意 对于这话 何志国并不相信 刚才叶凡看书时的认真和专注 他看在眼里 完全不像是装出来的 只有完全沉浸在某一件事物中 才会露出这种神态 可 这样的书 一个高三学生怎么沉浸其中 何志国把书放下 老生常谈道 这本物理概念定论的来头可不小 他被誉为物理八大名著之一 书中涉及的知识领域极深 一般看这种书的人 都是一些物理学家 基本上没有年轻人 会选择看这本书 因为常人根本吸收不了其中的知识 他顿了顿 沧桑的嗓音中充满好奇 你看得懂吗 叶凡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双眼打亮着面前的老人 老人眼角与鬓角之间的皱纹 记录着岁月魔力的痕迹 整个人散发着浓郁的文学气息 令人不由心生尊敬 怎么称呼 何志国 我叫叶凡 叶子的叶 平凡的凡 叶凡面带淡笑 如果我说看得懂 恐怕你也不会相信 所以 这个问题我回不回答并不重要 你觉得呢 听到这个回答 何志国沉默了一下 心中对叶凡更为欣赏 他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过 这么有意思的年轻人了 叶小友 有没有心意的大学啊 清大 哦 何志国眼中闪过异样之色 笑道 清大好是好 不过招生标准比较高 那你可得好好加油了 嗯 叶凡点了点头 道 还有是没 我要看书了 如此明显的感人之态 何志国自然看得出来 脸色有些古怪的 行 就不打扰你看书了 有缘再见 话落 便起身离去 还要不要包子 刚走了没几步 就听到身后传来了这么一句话 何志国浑身一僵 离去的脚步加快了几分 带着一丝落荒而逃的味道 全身心投入在一件事情上 几乎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 此时的叶凡 正是这种状态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完本阅读 经验值加二十 听到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 叶凡有些惊讶 完本阅读 竟然给了二十点经验值 系统成破七眼 看来 以后要多看一些比较深奥的书 这样可以刷经验的效率 可以提升一大截 此时 已经下午两点四十三分 一本物理概念定论 足足耗费六个多小时才看完 不过 收获也相当可观 看书过程中 一共获得了三十八点经验值 加上完本阅读奖励的二十点经验值 总共获得五十八点经验值 剩下的时间 应该还可以看完一本 叶凡嘴角微翘 拿起一旁的古今数学思想 继续看了起来 接近晚上九点半 叶凡才回到家中吃饭 洗澡 一切搞定 已经晚上十点出头 躺在床上以后 他调出了属性面板 宿主 叶凡 知识 三级 零 两千 智力 二级 零 五百 五力 二级 零 五百 一术 一级 零 一百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166 去图书馆之前 经验值只有64点 在帝都图书馆待了一天 总共获得102点经验值 对于这个收获 叶凡非常满意 他的目光停在属性面板上的 一术上 目前只有这项能力为一级 积攒的经验值 已经可以升级这项能力 他并不是一个犹豫的人 说干就干 升级一术 系统 升级一术 需耗费一百点经验值 是否升级 升级 丁 系统 消耗一百点经验值 一术成功升到二级 随着系统甜美的声音响起 叶凡脑海中 涌入了无数陌生的知识 人体结构与功能 病理学基础 药物学基础 常见病与多发病 房间中 安静了很久很久 等叶凡完全消化脑海中 凭空出现的知识以后 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他缓缓睁开眼睛 眼底深处 满是惊叹之色 医术的升级 和其他能力升级 完全不一样 其中的知识量太过庞大 涉及的医学领域太多 太多 俗话说 薄不如砖 砖不如精 人的精力有限 正常情况下 都会选择一个 自己擅长的领域去努力 可系统却反其道而行之 要求全面发展 全能系统 有点意思 胡思乱想了一会儿 叶凡压下 心中的诸多念头 准备睡觉 关灯 躺下 刚有点睡意的时候 脑海中再次响起系统的声音 发布任务 请宿主在明天的月考中 取得全校第一 奖励经验值随机 第37章 系统任务 发布任务 请宿主在明天的月考中 取得全校第一 奖励经验值随机 刚来的睡意瞬间消失 叶凡整个人变得清醒无比 任务 对啊 每个月月初 系统都会发布任务 这段时间 他一直都忙着刷经验 都忘了任务这回事 抬头看了看 时钟的指针已经走到零点 这会儿 是4月1号 意识到这一点 叶凡心中忍不住期待了起来 奖励经验值随机 说不定运气爆棚 奖励给他十万八万的经验值 到时候 泽泽 还刷什么经验值 还要什么自行车 立刻 马上 系统 请宿主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 奖励的经验值是随机的不假 但是在一定的数额范围内随机决定 最高不超过一千点经验值 叶凡 哦 得 幻想破灭 可 系统 能不能把数额范围说得明白点 系统 一百当一千 完成任务奖励的经验值数额 会在这个范围内随机决定 这下 叶凡彻底清楚了 还不错 至少 比他想象中的要好 只要完成任务 最低也可以获得一百点经验值 而且 他也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会那么倍 怎么着 也得来个中间数吧 也就是五百点经验值 足够把一项能力 从二级升到三级 关键是这次的任务 月考第一 他 已经试了 不过系统并没有提示他完成任务 看来应该要等到公布成绩以后才行 不急 早上 七点五十分 叶凡姗姗来迟 一进教室就发现气氛有些不对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抹紧张 气氛比平时更加压抑 讲台上 杨婷正在提醒学生们要注意的事项 看到叶凡悠哉悠哉的模样 想说什么 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叶凡已经是内定的第一 还能说什么 他对着叶凡 坐在第一排的邓宇双手握紧 眼神冷冽 这次和叶凡的赌约 他一定要赢 虽说上次的测试 叶凡获得了全班第一 但邓宇并不觉得叶凡厉害 相反 他还觉得叶凡有问题 眷面满分 绝对不可能 在他看来 叶凡能转学到振华 肯定走了后门 说不定上次的测试 也是靠关系 据说这次的月考卷 是校长请其他学校老师出的题 考试以前 就连老师都不知道试卷的内容 也就是说 这次叶凡想走后门都没机会 既然这样 他要让二班所有人都知道 谁才是第一 如果邓宇座位旁时 叶凡嘴角微动 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 丢钱 还是丢人了 瞬间 邓宇占红了脸 可没得等他说什么 叶凡已经走到了自己座位上 小夕 早上好 早上好 听到小夕两个字 宁熙脸颊微微泛红 鬼迷心窍说的就是他 为什么要让叶凡叫自己小夕 这下好了 如果让其他人听见 指不定会怎么想 见宁熙发呆 叶凡眼中满含笑意 声音低沉 前天给你的数学卷做了吗 做 做了 回过神 宁熙脸色更加红润 从书涕中拿出了叶凡给她的数学卷 莫名的有些心虚 提 太难 我只考了79分 不是很理想 哦 闻言 叶凡眼中划过一抹惊讶 这丫头知道自己的分数 接过试卷 当即就看到 卷面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注解 她将所有的注解看了一遍 眼神微闪 小手戳了戳叶凡 软声道 这些注解是我爸爸写的 应该没有问题吧 当然没有问题 叶凡这话 说的那叫一个果断开玩笑 这可是未来的老丈人 只不过 叮铃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上课铃声打断 杨婷拍了拍手 表情严肃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上午 考语文和数学 下午考英语和理宗 综合卷 考试期间保持安静 遵守考场纪律 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把座位上所有和考试无关的东西 全部放到教室后面去 对此 所有人都有准备 他们早就提前把东西收拾好 只等考试开始 宁希面前放着两落书衫 可是还没等她有所行动 就被人抢了先 我来吧 叶凡双手各跨着一落书衫 往教室后方走去 这一幕 正好被放书的罗宇梦瞧见 走到叶凡座位旁的时候 她停下了脚步 泽泽 小夕 我现在算是彻底明白 你为什么抛弃我了 换做事物 恐怕也会和你做一样的选择 说着 她把抱着的书放在叶凡位置上 腾出一只手 拍了拍宁希的香肩 加油 争取把叶凡拿下 我看好你哟 宁希眼眸清冷 道 皮痒痒了是吧 罗宇梦抬头 自言自语道 今天的天气不错 嗯 不错不错 说着 她不动声色地抱起书 闪人 再刺激宁小魔王 小命可就悬了 宁希微微抬头 小脸中尽是无奈 天气不错 你看天花板做什么 这只是考试前的一个小插曲 随着试卷的发放 教室中迅速变得无比安静 落地听真 每个学生脸上都极为认真 专注 只有一个人例外 叶凡百无聊赖地发着呆 右手握着笔 动也不动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很快 半个小时过去 她扭头看了一眼 正在认真考试的宁希 拿起试卷起身走上了讲台 老师 我教卷 声音不大 可还是清晰地传进每个人耳中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 看到讲台上的叶凡以后 表情不一 又是这家伙 考试才开始半个小时 这就交卷了 杨婷看着眼前的白卷 眼皮子疯狂地跳动着 好吗 连名字都懒得写 事情的缘由 她很清楚 可看到叶凡交白卷 心中还是有些无语 好歹也应付应付 杨婷不动声色地 将试卷收了起来 面无表情道 时间还早 再去检查检查 这么急着交卷干什么 老师 我肚子疼 想去上个厕所 熟悉的场景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人 干 就不能换一个借口吗 第38章 天才榜 去吧 杨婷欣慰地挥了挥手 不想在这件事上 和叶凡扯皮 没办法 谁让叶凡成绩好 尤其还是极其变态的好 今年实行全国卷的成绩 可不止帝都一座城市 很多地区都在名单之内 只有寥寥几个地区 还在采用地方卷 据教育部统计 今年采用全国卷地区的考生 加起来 占全国考生的93% 所以 今年全国卷的成绩 可谓是含金量十足 前所未有的足 要是能在全国卷中拔得头筹 那可是无上荣耀 正因为如此 对于叶凡这种天才学生 杨婷的容忍度变得出奇地高 当然 也就是叶凡 要是换做班里的其他人 他早就发飙了 谢谢老师 叶凡点了点头 转身走出教室 目标 图书馆 可刚出教学楼 就被人拦住 詹冲山刚接到教育部的通知 正要去教导主任五荣华那里 路过教学楼 正好看到叶凡悠哉悠哉地走出来 这会儿不是正在考试吗 叶凡怎么跑出来了 疑惑之下 詹冲山脚步加快了几分 拦住了叶凡的去路 笑呵呵道 叶凡 这是要去哪啊 叶凡停下脚步 神色平静道 在教室里待着没意思 准备去图书馆看会儿书 如果是一般学生 突然被校长拦住 一定会非常紧张 可反观叶凡 风轻云淡的脸上波澜不惊 就连说话的语气 不跟老家长一般 詹冲山本想说这样影响不好 但一想到前天 叶凡在办公室中的表现 顿时就把到了嘴边的话 重新咽回肚子里 天才不能一概而论 跟我来 詹冲山拉着叶凡 走到教学楼北边的小路中 神神秘秘道 提前告诉你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我收到教育部的通知 今年设立了一个天才榜 这个 天才榜 听到这三个字 叶凡双眼微眯 脑海中浮现出了很多 与之相关的记忆 上一世 在2015年初 教育部公布一则消息 全国13个采用地方卷的地区 其中10个全部改为全国卷 全国卷对应的考生 高达90%以上 为了激励考生 设立了一个叫天才榜的榜单 据说 凡是能登上天才榜的考生 全部都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待遇好到突破天际 但天才榜和叶凡 沾不上一毛钱的关系 那个时候 他已经在社会上打拼了一个年头 根本没什么兴趣 去了解 只是匆匆一瞥 知道的并不是很详细 2015年 也正是叶凡和宁希认识的那一年 所以 这一年中发生的大事 他基本上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现在才2010年 相比上一世 天才榜的出现 足足提前了五年时间 一时间 叶凡暗自思量起来 莫非因为他的重生 导致了世界的时间线 发生了变化 詹冲山唧唧喳喳地讲了一大堆 定睛一看 叶凡正低头皱着眉 一副云游天外的模样 他嘴角轻轻地抽动了一下 咳嗽一声 那个 叶凡啊 你先去图书馆吧 我还有事要忙 先这样 没反应 叶凡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嗨嗨 詹冲山用力咳嗽了两声 嗯 叶凡回神 道 校长 你还没走啊 一天的时间 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 当然 不包括叶凡 与树英 外加李宗 他在教室中待了不到两个小时 其余时间全泡在图书馆里 下午五点 距离放学还有半个小时 校长办公室中 高三的七位班主任齐聚一堂 每个人的脸上都闪过一丝疑惑 詹冲山端起茶杯 轻拧了一口 开口道 是不是都在纳闷 突然找你们来做什么 七人纷纷点头 今天是振华一月一次的大考 这次考试过后 要不了多久 接下来就要进行全市联考 就是一模测试 后面还有二模 三模 也就是说 这次是高三最后一次的月考 再加上这次月考成绩 还关乎到青大冲刺般的名额 所以 每个班主任都把这次考试看得很重 这个点 他们本应该在教室中监口 可突然就被詹冲山给叫到了这里 确实很纳闷 理科一般的班主任罗海峰 起身道 校长 有什么事直说就行 我还急着回去监口 咱们尽量长话短说 文言 其他老师都没有搭枪 整个振华 敢这样和詹冲山说话的老师 也就罗海峰一个 谁让人家是青大研究生毕业的 香了精辩 哈哈 詹冲山也不在意罗海峰的语气 笑道 海峰 你先别着急 说着他放下茶杯 目光在七名老师的脸上扫过 沉声道 今天叫你们来 确实有一件大事 接到教育部的通知 为了今年的高考 教育部专门设立天才榜 天才榜 七名老师一头雾水地望着詹冲山 什么鬼 对于几人反应 詹冲山并不意外 继续道 天才榜共有一百个名额 全国卷排名前97名的考生可以上榜 三个采用地方卷考区中 分数最高的学生也可以进入天才榜 只不过 这三名学生只能排在最后面 至于全国卷的考生排名 则是由分数的高低排序 天才榜上的学生 不仅有着丰厚的奖金 而且还会受到重点培养 登上天才榜的一百名学生会 分成两个班 在全国大学排名第一的清大 和排名第二的南大进行深造 每半年轮换一次 成绩优异者 不但可以获得两大学府的毕业证 更重要的是 还可以获得加入科技院的资格 什么 等到詹冲山把话说完 沙发上的七人 谁也坐不住了 纷纷起身 惊讶 难以置信 天才榜 两大学府深造 科技院资格 这个消息太炸了 几人久久不能回神 能在振华任教的老师 自然都不是常人 将这件事消化以后 随即 一个个便兴奋了起来 眼中纷纷浮现出期待之色 天才榜 全国考生比拼 刺激 第39章 女孩 青春 试想一下 如果自己的学生登上天才榜 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 凭借着这份履历 就算以后想去其他学校任教 也是轻轻松松 几人中 最高兴的 自然是非杨婷莫属 虽然 他已经在极力克制 但眼中的喜色 还是非常明显 以叶凡 现在表现出的水准来看 只要高考中正常发挥 天才榜 必定有他一席之位 甚至有可能排在前列 就连天才榜榜首 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叶凡能够 刺 杨婷的双手 情不自禁地握紧起来 看着几人的反应 詹冲山那满是皱纹的脸上 露出了笑意 轻轻拍了拍手 沉声道 这次的高考改革 势必会引起广泛的关注 天才榜更是重中之重 各位老师都加把劲 如果能带出一名天才榜的学生 学校不会亏待你们 校长 这本就是我们的责任 哈哈 说得好 叮铃 随着放学铃声响起 紧张了一天的学生们 一个个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顿时变得无精打采 脸上挂着深深的倦意 精神长时间的高度集中 让他们的脑袋昏昏沉沉 交上李宗眷 学生们如同出笼的鸟儿一般 脸上的倦意被欢快取代 理科二班 教室中 只剩寥寥几名学生 还在收拾东西 宁熙不急不缓地整理着东西 很快 桌面和书涕 就变得和往日一样整洁 抬头一看 除了自己 教室中已经空无一人 对此 女孩戏以为常 背上书包正准备离开 眼角余光瞥到教室后方的地上 十多本书杂乱地躺在地上 这个人 夕阳之光透过窗 洒在女孩绝美的俏脸上 为本就柔美的容颜 增添了一丝圣洁 令人生不起丝毫亵渎之意 宁熙倾步走到教室后方 捡起地上的书 拿出随身携带的纸巾 细心地擦拭着 书上沾染的灰尘 专注 文静 形成了唯美的风景化 可惜 只有时光翘无声息地记录着 属于这一刻的美好 擦拭好以后 宁熙把十多本各种各样的书 放进了叶凡的书涕中 嘴里小声嘀咕道 连考试都敢逃 学习好了不起啊 话落 那清澈如稀的眸中 浮现出思思无奈 好吧 学习好 确实了不起 关好教室门 宁熙背着书包离开 出了校门 拿出随身携带的MP3 戴上耳机 脚步之中带着几次雀跃 在夕阳的照耀下 女孩的每一个动作 仿佛都在述说着青春 胡同口 叶凡背靠着墙 望着正向自己走来的这道倩影 眼中深情如波涛般 给了自己重新来过的机会 这一世 她要把所有的遗憾都弥补上 待宁熙靠近胡同口 双眸迎上叶凡干净的目光 步子不由地放慢了几分 小夕 叶凡轻轻点头 指着胡同 嗓音低沉而温柔 我们走吧 宁熙心中有些复杂 乌黑如铺的秀发 随着微风轻轻飘扬 道 你在这里 就是为了等我 不然呢 叶凡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来到宁熙身后 走了 去我家一趟 有东西给你 嗯 淡淡的鼻音 听得让人心痒痒 宁熙迈着小步子 脸颊之中的一丝微红 青色却又美好 跟在后面 叶凡的目光定格在身前这道倩影上 好美 庄立像往常一样 在路口等候 当她看到宁熙身后的叶凡时 眉头不由地拧在了一起 虽然她没谈过恋爱 但人生的阅历摆在那里 十七八岁 正是容易滋生爱情萌芽的年龄 小姐 庄叔叔 宁熙针手轻点 轻谋微锤 你先到白玉小区门口等我一下 我 去叶凡家拿份复习资料 庄立深深地看了一眼叶凡 警告意味十足 但当着宁熙的面 并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 启动车子 往小区门口驶去 叶凡淡淡一笑 脸上波澜不惊 她 就是喜欢宁熙 无需掩饰 也无需解释 楼梯口 叶凡取下背后的书包 眼神微动 示意着宁熙 宁熙愣了一下 随即便明白了叶凡的意思 翘脸有些发烫 犹豫了一下 抬起左手 抓住书包的肩带 来到六楼 叶凡取出钥匙打开门 对着宁熙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 门不关 放心 我 宁熙微红微张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低着脑袋走了进去 叶凡走到冰箱旁 拿出一杯柠檬水 放在茶几上 坐下喝点水 我去卧室拿资料 宁熙拿起杯子 轻抿了一口柠檬水 双眸微亮 好喝 他的眼神向卧室方向飘去 轻步来到卧室门口 那副小心翼翼的模样 如同做贼一般 入眼之处 全部都是书 各种各样的书 这些书杂乱的堆放在地上 电脑桌上 连床上也没能幸免 蹲在地上的叶凡 正在书堆里翻找着 宁熙抬起小手 在门框上轻轻敲了两下 嗯 听到声音 叶凡抬起头 看着门口的宁熙 深邃的眼眸中 生起淡淡笑意 屋里有些乱 见笑 你稍微再等一下 没关系 宁熙回应了一个礼貌性的浅笑 看着满屋子的书 她的轻眸微闪 不由想起了前几天的事情 叶凡提前交卷 说去了图书馆看书 当时的她并不相信 还以为 可现在看来 可能真的误会她了 再加上这两次的接触 她在心中给叶凡打上的渣男标签 不知不觉中已经消失不见 女孩的心思 叶凡并不知道 她蹲在地上翻找了好一会儿 最终找到了一本 高中数学基础公式解析 这个给你 基础公式解析 宁熙小脸一呆 软弱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疑惑 基础公式高一高二就学过 为什么要让我看这种书 基础很重要 叶凡推着宁熙的双肩 往沙发处走去 边走边解释 我仔细看了一下你的数学卷 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掌心温度透过衣料 传到了宁熙肩头 让她脑袋一阵空白 完全没听到叶凡说了什么 身体随着叶凡的推动 向前走着 却忘记现在她和宁熙 还只是普通同学 完了 这双剑手就该砍掉 手 李奶奶的 第四十章 唯有余生相报 这个 那个 我 你 叶凡面露忧色 紧张得连说话都不理所了 还有喂 这个嘴 欠臭啊 嘴 关我什么事 小蝎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别误会 叶凡赶紧让自己冷静下来 嘴总算不可罢了 宁熙直勾勾地盯着叶凡 脸颊微粉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别误会 上一句 叶凡如获大事地松了口气 试探性地问道 没生气 没有 宁熙轻轻摇头 声音中带着丝丝修意 下不为例 刚才叶凡表露出的交集 她都看在眼里 心中莫名地感到有些好笑 她就这么害怕自己生气吗 好奇怪 以后一定注意 叶凡干笑一声 接着刚才的话继续讲道 我看过你做的数学卷 从中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常人一般都是基础学得好 但在解题思路上容易被限制 导致所学的知识不能灵活运用 但你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感受到宁熙疑惑的目光 叶凡解释道 你的问题和常人恰恰相反 你的解题思路有灵性 天马行空 但基础却打得不太牢固 很多题都是再犯常识性的错误 数学 一步错 步步错 一招不慎 满盘皆输 所以 你需要恶补一下基础数学公式 她拿起宁熙手中的 高中数学基础公式解析 快速地翻动着 时不时地停下把当夜的内容折起 这是做什么 标注一下重点 你只看折起来的这些内容就好 叶凡头也不抬地笑着道 既然是补习 针对性一定要做好 这样取得的效果才会显著 OK 就这么多 回家好好看看 谢谢 宁熙轻声道谢 叶凡做的种种都很用心 几乎可以说费尽心思 细心 耐心 贴心 恐怕就算是老师 也做不到这样 谢什么 应该的 叶凡摆了摆手 弯腰打开书包 把数学试卷 以及两张草稿纸拿了出来 这两张纸上 是我写的注解 上面都有题号 晚上记得看 末了 他还不忘补充道 对了 你别多想 我并不是说 叔叔写的注解不好 只是有些不太适合你 嗯 宁熙轻眸盯着草稿纸上 密密麻麻的注解 眼神出现了一丝 说不清到不明的变化 甚至 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咳 就在这时 响起了一道咳嗽声 大门外 庄力背着双手站立 把车停好以后 他无声无息地跟在两人身后 刚才屋里发生的一切 他全部看在眼里 当看到叶凡放在宁熙肩上时 他差点没忍住动手 好在叶凡及时收手 不然 看到门口的庄力 宁熙有些惊讶 随即就想明白了一切 将所有东西放进书包中 拿起茶几上的水杯 咕咚咕咚喝了几小口 宁熙放下水杯 挥了挥小手 柠檬水很好喝 拜拜 来到门外 他点头道 叔叔 我们走吧 是 小姐 庄力拿起宁熙的书包 满脸恭敬之色 两人离去以后 叶凡坐在沙发上默默发呆 小姐 小姐 他的女孩 身份不简单啊 上一世 在宁熙入职之前 他的公司惨淡无比 但在这丫头入职以后 每隔两三个月 就有大客户主动找他合作 随着一笔又一笔的合作谈成 再加上他对股市的精准嗅觉 不过短短几年时间 在无数人羡慕的目光中 他变成了身价过亿的成功人士 刚开始 这些客户为什么偏偏和他合作 只不过 后来实在想不通原因 也就没有再去想 现在 这些疑惑有了答案 大概 可能 好吧 应该就是因为宁熙 念到于此 叶凡脸上被苦涩沾满 喃喃自语道 小夕 我欠你的 好像还不清了 他的薄唇清明 神色坚定 既然这样 唯有余生相报 汽车平稳地行驶在马路上 车中 庄力不时透过后视镜观察着宁熙 想问 但又害怕宁熙会反感 心中无比纠结 庄叔说 嗯 听到宁熙出声 庄力连忙压下心中的念头 神色如常道 小姐 什么事 宁熙撩了一下额前的秀发 轻声道 刚才的那名男生叫叶凡 同班同学 也是我的同桌 我和叶凡只是朋友 除此之外 并无其他关系 嘿 庄力用咳嗽来化解自己的尴尬 果然 他在宁熙面前 还是藏不住秘密 他 太聪明了 以往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 每次宁熙都能清楚地猜出他心中所想 旧 离谱 他 35岁 宁熙 17岁 年龄相差一倍还多 没事 宁熙浅笑 眼眸轻眨 叔叔是在为我好 我知道 庄力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该说的 全部都让宁熙给说了 他咽了咽口水 善善而笑 小姐 你心中有数就好 现在正是在高三的关键时期 不宜分心 等上了大学 说到这里 他就没有再往下说 以宁熙的聪明灵力 自然能明白话中含义 谢谢庄叔叔提醒 宁熙文静一笑 柔弱的气质亲人心脾 关于叶凡的事情 先不要告诉爸爸 等高考后 我会主动告诉爸爸 拜托 庄力想了想 而后点了点头 道 小姐放心 我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客厅中 宁向天面前的茶几上 堆放着几十本高三数学题集 以及往年的高考卷 还有很多黄钢物理秘卷 女儿的短板是数学和物理 而这两门课 正好是他的强项 公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他这个做爸爸的 要成为女儿的武器 把阻挡在女儿面前的困难 全部击溃 下楼的兰西看到这一幕 眼角挂着温柔之色 你来真的呀 当然 听到妻子的声音 宁向天停下动作 道 说到做到 兰西抿嘴一笑 看在这件事的份上 今晚让你睡卧室 宁向天放下笔 一把搂住妻子的先腰 笑道 才一晚上 就想我了 少自恋 兰西瞪了自己男人一眼 风情万种的容颜上 挂着丝丝甜蜜 可 一道柔软甜美的声音响起 宁向天和兰西的身体 瞬间一将 快速分开 客厅入口 宁西小手捂着双眼 手指间的缝隙相当之大 我什么也没看见 你们继续 继续 第41章 来自宁西的礼物 兰西瞪了宁向天一眼 道 我去看看王仪做好饭没 你们妇女两个聊吧 扔下一句话 她转身上楼 背影中带着一丝尴尬的味道 嗨嗨 宁向天道还好 若无其事地对着女儿招手 道 小夕 今天考试状态如何 还不错 回想起今天的考试 宁西眸中闪过些许笑意 叶凡的针对性补习效果非常显著 李总考试时 以往那些难度颇高的物理大题 似乎变得简单了很多 正因为如此 所以在下午放学的时候 叶凡说 有东西给她 她直接就同意了 看到女儿的神情 宁向天笑道 很少看到你这么开心 看来应该发挥得不错 放下书包 宁西坐到沙发上 亲挽住父亲的手臂 她见茶几上放着的提提示卷 两个梨窝荡漾在脸颊之上 爸 虽说你想陪我一起冲击高考 但关键还是要靠女儿自己 如果学习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我不会跟父亲大人客气的 你平时的工作那么忙 难得有机会休息一下 不用这么辛苦 傻丫头 说什么胡话呢 宁向天眼中满含宠蜜 摸了摸女儿的小脑袋 跟我小公主在一起 做什么都不会辛苦 咦 宁西小嘴一撅 好肉麻 爸 你是为了让我减肥 故意在网上学的这些吗 减肥 嗯 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宁向天的嘴角扯动着 眼神颇为无奈 不愧是她的女儿 一句话 就把刚才的温馨分为 破坏的一干二净 哗 宁西无嘴轻笑 对着父亲眨了眨眼眸 好了 开玩笑的 知道爸爸最疼我了 一句话 就让宁向天喜笑颜开 她拿起茶几上的笔记本 放在了女儿手中 这是爸爸今天的成果 上面的这些题都是精华题 一共一百道 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天学习一道 到时候 保证你的物理和数学 都能提升一大减 谢谢爸爸 宁西眸角微扬 波光流转 下一秒 她好像想到了什么 嗓音柔软 爸爸 先给你看样东西 打开书包 宁西把叶凡写的注解 拿了出来 这是 结果草稿指 宁向天脸上的一丝不解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解逐渐变成了惊讶 她 真的被惊到了 错看这些注解 可能没什么感觉 细看之下才能发现 其中之奥妙 简单的基础公式 破解步骤十分清晰 道理浅显易懂 让人一看就能理解 宁向天作为清大的高材生 一眼就看出 这些注解中的精髓 大道质简 普通的老师 绝对不可能 拥有如此水平 就算振华这座 重点高中的老师 也不可能 而且 她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前两天物理卷上的注解 和眼前的注解风格 如出一辙 能有今天的成就 宁向天自然不是泛泛之辈 眼中闪过阵阵金光 沉默了好一会儿 她缓缓开口 小夕 你是不是有什么 是瞒着爸爸 对啊 宁夕针手轻点 大方地承认 唉 这 承认得也太干脆了吧 咋就不按照套路出牌 宁向天一脸错愕 组织好的语言 在这一刻 完全派不上用场那个 小夕 到底有什么 是瞒着爸爸 不告诉你 见父亲一脸无语的模样 宁夕浅笑 轻声道 爸 你就别问了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等到高考后 女儿绝对置物不言 好不好吗 说着 他抱着宁向天胳膊摇了两下 好好好 面对着女儿的撒娇 宁向天根本顶不住 爸爸不问了 还不行吗 见父亲答应 宁夕动人一笑 御手指着父亲手中的注解 问 爸 你觉得这份注解写得怎么样 好 嗯 很好 嗯 非常好 宁夕眨了眨双眸 满脸诧异 没了 宁向天苦笑一声 解释道 反正我是写不出来 这种水平的注解 她的精髓 在于所有的破解步骤清晰明朗 通俗易懂 你应该还没看吧 没有 宁夕摇了摇头 等你看过以后 就明白了 宁向天默默收起笔记本 忙活了一天 她突然发现 好像帮不上女儿 心中稍感失落 转移话题道 小夕 上楼吃饭去吧 好 宁夕嘴角清明 小手 抢过笔记本 脸上挂着动人的笑容 谢谢爸爸的礼物 一天一道题 这可是你说的 不能赖账 没问题 宁向天嘴唇动了一下 眼中的溺爱之色 更加浓郁 陈夕徐徐拉开帷幕 又是新的一天 李克尔班的教室中 议论声此起彼伏 热闹非凡 好期待 有什么可期待的 反正还是比不过一般 耻辱啊 长他人稚气灭自己威风 在成绩没出来之前 一切皆有可能 叶凡如往常一样 踩点走进教室 刚坐下 手中就多了一样东西 一个白色小巧的餐盒 里面放着几个 精致美观的豆沙膏 谢谢你帮我补鞋 这是报酬 宁夕低着头 白皙翘脸上 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羞涩 双眸如同水晶一般 纯净且动人 这是你做的 盯着餐盒里的豆沙膏 叶凡眼底滑过了一抹星系 从宁夕的举动来看 应该对她 已经没有了防备心 不然 按照这丫头性格 绝对不会如此 和宁夕之间的关系 更进一步 让叶凡非常惊喜 宁夕低难轻语 道 差不多吧 虽然豆沙膏是王毅做的 可却是她亲手放到餐盒里的 应该也算是自己做的吧 嗯 算 叶凡没多问 她的目光停留在餐盒上 眼底深处充斥着深情 这是宁夕第一次送她东西 意义非凡 那个 犹豫了一下 宁夕开口询问你觉得 这次月考试卷的难度怎么样 你觉得呢 叶凡笑着反问 宁夕思索了一下 认真道 其他还好 就是觉得数学卷好难 尤其是最后一道大题 估计十二分要全丢了 好可惜 第四十二章 月考成绩 柔和的阳光透过窗 洒在宁夕的脸颊上 精致小巧的穷鼻轮廓 微微发光 美如画 叶凡看呆了 此时此刻 她的脑海中浮现出四个字 兵机玉骨 见叶凡直直地盯着自己 宁夕翘脸微红 耳根发烫 休脑之下 在桌下轻轻踢了她一脚 哪有这样看人的 可 回神 叶凡神态中并无尴尬 人们都向往美好的事物 这是本能 她 也不例外 再说 她看自己老婆 现在不是 没关系 早晚都会是 数学卷的最后一道大题 难度偏高 这次考试 应该没几个人可以做出来 叶凡开口 之前时间太紧 没来得及给你补习一下数学 怪我 不过没关系 只是月考而已 连一模都不是 别放在心上 怎么可以不放在心上 宁夕眸中带着一抹称意 这次的月考成绩 关乎到能否进入轻大冲刺班 在我看来 非常重要 在其他事情上 不争 但在学习上 她的好胜心极强 而且 这次轻大冲刺班的三位老师 全部是轻大退休教授 教学水平 根本不用怀疑 如果能进入轻大冲刺班 一定可以更好地提升自己 叶凡左手轻轻敲击着桌面 低声道 小西 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这件事 你拿不到这十二分 别人也不一定能拿到 也就是说 所有人处于同一气跑线 这样一来 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她从罗语梦那里得知 宁希的成绩 基本上在年纪第四 第五徘徊 而轻大冲刺班的名额 足足有二十一个 稳静 这十二分 你能拿到吗 你猜 能 宁希眨眼 嗯 叶凡点头 语气平淡 宁希真手轻点 她并不觉得 叶凡是在说大话 从叶凡写的注解中 她明白了 什么叫做差距 思绪一转 她小声问道 叶凡 你觉得这次自己可以考多少分 多少分 让我算算 叶凡做了个掐指一算的动作 但笑道 不出意外的话 你同桌会是这次月考的第一 话语中并无炫耀 仿佛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宁希没反应过来 模样格外的呆萌 她同桌 哦 不就是叶凡吗 出意外呢 在我这里 没有意外 考试成绩还没出来 话别说太早 小心打脸 不会 叶凡平静地摇了摇头 收回目光 她的右手在书地中摸索 拿出一块豆沙糕 扔进了嘴里 吃着还不忘评价 好吃 没想到你的厨艺这么厉害 闻言 宁希眸色古怪 翘脸微微发红 那是心虚的表现 前排的邓宇扭着头 盯着正在和宁希说话的叶凡 眼中满是愤怒之色 哼 这次赢下赌约以后 她要狠狠羞辱 一下这个烦人的家伙 她看上的女孩 谁也不能染指 如果让叶凡知道邓宇的想法 定会不屑一笑 宁希 属于她 也只能属于她 当然 她也属于宁希 叮铃 上课铃声响起 所有学生精神一震 期待二字写在了脸上 杨婷的身影如约而至 她拿着两张成绩单走上讲台 感受到学生们期待的目光 眼底深处不由地闪过一丝笑意 看来 大家对这次的月考成绩非常期待 既然这样 那老师也就不说废话 下面开始宣布 这次月考的成绩 学生们的眼睛纷纷亮了起来 王硕 601分 班级排名17 年级排名94 苏科 674分 班级排名第4 年级排第10 话音一落 不少学生低声议论起来 苏科竟然几近年级前10了 闷声干大事啊 只能说 班长牛批 哇靠 几近年级前10了 高三个班的比拼 比的就是年级前10的学生数量 这一点 所有人都知道 以往苏科的成绩 在年级15名左右徘徊 谁曾想 这次竟然能挤进前10 这样一来 这次月考的比拼 他们很有可能战胜一半 月考比拼中 二班就赢过一次 上学期随着一位 尖子生的转学离开 二班就再也没赢过 一想到可以赢一班 所有人心中 都有点小兴奋 好厉害 宁西小手清晖 欲言上挂着开心之色 叶凡薄唇微动 喃喃自语道 小夕 你比他更厉害 杨婷看着第一排的苏科 夸赞道 这次发挥得不错 继续努力 是 苏科笑着点头 说实话 这个成绩连他自己都相当意外 杨婷继续宣布 赵文浩 365分 班级倒数第一 年级倒数第一 扑 我去 牛P 双科冠军 牛啊 这些议论声 对于赵文浩来说 无比刺耳 他低着头 脸上阵阵发烫 杨婷瞥了赵文浩一眼 不禁微微一叹 朽木不可刁眼 成绩不行 去普通学校多好 非得走后门 挤到学霸满地走的振华 纯属给自己找难受 继续宣布 邓宇 691分 班级第三 年级第六 听到自己的成绩 邓宇脸色一变 班级第三 莫非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郑林 613分 班级十三 年级三十七 宁熙 718分 班级第二 年级第二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情不自禁瞪大眼睛 张大嘴巴 班级第二 年级第二 这话意味着什么 他们都很清楚 年级第二 在他们二班 卧槽 几时到目光 纷纷看向叶凡 叶凡是上次测试的第一名 除了没写作文以外 连一分都没丢 要说谁最有可能是年级第一 那么肯定是他 宁熙轻谋微闪 目光落在叶凡平淡如水的脸上 他轻咬着嘴唇 脑海中回想起 刚才和叶凡的对话 好厉害 也好自信 这就是传说中的超级学霸吗 好强 虽然还没宣布 但他已经可以确定 叶凡 就是这次月考的第一名 杨婷清了清嗓子 声音变得高昂起来 叶凡 719分 班级第一 年级第一 第43章 这么喜欢看吗 叶凡 719分 班级第一 年级第一 静 安静 教室中寂静无声 很多人已经猜到 年级排名第一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叶凡 可当猜想变成事实 还是有被震撼到 这就是震华转学生的水平吗 恐怖如此 听到叶凡的成绩 坐在第一排的邓宇 肩头微微抖动 拳头紧握 指甲深深扎进了掌心 却还浑然不觉 说了 他的自信和骄傲 在杨婷宣布完叶凡的成绩以后 宛若决堤之水 一泻千里 不甘心 他 不甘心呢 昨天 叶凡美门考试 只用了二三十分钟 成绩怎么能这么高 就离谱 这 就是爸爸吗 不至于吧 别人考得好 你也不用叫爸爸呀 你懂个屁 死罢非罢 我说的是学罢的罢 误了误了 原来郑华的转学生 才是牛A与牛C之间的存在 看着学生们 焦头接耳地议论着 杨婷并没有出声制止 关于叶凡的真实成绩 只有他和校长知道实情 719分 不 确切地说是750分 这次月考的成绩 其实还挺让杨婷意外的 不仅有叶凡这匹黑道极致的黑马 还有苏科的超长发挥 以及宁西和邓宇两人的稳定发挥 年纪前十 二班占了四个名额 一班也同样占了四个名额 虽然没赢 但也没输 算是平手 这样的结果 对杨婷来说 已经是意外之喜 安静一下 老师要去开会 这节课先上自习 苏科 你负责一下课间秩序 好的 老师 安排完 教室中的议论声随之提高了许多 哇 我们班太牛了 是啊 之前年级第一的位置 基本上都被一般的苏巧于包揽 这次叶凡和宁西 直接强势地包揽了年级一二名 两个字 牛皮哄哄 那是四个字 我乐意 宁西小手戳了戳叶凡 眸中挂着疑惑 叶凡 你怎么才考719分 按照她的猜想 叶凡就算考不了满分 至少也能考个740分左右 上次的眷面满分 她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可怎么也没想到 叶凡只考了719分 比她只多一分 好像也没那么厉害嘛 719分很低嘛 叶凡嘴角一勾 双手在书地中摸了摸 拿出豆沙糕吃了起来 宁西现在看见豆沙糕就忍不住 心虚 她低着头 一开目光 软声道 不 不低 只是觉得你的分数 应该可以更高 别想这些了 叶凡笑着道 高考之前的这段时间 白天好好复习 晚上好好补习 我保证 高考成绩定会给你一个惊喜 嗯 宁西应了一声 拿出昨天叶凡给她的注解和试卷 逼着脑袋看了起来 叶凡也没闲着 拿出一本天文地理讲解 可是还没打开 脑海中就响起系统的声音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随即奖励经验值652点 望再接再厉 652点经验值 叶凡眼底深处 划过一抹星系 果然 她的运气不算差 调出属性面板 熟悉的虚拟页面浮现在脑海中 宿主 叶凡 知识 三级 零 两千 智力 二级 零 五百 武力 二级 零 五百 医术 二级 零 五百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735 之前她积攒了83点经验值 加上这次的任务奖励 瞬间变成了735点 爽 这种获得经验的效率 可比看书刷经验要快得多 可惜 每个月只有一次任务 不过 叶凡也不是不知足的人 这样已经很好 路要一步一步走 饭要一口一口吃 急不来 因为 急也没用 总不能把系统从脑海中 拉出来揍一顿吧 系统 李奶奶的 有钱了怎么办 当然是花呀 经验值也一样 叶凡早就计划好一切 现在腰包鼓了起来 自然也没闲着 升级智力 系统 升级智力需耗费五百点经验值 是否升级 是 系统 消耗五百点经验值 智力成功升到三级 随着系统的声音响起 叶凡脑海中的属性面板 发生了变化 宿主 叶凡 知识 三级 零 两千 智力 三级 零 两千 武力 二级 零 五百 一数 二级 零 五百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二百三十五 刚鼓起来的腰包 瞬间比了一大半 不过 叶凡并不感觉到心疼 经验值本就是消耗的东西 那种旋直又旋的感觉再次出现 他的大脑一阵清明 这一刻 他有种能看破虚妄的错觉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感觉也在逐渐消失 直至最后恢复正常 叶凡微微吐了口气 眼睛微眯 OK 目前 他的经验值还剩二百三十五点 距离五百点还差二百六十五点 这几天 他在学校刷够二十点经验值 就会停止看书 剩下的时间忙着给宁西补习 讲解 放学以后 再看五个小时的书 晚上十二点准时睡觉 五个小时可以获得三十点经验值 算上完本阅读的奖励 差不多每天可以获得六十点经验值 最多五天时间 就可以升级下一项能力 念吧 叶凡的心情相当不错 他的脸上挂着微笑 左手在桌面上敲了敲 小夕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 嗓音温和低沉 其中夹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宠蜜 很隐晦 却真实存在 阳光透过窗户 洒在客桌中 倾泻在地上 氛围格外温馨 在阳光的衬托下 叶凡本就清秀的五官 显得更加帅气 听到动静 宁西扭过头 当目光落在叶凡脸上时 双眸微微呆滞 随即 脸颊上爬上一抹粉色 他在看叶凡的时候 叶凡也在看着他 目光在空中相遇 就这样 两人足足对视了十秒钟左右 叶凡眼带笑意 低声说了一句 这么喜欢看吗 闻言 宁西翘脸通红 两只胳膊在桌上一圈 把脑袋埋了进去 秀发有些凌乱 我是怎么了 啊 时间来到中午 食堂 叶凡打了份牛肉饭 走到角落中坐下 刚扒了两口 眼角就撇到了一道黑影 他抬头一看 道 你来干什么 邓宇默不吭声 脸上满是纠结之意 叶凡微微摇头 他自然知道 邓宇在纠结什么 不咸不淡道 行了 赌约作废 该干嘛干嘛去 让我安静地吃个饭 作废 邓宇先是一喜 接着就心生挫败 他自己对这次的赌约念念不忘 可反观叶凡这个胜利者 似乎根本没把赌约放在心上 这就让人很难受 第四十四章 他 就是最配宁西的人 沉默 见状 叶凡也没再搭理邓宇 拿起筷子继续吃饭 邓宇低着头 脸色变换不定 最终下定了决心 抬起头盯着叶凡 沉生道 男子汉大丈夫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 大哥 以后有事知会我一声 只要我能 打住 叶凡眼皮微抬 我没什么需要你帮忙的 你要是真想帮我 以后别去骚扰 宁西就好 你果然喜欢宁西 听到这话 邓宇眼中迸发出强烈的敌意 嗯 喜欢 叶凡点头 他 就是喜欢宁西 这件事 不需要藏着掖着 哼 邓宇起身 咬着牙道 宁西是我看上的女孩 你配不上她 说完了吗 叶凡实在没有兴趣 和一个小屁孩争论这种问题 左手清白 头也不抬地说道 再见 他配不上宁西 什么鬼话 他 就是最配宁西的人 叶凡这副轻飘飘的态度 属实 把邓宇气得不轻 冷着脸转身离开 再待下去 他害怕 自己会被气出心脏病 邓宇刚走还没到一分钟 一道身影 在对面位置上坐下 苏巧鱼 长长的头发自然散落 一袭紫色的外套 把他衬托得更加温柔 温柔似水 这个词用在苏巧鱼身上 非常合适 他盯着低头吃饭的叶凡 眼中的好奇 丝毫不加以掩饰 主动开口 叶凡 恭喜你获得了 这次月考的第一名 是你啊 叶凡抬头看到苏巧鱼 语气淡淡 眼神淡淡 看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对此 苏巧鱼也不意外 上次在食堂第一次见叶凡 他就是这副态度 不意外 但不代表接受 苏巧鱼心中 还是有些失落 只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 他那精致的小脸上 挂着一抹笑容 轻声道 叶凡 你真的很厉害 怪不得能转进阵化 不过 这次的第一被你抢走 但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半个月后的一抹考试 我会重新抢回第一 温柔的语气中 带着满满的自信 叶凡咽下最后一口饭 拿起水杯灌了几口水 瞥了苏巧鱼一眼 道 这次的月考 你好像连第二都不是 先别想着抢第一 一步一步来 这次的月考第二 好像是你们班的宁熙吧 苏巧鱼右手倾抬 小指将脸颊上的头发 挽到耳后 道 这次考试 我只是发挥失常 正常发挥 宁熙不是我的对手 我的对手只有你一个 以往的月考 她的成绩一直都是年纪第一 而宁熙只在四五名徘徊 所以 就算这次宁熙的成绩超过苏巧鱼 但在她心中 依旧不将宁熙视为自己的对手 正在收拾参盘的叶凡 动作一顿 笑道 打个赌如何 说归说 闹归闹 别拿宁熙开玩笑 见叶凡笑 苏巧鱼眸子微亮 也跟着轻笑了一声 可以 半个月后的一模测试 谁是第一 另一个人请吃饭 怎么样 咳 叶凡咳嗽一声 道 你应该是误会了 误会 苏巧鱼眼中划过丝丝迷茫 什么误会 叶凡嘴角上扬 淡淡道 一模测试 你的成绩不可能超过宁熙 不信的话 等着看 说完 起身离开 苏巧鱼满脸错愕 盯着叶凡的背影 峨眉微皱 这是什么意思 和宁熙争第一 没有这个必要 她只把叶凡当成了对手 也只有叶凡这样的男生 才配做她的对手 只是 苏巧鱼误会了叶凡的意思 其实 叶凡并不是让苏巧鱼竞争第一 而是竞争第二 教室中 宁熙低头坐着练习册 小脸白里透红 耳垂边的几缕秀发 犹如点睛之笔 将女孩文静 柔美 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叶凡刚坐下 就被眼前的这幅美妙风景 吸引住心神 她倒也干脆 右手拖着下巴 侧着脸 大大方方地欣赏起来 不好意思 不会 她 脸皮厚 在纸上书写的笔尖 稍稍一致 宁熙眼眸微锤 翘脸上微微发烫 又开始了 她怎么老是喜欢这样 看人 叶凡 你有事吗 没事 叶凡本能反应到 就是看看你 做得题对不对 嗯 做得不错 幸好 幸好 要不是反应快 估计又要闯祸 好不容易才让宁熙没有防备心 她可不想在节外生枝 宁熙心中又羞又无语 看题 骗鬼呢 提在她脸上吗 你 小夕 宁熙正要开口 罗宇梦拉着苏柯走过来 正好前排的两名学生 还没回教室 两人直接就坐了下来 罗宇梦拿起宁熙面前的练习册 扔给了苏柯 美名其约道 你都年纪第二了 还学 哎 我的 练习册 宁熙瞪了罗宇梦一眼 谋色称怪 她对着苏柯伸出手 道 小柯 我们可是一头的 给我 苏柯眨了眨眼睛 笑着开口 小夕 宁梦说的没错 你别绷得那么紧 该学的时候学 该放松的时候 也要放松一下 就在她说话的时候 手中的练习册 已经不翼而飞 叶凡拿过苏柯手中的练习册 还给了宁熙 道 小夕 别听他们两个瞎说 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 人要有成就 必须刻苦努力 不可安逸自在 我知道 宁熙真手轻点 罗宇梦和苏柯 默默地对视了一眼 脸上无比惊差 这两人 不对劲 这一刻 两人似乎感觉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酸味 叶凡 你干什么呢 罗宇梦双手插腰 质问道 最近小夕这么拼命地学习 是不是和你有关系 什么拼命 别瞎说 叶凡还没开口 宁熙就抢先开口反驳 嗓音轻柔动听 学习明明事件很愉快的事 怎么还和拼命扯上关系了 还有 我真没觉得累 反而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这几天 宁熙很清楚感觉到 自己在一点点进步 这种体验 她很喜欢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又怎么会累呢 罗宇梦张了张嘴 语气颇为优越 小夕 你竟然帮着叶凡说话 没爱了 没爱了 文言 宁熙脸颊粉红 刚要解释 就被叶凡抢了先 叶凡瞥了罗宇梦一眼 淡淡发问 这次的月考 我是年级第一 小夕是年级第二 苏科是年级第十 你 排多少名 第四十五章 我听你的 面对着叶凡的发问 罗宇梦愣神 接着脸上浮现窘迫之色 这话问的 我 她的脸色胀红 气恼无比 咬牙切齿地盯着叶凡 道 你 你别太过分 叶凡脸色丝毫不变 笑呵呵道 你别误会 我就是随便问问 刚才老师宣布 成绩的时候没注意 只是出于好奇 再说 月考的成绩 又不是什么秘密 别不好意思 说吧 我 扑 看到罗宇梦这副吃别的模样 宁希和苏科两女对视了一眼 眼中充斥着笑意 你们还笑 罗宇梦垮着脸 瞪了宁希一眼 气呼呼地道 尤其是你 管好叶凡 扔下这句话 她起身离开了这个伤心的 苏科无嘴轻笑 也跟着离开了 离开之前 她还不忘打去宁希 学着罗宇梦刚才的语气 道 管好叶凡 宁希脸颊通红 小手紧张地捏着衣角 轻声细语地解释道 那个 叶凡 你别误会 于梦和小科 经常喜欢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你 你别往心里去 嗯 叶凡薄唇威敏 低笑道 听你的 我不往心里去 宁希轻眸瞪大 翘脸发烫 按理说 叶凡不把这话放在心上 她应该松口气才对 可 叶凡的这话 怎么听起来那么奇怪 什么叫听她的 这不是正好坐视刚才的话 啊 叮铃 伴随着上课铃声 杨婷走进教室 她清了清嗓子 大声道 有个事宣布一下 清大冲刺班的名额已经定下 现在我来宣布一下入选名单 叶凡 道 宁希 道 邓宇 道 杨婷微微点头 道 放学以后 你们三个把东西收拾一下 我带你们去冲刺班中确定一下座位 从明天开始 你们的语术音三门主客 就在那里上 至于物理 化学 生物这些课 还是在我们班上 放学时 我会给你们每个人发一张课程表 不少学生眼中露出了羡慕之色 清大冲刺班 则则 三位清大退休教授 师子力量玩爆那些所谓的黄金补习班 为什么不争气呢 恨了 如若不然 说不定自己也可以加入 蓝寿 香菇 老师 就在杨婷宣布完以后 苏科举手站了起来 有什么事 面对着杨婷不解的目光 苏科犹豫了一下 小生询问道 除了这次的月考以外 还有什么办法 加入清大冲刺班吗 这样的机会 他不想放弃 文言 杨婷脸上挂起笑容 在苏科问完以后 很多学生都露出了异动之色 他将这些看得清清楚楚 办法还真有 简简单单的五个字 就将所有人的好奇心 调动了起来 我去 真的还有其他办法 漂亮 不行 我说什么也要加入 听着学生们的低声议论 杨婷敲了敲讲台 宣布道 接下来还有一摩二摩测试 经过商定 每个班中的第一名 可以加入清大冲刺班 也就是说 你们还有两次机会 加油吧 开始上课 放学铃声响起 学生们背着书包离开 转眼间 教室中就只剩下了叶凡 宁熙以及邓宇三人 这一步可以重新讲讲吗 宁熙欲指指着草稿纸上的数学大题上 轻声道 我有些不是很懂 可以 见宁熙如此认真 叶凡轻声一笑 小夕 你看这道题的最后一问 综合第一问的第二步骤 前排坐着的邓宇 心口发闷 黑着脸 那模样仿佛谁欠了他八百万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家伙 不仅长得帅 学习还可以如此变态 苍天不恭啊 杨婷走到门口 往教室里看了一眼 你们三个跟我来 闻言 三人抱着自己的东西 不 叶凡抱着他和宁熙的东西 跟着洋亭上楼 叶凡 你把东西给我 我拿得动 不给 你给我 不给 教学楼一共五层 里科二班在四楼 五楼并没有投入使用 校方特意装修了一间教室出来 以供这次冲刺班使用 走进教室 里面已然站着不少学生 显然都是入选了这次清大冲刺班的学生 十五名男生 三名女生 杨胜英衰 三名女生中 有一个叶凡认识 苏巧瑜 此时 她的座位旁站着好几位男生 没话找话地聊着 苏巧瑜要么恩 要么笑而不语 温柔的气质四散开来 随着叶凡三人走进教室 顿时 教室中变得安静下来 不少目光在三人身上打量着 当然 更多的目光停留在宁熙身上 没办法 在宁熙没来之前 苏巧瑜绝对是男生眼中最佳的同桌人选 可是宁熙一来 绝大多数的男生瞬间改变了目标 宁熙那唯美的容颜 搭配着文静的气质 远比苏巧瑜更具有吸引力 虽然在一个学校 可宁熙平时太过低调 早来晚走 导致很多学生都没见过她几次 所以才被评为了第二小话 现在近距离地见到宁熙 这些男生一个个眼睛发亮 如同见了猎物的野狼一般 只差嗷嗷叫 察觉到这些炙热的目光 叶凡左脚一胯 挡在宁熙身前 杨婷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转身对着三人道 就是这里了 你们自己找个座位 记得收拾一下卫生 等会儿 有一名教授要过来看看 都表现好点 说完 她转身离开了 教室中的空位很多 轻大冲击班 只有21人 所以可以随便选座位 这对于叶凡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她扭头对着宁熙问道 坐前面还是后面 后面吧 宁熙低头想了想 给出了答案 她不喜欢这些男生 看自己的眼神 很反感 非常反感 坐在后面 可以避免这些烦恼 好 对于这个回答 叶凡早有预料 她抱着如同小山的复习资料 往教室后面走去 宁熙低着头 跟在叶凡后面 走到第三排时 突然一位 戴着眼镜的男生站了起来 对着宁熙打了声招呼 宁熙 你好 我是文科一般的唐征旭 这里还有空位 我在数学上有很多疑惑 想请你这位理科大神指点一下 可以吗 第46章 喜欢讲道理 此时此刻 除了叶凡 教室中的所有男生 心中都开骂了起来 要脸骂 什么指点不指点的 完全就是扯淡 同为男生 他们还能不清楚 唐征旭那点花花肠子 长得如同车祸现场一样 哪来的这个勇气啊 草 一种植物 宁熙不止一顿 瞧了瞧一脸笑意的唐征旭 不由得向叶凡 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叶凡把书放在教室中 最后一排的桌上 不慌不忙地走到宁熙身旁 瞥了一眼唐征旭 淡淡道 不好意思 宁熙被我预定了 宁熙瞪了叶凡一眼 心中有些羞恼 什么叫预定 她又不是货物 不过 看在叶凡是在替自己解围 她只能当做没听见 你谁啊 唐征旭眉头一皱 脸上有些不悦 刚才宁熙的模样 明明很有可能答应 眼前的这个家伙突然跳出来 根本就是在故意搅局 我 叶凡指了指自己 嘴角微扬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叶凡 是宁熙的同桌 听到这话 所有男生嘴角抽动了两下 得 这位更狠 直接确定了同桌身份 还带这么玩的呀 你也是李克尔班的 唐征旭眼神有些不善 声音中充满了敌意 不然呢 叶凡反问 唐征旭眼中金光一闪 随即 脸上就堆满了笑意 他扶了扶近框 道 既然你能加入青大冲刺班 那就说明 你的数学水平非常厉害 你跟宁熙坐在一起 彼此之间无法互补 不如找一个文科班的同学 你可以帮他提升数学水平 他可以帮你提升语文水平 四个人都可以受益 这样的好事 我相信叶凡同学肯定不会拒绝的 对吧 四 戴唐征旭说完 不少男生不禁吸了口气 卧槽 这人的口才 可以啊 大道理 张口就来 文言 叶凡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讶 十七八岁的年纪 能有如此清晰的思路 而且还会以示压人 很难得 可惜 遇到的是他 上一世 叶凡好歹也是 市值过一公司的老板 虽然其中可能有宁熙这丫头的帮助 但他要是没两把刷子 绝不可能带领公司走到这一步 面对唐征旭的这种小手段 他丝毫无感 淡淡开口 你为什么要来清大冲刺班 听到叶凡的所问非答 唐征旭有些意外 下意识地说道 当然是提高语书英的水平 嗯 叶凡继续问道 为什么在清大冲刺班 就可以提高语书英的水平 废话 唐征旭的声音中 夹带着一丝不耐烦 这你都不知道 我现在都怀疑 你是怎么进入清大冲刺班的 学校给清大冲刺班请来的三位老师 全部都是清大的退休教授 清大教授的教学水平 还用我来给你解释吗 有三位清大教授的教导 我们的语书英水平 当然可以提升 小学生都可以想明白的道理 你一个高中生都想不明白 教室中想起了一阵低笑声 在唐征旭面前 叶凡还是太嫩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叶凡身上 摆出了一副看好戏的姿态 苏巧于柳眉微皱 眼中有些不解 她有些想不通 叶凡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如此浅显的道理 叶凡不可能不知道 叶凡 宁西轻拉了一下叶凡的袖子 低声道 我们去收拾座位吧 她 想给叶凡解围 感受到这丫头的小动作 叶凡微微一笑 嘴唇微动 别担心 说完 她把目光放在唐征旭身上 道 同学 你应该是误会了 我之所以这么问 是想搞清楚 你知不知道 嘘 教室中想起了一阵虚声 显然 所有人都不相信这话 在他们看来 叶凡的这话 就是在欲盖弥彰唐征旭讽讽一笑 对着叶凡贪了贪手 那模样似乎在说 你看大家信吗 对此 叶凡不但不生气 反而笑着道 刚才你说 三位清大教授的教导 可以提升我们的语术音水平 对吧 当然 唐征旭非常肯定地点头 叶凡跟着点头 脸上的笑容愈加浓郁 既然这样 那和谁做同桌重要吗 还是你有什么问题 清大教授帮你解决不了 宁熙能帮你解决 就算有 肯定也不是学习上的问题 既然不是学习上的问题 宁熙没有义务 也没有理由帮你解决 因为宁熙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不知不觉中 话题的主导权 已经落到了叶凡手中 你 唐征旭张了张嘴 一时间 找不到任何可以反驳的话 叶凡脸上挂着淡笑 继续道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俗话说得好 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 宁熙长得这么漂亮 自然要和我坐在一起 和你 好了 我说完了 你还要说什么 我 唐征旭背对的哑口无言 长满青春痘的脸 变成了猪肝色 看来 你应该是没话说了 叶凡扭头对着宁熙眨了眨眼 到 搞定 收拾一下座位 哦 好 宁熙呆呆地点头 谋色发直 乖巧得如同小白兔一般 这一刻 她的脑海中只有三个字 好厉害 死 死 教室中 一阵阵倒吸冷气的声音响起 都说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话 果然不假 逻辑严谨 思路清晰 言辞犀利 我滴个乖乖 所有人在目睹了叶凡的反对以后 惊为天人 看着风轻云淡的叶凡 他们不禁暗暗咋舌 一个脏子都没用 却对着唐征旭 无话可说 到最后 字里行间还不忘回敬一波嘲讽 简直 完美 这才是真大佬啊 对于这些打量自己的目光 叶凡并不在意 拿着纸巾沾了点水 擦起桌子来 喜欢讲道理 OK 他这个人最喜欢讲道理 第47章 一个不胜 宁熙站在一旁 见叶凡忙个不停 主动开口 我来帮你吧 不用 文言 叶凡的动作一顿 抬头笑道 你要有起码的自觉性 只需要负责美美的就好 这种活让我来就好 再等一下 马上就好 说完 他继续忙了起来 宁熙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 翘脸之上闪过了丝丝红韵 极其动人 谋色羞涩的他 成为了教室中最美的风景 没有之一 一凭一笑一回眸 一失一运 一端庄紧迷 往这个方向看来的男生 眼睛发直 那模样就差刘哈喇子了 美 清新脱俗的美 众多目光中 有一道审视的目光 这道目光的主人 正是苏巧渝 同在一个学校 他见过宁熙很多次 每次都只是匆匆一瞥 并没有特意去了解过 他知道 宁熙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 但今天近距离地见到以后 心中对于宁熙的评价再次提升 这个女孩 很美 也很优秀 更关键的是 那种软软的气质 连身为女孩的她 都忍不住被吸引 更别说男生 简直无解 而且 苏巧渝还发现一个不妙的事情 叶凡好像对宁熙有意思 一想到这个 他心中就有些烦躁 从小到大 他都是人群中的焦点 身边一直都围绕着很多异性 但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位男生动过心 但 叶凡除外 自从见到叶凡的第一眼 苏巧渝就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越来越确定 这种感觉是什么 当这次月考的成绩公布以后 他在得知年级第一次叶凡以后 心猛的一颤 那种异样之情再次猛涨 以前 对于一见钟情这个词 苏巧渝是嗤之以鼻的态度 现在 他相信了 女孩子要矜持 这点他也知道 而且 一直以来他都是这么做的 可在面对叶凡的时候 他却矜持不起来 迫切地想了解这个男生 高三 不允许谈恋爱 大学却可以 苏巧渝想在高考之前 和叶凡成为朋友 今天见到叶凡对宁希的态度以后 他不由地生起了一阵危机感 在两次交流中 叶凡的态度 用四个字来形容 最为合适 冷漠 淡然 苏巧渝本以为叶凡的性格就是这样 可今天看到叶凡在面对宁希的时候 却并非如此 热忱 贴心 眼中充满 宠溺 对 就是宠溺 他相信自己不会看错 苏巧渝轻咬红唇 眸中闪过复杂之色 收回目光 他低着脑袋 喃喃自语道 他很优秀 但 我也不差 像柳叶般的秀眉微微上扬 眼中闪过一抹坚定 好了 叶凡将宁希的复习资料 按照在二班的时候摆放 做完这一切以后 对着宁希伸了伸手 道 请坐 谢谢 宁希针手轻点 脸颊上的淡淡红霞 彰显着心中情绪 看到这丫头羞涩可爱的模样 叶凡心中有种冲动 他好想拍拍宁希的小脑袋 上一世 叶凡只做过一次这个动作 他清楚记得宁希当时的反应 想归想 可叶凡并没有付出行动 以他和宁希现在的关系 还不适合做这种轻易的举动 而且 场合也不对 平缓了一下心情 他拿出杨婷给的课程表 递给宁希 道 看看这个 稍微记一下 免得出错 嗯 宁希接过课程表 小手和叶凡的手触碰了一下 如同触电一般 迅速收回 见状 叶凡脸上挂满了笑意 什么也没说 把课程表放在了宁希面前 道 看吧 宁希低着脑袋 垂在肩头的绣发散落在桌面上 遮挡住了那张白皙的俏脸 叶凡看了两眼 便收回目光 拿出书涕中仅有的三本书籍 翻动一下 无奈发现 这三本书 他已经看过了 暂时无法刷经验 看过的书 无法重复获得经验 这个设定 让叶凡很无语 在振华 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也就是说 剩下的六天中 叶凡想要刷经验 他就得去买书 事实上 他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 才导致他的卧室中 摆满了一地的书 一般的书 叶凡看得很快 基本上半个小时 差不多就能看完 知识越深奥的书 需要的时间越长 可一般这种书 价格很贵 正常情况下 都是几百块一本 太贵了 罗善给了他一万的生活费 加上在股市中赚来的五万块钱 一共六万块钱 才半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花了将近一半 除了基本的开销以外 剩下的全部用来买书了 今天才4月2号 按照这种花钱的速度 银行卡里的三万多块钱 绝对支撑不到月底 本来 他可以在股市中赚点 上一世的记忆中 在高考前的这段时间 有好几只股票的表现都不错 完全可以补足花销 可无奈的是 母亲在知道他玩股票以后 特意打来电话嘱咐 说在高考之前 不许他再买股票 如果做不到 两百万就不要想了 叶凡答应了 这才是 让他最头疼的地方 答应的事情 就要做到 杨凤因为 那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他也不屑于做这种事 看来 得想个办法 挣点外快 不然 在学校的时候 连经验值都刷不了 嗨嗨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学生们抬头看去 讲台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名老人 头发花白 带着老花镜 面带善意 整个人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察觉出这些小家伙眼中的好奇 庞秋平微笑着做起了自我介绍 嗓音沧桑有力 大家好 我是叫庞秋平 担任这次清大冲刺般的语文老师 今天主要就是和你们这群小家伙认识一下 耽误大家的放学时间 实在不好意思 他看了一眼手表 道 给我三分钟时间 等我说完 大家就可以回家了 所有人纷纷点头 一个个正经危坐 都想给庞秋平留下一个好印象 庞秋平走下讲台 在过道中缓缓一步 说实话 本来这次收到你们校长的邀请 我和另外两位老师都无意接受 后来 我和另外两位老师通了电话 商议过后 最终还是决定答应 像我这种半只脚迈进棺材的老头子 可以再为国家的教育事业 尽一把绵薄之力 是我的荣幸 文言 叶凡眼中闪过敬佩之色 像庞秋平这样的人 值得敬佩 既然接受了邀请 我们就会认真对待 你们是这次的冲刺班第一批学生 后续应该还会有小家伙加入 但不管是你们 还是后加入的同学 我和另外两位老师的目标只有一个 这次的补习班 叫做清大冲刺班 那么自然是为了大家考上清大而努力 所以我们三位老师的目标 就是让这次补习班所有人都考上清大 庞秋平的目光在每一个学生脸上扫过 沉声吐出四个字 一个不胜 第四十八章 寻找兼职 一个不胜 在听完庞秋平的这番话以后 不少学生都不禁张大的嘴巴 就连叶凡也忍不住惊讶 补习班的所有人都考上清大 这 不太现实 实话不好听 可这就是事实 好厉害 宁熙轻眸亮起 自言自语道 我一定不会拖后腿的 认真的模样 格外可爱 叶凡嘴角勾起 心中暗想道 丫头 你肯定不会拖后腿 上一世 即使没有她的帮助 没有所谓的清大冲刺班 宁熙依旧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最终考上了清大 更别说这一世 清大 必有宁熙 当然 也会有她 走出校门 相比平时 宁熙的步子有些急促 小夕 走那么快做什么 叶凡跟着她 走在马路边上 把宁熙护在里侧 宁熙步子一顿 轻声解释 我没有手机 所以庄叔叔 应该还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我怕她等着急 闻言 叶凡没有再问 眼中闪过丝丝温柔 这丫头 还是这么喜欢替别人着想 走出胡同 路边 站在汽车旁的庄立 目光在胡同口徘徊 庄叔叔 看到庄立 宁熙喊了一声 轻步跑了过去 小姐 庄立点头示意 对于宁熙身后的叶凡 视而不见 叶凡也不在意 就默默地站在原地 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宁熙喘着气 翘脸上微微发红 对着庄立开口解释道 庄叔叔 今天学校冲刺班分配座位 所以耽搁了很久 小姐 我知道 庄立笑了笑 扬起手机 道 我有杨老师的号码 宁熙愣了一下 不禁松了口气 她转身看着叶凡 红唇微动 叶凡 昨天你给我的写的注解 我还没有看完 没事 叶凡淡笑 回家吧 明天见 哎 哦 宁熙呆呆地盯着叶凡 谋色有些诧异 她的话还没说完 明天见 随着汽车行远 叶凡收回目光 往家走去 回到家中 洗菜做饭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这样的学生生活 叶凡很喜欢 而且 还可以天天见到宁熙 挺好 吃完饭 叶凡洗了地走 擦干头发 坐在了电脑前 登陆网页 开始在同城上 快速浏览了起来 兼职的种类太多 五花八门 数不胜数 再加上帝都市下国的首都 经济态势极强大 这就造成了 兼职市场的规模庞大无比 只要能说出需求 条件优渥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合适的对象 只不过 绝大数兼职 都入不了叶凡的眼 她每周只有周日一天的时间 仅凭这一个条件 就去除了绝大多数的兼职工作 而且 叶凡还有其他条件 钱还不能太少 活还得轻松 环境最好好一点 要是能看书就更好 如果让其他人知道 叶凡找兼职的这个标准 定会很无语 一个没文凭的高三学生 还这么多事 哼 这要是能找到兼职 那可才是活见了鬼 事实上 也的确如此 叶凡在电脑前 足足找了一个多小时 也没有找到满意的兼职工作 对此 她不禁无奈地叹了口气 扪心自问 她的要求高吗 不高啊 怎么说 她上一世 也是堂堂市值过亿的老板 总不能去洗盘子吧 又找了一会儿 叶凡准备放弃 算了 还是找罗山要点吧 大不了 以后双倍还她 嗯 就这样做 可就在叶凡正要退出网页的时候 突然看到 屏幕右下角 弹出的一个兼职发布消息框 点击刷新 接着 就看到最上方出现了一个兼职 挂在横幅上 极其显眼 招家教老师 嗯 叶凡微微摇了摇头 顿时没了兴趣 这样的兼职有很多 她刚才也看过不少 但条件都不符合 并不是别人给的条件不好 而是她没学历 现在帝都市场上 招家教老师 基本上清一色的 都是要求四大名校 没毕业的也要 算了 还是看看吧 说不定对方不要求学历呢 叶凡在心中安慰着自己 鼠标一动 点了进去 招聘一位家教老师 仅周日上课 四个小时 主要对高三的物理和数学进行补习 每小时薪资一千元 要求 年龄不得超过四十岁 面容整洁 不抽烟 无不良嗜好 然后 就没了 看完招聘内容以后 叶凡的眼睛亮了起来 还真是山虫水复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这个招聘内容几乎符合叶凡所有的条件 薪资高 轻松 而且做家教肯定可以看书 毕竟 他随便出个题 对方都要做好久 最关键的是 还不要求学历 这就很nice 就塌了 叶凡记下对方的号码打了过去 很快 电话接通 你好 我是来应聘家教的 请问怎么称呼 电话那头 一道女人声音响起 好似丰服杨柳 第一回轻柔 叶凡 叶先生 这个是你的手机号码吧 对 等会儿 我会给这个号码发个地址 应聘家教的话 请叶先生在本周日早上八点到达 好 多谢 挂掉电话 叶凡伸了个懒腰 扭头看着床头左边越来越少的书 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长夜漫漫 唯有刷经验 凌晨睡觉的叶凡 早上五点钟起床 并不是他不想睡 而是睡不着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重生的原因 无论白天再累 只要睡上几个小时 他就会自动醒来 疲惫感尽消 精神异议 想不明白 钻牛角尖并不是一个好习惯 反正无论怎么看 这都是好事 不需要睡那么长时间 意味着他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其他事 比如 看书 早起的鸟有虫吃 穿好衣服 叶凡下楼围着小区跑了一圈 跑完以后 心中有些惊诧 要是换做以前的他 肯定累得满身大汗 而现在只是身体有些燥热 连汗都没出 二级五粒 好像还不错嘛 吃完早饭 叶凡正准备去学校 突然想起来 学校里已经没有存粮 书 这哪行 饭可以不吃 但经验值不可以不刷 他往书包中放了四五本书 才下楼往学校赶去 尘封轻浮 带着凉意 沁人心脾 出了小区 叶凡刚走到马路中间 一便突生 让开 第四十九章 老天真是瞎了眼 让开 十几米外 一辆崭新的红色轿车 对着人行道上的叶凡直冲而来 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 小心 眼看就要撞在叶凡身上 马路边的不少行人 发出了惊呼声 说时时那时快 千军一发之际 叶凡向前跨了一大步 红色轿车左边的后视镜 擦着他的右臂显之又显地穿过 吃 哄 马路上留下一道漆黑的刹车印 车子直直撞在了路边的柳树上 发动机前盖深深凹了下去 伴随着丝丝白烟 仿佛在述说着自身的凄惨 死 叶凡撸起袖子低头一看 右手小臂靠近关节处 蹭破了一块皮 伤口如瓶盖大小 血从伤口处渗出来 形成了滴滴血株 他看着右前方的汽车尾部 心中有些郁闷 这司机在搞什么 谋杀呀 要不是他躲得快 不死也得重伤 一名妙龄女子从主驾驶位下来 满脸慌张地打开了后座车门 急声道 爷爷 你没事吧 死不了 一名六十多岁老人 颤颤巍巍地下车 眉宇之间竟是焦急之色 一下车 老人的目光在四周快速扫尸 最终落在人行道中间的叶凡身上小友 实在对不起 老人不敢犹豫 急步走到了叶凡跟前 他的话刚说到一半 便注意到叶凡右臂上的伤口 急忙扭头 对着站在车旁的女子喊道 若宇 你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送这位小友去医院 不用 凭什么 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女子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眼睛盯着面带青涩的叶凡 语气颇为不善 爷爷 这件事又不怪我们 这人眼睛不好使 看到车都不躲 我怀疑他是故意碰瓷 胡说什么 老人沉着脸 不怒自威 就不该坐你的车 现在 立刻 马上送这位小友去医院 医药费你出 另外再付给小友一万块钱营养费 听到没 爷爷 女子气得多了多久 显然 他无法接受这个处理方案 他气呼呼地看向叶凡 冷声质问 你怎么走路的呀 看到车还不躲 看你年龄不大 没想到 竟然是这种人 叶凡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早上七点四十九 从这里走到学校 只需要五分钟左右 还有时间 听到女子的这番话 他也不生气 淡淡出声 你有驾照吗 女子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就涨红了脸 大声道 废话 我当然有驾照 告诉你 姐姐我前年的驾照刚下来 每门考试都是一次过 怀疑他的车技 太气人了 叶凡嘴角扯了扯 微微摇头 老天真是瞎了眼 不等女子说话 叶凡指了指路边的交通信号灯 继续道 根据规定 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 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刚才交通信号灯亮的绿灯 不信的话 你可以调监控 我 女子张了张嘴 刚要反驳 就被叶凡打断 叶凡瞥了女子一眼 道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47条 汽车经过人行横道时 应当减速行驶 预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应当停车让行 就算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 预行人横过道路 也要进行避让 更别说刚才交通信号灯 还亮着绿灯 你 第一关怎么过的 女子背对得哑口无言 胸前的两座御风 起伏不定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那么叶凡已经死了不止一次 见状 一旁的老人连忙出声 小友 真是对不起 我这个孙女从小被惯坏了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今天的事 我们负主要责任 怎么处理 你来说 这样可否 不用 叶凡指了指右臂上的伤口 不以为易倒 一点小伤而已 不值一提 她看了一眼女子 轻飘飘地说道 以后开车注意点 嗯 还是别开车了 放弃吧 这个你把握不住 说完 转身离去 女子盯着叶凡的背影 气得翘脸通红 这人有病吧 没事 被什么道路交通安全法 太无聊了吧 可是 无论她再不服气 也得忍着 因为 叶凡占理 老人美好气地 瞪了一眼女子 道 回家以后 给我好好反省去 爷爷 还让我说第二遍 我 我知道了 叮铃 上课铃声响起的刹那 叶凡的右脚 正好迈入教室 刚要往里走 讲台上响起了一道声音 让他停下了脚步 站住 何清波皱着眉头 布满皱纹的脸上 露出些许不愿 你叫什么名字 第一天就迟到 看到这一幕 很多学生脸上 浮现出了幸灾乐祸之色 其中 就有唐征旭 昨天叶凡 让他下不来台 今天就遭了报应 大快人性 坐在后面的宁熙 眸色颇为无奈 在二班的时候 叶凡就是如此 几乎每天都是压着仙道笑 这家伙 就不能早来几分钟吗 女孩小声地抱怨着 白皙无瑕的俏脸上 显露出丝丝忧色 叶凡面不改色地解释道 老师 我刚才在路上遇到了点事 耽搁了几分钟 切 何清波还没说话 唐征旭就抢先开口 语气中满含讥讽 路上能出什么事 难不成 你被车撞了 几名和唐征旭相熟的男生 配合着笑了起来 叶凡嘴角一翘 笑眯眯地盯着唐征旭点头道 对 我真的被车撞了 被车撞 还真敢说啊 教室中安静了几秒钟 接着便响起阵阵哄哮声 何清波上下打量着眼前的这名学生 衣衫整齐 面色红润 怎么看 也不像是被车撞了 但今天毕竟是第一天上课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准备让叶凡回座位上 可突然响起的一道声音 让何清波到了嘴边的话 又给憋了回去 老师 叶凡肯定是在说谎 唐征旭主动起身 先是看了站在门口的叶凡一眼 而后对着何清波大声道 如此拙劣的谎言 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有勇气说出口的 连最起码的诚实都做不到 我认为这样的人 不配在轻大冲刺班上课 老师 你认为呢 第五十章 看在眼里 填在心间 老师 你认为呢 我认为不怎么样 何清波眉头微微皱起 瞥了一眼唐征旭 沉声道 到底是否如这位同学所言 还有带商榷 今天是清大冲刺班成立的第一天 老师持稀释宁人的态度 以后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几分钟到教室 不然 老师可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说完 何清波对着叶凡点了点头 进去坐吧 谢谢老师 叶凡没再说什么 抬步往座位上走去 经过唐征旭身边的时候 他的脚步停顿了一下 低声笑道 就那么想把我赶出冲刺班 这项很伟大 继续加油 愤怒的火焰在唐征旭眼中跳动 双手紧紧握成拳 面色阴沉 叶凡 你给我等着 来到座位上 叶凡脸上挂着熟悉的微笑 对着宁熙眨了眨眼 早上好 宁熙瞄了一眼讲台 目不斜视地轻声发问 你真的被车撞了 有没有受伤 擦破了点皮 不要紧 叶凡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 笑着道 不说这个了 讲台上的这位老师叫什么名字 叫哪门客的 宁熙真手轻摇 谋色无辜 不知道 可 何清波拍了拍手 沉声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何清波 大家可以叫我何老师 当然这次冲字班的英语老师 以后大家有什么问题 直接来问我就好 今天的第一节课 我就先来讲一讲语法 下课以后 宁熙放下笔 面前的樱桃小丸子 卡通笔记本上 写满了课堂笔记 淡淡的笑意荡漾在她的脸上 显得格外满足 愉悦 见宁熙的这种反应 叶凡跟着笑了起来 问 这么开心 是不是遇上了特别开心的事情 没有 宁熙摇头 软软的声音中 带着丝丝感叹 我就是感觉 何老师的教学水平好厉害 刚才他在课堂上讲的那些知识 都很有用 有用就好好学 好好记 这一点 叶凡也不得不承认 何清波的教学水平 确实高 非常高 清大教授 名不虚传 嗯 在提升自己这件事上 宁熙格外的热忱 单纯的如同白纸一样 上面未曾沾染丝毫尘埃 当然 叶凡也不会允许 有尘埃靠近这张白纸 这一事 他会守护在宁熙左右 就在两人小声聊天的时候 一名老人走进了教室 教室中顿时变得安静了下来 三位来自清大的退休教授 已经见过两位 不出意外 眼前的这位老人 应该就是最后一位 老师来了 宁熙低声提醒了一句 便坐直了身体 叶凡抬头看去 惊讶之色 竟然是他 今天对于林德江来说 有些惊心动魄 先是被孙女那夸张的车技 吓了一跳 接着又差点撞到人 直到现在 他还心有余悸 他微微叹了口气 目光在教室中扫视了一圈 当看到后排的叶凡时 眼中充满了诧异之色这妖巧 感受到林德江的目光 叶凡笑着点头示意 确实很巧 对于林德江给他的印象很不错 有素质 明辨是非 讲台上 林德江收回目光 道 大家好 我叫林德江 负责教数学 说完 他拿出一叠手写试卷 放到前排学生桌子上 第一节课 我们做个小测试 老师也好趁此机会 了解一下你们的数学水平 没问题 老师 我最喜欢考试了 您叫乔好吧 能进入青大冲刺班的学生 全都是各班的尖子生 而且 还是最尖的那一小撮 面对考试 他们不但没有丝毫的惧怕 反而还会非常兴奋 冲刺班21人 没有一个弱者 能和这么多尖子生一笔高下 怎能不令人兴奋 不得不说 学霸和一般学生 对待考试的态度 就存在着质的差距 试卷发下 林德江有意无意地 瞥了一眼叶凡 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一样 他站在过道中 问道 大家都拿到试卷了吧 拿到了 不少学生看着手中的试卷 满脸惊讶 这卷子 对于学生们的反应 林德江尽收眼底 笑着道 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 你们手中的这张试卷 应该和平时考试的试卷不一样 何止是不一样 简直差距太大了 所有人发现了一个无奈的事实 自己手中的试卷上 只有六道题 每道题二十分 全部都是超高难度的大题 这 闹着玩呢 叶凡倒是颇有兴致地 打量着试卷 嘴唇微动 还不错 看来 这次的轻大冲刺般 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 你在说什么 宁希侧着脑袋 可爱地眨了眨眸 呆萌的模样 让叶凡好笑不已 低声解释道 没说什么 这次的测试难度很高 认真一点 嗯 软软的鼻音 听得叶凡心痒难耐 小夕 你是吃可爱长大的吗 林德江的目光转了一圈 大声宣布规则 六道题 半个小时的答题时间 大家都好好发挥 五分钟一到 保持好节奏 说完 便走上讲台坐下 眯起了眼睛 几个关系不错的学生 相互对视了一眼 神情苦涩 难度如此夸张的数学大题 五分钟 这不是要人命吗 唉 一个字 但 沙沙 教室中响起阵阵的写字声 很是悦耳 叶凡盯着眼前的六道题 飞速地过了一遍 随即 脑海中浮现出了相应的知识点 立题 以及解题思路分析 写上名字 开稿 依旧是粪笔集书 依旧是那么快 OK 放下笔以后 叶凡抬头看了看黑板上方的时钟五分钟 好像还行 如果此时叶凡的心理想法被其他人知道 定会郁闷地凸显 五分钟做完六道难度超高的数学大题 这叫还行 太 凡尔赛了吧 五分钟 他们连一道题都解不出来 难受 叶凡 宁兰歪着头 悄悄地看着宁兮 眼神变得无比柔和 女孩绝美侧脸上 满满地认真 屡屡秀发挽在耳后 精致的耳垂露出 甜静且唯美 看在眼里 甜在心间 第五十一章 测试满分 半个小时 很快过去 当林德将出声提醒交卷时 几乎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不情不愿的神色 因为 还没做完 就连宁兮也是如此 双眸盯着被收走的试卷 长长的睫毛无奈眨动 见状 叶凡安慰着 没关系 只是一次普通的测试而已 我 我只做了四道题 时间太短 如果能再给十分钟 那就好了 女孩的声音中 夹杂着思思抱怨 叶凡侧着头 看着宁兮拿着笔 一下一下在课桌上戳着 眼底深处不满笑意 这丫头 还是这么在意分数 讲台上 林德将将一张试卷整齐的摆放好 拿起笔 像是想到了什么 抬头对着学生们说 可以讨论 但声音不能太大 要不然会影响老师批卷 到时候给你们打错分 你们可别怪老师 一句话 就让教室中沉默的气氛 变得欢快起来 一些相邻的学生 围在一起小声的议论起来 第三题的第二问 你们是怎么答的 对对 第二问太难了 到最后我也没答出来 直接跳过了 清大冲刺班 总共21名学生 叶凡和宁西两人 坐在最后一排 其他的人全都坐在教室前列 中间足足有四排的空位 这就导致 两人如同在另外一个次元 完全不受其他人的影响 宁西侧着身体 对着叶凡眨了眨眼眸 问道 叶凡 刚才第四题的第二问 你答了吗 嗯 答了 叶凡放下刚翻开的书 嗓音低沉柔和 对于函数 F X 等于 A加2 X3 BX2加 A2 X 在叶凡讲的时候 宁西听得很认真 不时拖着小巧精致的下巴 做出思考状 胶躯上散发着属于少女独特的幽香 撩人心弦 叶凡眼神柔和 一口气将第二问的解题过程 全部口述了出来 盯着独自沉思的宁西 笑着问 怎么样 很好 宁西礼貌性地浅笑一下 轻声评价 我再问你 你答得如何 宁西撬脸上的笑容消失 轻轻醋眉 小手揉了揉脑袋 原本柔顺的秀发 被他搞得一团糟 呈现出一丝凌乱的美 柔软的声音中 带着无奈 我 我没答 不会 他之所以有此疑问 就是因为没答出来 没事 叶凡把桌面上的书收起 拿出纸笔 刚才的题我还记得 来 和你好好讲一讲 宁西红唇微张 小脸上挂满了诧意 那么复杂的数学大题 还记得 别发呆了 叶凡右手在宁西眼前挥了挥 眼神宠溺 要不要听 听 由于数秒 眼颊上挂着淡淡红侠回答完 却发现 叶凡根本没在听他说话 而是已经在草稿纸上 快速写着 刚才考试的第四道数学大题 叶凡的举动 让宁西心中有羞涩 更多的则是无语 这人 就这么肯定 自己会听吗 既然这么肯定 那为什么还要问啊 很快 叶凡就已经写好了题 抬头迎上女孩幽怨的目光 没油的笑了起来 笑容阳光 充满真诚 女孩连忙撇过头 翘脸发烫 心中乱糟糟的 宁西 你到底在想什么 人家只是给你讲题罢了 你 哈 哎呀 距离下课 还有五分钟 林德江批改完毕 起身拍了拍手 瞬间 教室中的议论声消失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汇聚在了他身上 好了 成绩已经出来 林德江拿着统计好的成绩单 开始念 赵天阳 48分 李阳 52分 唐征旭 52分 一连念了十几个名字 最高52分 最低24分 连一个超过60分的都没有 这让自诩为学霸的众人 羞愧地低下了头 苏巧瑜 72分 听到这个分数 十几道目光 看向第一排左侧的女孩身上 不愧是李克班的大神 关键还长得那么漂亮 不知道这朵花以后 到底会便宜哪坨牛粪 厉害 在李克班中 苏巧瑜也是第一 分数比我们高挺正常的 对于这些议论声 苏巧瑜并未放在心上 其实 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分数 并不太满意 第五道疑问的数学大题 他都快要解出来了 可是 时间到了 不然 他有信心再拿20分 宁希 72分 在听到自己的分数时 宁希并未感到意外 他的做题方式 和其他人不一样 别人都是尽可能地做多点 但他则是把正确率 放在第一位 做完题习惯性地检查两遍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只做了三题吧 不过 正确率却达到了百分百 他自己不意外 可不代表其他学生不意外 在听到宁希的分数以后 很多人扭头往教室后 看了过来 我去 理科班的女生这妖妞吗 看来 理科那边完全被女生霸占 阴盛阳衰啊 幸好我没选理科 不然太尴尬了 明明可以靠颜值 为什么都要靠才华 苏巧瑜是这样 宁希也是这样 给我们男生一点机会好不好 苏巧瑜束手握紧 评分 他记得没错的话 宁希的数学 好像并不太优秀 莫非这次是超常发挥 以往的月考成绩都会贴在学校的宣传栏中 再加上两女的成绩都在理科前列 所以 苏巧瑜对宁希的各科成绩都有些印象 说实话 宁希的分数有些出乎预料 林德江停顿了一下 眼神落在了教室后方的叶凡身上 目光中有不解 也有惊讶 更多的则是歉意 叶凡 120分 静 安静 教室中鸦雀无声 多少 120分 这 幻听 一定是幻听 见状 林德江再次宣布道 叶凡 120分 这话如同一块大石头落入湖中 平静的湖面 荡起阵阵涟漪 不能吧 我靠 满分 也就是说 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叫叶凡的家伙 把六道题全做了 而且全对 我滴乖乖 谁说理科班被女生霸占的 站出来 绝对不打死你 见所有人都往这个方向看来 本想给叶凡倒写的宁希 连忙低下脑袋 犹豫了一下 他写了一个纸条 小纸一弹 被柔成团的纸条 滴溜溜地滚向叶凡 叶凡拿起纸团 平整地铺开放在桌子上 眼中笑意盎然 纸条上面写着五个字 字体清秀 美观 大神 好厉害 第52章 柠檬水好喝不 大神 好厉害 简简单单的五个字 比让叶凡 获得几万点经验值 还要开心 薄唇微动 用只有两人 能听到的声音说 你也很厉害 宁希俏脸微红 幸好 他现在低着头 要不然 绝对会被别人发现异常 嗨嗨 林德江的咳嗽声 令众人迅速回神 嘶 一时间 叫适中 响起了一阵倒吸冷气的声音 要说其他人是震撼 难以置信 那么唐征旭就是极度 极端的极度 为什么 这家伙 怎么能考满份 假的 一定是假的 除了唐征旭 还有一个人的脸色不太好看 那就是 同样来自李克二般的邓宇 时至今日 邓宇已经接受了叶凡的变态 可心里还是感到有些不甘心 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 宁熙会离她越来越远 可又找不到任何挽救的办法 这就让她有种深深的无奈感 之前宁熙对她很是冷淡 但她并不着急 因为宁熙对其他男生也是这样 可自从叶凡出现以后 一切都变了 长得帅 学习好 关键在和女孩拉近关系这方面上 还贼心好心好强 这个天杀的家伙 怎么好事都让她占了 老天爷 你是瞎了眼吗 叶凡同学的数学水平非常好 大家以后 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可以多找她讨论讨论 当然 找我也可以 林德江看了看时间 道 好了 马上要下课了 下节课讲这次的卷子 叮铃 林德江刚把话说完 下课铃声接着响起 他整理好卷子 道 下课 老师再见 上午只有两节青大冲刺班的课 一下课 学生们就收起东西 赶回了各自的教室 这种体验 他们还是第一次 不过 很充实 高三 一个充满回忆的时间节点 有这种充实的体验 很不错下午放学 理科二班中 学生们转眼走了大半 只有两人还坐在座位上 没有起身的意思 两人自然就是叶凡和宁希 宁希转头盯着正在看书的叶凡 眸中颇为好奇 你不走吗 等你 叶凡和尚书 脸上挂着淡淡笑意 作为你的同桌 我有义务护送你 到胡同口 宁希迎上那道深邃的目光 翘脸粉红 软糯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慌乱 不 不用的 我自己可以 哦 叶凡脸上的笑意更加明显 本来还给你准备了自制的高考数学大题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给你了 文言 宁希郊躯一将 脸上写着大大的两个字 无奈 怎么可以这样 不行 宁希别过头 低不可闻地说着 等一下 我 去你家 叶凡嘴角勾起 明知顾问道 那我以后能跟你同行吗 我 宁希小手紧捏着衣角 翘脸充血 她那可爱的模样 让叶凡有种 把这丫头拥在怀中的冲动 可惜 现在还不能付诸行动 再等等 等到大学 她的攻势就会完全展开 她不会再犯上一试的错误 这一试 她会紧紧地抓住宁希 绝不松手 随便你 宁希拿起书包 逃一般地跑出了教室 叶凡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 看着前面的倩影 心中填满了温柔 胡同口 庄叔叔 我 明白 不等宁希把话说完 庄立就启动了车子 往白玉小区门口驶去 宁希对着叶凡微谦笑 亲眸如同溪水一般 我们走吧 好 叶凡跟着笑了 习惯性地把宁希护在里侧 抬不往小区门口而去 其实 她本来可以把准备好的试卷 习题 带去学校 想了想 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现在这样就挺好 她可以和宁希单独待一会儿 先坐 叶凡放下书包 转身打开冰箱 拿出早上准备好的柠檬水 放在宁希面前 喝吧 我去拿提及 嗯 等到叶凡走进卧室以后 宁希再收回目光 眸中带着一抹复杂 突然发现 自己和叶凡的相处模式 好像有些怪 至于哪里怪 她也说不上来 反正 就是很怪 端起杯子 宁希喝了一小口 熟悉的味道在舌尖打转 心情变得格外放松 每次来 叶凡都给她准备了柠檬水 几次过后 她都已经习惯了这个味道 导致在喝其他的柠檬水时 总感觉味道有些不对 而且 通过这将近半个月的相处 她心中确定了一件事 叶凡对自己太好了 好得有些不正常 按理说 她和叶凡只是同学关系 叶凡没理由对自己这么好 而且从叶凡的眼神中 她只看出了真诚 并没带着其他目的 就单纯地对她好 宁希靠在沙发上 小腿微微翘起 一边喝着柠檬水 一边胡思乱想着 走出卧室的叶凡 看到这一幕 眼底深处闪过了一抹深情 只是一瞬 随即就恢复正常 她来到茶几旁 拿起宁希的书包 将提及放了进去 宁希谁好喝不 好喝 宁希的某脚一弯 在想拉链拍了拍书包上的褶皱 笑着道 那以后天天喝好不好啊 好 话一出口 宁希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以后天天喝 这话的意味岂不是说 想明白以后 宁希的脸刷一下就变得通红 好似盛开的玫瑰一般 叶凡同学 我们还在上高中 有些事情不太合适 希望你别多想 很感谢你能帮我补习 如果是我让你产生了误会 那 在想什么呢 不等宁希把话说完 叶凡出声打断 嗓音温和 我的意思是说 以后要是想喝柠檬水的话 就跟我说一声 上学的时候给你带一杯 又不值什么钱 作为同学 难道我还不能请你喝吗 宁希张着小嘴 眼神发呆 啊 这 看着整齐的地板 宁希撬脸上的温度迅速上升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缝 好丢人 见宁希低着脑袋沉默不语 叶凡眼含笑意 嘴角微微翘起 丫头 我不会给你拒绝的机会 第53章 意外之喜 我 我该走了 宁希低语 神情颇有些不自然 不 应该说是尴尬 好 叶凡并未挽留 拿起宁希的书包 看到茶杯中 还剩着柠檬水 低声提醒道 把水喝完 以后每天早上 我带一杯去学校 嗯 文言 宁希的声音更低 轻力脱俗的脸颊 呈粉红色 他端起茶杯 小口小口将剩下的柠檬水 喝干净 人长得好看 做什么都好看 叶凡觉得 这话说得非常有道理 只是一个简单喝水的动作 放在宁希身上 都如此动人 一瞥便是惊鸿 芳华乱了扶生 放下茶杯 宁希向外走去 叶凡拿起他的书包 跟在后面 来到门口 他将书包递给 在外等候的庄丽 道 路上注意安全 庄丽看了叶凡一眼 并未接话 接过书包 恭敬地对着宁希道 小姐 我们走吧 嗯 宁希扭头对着叶凡轻挥手 谢谢你的柠檬水 很好喝 明天见 明天见 送走宁希 叶凡回到家里 看着卧室中地上 堆如小山的书 无奈地叹了口气 希望这周日的面试 可以顺利通过 那样的话 至少不用为买书的资金 发愁洗菜 做饭 吃饭 忙完这一切后 叶凡坐在书桌前 翻开手边的书看了起来 柔和的叶凡打在窗户上 为黑夜点缀着丝丝一彩 滴滴 当闹钟声响起的时候 坐在书桌前的叶凡 伸了个懒腰 该睡觉了 重生后的他 无比自律 将时间规划得非常合理 他也在严格按照这个 作息时间表执行 做一个优秀的人 这样才能给宁熙 更好的爱情体验 一夜无话 早上飘着细雨 天色雾蒙蒙的 叶凡撑着伞 不慌不忙往学校走去 早上起床的时候 看了看右臂上的伤口 一夜的时间已经结巴 这让他忍不住 感叹系统的强悍 二级武力而已 自愈就如此惊人 完全超出现代医学的范畴 就是名字取得有些不合适 武力 准确地说 叫做身体素质更为贴切 恭喜宿主为武力能力重新命名 经过系统的评判 认为体力贴切合理 即刻起 武力正式改名为体力 更名成功 奖励宿主500点经验值 叶凡脚步一顿 愣在原地 还 还能这样 这个系统还真是 随意啊 如之秀 无不及也 不过 500点经验值 对于叶凡来说 却是意外之喜 这些经验值足够把武力 哦不 体力升到三级 住身胡同口 见左右没人 叶凡掉出了属性面板 宿主 叶凡 知识 三级 零 两千 智力 三级 零 两千 体力 二级 零 五百 医术 二级 零 五百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八百六十四 升级体力 系统 升级体力 需耗费500点经验值 是否升级 是 系统 消耗500点经验值 体力成功升到三级 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叶凡全身的骨骼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幸好周围没人 不然肯定会被吓一跳 但一想停止以后 他握了握拳 力气增长很多 精神异议 还不错 叶凡脑海中的属性面板 随着体力的升级 跟着发生变化 宿主 叶凡 知识 三级 零 两千 智力 三级 零 两千 体力 三级 零 两千 医术 二级 零 五百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三百六十四 目前 四项能力 只有医术还是二级 剩下的均已升到三级 现在经验值还剩下三百六十四点 距离五百点 只差一百三十六点 以现在获得经验值的速度 三天时间足够念霸 叶凡脸上露出了淡淡笑容 看来 开启功德点的时间 要比计划中提前很多 果然 人算不如天算 走进学校 入眼的画面 让叶凡想起了一首诗 天街小雨 润如苏 草色谣看尽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圣烟流满黄都 仅好 人更好 叶凡并未停步 迎着懵懵细雨 往教学楼走去 快速上了五楼 连口气都不带喘 教室最后一排 宁夕趴在桌子上 肌肤如雪 灵动得轻眸转动 不知在想什么 叶凡眼底深处 闪过别样之色 台步往座位上走去 正在和同桌交谈的唐征旭 看到走进教室的叶凡 脸上的笑容迅速消失 冷眼盯着他 不知道的人 恐怕会以为 两人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对于唐征旭的目光 叶凡视若无睹 压根连看都不看眼 直接从他身边掠过 叶凡的这种态度 让唐征旭很是难受 有种拳头 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 此时的他 和当初的邓宇 如出一辙 来到座位上 叶凡打开书包 将一个粉红色的保温杯 放在了桌上 小夕 你的柠檬水 嗯 谢谢 看着眼前的保温杯 宁夕轻咬红唇 眸中闪过了一抹复杂 随即 就把心中那些 乱七八糟的想法压了下去 可能是他想多了 只是一杯柠檬水而已 以后放学之前 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就好 秀发屡屡下垂 盯着手中的卡通版保温杯 声音略微有些羞涩 偶尔喝一次就好 不然会腻的 闻言 叶凡颇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宁夕 打开书包向外拿着书 眼中充斥着笑意 道 你不会 宁夕带住 神色之中有惊讶 有疑惑 更多则是错愕 他怎么知道 对于这一点 叶凡自然清楚 上一世 宁夕几乎每天都会去楼下的奶茶店中 买上一杯柠檬水 冰柠檬 不加糖 谢谢 这句话 深深刻在她的心中 叶凡曾问过宁夕 天天喝 喝不腻吗 宁夕当时的笑容很动人 回答道 别人会腻 我不会 至于刚才宁夕为什么会那样说 很简单 委婉地拒绝 对于这丫头的小心思 叶凡心中一清二楚 想拒绝 不给机会 一次都不给 第六题的第二问 叶凡同学的解题步骤和思路非常好 完全可以作为标准答案 黑板前的林德江 对着叶凡招了招手 道 叶凡同学 你是班里唯一一个解除第六题的 下面就由你来和大家讲讲 这一问 刷一下 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聚在叶凡身上 有羡慕 有嫉妒 也有佩服 叶凡和尚书 齐身看着黑板 正色道 其实 这道题也非常简单 综合第一问的答案 仔细审题 可以得出第二问的解题思路 然后 就可以解出来了 说完 自觉地坐下 接着 他继续翻开面前的四元欲剑 看了起来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让众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包括林德江 过了好几秒钟 众人脸上 才出现各种各样的神情 这说的啥 是废话吗 嗯 是废话 扑痴 一个没忍住 宁希无嘴偷笑了起来 毛子弯成了月牙 说十迟 那十块 转眼间 绝大多数的目光 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太美了 羡慕 嫉妒 哼 这样的同桌 他们也想要 毁 后毁 毁得肠子都轻了 前天分座位的时候 为什么不争取一下 说不定就成了 感受到众多炙热的目光 宁希急忙低下了头 侧着脑袋瞪了一眼叶凡 低柔的声音之中 带着嘶嘶称怪 都怪你 对此 叶凡心中苦笑不已 丫头 你长得如此袖涩可餐 这些LSP 哪里能顶得住 想归想 但叶凡并没有说出来 把放在桌子中间的复习资料 往宁希那边推了过去 高如小山的复习资料 完美挡住了众人的视线 想看 想屁吃吧 第54章 明天 你有事吗 嗨 林德江强行接着叶凡的话 继续往下讲 大家看叶凡的第一步 已知函数F X等于X3加 EA X2A A加2 X加B 众男生的目光 这才转移到黑板上 见状 宁希拍了拍胸口 微微松了口气 好奇地盯着叶凡 问 你为什么不 好好给大家讲一讲自己的解题思路 平时 叶凡给他讲题的时候 态度极其认真 细致 讲一遍 他没懂 叶凡会接着讲第二遍 而且还会换一种方式 非常有耐心 可反观刚才叶凡的态度 宁希从她的脸上 只看出了两个字 敷衍 没错 就是敷衍 宁希想不通 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解题思路 明明是件好事 可叶凡为什么会如此敷衍 因为 我要看书 叶凡翻书的动作一顿 低声给出了解释 宁希还是有些不能理解 红唇微动 看书有那么重要吗 现在在上课案 重要 叶凡抬头看了一眼讲台 见灵德江正在认真地讲解 侧过身体 深邃的目光 落在宁希那张绝美的容颜之上 笑着道 小夕 你在认真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也不喜欢被打扰 我 宁希眼眸低垂 不敢正视叶凡的目光 我也一样 叶凡淡淡的语气中 眼中带着一丝向往 因为 我想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想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对着宁希歉意一笑 抱歉 有些啰嗦了 没 没有 宁希犹豫了一下 试探性地问道 那平时在你看书的时候 我向你请教问题 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如果打扰 不打扰 唉 宁希抬头 迎上叶凡那笑眯眯的目光 白皙的脸颊上 飞出了两抹红霞 极为动人 叶凡低沉的声音中 充满认真 道 没开玩笑 真的不打扰 以后有问题继续来找我 如果被我发现你问别人 或者问老师的话 说到这里 她的剑没轻挑 那 那就取消针对性补习 明白了吗 宁希轻眸睁大 盯着叶凡小嘴微微张开 顿时 林家少女的气质四散开来 清新 甜美 还带着一丝丝小可爱 连老师都不能问 过分 这人太过分了 画个圈圈诅咒她 叶凡微微一笑 收回目光 继续看书 这段时间 对于她来说 如同做梦一样 太过美好 如果是梦 那希望可以 永远醒不过来 如果不是梦 那她要将这段时间的美好 变成永恒 之后的两天 叶凡每天早上 都给宁希带柠檬水 虽然这丫头嘴上 说着不要不要 但硬塞给她以后 她也没拒绝 如此逆来顺手的性子 叶凡似乎早就知道 事实上 她也确实知道 星期六 叮铃 伴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 学生们少见地 浮现出欢快之色 终于可以休息一天了 真心不容易啊 眨眼间 教室中就变得空荡荡的 只有几个动作 比较慢的学生 还在收拾东西 其中 就包括叶凡和宁希两人 不过他们 不是因为动作慢 而是压根就没动作 经过几天的适应 宁希也习惯了叶凡的存在 默默接受了这一切 两人一个看书 一个在看课堂笔记 十分和谐 宁希 明天你有时间吗 突然 一道声音响起 扰乱了这个气氛 两人同时抬头 面前站着的不是邓宇 还能是谁 迎上宁希清澈的目光 邓宇有些拘谨 锤下的双手抓着裤子 语气略微有些结巴 宁希 明天帝都科技馆有展示会 我 我有票 这票很难得的 想邀请你一起去看 可以吗 不可以 宁希还没回答 叶凡就抢先开口 好吗 当着她的面 光明正大的约宁希 当她提不动刀了 重生后 她都还没约宁希出去过 这个邓宇 倒是先下手为强 这下 给叶凡气的不清 她之所以没这么做 是因为对宁希足够了解 按照宁希的性子 她不可能会和异性单独出去 你 邓宇脸色阴沉 愤怒地盯着叶凡 道 请你搞清楚 我不是在问你 我是在问宁希 你是宁希的谁啊 我是宁希同桌 邓宇面部微微抽搐 正要开口反驳 就见宁希轻轻摇头 轻声道 邓宇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明天我有自己的安排 你自己去看吧 婉言拒绝 邓宇眼中闪过了一抹无奈 在面对她时 宁希总是这副清冷的态度 没事 打扰了 已经被拒绝 邓宇也不会死缠烂打 转身的时候 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叶凡 愤怒的火焰在燃烧 又来破坏自己的好事 哼 等着 叶凡望着邓宇离去的背影 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抬手敲了敲桌子 小夕 等会儿去我家一趟 有东西给你 哦 好 宁希也没多想 只以为叶凡要给自己补习资料 轻声印下 收拾完东西 两人背着书包走出教室 叶凡把教室的门锁好 宁希乖乖地在一旁等待 画面感 非常美好 好了 走吧 嗯 两人并排而行 就连下楼梯的时候 也是如此 宁希走得较慢 叶凡也刻意地放慢脚步 她喜欢和宁希在一起的感觉 就算不说话 静静地走路 也很好 胡同口 庄厉已经等待多时 见到叶凡 她并没有露出意外之色 最近这段时间 叶凡一直都和宁希一起 对此 她虽然心中有些排斥 但宁希都没有说什么 而她只是一个保镖间司机 只能把心中的话埋在肚子里 小姐 嗯 宁希浅笑一声 道 庄叔叔 我要去叶凡家拿点复习资料 麻烦你先把车开到小区门口 是 庄厉点了点头 转身上车 随着一声汽车的轰鸣声响起 车子往数百米之外的白玉小区门口驶去 宁希对着叶凡眨眨了眨眼 美的好似一幅画 走吧 好 叶凡走在外侧 有意无意地聊着 小夕 这几天的补习 觉得效果怎么样 还不错 女孩迈着小步子 踩着褐色的青石板 一步一快 敲脸上洋溢着开心之色 你出的那些习题 感觉 嗯 怎么说呢 她歪了歪小脑袋 青丝随着微风在空中飘舞 软软道 就好像是对症下药一样 做完题再看你写的注解 效果非常好 说着 她停下了步子 说着 难道你没发现 我最近的分数越来越高了吗 语气中 带着一丝妖宫的味道 刚开始补习的时候 对于叶凡出的试卷 她是一阵头大150分的数学卷 只能考个七八十分 100分的物理卷 只能考个六七十分 经过这十多天的补习 她的成绩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现在数学卷基本上能保持在100分左右 物理卷也能在80分以上 提升了不止一星半点 厉害 见宁熙如此开心 叶凡也跟着笑了 继续问道 柠檬水好喝不好喝呀 一说到柠檬水 宁熙的脸突然红了起来 声音变得低不可温 好 好喝 听到这话 叶凡低声一笑 没再说什么 咔嚓 打开门 不用叶凡招呼 宁熙就自觉性地坐在了沙发上 滴溜溜的大眼睛 在客厅中四处打量着 叶凡放下书包 转身看到宁熙的举动 笑着道 又不是第一次来了 发现什么新大路了 没有 宁熙无嘴轻笑 软糯的声音 如同糖果一样 甜丝丝的 就是感觉你家有点冷清 嗯 明天 你有事吗 第55章 大片纸 明天 你有事吗 女孩脸上带着一丝羞涩 一丝紧张 小手紧紧捏着书包的肩带 指节微微发白 轻眸好似一汪清水 能融化世间万物 面对这个状态的宁熙 恐怕没有哪个男生会说出拒绝 叶凡 更不会 听到宁熙的询问 她整个人都梦了 这丫头是邀约我吗 是吧 是吧 应该是的 宁熙约她 饶是叶凡性子比较沉稳 在这一刻 也不禁有些心潮澎湃 嗯 有的 叶凡咬了一下舌尖 强行让自己保持冷静 语气依旧保持着平时的淡然 但如果细细品味的话 就能察觉出其中的微微波动 她抬步坐在宁熙对面 笑着问 小夕 突然问这个做什么 我 宁熙犹豫了一下 目光有些闪躲 软软开口 看你家里怪冷清的 刚好明天休息 你 你明天要是有时间的话 我买点装饰品给你布置一下 就当作是补习的报酬 说完 她觉得有些不对劲 连忙补充道 你别多想 我 我只是 好啊 叶凡不等宁熙把话说完 就笑着点头印下 她起身拿过书包 将里面的粉色保温杯拿了出来 这个保温杯 是她特意跑了两个超市 才找到的款式 那天见宁熙的笔记本 就是这个款式 她暗暗地记在了心里 起身打开冰箱 将里面冰好的柠檬水 倒进了保温杯中 然后 将保温杯装在了宁熙的书包中 嘱咐道 回家记得拿出来喝 明天什么时候来 来的时候 记得带着杯子 哦 叶凡这一系列的动作 把宁熙搞得有些猛 呆呆地点了一下小脑袋 轻柔的嗓音中 带着丝丝一仰明天 下午吧 好 叶凡笑呵呵地记下 犹豫了一下 低声叫了一句 小夕 嗯 明天中午别吃饭了 啊 嗯 你来给我布置房间 我当然要表示一下 明天给你做蹲大餐 说完 叶凡似乎想到了什么 继续的 放心 我不会下毒 绝对天然无公害 我 好吧 宁熙眸色微垂 脸颊粉红 空气怎么这么热 奇怪 那个 叶凡 你 你不是要给我拿补习资料吗 迎上宁熙微微闪躲的目光 叶凡微微一笑 清秀的五官 配上那深邃的目光 宛若黑洞一般 宁熙只看了一眼 就连忙撇过头 脸上的温度再次增加 这人笑起来的时候 还挺好看 宁熙 你在想什么呢 呸呸呸 思想不能滑坡 绝不能 就在宁熙胡思乱想的时候 叶凡的声音响起 小夕 今天没有复习资料 叫你来我家 主要是为了给你柠檬水 啊 宁熙张大小嘴 满脸错愕 不是拿复习资料 而是拿柠檬水 这 骗人爱 叶凡贪了贪手 眼底深处不满笑意 别这样看着我 来之前 我也没说是给你拿复习资料 关键是 你也没问不是 片纸 大片纸 宁熙轻眸微眨 白皙的小脸变成了粉色 声音中带着一抹称怪 你 你 我走了 说完 女孩起身直接向外走去 身影之中带着一丝慌乱 只不过 当她快走到门口的时候 发现书包忘了拿 正想回去拿 一转身 差点和叶凡撞了得满怀 叶凡仰了仰手中的书包 笑呵呵的 走吧 我送你 不 不用 我送你 叶凡高高地把书包举起 对着宁熙眨了眨眼 宁熙轻眸盯着叶凡 不服输地跳了两下 可惜 够不着 你 给我 我送你 宁熙咬着红唇 目光颇为优怨 轻轻剁了一下 转身往楼下走去 见状 叶凡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 连忙跟上 今天庄丽出奇地没有跟着上楼 两人并肩下楼 肩膀时不时会轻轻触碰 少女的幽香充斥在叶凡鼻尖 她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这样的感觉 真好 小姐 楼下 庄丽看到宁熙立刻迎了上来 至于后面的叶凡 她压根连看都不看一眼 完全把叶凡当成了空气 庄叔叔 我们走吧 是 对于庄丽的态度 叶凡也不放在心上 从第一天见到庄丽时 庄丽就一直是这种态度 她走到庄丽身前 将手中的书包递了过去 道 路上开车小心 庄丽瞥了叶凡一眼 并未说什么 跟在宁熙后面朝着小区门口走去 刚走了几步 叶凡嘴角微微一翘 别吃饭 宁熙的步子一致 随即加快了几分 庄丽则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啥意思 中午不吃饭 不过 她也没多想 赶紧跟了上去 看不到两人的背影以后 叶凡才重新上了楼 回到卧室 她掏出手机 找到一个号码拨了过去 嘟 嘟嘟 响了几声 电话被接通 喂 请问哪位 熟悉的女生想起 正是那天招聘家教的电话 你好 我是叶凡 前几天给你通过电话 应聘家教的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叶凡 女人停顿了两三秒 似乎记起了叶凡 道 原来是叶先生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想询问一下 明天应聘以后 是不是当天直接任教 这份兼职 虽然对叶凡很重要 但在宁熙面前 却算不得什么 明天中午 宁熙要来她家 如果时间冲突的话 她会推掉这份工作 不是 要等到下个星期 这件事还没有通知我女儿 明天她应该有自己的安排 所以只能等到下周日 明天只是走个流程 原来是这样 谢谢告知 冒昧打扰 实在抱歉 女人的回答 让叶凡露出了一抹笑容 看来 她的运气还不错 时间上并没有任何的冲突 叶先生客气了 在挂电话的前一刻 女人突然开口道 叶先生 你最好做一个心理准备 来应聘的人挺多 希望你可以成功 通话结束 叶凡看着手机愣了一下 随即洒脱一笑 人多 没关系 只要不要求学历 其他什么都好说 叶凡拿了身干净的衣服 先去冲了个澡 然后开始检查冰箱中的存粮 青菜 大米 鸡肉 然后 没了 这哪行 她可是要请明熙吃大餐的 擦干头发 装了几张百元大钞出门 目的地 菜市场 白玉小区算得上高档小区 这里的住户经济条件都不算差 附近的菜市场一左一右 相互竞争 不过 叶凡喜欢去左边的菜市场 右边的虽然价钱便宜 但菜的新鲜度要稍微差点 下午六点多 菜市场中几乎没什么人 不少摊主正准备收摊 见状 叶凡加快了步伐 直奔海鲜区 老板 来一斤香罗 两条带鱼 半斤竹节虾 两只青鲜 老板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 留着寸头 面向憨厚 叶凡在他这里买过几次海鲜 所以对叶凡并不陌生 听到这话 他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小燕 买这么多海鲜做什么 你一个人也吃不完啊 叶凡的目光盯在海鲜箱中 一边挑着 一边解释道 请一个同学吃饭 哦 老板笑得更加开心 眼睛挤得都快看不见了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啊 叶凡抬头 无奈地看了一眼老板 道 秘密 那就是女同学了 老板笑呵呵问道 是不是女朋友 如果是 今天的海鲜给你打五折 怎么样 男人要是八卦起来 哪里还有女人什么事 犹豫了一下 叶凡点头 虽然现在宁熙还不是他的女朋友 但以后总会是 所以 先借用一下这个名头 应该可以吧 嗯 可以 反正 宁熙那丫头也不知道 宁熙 臭不要脸 第五十六章 怎么是她 回到家 叶凡出奇的并没有看书 而是在网上开始搜寻正规的海鲜做法 一边看 还不忘拿着小本本记着 别提有多认真 忙碌了整整两个多小时 小本上记满了各种各样关于海鲜的做法 按照记忆中宁熙的口味 叶凡开始逐个筛选 很快就得到了最优的方案 等她忙完 已经晚上十一点 叶凡将零点的闹钟关闭 躺在床上 眼前浮现出那张带着笑容的容颜 当 早上六点 几只麻雀在窗外的站台上来回走动 时不时清拙一下木质窗框 出下的声音 叶凡缓缓睁开眼 坐起身 薄薄的毛毯顺势滑下 清秀帅气的脸庞 棱角分明 乌黑深邃的眼眸 泛着神秘的色泽 结实的肌肉 线条形状饱满 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十七岁高中生的身材 事实上 在窗台时也被吓了一跳 上辈子 他和肌肉这两个字 完全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想来想去 应该是体力升级导致的变化 站在衣柜前 叶凡翻来翻去 都不太满意 全都是休闲装 没有一件稍微正式一点的衣服 昨天晚上只顾着准备海鲜 把衣服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再去买 已经来不及了 无奈之下 叶凡挑了一身黑色的休闲装 下楼 在早餐店买了两个包子 一杯豆浆 在路边打了辆出租车 师傅 海黄区88号 听到这个地址 司机一脸惊讶 透过后视镜 打亮了一眼 正在吃包子的叶凡 道 小伙子 海黄区我可进不去 只能把你送到大门口 行 叶凡点了点头 海黄区 地都地段最好的住宅区 没有之一 那里的住房 没有大平层 只有别墅 现在公开售价一平53万 最小户型的别墅 面积也在300平方以上 也就是将近1.6亿 户型稍微大一点的别墅 价格两亿以上 能够住在海黄区的人 非富即贵 这样的地方 安保措施自然很严格 出租车开不进去 很正常 见叶凡同意 司机也没有再问 启动车子 白玉花园距离海黄区 并不算远 再加上叶凡出发的比较早 完美地避开了早高峰 所以路上也没有堵车 7点多6分 叶凡站在了海黄区大门处 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 他小声嘀咕道 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不过来都来了 他也没纠结 拨通电话 叶先生 对 是我 看了看十几米外的六名保安 叶凡无奈地撇了撇嘴 道 你好 我已经到了海黄区大门这里 不过看样子 应该是进不去 叶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没想到你会这么早 我马上派人去接你 请稍等 嗯 谢谢 挂掉电话 叶凡嘴角微翘 自言自语道 素质不错 电话中的女人 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 都很有礼貌 并没有那种趾高气扬 盛气凌人的态度 看来 运气还不错 遇到了一个好老板 你好 是叶先生吗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 叶凡正望着远处的商务楼发呆 背后突然想起了一道男人的声音 转过身 当他看清背后之人的相貌以后 眼中充满了惊讶 怎么是他 庄立刚起来没多久 正在吃早饭 突然接到了夫人的电话 让他来小区大门 接一位叶先生 可是万万没想到 夫人口中的叶先生 竟然会是那个 整天陪小姐一起放学的叶凡 他 傻了 这 什么情况 叶先生等于叶凡 见庄立一脸吃惊 叶凡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笑着道 别这么看着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指了指小区门口 解释道 前几天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找家教的兼职 所以就想来试试 庄立沉默了一下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向前一步 眼中金光四射 沉声道 你是不是喜欢小姐 嗯 叶凡平淡地点了点头 并无隐瞒的想法 庄立嘴角微微抽搐 眼前的这小子 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 他已经准备好了 一大堆的逼问言辞 可叶凡地直接承认 让他到了嘴边的话 又憋了回去 你 怎么了 叶凡笑了笑 平静道 男未娶 女未嫁 再说 小夕如此优秀 我喜欢他 不是很正常吗 可你 我知道 现在是在高三 放心 我不会打扰到小夕的学习 不仅不会打扰 我还会帮助小夕补习 叶凡嘴角一勾 道 最近小夕的成绩 有了显著的成长 不幸的话 你可以问问他 庄立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面露严肃 你知不知道小姐的身份 他可是 反正 你配不上他 请打消你心中的那些念头 身份这个东西 重要吗 叶凡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 笑呵呵道 无论小夕是什么身份 我都配得上他 不幸的话 等着看 声音平淡 却格外的自然 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突兀 庄立以前还没觉得 现在和叶凡才聊了几句 暗暗杂舌 眼前的小子 口才太好 不 太难缠了 走吧 夫人已经在等你了 他转身往小区中走去 不想再和叶凡扯皮 因为 说不过 叶凡微微一笑 台步跟上 一路上 入眼之处皆是绿色 各种各样的绿植 被修剪成精致的模样 如同走进了大森林里一样 空气中带着清新的味道 景色还不错 废话 听到叶凡的话 走在前头的庄立 脚步一停 板着脸道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海皇区啊 难道不是吗 叶凡笑眯眯地反问 庄立眼皮子跳个不停 他 怎么就那么 想做这小子一顿呢 哼 庄立停步 冷声道 不是我打击你 你就算工作一辈子 也买不起这里的房子 你和小姐 根本不是一个事件 知道了 叶凡无奈地叹了口气 左手懒洋洋地掏着耳朵 笑道 庄叔叔 这话我已经知道了 不需要再说 我们走吧 别叫我叔叔 我才不是你叔叔 扔下这句话 庄立黑着脸 大步走开 哥 等等我 庄立的脚步一个亮腔 脸色更黑了 脚步再次加快 叶凡慢悠悠地跟在后面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庄立的话不太好听 但人并不坏 不但不坏 还是一个颇为正直的人 刚才的那番话 虽然不能一概而论 但也包含了大部分的人 一般人就算打一辈子工 也绝对买不起这里的房子 不过 不好意思 他不是一般人 叶凡跟着庄立 来到88号别墅前 经过两道安检 才进入别墅 庄修非常奢侈 却并不高调 低调的奢华 这才是有品位的人 先在这里等着 庄立把叶凡往这里一扔 转身往楼上走去 叶凡也不拘束 往沙发上一坐 开始打量起四周来 当看到客厅 左边墙上的画石 眼中闪过了丝丝惊讶 他起身走到画前 双眼紧盯着眼前的这幅画 一看 就深深陷了进去 不知何时 他的身后 站着一名家居庄的女人 小家碧玉的气质 温柔如水 其中却夹带一抹古灵精怪 为其增添了几分 别样的风采女人正式兰西 下楼就看到叶凡站在画前 出于礼貌 他并没有出声打扰 安静地等着 好画 真是一绝啊 叶先生也喜欢画 第57章 会见兰西 叶先生也喜欢画 听到声音 叶凡转身 瞬间 两人都愣住了 眼中都带着明显的惊讶 兰西惊讶 是因为叶凡的年龄 太年轻了 在电话中 叶凡的声音 听着有二十多岁 甚至接近三十岁 因为声音中透露出的沉稳感 完全不像是年轻人 可眼前的叶凡 哪里有二三十岁 恐怕 连二十岁都没有 叶凡惊讶 是因为兰西的长相 和宁西至少有着 气氛相像之处 只是一瞬 明昔的母亲 意识到女子的这个身份 叶凡眼中的随意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郑重 恭敬 我是叶凡 夫人直接称呼名字就好 叶凡开口 嗓音沉稳低沉 和她的长相完全不符合 还不知道夫人怎么称呼 我姓兰 看你年龄应该不大 叫我兰姐就好 经过最初的惊讶 兰西轻笑一声 落落大方地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兰姐好 叶凡顺着杆子往上爬 小嘴非常甜 什么 有杆子不爬 脑子有坑吧 兰西轻步走到叶凡身旁 和叶凡并肩站立 目光落在墙壁上的山水画上 轻声而问 叶凡 刚才见你看得很是痴迷 能看得懂吗 不得不说 语言是门艺术 偏向质问的话语 从兰西的嘴里说出来 完全让人感受不到丝毫唐突的感觉 反而有种和林家大姐姐聊天的温馨感 闻言 叶凡嘴角处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道 看懂一些皮毛 不敢在兰姐面前献丑 没关系 说说看 兰西抬手扶了一下病脚的秀发 眼眸之中带着一某好奇 看你的年龄 应该和我女儿差不多大小 正好 我也听听年轻人对于这种古话的理解 既然这样 那我就现丑了 见无法推脱 叶凡也没再谦逊 做人吗 该谦逊的时候谦逊 但也不能过分谦逊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幅画应该是雪景寒灵图 出自北宋绘画大师范宽之手 范宽是与董元 李承齐名的山水画大师 和称北宋三大家之一 后世评价极高 他的声音温和 让人情不自禁地想 继续往下听 就连一项适才傲物的米符 在画史 凭之为本朝自无人出其右 原朝书画家赵孟甫称赞真古今绝笔也 明朝画家董契昌评价 颂画第一 这幅画描绘的是 北方冬日雪后山川的壮眉景象 在挨挨白雪之中 有一座险峻的山峰 这是竹井在他的背后 是无数的层栓叠杖 无边无垠 壮力险峻 听着叶凡的侃侃而谈 蓝西眼中的诧异之色 愈加明显 眼前这个年轻人 看着年龄不大 对古人古画竟然如此了解 实在出乎他的预料 叶凡礼貌一笑 道 这幅画应该是三张画卷左右拼合起来 丝毫不留痕迹 笔法老道 苍润雄伟 用墨恰到好处 布局惊奇 显示出极高深的绘画技巧 和艺术造诣 宋朝人没有在画上留名的习惯 只有在一株大树干上 写有陈范宽之四字 这与他的另外一幅名作 西山行旅图 类似 应该是范宽为宫廷专门绘制的 格外细致精巧 话落 蓝西不由地拍了拍手 眸中的赞叹之色 丝毫不加一掩饰 没想到你的年龄不大 竟有如此见识 实在难得 蓝姐谬赞 叶凡脸色平静 并未露出丝毫自得 谦虚道 粗通皮毛 登不上大雅之堂 蓝西笑而不语 蓝西双眸打亮 笑着开口 今年多大了 在上大学还是 高三 哦 我女儿也是高三 蓝西颇为好奇地盯着叶凡 问 以我给出的待遇 前来应聘的 应该都是四大名校的毕业生 面对这么多优秀的竞争对手 你准备怎么做呢 说实话 她很欣赏叶凡 虽然年轻 但性格沉稳 谈吐不凡 言行举止间 没有丝毫的拘谨 而且并不是礼仪 这样的年轻人 非常少见 可蓝西并不看好叶凡 今天的面试 虽说是走流程 但必要的测试还是有的 并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 就可以教她的女儿 再面对众多名校的毕业生 一个高三学生 怎么看 都没希望 叶凡神情依旧平静 对着未来丈母娘 应该可以这么叫吧 可以吗 嗯 可以 反正 早晚都是 再说 她也不知道 可 面对着未来丈母娘 叶凡沉稳做 道 蓝姐 在招聘广告中 你并没有要求学历这一项 说明你对学历并不是很看重 对不对 对 蓝西轻轻点头 道 学历代表不了什么 叶凡嘴角微微翘起 这对于她来说 再好不过 我和蓝姐的女儿 同样都是高三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反而是一件好事 哦 说说你的理由 不知不觉间 主动权已经牢牢掌握在叶凡的手中 迎上蓝西疑惑的目光 她的眼中只有干净 真诚 我对于高三的课程更加了解 很清楚考试中的大体侧重性 可以给你女儿进行高效的针对性补习 不要用您 用你就好了 蓝西纠正道 抱歉 叶凡点头 继续道 说了这么多 蓝姐一定在想 就算我对高三的课程更加了解 但在知识储备量和解题的水平上 肯定不如四大名校的毕业生 蓝西猛了 眼前的这个叫叶凡的年轻人 怎么 有点 为什么可以将她的心思 揣测得如此清楚 邪门 叶凡也不管蓝西一样的眼神 自顾自说道 这么多竞争者 而蓝姐却只需要一位家教老师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今天的面试应该会有测试缓解吧 有 有的 蓝西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得到蓝西的确认 叶凡的信心更足 笑着道 只要在测试中 把其他的竞争对手干掉 我自然而然就能得到这份工作 其实 还挺简单的 这次 蓝西是彻底无语了 简单 一个高三学生 想要把十几名四大名校的高材生 PK掉 这叫简单 可 叶凡的语气太平淡了 平淡的 让蓝西完全感觉不到 他是在放大话 就好像 本应该如此一般 这 加油 蓝西深深地吸了口气 并未多说什么 期待你的表现 他慢条思理地起身 轻声道 叶凡 你先稍微等等 其他的面试者 应该也快来了 我先上楼处理点事 你忙 不用管我 叶凡跟着起身 不敢有丝毫的失礼之处 毕竟 这可是 他和未来丈母娘的第一次见面 必须要在对方心中 留下一个好印象才行 上一世 他从来没有见过宁西的家人 这次在机缘巧合下 意外见到宁西的母亲 说实话 他心中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小紧张的 生怕自己表现得不好 蓝西走了 叶凡坐在沙发上低头发呆 回想着自己刚才与蓝西的交谈 好像有些过于 老成 但 也还凑合 至少 没有失礼的地方 请问 你是这次补习的对象吗 突然响起的一道声音打断了叶凡的思绪 抬头一看 眼前站着一名二十五六的男子 戴着金边眼镜 身着正服 高材生的气质张显无疑 你觉得呢 第五十八章 乌龙事件 你觉得呢 看着眼前笑眯眯的年轻人 季星纯也跟着笑了起来 心中已经认定叶凡 就是这次的补习对象 有意拉好关系 毕竟 这次的报酬非常丰厚 如果能接到这份兼职 那么他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生活条件会好上很多 我叫季星纯 应该比你大上的七八岁 你可以叫我季哥 季星纯坐在叶凡身旁 搂着他的肩膀 自来熟地说到高三的数学和物理 虽然比较难 但只要找对正确的方法 都不教识 老哥在南大数学系读博 对于高三的知识点 完全就是手道擒来 三个月时间 老哥绝对能帮你把数学和物理的成绩提高一大截 嗯 叶凡笑了 笑容很灿烂 就在这时 又有三名应聘家教的人走进大厅 看到叶凡以后 眼中纷纷一亮 他们和季星纯一样 都误认为叶凡就是这次的补习对象 没办法 叶凡看上去太像高三的学生了 嗯 他本来就是 还没等三人有所行动 接着又有几人走了进来 很快 客厅中就占了十几人 粗略一数 叶凡暗自择舌 他总算知道 昨天晚上 兰西的一番提醒是为何了 今天的应聘者 除了他以外 还有十四人 九男五女 这些人看上去 均是气质不凡 不过 叶凡并不紧张 这些人在大学中待的时间太久 早就把高三的知识点 忘得一干二净 讲讲大道理还行 真要比起来 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这会儿 十四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叶凡身上 几名男子热情地围着叶凡 主动找话聊着 几位女生看到这一幕 则是有些无奈 总不能硬往里面挤吧 老爹 老哥在学校 可是当之无愧的理科学霸 当初高考的时候 老哥可是全省第六名 你找我补习 效果绝对刚刚的 切 才全省第六名而已 我这个第五名还没说话呢 第五名怎么了 我还是保送生呢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 客厅中瞬间就变得热闹起来 见识不妙 几名女生硬着头皮 挤到了叶凡身旁 开始给叶凡灌起迷魂汤 弟弟 女孩天生就细心 找家教老师 还是找女孩比较好 对啊 姐姐的理科也不差 而且姐姐的性格很温柔 和我相处 你一定会感到很轻松 帅弟弟 考虑考虑姐姐我呗 比起男生 五名女生的态度更加热情 其中一名叫鱼灵灵的女孩 就差直接扑到叶凡的怀里 住在海皇区的人 能是一般人吗 再加上叶凡长得如此清秀帅气 简直就是最佳的择偶对象 年龄小 没事 现在不都流行养成戏吗 叶凡淡淡地笑着 只不过笑容有些古怪 缓缓开口 大家都很优秀 不过具体谁能应聘上 这个我说了不算 没关系的 弟弟 你可以跟你的父母建议吗 对对 你的建议还是很重要的 你父母一定会考虑的 帅弟弟 姐姐还兼修舞蹈哦 你要是选择姐姐 等到补习类的时候 姐姐可以给你跳舞放松一下 有没有很心动 一群男生脸上大写的无语 还能这样 这 不就是赤裸裸的勾引 呸 引诱吗 欺负人家小孩子不懂事 竟然用美人计 无耻 青春期的男生 对于异性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向往和好奇 于玲玲说出这种话 几乎相当于绝杀 再加上于玲玲 长得还挺漂亮 虽然他们不愿意承认 但事实上确实如此 别说是男生脸色不对 就连另外四名女生 也齐齐无语 这也太 不要脸了 一看情况不对 最先和叶凡套进虎的寄星纯 急忙开口道 老爹 女人只会影响你学习 千万不要相信这种鬼话 正所谓 心中无女人 拔刀 呸 学习自然神 听到这话 几名男生跟着开口复合 没错 还跳舞放松 那是奔着学习去的吗 对 大学中的女孩多了去了 老爹 你可千万不要被眼前的阴阴艳艳迷惑了眼睛 眼光要放长远点 就以老爹的长相和条件 要找什么样的女朋友找不到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打老爹的主意 人嘛 还是要有自知之明的 对于这个情况 叶凡心中好笑不已 这是在干嘛 他从来都没有说过 自己就是这次的补习对象了 这群人真是太能意想了 嘖嘖 可怕 哼 听到这些话 于林林心中有些不快 当即开口对了回去 说出这种话的人 思想才不纯洁 科学表明 适当放松 有助于更好的集中注意力 再说 我只是说 跳舞给弟弟放松一下 你们联想到哪去了 一群大猪蹄子 这际地图炮 轰得男生们 脸上纷纷露出尴尬之色 哼 季星纯讥讽一笑 道 打的什么主意 懂得都懂 何须多言 你 于林林脸色涨红 气得灰了灰袖子 弟弟 你别听他们瞎说 他们就是嫉妒你 姐姐可没有什么坏心思 补习嘛 自然要劳意结合 而且姐姐的理科成绩也很好 我们一起努力 相信 你一定可以考上新一的大学 言语之间 已然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什么位置 家教老师 于林林的这个态度 让其他人非常不爽 却又不能说什么 毕竟 作为名校毕业生 最起码的素质 还是要有的 总不能开口大骂吧 你们应该是误会了 叶凡摇了摇头 轻飘飘地说道 今天的应聘 我说了真的不算 打打 一阵皮鞋与地板发出的脚步声 让众人纷纷抬头看去 来人正是庄立 他对着众人点了点头 右手指着客厅左侧的会议室 道 大家久等了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的应聘 请大家先到这边的会议室中等候 叶凡起身 脸上挂着淡笑 让一让 让一让 走出人群 他不动声色地朝着会议室方向走去 见状 众人连忙跟上 看着被众人簇拥在C位的叶凡 庄立有些摸不着头脑 暗想 这小子这么受待见吗 不过 他也没多想 待众人进了会议室以后 转身上了楼 来到二楼的一间房门前 抬手敲了敲门 夫人 人已经到得差不多了 马上可以开始应聘测试 吃 过了几秒 房门打开 兰西从中走出 身着蓝色流纤裙 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女人 身上那股青春靓丽的气质 完全跟二十几岁的少女一般无二 走吧 是 庄立恭敬地低着头 眼神不敢在兰西身上多停留一秒 走进会议厅 当众人看到兰西的第一眼 纷纷惊为天人 男生惊艳 女生则是有些自行惭愧 不少人的目光不由地往叶凡身上飘去 一边打量着叶凡清秀帅气的五官 一边在心中感叹 要有多强大的基因 才能生出这样的姐弟 是的 不知不觉中 众人已经将兰西当成了叶凡的亲姐姐 叶凡将众人的反应看在眼里 心中不禁有些感叹 不愧是未来的丈母娘 兰西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对于众人的目光 兰西温婉一笑 极为动人 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特意来参加这次的应聘 我点下名 做下统计 话落 庄立连忙递上一份名单 兰西接过 看了一眼最上方的名字 轻声开口 叶凡 到 第59章 应聘测试 叶凡起身 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 在众人呆滞的目光中 对于兰西点头示意 众人瞪大眼睛 脸上挂着大血的猛逼 我是谁 我在哪 这人是来应聘的 那刚才 草 一种植物 尤其是于玲玲 他刚才表现得那么主动 就差那啥了 结果搞了半天 竟然闹了场乌龙 嗯 不过 这个小弟弟 长得确实还挺好看 如果不是年龄太小 好像还真可以试着 脑海中升起的念头 让于玲玲脸上微微发红 坐在叶凡身旁的季心唇 瞠目结舌地盯着叶凡 差异中带着些许忧怨 老爹 感情你也是来 面试的 嗯 叶凡坐下 半开玩笑道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刺不刺激 如果可以骂人的话 季心唇绝对不会犹豫 同样都是来应聘的 可叶凡却摆出了一副主人的架势 来故意误导他们 太气人了 有点过分了 季心唇声音中带着些许火气 浮了一下近况 明显可以看出来 这个动作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哪里过分 叶凡一瞥 轻描淡写道 刚才我不止一次地跟你们说 今天的应聘我说了不算 而且 从始至终 我好像都没有说过 自己是这次的补习对象吧 季心唇无言以对 事实 就是这么个事实 可 就很难受 如同吃了奥利给一样 季心唇 道 听到兰西叫到自己的名字 季心唇也不顾上生气了 连忙起身示意 脸上挂着斯文的笑容 叶凡嘴角微微一瞥 果然 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点名完毕 兰西轻声宣布道 今天的应聘 其实也很简单 不注重学历 我只要真才实料 说着 素手微抬 庄立当即会议 大步走上会议室中的讲台 弯腰从桌子里 拿出了一叠试卷 他的目光在众人脸上划过 声音如钟 这次的应聘内容就是测试 我手上的这张试卷上 有十道高三数学大题 十道高三物理大题 限时一个小时 谁答对的题目最多 谁就可以获得唯一的家教名额 听完这番话 除了叶凡以外的其他人 都是一脸错愕 测试 这种情况 他们属实没有预料到 因为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以往应聘家教 对方都只是看看学历 然后见见人 觉得可以就OK了 可谁知今天的应聘 竟然还要考试 这 太扯了 高三的大题 他们哪里还记得 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可不管他们再不情愿 也得硬着头皮参加 客随主便 当然 如果不想接这份兼职 马上就可以拍屁股走人 可关键是 他们舍不得呀 一个星期四个小时的家教 就可以获得四千元的报酬 也就是说 一个月只需要工作十六个小时 就可以获得一万六千元的薪水 这样待遇丰厚的兼职 可遇不可求 错过 再想遇到可就难了 试卷是手写的 清秀的字体中 带着一些潇洒的味道 每个人拿到试卷以后 都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好字 可是当众人看到试卷上的题目时 眼中不约而同地露出了回忆之色 他们在努力回忆 关于高三的知识点 数学还好点 尤其是物理 大家已经拿到试卷 庄历看了看时间 高升到 现在是早上八点二十一分 一个小时后 准时收卷 测试期间 希望大家保持安静 谢谢配合 兰西的目光在会议室中转了一圈 最终落在了叶凡身上 眼中情不自禁地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其他人都是一副抓耳挠腮的模样 可是到了 叶凡这里 却是粪笔集书 没错 就是如此 试卷上的这些题 可都是他托关系 找重点高中老师出的 每一道题都堪称经典 怎么能做得这么快 惊讶只是一瞬 接着 叶凡的年轻人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带着这个念头 兰西离开了会议室 此时的叶凡 正处于一个心无旁骛的状态 大脑飞快地运转着 各种知识点 以及相类似的大题 在脑海中浮现 各种破解方法快速筛选 效率之高 连他自己都忍不住惊讶 这就是三级知识 和三级智力的体现吗 变态啊 来到振华以后 叶凡一共进行了三次考试 一次入学考试 一次小测试 还有一次月考 这三次考试 对于他来说 可以说是手道勤来 轻松无比 可眼前的试卷却不一样 每一道题都堪称变态 足以成为高考中的压轴大题 足足二十道 叶凡莫名地有些兴奋 来吧 谁怕谁 傻傻 没过几分钟 会议室中响起了一阵写字声 其他人也陆续开始动笔 毕竟作为四大名校的高材生 都不是简单的角色 谁都有两把刷子 呼 叶凡放下了笔 飞快地检查了一遍试卷 确定误以后 举起了自己的手 交卷 目前这个情况 不但不能低调 反而还要尽可能地高调 如果不表现出足够的实力 那别人为什么要选择 他这个没有学历的高三学生 正在会议室中巡视的庄厉 看到叶凡的举动 大不了走到了叶凡身旁 眉头微皱 干什么 交卷 叶凡平淡一笑 将试卷放在了庄厉手中 看着手中的试卷 庄厉嘴角不停地抽动 目光中充满疑惑 难以置信地向叶凡确认道 你确定 现在时间才过了34分钟 你确定 现在就要交卷 声音不算小 很多人都听到了 答题的手不由地顿了一下 随即面露不屑 交卷 这人是来搞笑的吧 年龄不大 口气还不小 嗯 交卷 叶凡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无论是上一世 还是这一世 他始终坚信一个道理 强者 无需多言 庄厉看了一眼试卷上密密麻麻的解答 脑子有些猛 虽然看不懂 但也能确定一件事 叶凡把试卷上所有的题目都做了 这一刻 庄厉不由地想起 昨天和夫人的对话 夫人 如果有多人在规定时间内 全部作答正确 是不是要按照作答的时间 来进行评判 这个不用担心 没人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 作答完毕 可眼前的试卷 就是作答完毕了 虽然不知道正不正确 但他还是感到非常惊讶 就这么邪门吗 作为宁希的司机 庄厉对宁希的成绩很清楚 长期排在年级前列 属于为数不多的学霸之一 叶凡能给宁希补习 那他的成绩肯定不会差 对于这一点 庄厉能猜出一二 莫非 这小子真能应聘成功 不可能 这种念头在脑海中刚蹦出来 就被他瞬间否决 开什么玩笑 今天来应聘的人 全部都是四大名校的高材生 叶凡一个高三学生 能在这么多高材生中脱颖而出 怎么看都不可能 庄厉没再说什么 将叶凡的试卷收起 继续巡视了起来 叶凡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 等待着测试结束 在未来丈母娘家 还是不搞特殊了 容易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南希 谁是你未来丈母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当庄厉提醒娇卷的声音响起时 代表着测试结束 时间到 停笔娇卷 第六十章 你说的都对 时间到 停笔娇卷 十几名高材生的脸上 或多或少的都有些不甘心 试卷上的大提难度虽然高 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他们就有信心能够解出来 关键是 没有时间 一个小时 太短了 不过 也有个别的男生 对自己比较有信心 脸上挂着一抹不易察觉的自信 比如说 测试唇 交完卷 他拍了拍叶凡的肩膀 假人假意地安慰道 老爹 别灰心 我知道刚才那些题对你来说 太过于苛刻 不过 这对于你来说也是件好事 看他一些 哦 叶凡眼角 扫了测试唇一眼 笑呵呵地问道 此话怎讲 和我们这么多高材生在一起比拼 可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机会 对于你来说 这也算是一次比较重要的体验吧 测试唇一脸正色 声音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骄傲 以后好好加油 争取考上南大 南大可是全国排名第二的学府 只要能考上南大 那么你未来的前途一片光明 可是 见叶凡一脸犹豫的模样 测试唇爽快道 嗯 怎么了 有话但说无妨 叶凡叹了口气 弱弱道 可是 我想考清大 测试唇张了张嘴 表情那叫一个精彩 靠 这小子故意的吧 这一刻 他在心中发誓 如果再搭理这小子 他就是狗 太他们气人了 季星纯没再说话 叶凡嘴角翘起一丝弧度 跟谁俩呢 凡尔赛 谁不会啊 庄立刚把试卷整理好 兰西就来了 他什么也没说 坐在讲台上的桌前 对比着正确答案开始批改 叶凡第一个交卷 导致他的试卷是在最下方 兰西批改完一张试卷 就会爆出姓名和有效答题的数量 李海峰 五题 赵凡阳 四题 清脆动听的声音 如同风铃声一般 不时响起 在配上兰西那支信的气质 看得不少男生挪不动目光 何得何能 才能娶到这么美的老婆 可 庄立来到桌前 挡住众人的视线 眼神中充满了警告之意 几位眼神比较放肆的男生 瞬间变得老实了起来 眼前的这人 明显就是练过的 他们可不想自找不快 于玲玲 七题 刷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于玲玲的身上 目光中满含惊讶 在此之前 有效答题最多的才六题 谁也没想到 这个自称会跳舞的漂亮女孩 测试成绩会这么好 感受到众人的目光 于玲玲骄傲的挺了挺胸脯 本来飞机场的她 硬生生挺成了个B 转眼间 兰西已经宣布了13人的成绩 只剩下叶凡和季星纯两人 目前有效答题最多的人 依旧是于玲玲 在不少人的心中 已经将于玲玲玲 看作为这次应聘的最终胜利者 就连于玲玲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脸上不禁露出了喜色 季星纯 九题 待兰西的这道声音响起 于玲玲脸色的喜色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挫败和惋惜 就差那么一点 哈哈 听到自己的成绩 季星纯放声大笑 神情叠体有多得意了 蓝西眉头轻皱 出声提醒道 季先生 请你保持安静 对不起 对不起 季星纯连连道歉 但心中依然十分亢奋 他拍了拍闷不吭声的叶凡 低声道 老爹 看见没 老哥 我才是有真材实料的学霸 厉害 叶凡笑着 给出两个字的评价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季星纯 就是个逗逼 逗逼的逗逼的比 一般般啊 季星纯眉飞色五道 其实 老哥刚才并没有发挥好 要不然 达个十五六道提不成问题 嗯 我相信你 季星纯嘴角扯了扯 随即继续道 老爹 老哥给你句忠告 目标定得太高 那就不叫目标了 而叫梦想 梦想这东西 说白了 就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清大可没你想的那么容易 做人嘛 还是脚踏实地一些比较好 你说呢 嗯 你说的都对 看这一脸平淡的叶凡 季星纯突然想起 最近网络上一句比较火的话 不语傻瓜论短长 强忍住心中郁闷 他故意提高嗓门 故意发问 老爹 现在上大业 高三 听到高三两个字 不少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年头 高三的学生 都可以来应聘家教了吗 还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季星纯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 继续问 那老爹觉得自己 可以答对几道题啊 十几道吧 叶凡的语气十分平淡 平淡的让众人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反应过来以后 会议室中 响起了阵阵低笑声 十几道 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季星纯干笑 笑容中带着明显的讽刺意味 哼 老爹还挺喜欢开玩笑啊 嗯 你说的都对 季星纯敢肯定 眼前的这个小子 就是在故意编排自己 脸色瞬间晴转多云 就在这时 蓝希放下了手中的笔 微微抬头 叶凡 顿时 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他们倒是想看看 这个戏耍他们的小子 到底能答对几道题 蓝希的眼神有些古怪 其中还夹杂了一丝震撼 缓缓爆出了叶凡的成绩 二十道题 多 多少 二十道题 一时间 整个会议室中 变得鸦雀无声 落地听真 这样的气氛 足足持续了近十秒钟 才被一道声音打破 说话之人 正是季星纯 她的脸上 带着浓浓的质疑 大声道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蓝希反问 我 季星纯也不知道为什么 面对蓝希那 似乎能看透人心的目光 情不自禁的 就有些心虚 不过 想到这份工作的丰厚报酬 她咬了咬牙 沉声道 这次的测试试卷 虽然只是高三的知识点 但提的难度 大家也都亲身体验过 连我们都答不出一半 她一个高三学生 怎么可能全对 蓝希也不生气 目光转向叶凡 柔声发问 叶凡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面对着众人的目光 叶凡平静地摇了摇头 轻飘飘地说道 没 她说的都对 蓝希谋中 闪过一抹明显的笑意 她看得出来 叶凡这话 完全就是在敷衍 不想在这个问题上 多做争论 对于这次应聘的测试试卷 别人不清楚 她自己还能不清楚吗 试卷上的二十道大题 是由重点高中的老师 用一个多星期 才想出来的题目 再说这次的测试成绩 除去叶凡 最好就是季星纯 可她才答对九题而已 难不成 叶凡抄季星纯 抄对了二十道题 无稽之谈 你 季星纯忍无可忍 脸色胀红地盯着叶凡 那眼神恨不得 要把她吃了一样 哪里还有之前的谦和气质 我 叶凡贪了贪手 语气颇为无辜 还要我怎样 难道 你说的不对 可 就在这时 蓝希出声制止道 好了 今天的应聘会 已经有了最终人选 叶凡 恭喜你 谢谢 叶凡连忙点头示意 庄力拍了拍手 道 除了叶凡 其他人跟我走吧 接着 她又补充了一句 浪费各位这么久的时间 实在不好意思 夫人为大家准备了红包 聊表歉意 听到红包 众人的脸色 才变得好看一点 总算 今天早上没有白忙活 季星纯冷眼盯着叶凡 愤怒道 小子 别让我再见到你 叶凡微微一笑 道 看来老哥的记性不太好 我要上清大 而你在南大 本来就见不到 季星纯 汪汪 他为什么要搭理叶凡 为什么 众人离去 会议室中 只剩下了蓝希和叶凡两人 蓝希对着叶凡招了招手 拿出了一份合同 道 看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签上名字 嗯 叶凡走到台上 拿起笔 看都不看眼 直接签上了大名 他刚刚放下笔 就听到从身后的门口处 传来了一道的声音 熟悉的软糯感 让他浑身一僵 连忙低头 拿起合同看了起来 妈 中午我不吃饭了 第61章 签订合同 妈 中午我不吃饭了 门口处 宁西穿着一身素白色的休闲装 衣服偏大 将他衬托得更加小巧玲珑 粉雕玉琢的翘脸上 竟是青春的气息 不吃饭怎么行 蓝希抬头看向女儿 秀眉轻轻皱起 小夕 你现在多少斤 七十五斤啊 话一出口 宁西才意识到 还有外人在 有些不太好意思 道 哎呀 你问这个做什么 都这么瘦了 还不好好吃饭 蓝希摇头拒绝了女儿 中午好好吃饭 正好给你介绍介绍 这位是妈妈给你找的家教老师 你们今天先认识一下 后背一紧 看来 要瞒不过去了 以她对宁西的了解 这丫头在看到自己的第一眼时 绝对会露现 到时候 蓝希肯定会发现不对劲 在得知这次家教的对象是宁西以后 这份工作就算不给钱 叶凡也愿意干 她每周有六天时间 可以见到宁西 只有周日这一天 就这一天 对于叶凡来说都很难熬 周日的时候 她只能把自己埋在书海中度过 现在好了 只要能顺利接下这份工作 一周七天 每天都可以见到宁西 对她来说 再好不过 宁西为水 她为鱼 鱼离不开水 她 离不开宁西 家教老师 宁西猛了 双眸中满寒疑惑 打量着 这位家教老师的背影 莫名的有种熟悉感 不过 一想到昨天答应叶凡的事情 她轻轻摇头 对着母亲眨了眨眼睛 软软的声音中 家带着一抹撒娇的意味 妈 今天就算了 我下午约了同学去玩 很早就要出发 先上楼了 说完 转身就走 小西 听到母亲的声音 宁西的步子一停 转过身来 声音中带着思思歉意 老师 你别介意 今天我真的有事 下星期见 听到这话 兰西才算放过女儿 注意到这些细节 叶凡暗中扎舌 果然 能培养出宁西如此优秀的女孩 严格的家教不可缺少 同时 她的心中也暗暗松了口气 好险 如果宁西再做停留 那她就必须要和宁西打招呼 不然 会显得非常失礼 可宁西明显无心停留 心中一直在思量 怎么给叶凡装饰房间 一饮一拙 自有定数 兰西对着叶凡 歉意一笑 解释道 别介意 我女儿的性格偏向温顺 你们应该挺好相处的 不会介意 叶凡收起目光 将合同放在了兰西面前 道 合同没问题 下周就开始补习吗 对 下周开始 兰西点头 道 这次的补习持续到高考前 会不会耽误你自己的复习计划 其实 连她自己也没预料到 这次招聘家教老师 最终竟然找了一个高三学生 挺意外 也挺无奈 招聘测试前 她说过 谁答对的题目多 谁就是唯一的家教人选 再加上叶凡的表现 实在太过亮眼 犹豫再三 她还是决定 让叶凡来帮助女儿补习 不会 叶凡摇头 自信一笑 反简 高三的知识 我基本上已经全部掌握 就算现在不去学校 也不会影响我的高考成绩 可能这话听上去像是在吹牛 但 这是事实 迎上叶凡那干净的眼神 兰西微微愣神 事实上 她还真感觉不出 叶凡是在吹牛 语气中 听不出一丝一毫的炫耀 就像是在说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既然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她那秀丽的容颜上 浮现出动人的笑容 中午别走了 留下吃个饭 兰姐客前 这个还是算了 下午还有事 就不打扰了 叶凡自然不会答应 她可设不得放宁西的鸽子 不然 这丫头能记很久 上一世 她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 宁西足足一个月没搭理她 说什么 也不能再犯这种错 行 那我就不留你了 兰西并未开口挽留 看到门口的庄丽以后 道 庄丽 你把叶凡送出去吧 顺便让她在门卫处登记一下 这样以后进出也方便 是 夫人 庄丽点头应下 对着叶凡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叶先生 这边请 叶凡对着兰西点了点头 跟着庄丽离开 走出海黄区以后 她的情绪有些亢奋 莫名其妙 自己就成了宁西的家教老师 还提前见了一次未来的丈母娘 当初找兼职的这个决定 简直做得太对了 叶凡 该提醒的 我都已经提醒你了 跟在叶凡身后的庄丽 缓缓开口小姐的身份尊贵 你想要和她在一起 要比付出常人百倍 甚至千倍的努力 才可能有那么一丝丝机会 其实 优秀的女孩挺多的 没必要让自己活得那么累 你说是不是这个礼 见庄丽一脸无语的神态 叶凡笑了 淡淡出声 在我的世界中只有宁西 算了 跟你说这个干什么 你也听不懂 走了 不用送 看着在路边打车的叶凡 庄丽嘴角微微扯动 暗自嘀咕道 自大的小子 本来也没打算送你 吃 回到家 叶凡连忙掏出手机 看了看时间 十点二十五 来得及 打开冰箱 拿起一杯冰好的柠檬水 一饮而尽 放下水杯 叶凡马不停蹄地开始 打扫卫生 虽然家里并不乱 但不妨碍他打扫 花了二十分钟 将鸡脚嘎拉里 全部清理了一遍 而后又将卧室中地上的书 全部整齐地靠墙摆放好 做完这一切 已经上午十一点 没有停歇 叶凡直接来到厨房 拿出昨天准备好的食材 按照在网上找到的烹饪方法 开始做了起来 每一个步骤 他都做得很认真 生怕出一点错 一道 两道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客厅中的茶几上 出现了四菜一汤 看着自己的成果 叶凡满意地点了点头 万事俱备 只缺宁晰 闲着也没事 叶凡拿起沙发上刚买的 相对论看了起来 由于没开灯 客厅中略显昏暗 配上叶凡专注的神情 以及安静的气氛 静怡之感 扑面而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叮咚 门铃声响起 叶凡放下书 小跑着来到门口 开门以后 一名戴着口罩的妙龄少女 站在外面 手中提着大包小包 吕宇秀发被汗水浸湿 贴在白皙的额头上 不是宁晰 还能有谁 叶凡心疼得不行 连忙接过宁晰手中的东西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不会来我家 叫上我一起去买吗 放着我一个男生不用 是不是傻 你 哼 不夸我也就算了 竟然还数了我 解放双手的宁晰 束手将脸上的口罩摘下 露出了精致绝美的俏脸 此时 这张容颜之上 挂着丝丝不服气 女孩红唇一鸣 指着叶凡手中的东西 道 为了买这些东西 我跑了好几个地方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叶凡也不说话 将东西放在门口的鞋柜上 拉着宁晰的手 就把她按在了沙发上 然后从冰箱中 拿出一杯冰柠檬水 放在了她面前 先喝口水 休息一下 反观宁晰 在叶凡牵起她手的那一刻 就已经梦了 大脑一片空白 直到听到叶凡的这番话 才微微回神 脸颊上顿时红扑扑的 美不胜收你 你 不知道男女受受不轻吗 谁 谁让你牵我手了 说到最后 女孩都快哭了 轻眸忽闪忽闪 闻言 叶凡傻眼了 刚才她没想那么多 完全是下意识的行为 宁晰的性格非常保守 对于这一点 她很清楚 刚才这种轻易的举动 这丫头肯定接受不了 咋办 第六十二章 温馨且美好 那个 这一刻 三极致力的效果 就体现了出来 叶凡的思维快速运转 面对着女孩质问的眼神 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 小夕 你想什么呢 刚才 见你那么辛苦 我只是想着 赶紧让你进屋休息一下 再说 我们不仅是同班同学 而且还是同桌 好朋友之间牵个手怎么了 这是有意的象征 宁晰呆呆地盯着叶凡 微微张着小嘴 模样呆萌 除了爸爸以外 她还从来没有被男生牵过手 在她的认知中 牵手这种行为 应该是和男朋友 在一起才能做的事情 听完叶凡的解释 她竟莫名其妙地觉得挺有道理 可是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见宁晰发呆 叶凡趁热打铁道 好了 别胡思乱想了 你看你 出了那么多汗 赶紧先喝口水 哦 就这样 这场危机被叶凡给糊弄了过去 宁晰双手抱起水杯 小口喝着柠檬水 毛子微微发亮 好喝 刚才被牵手的事 被她忘得一干二净 叶凡心中不由地松了口气 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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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反应快 她去了趟洗手间 拿着一条干净的毛巾 来到宁晰身旁 来 擦擦汗 谢谢 宁晰接过毛巾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长长的刘海 被搞得一团糟 别动 叶凡突然出声 宁晰擦汗的动作一致 胶躯僵住 两只大眼睛 滴溜溜地转动着 怎 怎么了 是不是 有什么东西 对 叶凡点头 放轻脚步来到宁晰面前 贴着她的双腿蹲下 嘴唇微动 千万别动 你头上有只苍蝇 找了好几天 总算逮着她了 叶 叶凡 你该不会是想 把她在我头上拍死吧 我 我可不可以拒绝啊 宁晰咽了咽口水 小脸一垮 放心 我当然不会那样 说话的同时 叶凡已经触碰到宁晰的额头 嘴角轻轻勾起 丫头 你还是这么单纯 其实 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苍蝇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叶凡想替宁晰整理一下刘海 做这种事 当然要找一个正当的理由 她的手指 在宁晰额头上轻轻滑动 异样的触感 让女孩翘脸上的温度 迅速上升 叶凡 你 你还没抓到吗 快了 再坚持一下 哦 宁晰低不可闻地应了一声 闻着叶凡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她的心乱作异团 今天来这里 不是装饰房子吗 怎么先是牵手 接着又 哈 哎呀 过了大约十几秒 叶凡站起身 右手装模作样地往地上一摔 嘴里还不忘说着 让你天天打扰我睡觉 去死吧 做完这一切 叶凡对着宁晰笑了笑 道 走 去洗手 马上开饭 嗯 宁晰往地上看了一眼 什么也没看到 不过 她并没有多想 起身跟着叶凡来到了洗手间 这个是洗手夜 谢谢 跟我不需要这么客气 别忘了 我们可是同桌 叶凡嘴角一勾 干净帅气的笑容浮现在脸上 宁晰透过镜子看了一眼 急忙低下了头 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注意到这丫头的小动作 叶凡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 她很享受现在和宁晰的相处方式 淡淡的青涩 温馨且美好 回到沙发处 两人相对儿做 叶凡将茶几上一个个碗盖打开 顿时 客厅中香气肆意 哇 宁晰看着眼前的四菜一汤 小脸上写满了惊讶 这是你自己做的 不然呢 叶凡笑呵呵地说道 来 尝尝味道怎么样 说着 她夹起一只清蒸蟹 熟练地将蟹壳打开 三下午除二 就将蟹肉和蟹黄剔了出来 装了满满一小碗 吃吧 叶凡 我 我自己会弄 宁晰低着小脑袋 脸颊粉红 这种相处方式 好奇怪 总有一种面对爸爸的错觉 呸呸呸 宁晰 你在乱想什么呢 正常一点 等下装饰房间 你可是绝对的主力 叶凡笑着道 现在嘛 你这个主力 只需要负责养精蓄锐就好 像这种活 理应由我来做 快吃 凉了就不好吃了 谢 嗯 本来想道谢 但看到叶凡轻轻摇头 宁晰羞涩地低着头 尝了一小口蟹肉 毛子微微瞪大 怎么样 好吃 那就多吃一些 嗯 整个吃饭过程中 叶凡很少动快 更多的是给宁晰加菜 不行了 不行了 我真吃不下了 望着碗中 依旧堆如小山的饭菜 宁晰连连摇头 目光中带着一丝忧怨 这人 喂猪也不能这样喂啊 叶凡神色毫无变化 依旧笑眯眯地说道 乖 把这碗吃了就不吃了 你看看你 都瘦成什么样了 宁晰撅着红唇 直接躲到了一旁 不吃了 你刚才就是这样说的 我已经吃了三碗 你是想撑死我 继承我的花呗吗 行吧 文言 叶凡笑个不停 这丫头一般不跟人开玩笑 先休息休息 我把这里收拾一下 然后就可以开始装饰房间了 好 宁晰松了口气 总算可以不吃了 这是她记忆中 吃得最多的一顿饭 没有之一 目送着叶凡端着碗盘 走进厨房 她的眸子深处闪过了一丝诧异 咦 叶凡的衣服 和早上在会议室中 那名老师的衣服好像 这个念头 在女孩脑海中一闪而过 不过 她并没有多想 只当是两人撞山了 从来没想过 这两者就是一个人 听着厨房中传来的动静 宁晰拍了拍自己的小肚子 满足的侧躺在沙发上 小腿微微翘起 精致的脚踝暴露在空气中 好饱 等叶凡忙完以后 回到客厅时 宁晰已经睡着了 她小心翼翼地抬起宁晰的左脚脚踝 拿出压在下面的相对论 坐在对面沙发上 翻开看了起来 几分钟以后 叶凡放下了手中书 有些无奈 这会儿 她根本看不进去 眼神时不时就自动往对面飘去 既然这样 索性不看了 她拖着下巴 望着睡着的宁晰 深邃的眼眸中充满了温情 阳光穿过窗户 打在宁晰的身上 这一刻 似乎连空气都变得柔和了许多 女孩的这一觉 睡到了将近下午三点钟 阴拧了一声 睡眼惺忪地睁开眼 摇摇晃晃地坐起 眸色迷茫 叶凡也不说话 安静地欣赏着女孩 过了大约两分钟 宁晰才微微回神 小手拍了拍脑袋 眼眸一转 顿时愣住了 叶凡 你怎么在我家 叶凡笑而不语 很快 宁晰发现了不对劲 这里 是叶凡家 嗯 是 记忆迅速回归 她的小脸眨眼间变得通红 轻咬着红唇 心虚地看了一眼叶凡 几 几点了 两点五十七 宁晰急忙起身 毛毯滑落在地板上 软软的嗓音中 夹带着一抹着急 哎呀 你怎么不叫我 没事 不着急 叶凡起身将毛毯捡起 道 时间来得及 宁晰别过头 小手在身上摸了摸 见衣服没有异常 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这件事 要是被母亲知道 一定会被骂死 叶凡嘴角翘起 也没说什么 女孩子 有警惕心事好事 将毛毯放在沙发上 她将鞋柜上 几个塑料袋放在地上 把里面的东西 全部倒了出来 接着 她就傻眼了 这都是傻 第六十三章 快点长大 地板上 粉色的贴纸 涂料 画笔 还有粉色的小熊挂件 足足四个 叶凡抬头 声音中夹带着丝丝古怪 小夕 这就是你准备的东西 对啊 宁晰走到叶凡身前蹲下 小手指着这一堆东西 开始介绍这个粉色贴纸 计划是贴一个樱桃小丸子的图案 既可爱又漂亮 叶凡眼底深处 闪过了一抹苦涩 樱桃小丸子 丫头 你是认真的吗 堂堂八尺男 家里的墙上贴樱桃小丸子 怎么看 怎么怪 宁晰并没有注意到叶凡的异常 兴致勃勃地继续说着 画笔和涂料 才是今天的主要工具 我准备在你家墙上 画上两棵樱花树 一大一小 那你可要画好点 别把墙给我画坏了 放心 宁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那力道 看得叶凡眼皮子直跳 丫头 咱清点好不好 好 既然如此 那就麻烦您大师了 对于宁晰的画画水平 叶凡心中清楚 中等偏上 这丫头学的东西太杂了 钢琴 舞蹈 声乐 书法等等 可能 有钱人家的孩子 都是这样吧 你去看说 宁晰推着叶凡走进卧室 挪了挪嘴 没有我的允许 不能出来 不用我帮忙吗 叶凡笑了 笑容中充满了宠命 不用 宁晰连忙别过头 软糯的声音当即降低了很多 我已经吃了你做的大餐 装饰的活 我一个人就好 不 不用你帮忙 那你小心点 不能爬高 不能 哎呀 你怎么比我爸还啰嗦 宁晰凶神恶煞的瞪了叶凡一眼 无一样没有半分的杀伤力 这不是怕你 知 叶凡的话还没说完 门就被宁晰关上了 她扎了扎嘴 心中好笑不已 其实 她还是想出去 看着宁晰干活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不过 这丫头不愿意 她也不会抢求 走到电脑前坐下 她想了想 掏出手机 找到房东的号码打了过去 喂 哪位 房东你好 我是606的住户 你还有印象没 小叶是吧 对 是我 怎么了 是不是房子住着不习惯 不是 叶凡客气一笑 直奔主题 是这样 我准备在房子里的墙上画点画 不知道可不可以 啊 这个 不太合适吧 我愿意出一万块钱的补偿费 这样可以吗 嗯 可以 当然可以 那就这样 多谢 挂掉电话 叶凡微微一笑 她有些期待 宁晰会把客厅改造成什么样 虽说对于那种粉色的东西 她不太喜欢 但 要看是谁 宁晰的话 怎样都行 闲着没事 叶凡调出属性面板 看了起来 宿主 叶凡 知识 三级 零 两千 智力 三级 零 两千 体力 三级 零 两千 医术 二级 零 五百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489 还差11点经验值 就可以将医术升到三级 本来昨天晚上就可以攒够经验值升级 但因为忙着查阅海鲜的做法 所以也没来得及看书 趁着这会儿也没事 叶凡打算把这最后的十一点经验凑齐 念吧 她拿起手边的一本书看了起来 功德点 我来了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完本阅读 经验值加五 一个半小时后 叶凡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嘴角小幅度地上扬着 升级医术 系统 升级医术需耗费五百点经验值 是否升级 是 系统 消耗五百点经验值 医术成功升到三级 属性面板 当即跟着发生了变化 宿主 叶凡 知识 三级 零 两千 智力 三级 零 两千 体力 三级 零 两千 医术 三级 零 两千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三 叮 检测到宿主四项能力 全部升到三级 系统自动升级 升级时间四个小时 升级过后 将开启功德点系统 搞定 四个小时后 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功德点 到底有什么用 这会儿 时间来到了下午四点四十分 叶凡走到门口 听着客厅中 稀稀素素的动静 强忍住想要出去的冲动 重新返回到电脑桌前 换了本书 继继续翻看了起来 二十分钟以后 叶凡将书放下 脸上略显无奈 系统升级 竟然连经验值都无法获得 我去 叶凡放轻脚步 小心翼翼地将门锁打开 动作之慢 如同归宿一般 生怕被宁熙听到动静 客厅中 宁熙坐在一个高脚椅上 面对着左边的墙壁 娇巧的小手拿着画笔 谋色认真 画画停停 不时地做思考状 客厅的灯光加上阳光 形成了柔和的淡黄色光芒 洒在女孩身上 如同为其披上了一层金色霞配 青丝之上的点点阴粉 将女孩衬托得 如同堕入凡间的 樱花仙子一般 甜静 唯美 叶凡脚步停住 正正出神 他悄悄地掏出手机 将手机调到静音模式 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如此美丽的风景 应该让他永恒存在 叶凡悄无声息地 走到沙发处坐下 望着墙上 已经出具规模的樱花树 眼中的柔情更甚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叶凡的目光 汇聚在宁熙身上 甚至不舍得移动 敬意之美 应该就是如此 呼 总算好了 也不知时间过了多久 宁熙放下手中的画笔 笨拙地从高脚椅上下来 步子向后退 打亮着墙上的樱花树 俏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 右边墙壁上 他画了一棵小的樱花树 左边墙壁上的这棵樱花树 才是今天装饰的重中之重 看起来 好像效果还不错 啪啪 叶凡抬起双手 鼓着掌 赞叹道 画得真好 咦 文生 宁熙转过头 看到沙发上的叶凡以后 小嘴微微一瞥 不是跟你说了 先不要出来吗 你这样 一点惊喜感都没了 谁说的 叶凡摇头 笑着道 已经非常惊喜了 再惊喜 心脏都承受不住 他捂着胸口 学着宁熙今天的语气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高兴死 继承我的花呗吧 噗 宁熙小嘴一鸣 绝美的笑容荡漾在奇俏脸上 刹那间的风情 似乎令客厅中的光线 都变亮了几分 叶凡 现在几点了 酥酥软软的声音 让心温润如初 渗入心底 着喜着慢慢尘埃 下午五点半 叶凡眼神拨动了一下 道 该回家了 去洗洗手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宁熙针手轻摇 婉言拒绝 我自己打车 回去就好 等一下 你记得把垃圾收拾一下 对了 还要记得把窗户打开 这个涂料有一些气味 要通风的 这番话 将叶凡彻底融化 情如漩涡 深不见底 快点长大 嗯 面对叶凡突如其来的话 宁熙显得有些猛 快点长大 什么意思 你 你在说什么呀 没什么 说着玩呢 叶凡连连摇头 转身从储物柜中 拿出一个口罩 淡淡的语气中 带着一抹不容拒绝 我送你回家 说着 聊起女孩脸颊上的绣发 将口罩为其戴好 宁熙白皙的小脸上 浮现出了红霞 如同天边的火烧云一般 红艳动人 本能反应下 她想阻止叶凡的行为 太过亲密 不好 可话到了嘴边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望着叶凡干净的眼神 清秀帅气的五官 他 呆了 这人身上的味道 好好闻 就这一次 嗯 就这一次 下次 下次一定要拒绝 第六十四章 牵手 绣着少女身上的淡淡幽香 叶凡的手指 在女孩精致的耳垂上划过 心猛的一颤 其实 她的这番行为 过于冲动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她就已经后悔 按照宁希的性格 十有八九会拒绝 甚至可能会给她 留下不好的印象 可 这丫头竟然没有拒绝 好了 低沉的嗓音中 夹带着一抹 不易察觉的颤抖和兴奋 谢 谢谢 宁希低着脑袋 白皙的小脸 早已通红一片 可 叶凡 跑到洗手间中 将一条干净的毛巾 进了净水 来到宁希面前 道 小夕 把手擦一下 今天辛苦你了 客厅经过你的翻修 瞬间有了千万豪宅的记事感 啊 哪有那么夸张 宁希的声音低不可闻 脑海中还在回想 刚才的那一幕 心不在焉地印了一句 这是怎么了 自己好像在饭花痴 啊 振作一点 宁希 你要振作 不能鬼迷心窍啊 尚清大 尚清大 思想不能滑坡 不能 就在这时 女孩的脑海中 冒出了一个声音 不就是戴个口罩吗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瞎想什么呢 好像 确实没什么 宁希轻咬红唇 结果毛巾 在手上擦拭了几下 走吧 叶凡深吸了一口气 大胆地伸出了手 送你回家 宁希呆呆地盯着叶凡 如同一只迷茫的小白兔 什么意思啊 这人为什么要伸手 自己是拒绝 还是拒绝 看出女孩眸中的迟疑 叶凡薄唇微动 目光深邃而又神秘 嗓音温和 小西 我们算是好朋友吗 算 好朋友牵个手 不是很正常的是吗 叶凡的声音中 充满了蛊惑之意 脸部红心不跳地说道 就像你和宇梦一样 平时不也经常牵手吗 可 宇梦是女孩子 女孩低着头 羞涩道 你是男孩子 男女瘦瘦不轻 这样不好 这话 我不认同 叶凡嘴角缓缓上扬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一直都在提倡男女平等 男生和女生都一样 你可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我 我没有 宁西摇头 软糯的声音中 显得有些着急 我只是 走吧 叶凡眼睛发亮 这丫头没有直接拒绝 那就说明 很有希望 这个时候 一定要表现得主动一些 我 望着叶凡的手 宁西的脑海中 正在天人交战 妈妈说过 不能和男生太亲密 要保护好自己 可叶凡的话 虽然奇怪 但也有那么一丝丝道理 好朋友之间牵个手 好像并不算过分 就这一次 嗯 就这一次 女孩再一次被叶凡忽悠成功 翘脸之上 阵阵发烫 犹犹豫豫豫地伸出小手 在灯光下 肤色宛若凝结的玉枝 晶莹剔透 鲜鲜软玉 萧春葱 长在香罗翠袖中 叶凡心中大喜 将这只小手握住 柔软 略微冰凉 情不自禁地捏了一下 触感很舒服 走 不走 女孩的声音 让叶凡回神 随即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走 并肩下楼 好巧不巧 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正好遇见菜市场海鲜摊的老板 他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 上面拉着刚进的海鲜 看到叶凡拉着一名戴着口罩的女孩 从小区走出来 大嘴一脸 按了一下三轮车的喇叭 B 叶凡眼睛一瞥 两人的视线在空气相撞 老板偷偷地给叶凡比了个大拇指 嘴唇微动 好样的 叶凡读懂了老板的意思 眼底满是笑意 同样用唇语回应道 必须的 对于两人无形之间的交流 明晰 浑然不觉 这会儿 他感受着叶凡掌心的炙热 脑袋阵阵发猛 可心中却莫名地有种安全感 这种感觉 很舒服 师傅 到海黄区大门口 好嘞 司机顺着后视镜看了一眼 启动车子 开了一会儿 他咳嗽了一声 暗有所指的和叶凡闲聊了起来 小兄弟 人这一辈子有很多机遇 遇到了 就一定要抓紧 牢牢地抓紧 不然 等到后悔时 可就来不及了 叶凡笑了 偷偷地看了一眼宁熙 见他低着脑袋 缓缓握住了他的左手 懒洋洋地回应道 多谢师傅提醒 我一定会好好把握 嗯 小伙子有前途 我看好你 司机满意地点了点头 摆出了一副 如此可叫也的表情 宁熙望着被叶凡抓住的手 模样呆萌 因为过度紧张 导致他的额头上 出了一层戏汗 在车上为什么还要 他抬起头 清澈如水的双眸 盯着叶凡的侧脸 棱角分明的轮廓 高挺的鼻梁 帅气俊美 好好看 察觉到脑海中 不正常的念头 女孩大修 思绪变得一团糟 宁熙 你堕落了 就这样 在宁熙迷迷糊糊的状态下 车子停在了海皇区大门口 叶凡付过钱 推着宁熙的双肩 将她送进了小区里面 因为白天登记过 所以保安并没有阻拦 至于宁熙 保安更加熟悉 虽然宁熙戴着口罩 但他们 还是能认出女孩的身份 毕竟 能在这种顶尖小区当保安 没点眼力尽 怎么能行 好了 就送你到这里 我回去了 87号别墅拐角处 叶凡停下步伐 对着还在发呆的宁熙轻轻挥手 明天见 说完 转身离去 夕阳下 她的背影拉长许多 宁熙盯着叶凡的身影 看了很久 很久 直到叶凡消失在视线中以后 才慢慢回神 啊 宁熙 你今天是傻了吗 她羞愤地跺了跺脚 白熙的脸上欲哭无泪 竟然和男生牵手 完了 完了 不行 以后这种事情 绝不能再发生 宁熙望为眼 叶凡离去的方向 清脆一声 骗子 七八糟的念头压下 迈着小步子走进别墅 刚走进客厅 就听到一阵争论声 我已经派人出去找了 不过 还没有消息传回来 老婆 不是我说你 你就这么放心 小夕一个人出去 宁向天的眉宇之间 充斥着焦急之色 已经下午六点出头 眼看天都快要黑了 可依旧没找到女儿 一时间急得满头大汗 你凶我 蓝熙眼睛一弯 看着自己的丈夫 委屈不已 平时 小夕经常去找她那几个朋友玩 我以为没事 说着眼泪就要往下掉 宁向天顿时慌了 连忙道歉 老婆 我怎么敢凶你呢 这不是着急吗 好了好了 咱不哭 听话 你凶我 宁向天没辙了 嬉皮笑脸道 老婆 我真的没有凶你 来来来 亲一个 可 宁夕感觉自己必须要出现了 不然 接下来的画面 可能会有些少而不已 小夕 看到 站在入口处的女儿 宁向天和蓝熙 狂喜不已 接着 蓝熙脸上就浮现出了 丝丝红韵 忍不住在宁向天腰间掐了一下 低声埋怨道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出了卧室 就正常一点 现在好了吧 小夕肯定全部都听见了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宁向天脸上浮现出一抹尴尬 对着宁夕招了招手 宁夕眼眸微闪 乖乖地走到沙发处 你今天去哪了 找同学去玩了 哪个同学 我派人去苏科和罗宇梦家里找过 怎么没有找到你 新朋友 谁 叫什么名字 男的女的 宁夕小嘴一瞥 目光幽怨 爸 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 能不要像审犯人一样审问我吗 说着 他念头一转 古灵精怪道 对了 你刚才不是要亲妈妈吗 亲吧 我把头扭过去 第六十五章 暴露 吃饭 吃饭 爸不问了 还不行吗 宁向天在商场混迹了这么多年 哪里还看不出女儿的小心思 不告诉他 没关系 他想知道一件事 办法多的是 小夕 咱们去吃饭 不理他 兰西拉起女儿的手 往楼上而去 宁夕对着父亲眨了眨眼睛 扮了一个鬼脸 模样可爱无比 宁向天愣了一下 情不自禁地揉了揉眼睛 惊讶无比 这 女儿从来都是一副乖巧的性格 就算有的时候会挤兑他两句 那也是传染他母亲的性格 还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做过这样的举动 宁向天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心中的好奇 愈加浓郁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丫头 今天到底去见谁了 这个念头一浮现 顿时便一发不可收拾 等到老婆女儿上楼以后 宁向天直接走出了别墅 庄丽 在 跟我走一趟 是 庄丽恭敬点头 什么也不问 该他知道的 不用问 老板也会告诉他 不该知道的 主动开口询问 只会给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 这是作为保镖的自我修养 两人来到门卫处 宁向天什么都没说 只凭一张脸 就让几名安保人员紧张不已 首付 宁先生 你有 有什么事吗 其中一名国字脸的男人 连忙出声询问 那叫一个小心翼翼 一直听说 首付好像住在海皇区 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 突然见到这种传奇人物 说不紧张 那是假的 您好 我想调查一下 今天下午的监控视频 不知道可不可以 宁向天已经刻意收敛气息 可时不时身上那种 若有若无的上位者气息 还是让几名保安静声不语 这个 这个我要报告 一下队长 宁先生 能否请你稍等片刻 实在抱歉 没关系 你去打电话吧 我在这等着 宁向天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好的 我这就去 保安连忙走出门卫视 拿着对讲机喊道 队长 队长 你快来门卫出一趟 什么事 宁先生来了 说是要调查今天下午的监控 调监控 不行 何阳 你在海皇区也干了两年 不知道要对住户隐私进行保密吗 可这是宁先生 我 哪个宁先生 对讲机那头的人 似乎听出了一丝不同寻常 宁向天 首付 什么 我马上过去 对 门卫视里 庄厉搬过一把凳子 细心地擦了擦 道 先生 你坐 谢谢 带宁向天坐下以后 庄厉低声道 先生 这样的小事我做就行 不需要 劳烦你亲自来 不 这件事必须我亲自来 宁向天眼中金光闪过 微微摇了摇头 文言 庄厉不再说话 心中却有些疑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有种风雨欲来的味道 过了大约三分钟左右 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 跑进了门卫视 见宁向天空无一物的双手 连忙对着一旁的 两位保安训斥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宁先生来了 不知道倒杯水吗 两名保安默默地对视一眼 面露苦涩 刚才只顾着震撼 哪里还记得这回事 不用 宁向天 瞥了一眼男人的胸牌 开门见山道 霍队长 今天来 我主要是想调 下午六点到六点半 这个时间段的监控录像 不知道可不可以 话语之间 丝毫没有提及宁熙 时至今日 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 他妻女的存在 大众眼中 他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这是出于对妻女的保护 毕竟 他的身份太过敏感 妻女暴露在大众视线中 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 宁先生 这个恐怕不行 霍一龙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尴尬一笑 解释道 我们海皇小区属于顶级小区 安保工作极为严苛 如果要调动监控录像 必须要有公司的手续 宁向天微微点头 并未出声为难霍一龙 他掏出手机 找到一个号码 拨通了过去 查一下负责海皇去安保的 是哪一个公司 市值多少 以及董事长的联系方式 给你三分钟时间 说完 便挂掉了电话 霍一龙站在门口 静也不是 走也不是 着实有些尴尬 宁向天似乎发现这一点 笑道 别紧张 你们也是给别人打工 放心 我不会为难你们的 稍等几分钟 多谢宁先生理解 霍一龙松了口气 眼角瞥了一下 还愣在监控前的两名保安 低声道 别愣着了 去给宁先生倒杯水 是 队长 两名保安手忙脚乱地拿杯子 倒水 叮铃铃 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宁向天的手机响起 他将手机放在耳边 时不时地点头 买了 到最后 他只说了两个字 就把电话挂掉 放下手机 宁向天抬头 目光落在门口的霍一龙身上 等一下 你就会接到你们老板的电话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他会亲自跟你说 哦 好 霍一龙呆目的点头 完全没理解话中的含义 直到他的手机响起时 思绪才被拉回到现实 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来电显示 他连忙接通了电话 语气十分恭敬 王总 你找我 随即 电话中响起了一道 颇为威严的声音 接着 霍一龙就傻了 目光时不时 往宁向天身上飘去 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还能这样 这就是有钱人的事件吗 两名保安 见自家队长的表情不对 小声交流着 队长怎么了 怎么跟见了鬼似的 不知道啊 可能是王总训他了 毕竟 眼前这位可是宁先生 就算王总也不敢得罪分好 这倒也是 挂掉电话 霍一龙深深地吸了口气 快速整理了一下思绪 然后 面露恭敬之色 对着宁向天弯身 宁总好 两名保安傻了 啥情况 宁总 霍一龙对着两人瞪眼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向宁总问好 就在刚才 宁总已经将阳光安保公司收购 从现在起 宁总就是我们的老板 两名保安直愣愣地站在原地 大脑当场死机 心中只有两个大字卧槽 为了调查一下监控录像 就直接将他们公司收购了 这个世界 太疯狂了 现在是否可以调监控录像了 可以 可以 当然可以 十几分钟后 宁向天满脸阴沉地走出了门卫室 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庄厉默默地跟在后面 心中苦笑不已 叶小子 这下 你有大麻烦了 第66章 堵住 回到家中 宁向天上楼来到女儿卧室门口 抬手敲了敲门 吃 房门打开 宁夕伸出脑袋 头上的点点阴粉 引起了宁向天的注意 小夕 你头发上弄了什么 啊 这个 宁夕眼睛滴溜溜转着 话语之中带着些许心虚 白天我帮同学画了幅画 不小心搞到头发上的 马上就去写 男同学 嗯 犹豫了好几秒 宁夕轻轻点头 她 不想说谎 宁向天眯着眼继续问 是不是对这个男同学有好感 刚才看完监控录像的时候 杀人的心都有 不过这会儿 她已经冷静了下来 先打听打听女儿的口风 才是重中之重 我 如此直白的问题 让宁夕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脸颊微微发红 有好感吗 有 这个 她心中很清楚 看到女儿这副神态 宁向天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结果 微微一叹 小夕 刚才你回家以后 是爸爸不对 一直以来 都把你当做小孩子来看待 不知不觉间 你都已经17岁 确实不是小孩子了 按理说 你有交朋友的权利 这个爸爸不应该插手 可是你现在正属于学习的紧要关头 切勿分心 爸爸 我没有 宁夕低着脑袋 轻咬红唇 宁向天微微点头 她很清楚女儿的性格 不会说谎 既然她说没有 那就肯定没有 想了想 她还是忍不住嘱咐道 小夕 以前爸爸不让你和异性接触 主要是因为你还小 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 迟早都会谈婚论嫁 这是不可避免的事 但 爸爸只要求你一件事 就算遇到自己喜欢的男生 也要保护好自己 女孩子要矜持 明白吗 爸 宁夕羞愤的跺了跺脚 你 你说什么呢 宁向天尴尬的挠了挠头 解释道 不是不让你谈恋爱 但 必须在成年以后 当然 如果遇到对眼的男生 你就把他领到家里来 我和你妈妈 也可以帮你爸爸关 你还说 宁夕将门打开 气呼呼地盯着父亲 一字一句道 我没有谈恋爱 爸爸知道 宁向天摸了摸女儿的小脑袋 声音温和 以后总会谈的 不给你这个傻丫头 打个预防针 万一被人骗了怎么办 今天送你回家的 那个小男生 感觉怎么样 我 宁夕亲眸瞪大 瞬间反应了过来 翘脸之上 布着淡淡的冷意 爸爸 你又去调查别人 接下来是不是就该威胁了 宁向天张了张嘴 顿时有些无言以对 计划 确实是这么个计划 只不过并不是威胁 而是 可 瞧你这话说的 爸爸在你心中 就是这么个形象吗 是 望着生气的女儿 心中微微泛苦 小夕 爸爸从来不威胁人 你 你威胁的还少吗 宁夕撅着嘴 生气道 小学二年级的同桌 五年级的同桌 初二十的同班同学 还有初三十的同桌 这些人为什么突然转学 这下 宁向天尴尬了 见父亲不说话 宁夕眸中闪过一抹犹豫 最终 还是决定摊牌 爸爸 今天送我回家的男生叫叶凡 同班同学兼同桌 就是他帮我补习的 那些注解 也是他写的 我承认自己是对他有些好感 他帮我补习 我感激他 这有什么不对 至于你说的谈恋爱 完全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文言 宁向天的脸上写满了惊讶 那些注解 竟然是一个高三的学生写的 难以置信 要不这样 等下个周末 你约叶凡到我们家来吃个饭 我和你妈妈当面感谢他一面 如何 吃饭是假 审视才是真 自己的女儿有多优秀 宁向天心中非常清楚 他不相信 有男生可以抵挡住女儿的魅力 这个叶凡补习的动机 肯定不纯 事实上 也确实如此 叶凡的动机 的确不纯 这不好吧 宁夕呆了呆 他没想到 父亲既然做出这样的决定 羞涩的同时 还感到有些手足无措 约男生到家里来吃饭 从来没有过 宁向天大手一挥 直接拍板 就这样决定了 放心 爸爸肯定好好招待他 说完 转身离开 宁夕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回神以后 心不在焉的关好门 心里乱糟糟的 怎么办 怎么办 真的要邀请叶凡来家里吗 可是 女孩将自己裹在被子里 想了很久很久 直到入睡之前 也没有想出个一二三 另一边 宁向天回到卧室 坐在床上 看书的兰西见他进来 放下手中的书 轻声发问 刚才干什么去了 怎么不上楼吃饭 宁向天走到床边 将兰西拥在怀中 故作委屈道 你不发话 我哪敢吃饭 兰西俏丽的脸上 露出了嘶嘶称怪 我不叫你 你就不会自己上来 给你留了饭 我去热热 刚有动作 兰西就被拉住 这会儿不饿 谢谢老婆关心 宁向天笑了笑 沉吟一声 老婆 我想跟你说个事 正好 我也要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你先说 两人那叫一个默契 连一个字都没差 甚至语气都一样 兰西轻笑着 仰着头 给了丈夫一记白眼 道 你先说 要不然 今晚自己一个人睡 宁向天苦笑连连 结婚这么多年 这句话 她都已经听了无数遍 可 就算听再多遍 也得听啊 是这样 小夕有个同学 在帮她补习 补习的效果还挺不错 最近她的数学 和物理成绩提高了不少 所以我让小夕下周末 邀请这个同学 来家里吃顿饭 感谢一下人家 当然没问题 应该如此 兰西点头 老婆 该你了 兰西坐着身体 肩上的真丝睡衣 微微脱落 香艳无比 宁向天咽了咽口水 道 老婆 我突然又不想听了 要不 兰西有些猛 宁向天义正言辞道 当然 是给小夕生个弟弟 或者妹妹啊 去你的 兰西白了丈夫一眼 老夫老妻 倒也不至于害羞 开口说道 今天 我给小夕找了一个家教老师 其实也没什么 只不过是个男生 怕你这个女儿空乱来 所以提前和你打声招呼 家教老师 还是个男的 宁向天的眉头高高皱起 眉宇之间净显不悦 兰西无奈地撇了撇嘴 她就知道会是这样 拉起丈夫的手 解释道 你别多想 那男生做题水平很厉害 虽然还在上高三 但比很多四大名校的高材生 还要厉害 还在上高三 宁向天眼皮子狂跳不已 当即便拒绝道 不行 绝对不行 这不是在胡闹吗 你在质疑 我看人的水准 家教老师下周末 开始给小夕上课 你不能捣乱 不然 说到这里 兰西轻挑秀眉 轻飘飘地说出了三个字 你懂的 宁向天满脸苦涩 从谈恋爱开始 她就被兰西拿捏得死死的 结婚都快二十年了 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减轻 竟然还变得更加严重 不行 一定要反抗 可 老婆 我有个建议 你要不要听一下 兰西眼色狐疑 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宁向天干笑一声 道 你不是说 这个家教老师的水平很高吗 正好 给小夕补习的那位学生 水平也不错 既然这样 那何不让两人比下 补习嘛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 如果听听这个 听听那个 对小夕反而不好 我们为什么不找一个水平最高的人 给她补习 老婆 你说是不是这个脸 前段时间的那些助解 让她惊叹不已 能写出这种水平助解的人 哪是普通家教老师 能与之相比的 更何况 还是一个正在上高三的家教老师 没有任何悬念 其实 她最介意的一点 这个家教老师 是个男生 高三的男生见到女儿是什么样子 想都不用想 哪还有补习的心思 所以 她才会说出这番话 这个办法 至少可以先把这个所谓家教老师给刷掉 今天在监控中看到的那个小子 虽然很令人讨厌 但宁向天不得不承认 确实有那么一点点 风采 肯定要比这个素未谋面的家教老师 要好得多 兰西秀没轻醋 低头认真地思量着 丈夫这话 确实很有道理 贪多嚼不烂 她对叶凡的水平 还是很有信心的 毕竟 白天叶凡的表现属实太过惊艳 就算女儿同学的成绩很优秀 也绝不可能是叶凡的对手 你似乎对小夕的同学很有信心 当然 宁向天点头 兰西思绪一动 眼眸微台 这个建议不是不能接受 不过 我对自己找的家教老师也很有信心 既然如此 我们额外加个赌注怎么样 赌什么 暂时还没想好 等想好了再说 你也一样 输了的人 无论对方让做什么 都必须去做 可以 好 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睡觉 关灯的前一刻 宁向天和兰西心有灵犀地对视了一眼 异口同声地说出四个字 你 输定了 第67章 升级完毕 回到家中 叶凡将中午 剩下的饭菜热了一下 随便应付了一顿 洗完早躺在床上 看得看时间 才晚上八点十分 距离系统升级完毕 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闲来无事 他下床来到了客厅 看着墙壁上的樱花树 嘴角扬起淡淡的笑意 隐隐约约间 似乎看到了宁西的影子 掏出手机 翻出白天偷拍 拍自己的女孩 怎能算是偷拍呢 当然不算 只能说是 悄悄拍的照片 完美的侧颜 伴随着淡淡的黄光 静意的气氛 没 叶凡将照片 收为了手机拼保 这样就可以 每时每刻见到宁西 明亮的客厅中 气氛安静 他看看墙壁上的樱花树 再看看手机拼保 脑海中不由地回想起 白天牵手宁西的一幕 总结下来 今天 赚大了 而且 还莫名其妙 成为了宁西的家教老师 追老婆还带发工资 一个没忍住 叶凡直接笑出了声 这运气 是不是该去买张彩票 如果让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认为 叶凡是个精神病 没事笑得这么甚人干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终于在八点四十的时候 叶凡的脑海中 响起了期待已久的声音 叮 系统升级完毕 开启功德点系统 开启功德商店 功德商店 什么玩意儿 叶凡连忙掉出属性面板 看了起来 宿主 叶凡 知识 三级 零 两千 智力 三级 零 两千 体力 三级 零 两千 医术 三级 零 两千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三 看到属性面板毫无变化 叶凡不由的有些傻眼 功德商店呢 系统 系统 你不觉得 有必要跟我这个宿主解释一下吗 系统 宿主想要什么解释 叶凡眼皮子跳了一下 耐着性子问道 现在功德点系统 不是已经开启了吗 怎样才能获得功德点 不是 还有什么功德商店吗 在哪呢 系统 不好意思 我把这事给忘了 叶凡嘴角艰难地扯动了一下 心中深感无语 这 未免也太不靠谱了吧 系统 功德点系统已经开启 宿主每做一件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 系统都会进行评判 评判等级从高到低 共有七个等级 分别是 SSS SS S A B C D级 不同的等级评判 对应不同数额奖励的功德点 SSS级奖励一万点功德点 SS级奖励五千功德点 S级奖励两千五百的功德点 A级奖励一千点功德点 B级奖励一百功德点 C级奖励十功德点 D级奖励一功德点 功德点可以在功德商店换取相应的技能物品 功德商店每天零点刷新一次 每次上架三种技能家物品 消耗功德点就可以兑换相应的技能物品 至于功德商店在哪这个问题 麻烦宿主好好看一下属性面板 回答完毕 文言 叶凡将注意力放在脑海中的属性面板上 仔细看了一遍 突然在右下方看见了一个功德商店的图标 尴尬 原来在这呢 就不能将图标做得大一点吗 唉 叶凡用意念点击了一下图标 脑海中的属性面板瞬间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一个如同商店货柜的模样 货柜上面漂浮着三样物品 每样物品下方都有介绍 消费返利卡 使用以后 在一个小时内消费的金额 会以十倍的数值返还到宿主的银行账户 资产来源绝对安全 限制 如果一个小时内的总消费金额大于一亿 无论超了多少 消费返利卡都只会按照一个亿来返还 售价 一百功德点 死 看完第一个物品的介绍 叶凡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牛批 除了这个评价 再也想不到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十倍返利 如果花掉一亿 眨眼间就可以获得十倍的返利 也就是说 能得到十亿 有了这东西 还买什么股票 可是 叶凡看了看自己的功德点 眼中露出了无奈之色 好吗 一点都没有 先过过眼影吧 接着 他把注意力放在第二件物品上 幸运卡 使用以后 一个小时内 宿主自身的幸运值会暴增百倍 限制 不能用于购买博彩 售价 一百功德点 接着 第三件物品 这是一件发光的光团 叶凡根本看不清里面是什么 只能将看向下方的介绍 技能 篮球精通 技能介绍 可以将使用者的篮球水平 提升至省队篮球运动员的平均水平 售价 二百功德点 看完三样物品 叶凡的思绪回到现实 经历过短暂的亢奋以后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变强固然是好事 但对他而言 身边的人才最为重要 重生后 他只有两个目标 和宁熙永远在一起 再则 就是提前将母亲的病治好 至于权势 金钱 名声 这些对他这个重活仪式的人 没有丝毫的吸引力 阳光照射在教室的玻璃上 如同撒上了一层金子的粉末 闪闪发光 学生们都在认真复习着 语文老师庞秋平 在过道上来回走动 黑板上写着两个大字 毕业 这是庞秋平出的题目 让所有学生围绕着毕业 写一篇作文 用来考验学生们的作文水平 作文在语文中 那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150分的语文试卷 单单是作文 就占据了50分 偏偏还有些学生 对于作文特别不擅长 这在庞秋平的眼中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走走停停 庞秋平来到最后一排 看到叶凡拿着相对论 看得津津有味 眼皮子跳了跳 他的手指在桌子上敲了敲 低声询问道 叶凡 现在是语文课 你 叶凡将书放下 从书涕中拿出一张 写满了字的白纸 放在桌子上 对着庞秋平 礼貌性地点了点头 老师 我已经写完了 为了不打扰其他同学写作 所以才选择看书 宁西小手一顿 眼神往叶凡那边飘了飘 眸色中带着思思无奈 写完了 庞秋平半信半疑地 拿起白纸 检查了起来 少年 少年之所以为少年 并不是年龄决定 而是心态 少年 看春风不喜 闻下缠不凡 赶秋风不悲 触冬雪不叹 死 庞秋平越看越心惊 直上洋洋洒洒的五百多字 形成了一幅又一幅的画面 浮现在他的眼前 几分钟之后 他缓缓将叶凡的作文放下 面容之上满是感慨之色 好文章 老师谬赞 学生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叶凡并不自得 谦逊的气质 令本就帅气的他 显得更加有魅力 宁熙偷偷看了一眼 迅速地低下了脑袋 精致白皙的耳垂 微微发红 好好看 要不要 再看一眼 嗯 就看一眼 只看一眼 女孩轻谋微微谐疑 正好与叶凡的目光撞在一起 吓得他再次低下了小脑袋 这般可爱的模样 让叶凡眼中充满了笑意 不错 你继续看书吧 不要打扰其他同学写作 扔下这句话 庞秋平继续巡视了起来 叶凡的文章写得太过惊艳 这样的学生实在难得 看课外说 好像并不是不可以 庞秋平走后 叶凡用胳膊肘 轻轻碰了一下宁熙 低声问道 小夕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感觉有点扭扭捏捏的 是不是有什么事 从早上 他就觉得宁熙有点不对劲 时不时就偷看自己 没 没事 女孩的声音很低 其中带着丝丝羞涩 叶凡薄唇一鸣 道 有事就说 跟我还客气什么 等 等中午吃饭的时候再说 现在还得写作文呢 宁熙应了一声 好 叶凡眼睛微眯 其中浮现出好奇之色 这丫头 到底有什么事 第六十八章 宁熙的邀请 叮铃 随着夏克林的响起 学生们零零散散地 往学校食堂而去 叶凡跟在宁熙身后 见女孩散落在背后的青丝 嘴唇微动丫头 你到底有多不喜欢马尾 上一世 她就见过一次宁熙扎马尾 还是在过年公司大扫除的时候 因为要干活 被迫才扎的 除了那一次 在叶凡的记忆中 宁熙一直都是长发飘飘 随意散落 宁熙的步子很慢 她知道叶凡在后面跟着自己 脸上的温度微微升温 来到食堂以后 她测了侧身 最终选择在炸酱面的窗口排队 叶凡继续跟着 在女孩身后排队 兄弟 让我插得对 一名一米七几的男生走了过来 根本没有正眼看叶凡 一直盯在前面的宁熙身上 目光炙热 叶凡眼神一眯 淡淡吐出两个字 不让 这下 男生才将目光转移到叶凡身上 语气有些不善 兄弟 插得对而已 不至于这么小气吧 等会打饭刷我卡 够意思了吧 不让 男生眉头一抖 道 你不认识我 文科四班 杨孝豪 兄弟 你要不要打听打听去 在振华 还没人敢不给我杨孝豪面子 一边呆着去 不让 依旧是这两个字 连语气都是一样的平淡 叶凡的态度 让杨孝豪恼怒不已 低声威胁道 小子 别给脸不要脸 劝你识相一点 他的声音不大 可站在前方的宁熙 还是听见了 转过身 眸中带着不加以掩饰的厌恶 你这个人 就不能去排队吗 杨孝豪满脸尴尬 心中有火 却又不敢在宁熙面前发火 可以 当然可以 我这就去 临走前 他冷冷地瞥了叶凡一眼 嘴唇微动 等着 对此 叶凡微微一笑 完全没把杨孝豪的威胁放在心上 都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妄想用这么低级的搭讪招数 真是朽目不可刁眼 就这 还想追他的女孩 想屁吃呢 宁熙眼眸微眨 轻声道 叶凡 别搭理这人 嗯 叶凡点头 笑眯眯地问道 小夕 你认识这个叫杨孝豪的 不认识 宁熙摇头 秀眉轻轻皱起 前段时间放学的时候 这人老是在校门口读我 不过 被庄叔叔教训了一顿以后 就老实了很多 原来是这样 叶凡眼神波动了一下 笑着道 以后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他要是再敢读你 我就揍得他满地找牙 扑 宁熙跟着队伍缓缓移动 双眸完成了月牙 眸中波光流转 打架是不对的 是不对 叶凡嘴角一勾 淡淡道 但 要分什么时候 文言 宁熙没再说什么 第一 师傅 两份炸酱面 宁熙收起饭卡 对着叶凡眨了眨眼睛 请你吃饭 谢谢 叶凡点头 俗话说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但 如果对象是宁熙 那就没有问题了 反正对于这丫头 她就没有拒绝这个选项 两人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谁都没有动款 叶凡干净的目光 落在女孩的翘脸之上 声音温和 到底有什么事 说吧 我 宁熙眸色闪躲 微微低头 下周末你 有事没有 怎么 要请我吃饭 叶凡轻飘飘地问道 你 你怎么知道 宁熙瞪大的双眸 小脸上挂满了惊讶 叶凡鼻头抽动了一下 说实话 她自己也有点惊讶 刚才她就是随便那么一说 没想到虾猫撞上死耗子 竟然真给蒙对了 这丫头 要请自己吃饭 这 不对劲啊 怎么看 都有些不正常 好好的 请我吃饭做什么 叶凡还是打算先问清楚 这件事 处处透露着古怪 宁熙什么性格 她很清楚 根本不会主动请男生吃饭 莫非 应该不会 她不认为自己的魅力有那么大 宁熙可不是一般女孩 想要俘获这丫头的芳心 还为时尚早 宁熙弄了弩红唇 小声解释道 你帮我补习以后 我的数学和物理都提高了不少 本来 我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爸爸 可她也不知道从哪知道的 昨天她让我邀请你 下周来我家做客 说是想当面感谢你一下 这个 叶凡犹豫了 其实 她倒是想答应宁熙 毕竟 这丫头好不容易主动邀请 这样的事情 八百年也遇不到一次 可问题是 下周末 她得给宁熙补习 到时候 她的身份就是家教老师 现在又来这么一份邀请 怎么见 总不可能一人饰演两个角色吧 可 叶凡心中纠结不已 但表面上 还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必须要去吗 宁熙咬了咬红唇 声音低不可闻道 我 我想让你去 她很了解父亲 如果叶凡不去 那她肯定会私下找叶凡 以前的前车之鉴 她记得清清楚楚 那些男生的结果无一例外 她不想 念头刚刚浮现 就被女孩瞬间否决 女孩并不知道 这样只是在自己欺骗自己罢了 我去 叶凡毫不犹豫地应下 宁熙都这么说了 她脑海中的想法瞬间消失 反正 家教老师的身份也瞒不了多久 早暴露晚暴露都一样 正好 趁此机会 见一见宁熙的父亲 嗯 见叶凡答应 宁熙松了口气 她拿起筷子 心不在焉地扒拉着 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见状 叶凡忍不住出声提醒 好好吃饭 多吃点 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风都能吹走 哪有那么夸张 宁熙摇了摇脑袋 将心中乱七八糟的念头压了下去 情不自禁想起 昨天在叶凡家吃饭的情景 不知不觉中 动人的梨窝荡漾在其翘脸之上 叶凡将酸奶插好吸管 放在宁熙面前 眼含宠蜜 多吃饭 听话 宁熙撇了撇红唇 眸色微闪 那种面对爸爸的感觉 又来了 叫 好奇怪 这里没人吧 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 和谐的一幕被打破 苏巧瑜 她端着饭盘 坐在宁熙身旁 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 相比宁熙保守的穿衣风格 苏巧瑜穿得十分柔美 气质也不差 可在颜值上的比拼 却有些无力 宁熙那精致绝美的五官 白皙的肌肤 吻压苏巧瑜一头 没 没人 宁熙抬起翘脸 小声应了一下 苏巧瑜看了宁熙一眼 接着就把目光 放在了对面的叶凡身上 动人一笑 叶凡 等会儿吃完饭 我能问你几个数学题吗 说着 她笑着解释道 这段时间 积累了不少的问题 本来想找老师问问 但想到老师 平时已经很辛苦 所以 就想到你了 你的数学水平很厉害 一定可以帮我解惑 最近 见你经常给宁熙 讲解数学大题 我们现在也算是同班同学 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 说完 她对着宁熙眨了眨眼 宁熙同学 借用一下叶凡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我 宁熙脸颊微微泛粉 道 我数学基础不好 所以会经常麻烦叶凡 苏巧鱼同学 要是有什么问题 当然可以向叶凡请教 她很乐于助人的 文言 苏巧鱼脸上的笑容更甚 将目光转移到叶凡身上 询问之意十分明显 叶凡的神情 没有出现丝毫的变化 她将手边未开封的酸奶 插上吸管 悠哉悠哉地喝着 很快 一小罐酸奶就见了底 苏巧鱼依旧盯着叶凡 甚至连宁熙也在偷偷看着她 叶凡眼神毫无波动 轻描淡写道 不好意思 我还要给小夕补习其他功课 没时间 第69章 误会我喜欢你吗 不好意思 我还要给小夕补习其他功课 没时间 听到这话 两女齐齐愣住 苏巧鱼是意外 而宁熙则是呆滞 呆滞过后 她那白皙的小脸上 飞出了两片红霞 怎么能这么说 容易被人误会啊 是我唐突了 苏巧鱼脸上温柔的笑容依旧 只不过 某底深处却闪过一丝落寞 对着两人轻轻点头 端起饭盘起身离开 望着苏巧鱼的背影 宁熙颇为苦恼地盯着叶凡 小声道 你 你刚才为什么要拒绝 苏巧鱼也是冲刺般的同学 他向你请教问题 你不应该拒绝的 而且 你 也不应该这么说 容易让别人误会 我们之间的关系 软软的声音 如同春风过境 为什么不能拒绝 再说 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误会的 叶凡继续道 小夕 之所以帮你补习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但苏巧鱼 我和他并没有任何关系 帮是勤奋 不帮是本分 你认为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 女孩张了张嘴 无言以对 事实上 也确实是这样 帮是勤奋 不帮是本分 叶凡淡胆而笑 道 好朋友之间互相帮助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别人要是想误会 就让他们误会去呗 深正不怕影子闲 宁熙发现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在面对叶凡的时候 他根本就插不上话 不是叶凡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而是直接用话 堵住了他的嘴 吃饱了 走了 宁熙小嘴撇了撇 赌气般地将筷子放下 做事就要离开 叶凡眉头一挑 低声道 别赌气 坐下好好吃饭 听话 哦 宁熙有种一走了之的冲动 可是对上叶凡的眼神以后 鬼使神拆地重新坐下 当他察觉到自己的举动以后 脸上发烫 宁熙 你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听叶凡的话 没骨气 真没骨气 不对不对 是因为炸浆面太好吃 嗯 就是这样 叶凡不禁暗暗发笑 闻声 宁熙偷偷地抬起头 见叶凡正一脸笑意地盯着自己 脸颊羞红不已 清脆道 你还笑 你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的话 容易让苏巧玉误会你 你 叶凡也不说话 笑迷迷地盯着宁熙 宁熙轻咬红唇 把心一横低声道 反正就是不好 误会我喜欢你吗 叶凡的声音很轻 但落在宁熙耳朵里 却如同惊雷一般 震耳欲聋 嗯 好一会儿 女孩才轻轻硬了一下 叶凡嘴角的弧度出现 温声道 别整天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现在是高三 谈恋爱可是会影响学习的 到了大学才可以哦 我 我知道 宁熙红着脸 与其颇为抓狂 我才没有想这些 我 我是怕你多想 提醒你而已 明明是叶凡的话有奇异 怎么到头来 变成他胡思乱想了 过分 知道了 叶凡指了指宁熙饭盘中的炸酱面 道 赶紧吃 再不吃 面都要坨了 女孩小嘴挪了挪 没再说什么 将心中的怨气 全部发泄在了食物上 叶凡眼中含笑 那目光 如同看女儿一样 高中不行 大学总可以把没事 他有的是耐心 下午 最后一节课 因为杨婷临时要开会 所以改成了自习课 二班的学生们 该复习的复习 该做题的做题 秩序紧紧有条 叶凡歪着头 欣赏着身旁女孩绝美的侧颜 心情十分平和 温馨 因为中午的事 整个下午 宁熙都没搭理叶凡一句 感受到叶凡的目光 她赌气地将头扭到了一边 还生气呢 没有 那你怎么不理我 不想理你 叶凡笑呵呵地说道 既然这样 等放学以后 我去一班找苏巧鱼 帮她讲解数学题 这样总可以了吧 不行 宁熙刷一下扭过脑袋 翘脸上写满的不开心 话一出口 她就后悔了 自己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听见叶凡说 要给苏巧鱼补习 会有这么大反应 叶凡脸上的笑容 更加浓郁 道 小夕 总得给我一个 可以让你不生气的办法吧 我 我没生气 宁熙偷偷地望了一下周围 支支吾吾吾道 反正 你不能去找苏巧鱼 啊 宁熙 你完蛋了 没救了 死得透透的那种 管住自己的嘴好不好 竟然说这种话 好丢人 不去 叶凡嘴角弯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对于宁熙的回答 她 非常满意 特别满意 前两天给你的数学卷 你吃透了没 面对叶凡突然的调转话题 宁熙有些呆住 回过神来 连忙低下了脑袋 差不多 下午放学以后 去我家一趟 给你准备了一张物理卷 嗯 女孩心中乱七八糟的念头消失 莫名地感到一丝甜意 出于矜持 她急忙将这种念头压了下去 不行 不行 宁熙 你要振作点 叮铃 放学铃声响起 学生一涌而出 叶凡和宁熙依旧如往常一样 最后才离开教室 刚出教室 叶凡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刚才还夕阳落日的天 转眼间变得昏沉沉的 不仅如此 还吹起了大风 空气中带着丝丝的燥热 要下雨了 走出校门以后 叶凡环顾了一下四周 对着宁熙伸出了手 道 小夕 来 宁熙望着叶凡的手呆萌呆萌的 什么意思 该不会又是想 不行 绝对不行 你 快点 难不成你想要被凌晨落汤机 叶凡眼睛微眯 声音中带着一丝蛊惑 看这个天气 肯定有大暴雨 如果我们不跑快点 肯定会被淋个透心凉 这样的话 明天很有可能会感冒 如果感冒 就要请假 一旦请假 就会耽误学习 小夕 这种结果 是你希望看到的吗 女孩呆呆地摇了摇头 她才不想耽误学习 可是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可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呢 想不明白 叶凡也没给宁熙想的时间 抓住那柔弱无骨的小手 抬不往胡同口跑去 小夕 看着脚下 别摔倒了 哦 宁熙红着脸 微微喘着气 手上传来的炙热温度 让她有些猛 更多的 则是欲哭无泪 怎么又被叶凡牵手了 还是在学校附近 会不会被人看到啊 宁熙歪着脑袋 看着身边的男生 侧脸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 乌黑深邃的眼眸 泛着丝丝神秘 心中生不起丝毫拒绝的念头 她的轻眸闪得不停 脸颊上的粉色 不知道是因为剧烈跑动 还是其他原因 都是为了不耽误学习 她也这么想 只用了三分钟不到 两人就穿过了胡同口 一出胡同口 宁熙触电般的收回了手 心虚的往停在路边的汽车看去 上次她和庄丽说过 和叶凡只是普通同学 可是普通同学会在 大庭广众之下牵手吗 所以 绝对不能让庄丽看到自己 和叶凡牵手 要不然会说不清的 咦 车里没人 车窗降着 主驾驶位空空如也 呼 宁熙拍了拍胸脯 深深的松了一口气 好险 好险 差一点就被发现了 就在女孩正在庆幸的时候 突然身后 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小姐 你跑那么快做什么 庄丽手中拿着两把伞 眼神古怪地盯着叶凡和宁熙 道 马上要下雨了 我想着给你送把伞 刚才迎面撞上 没看见我吗 还有 刚才你好像 和叶凡牵着手 第七十章 你要想去 我陪你 还有 刚才你好像 和叶凡牵着手 女孩红唇微张 本就因为剧烈跑动 而微红的翘脸 瞬间如同盛开的玫瑰一样 庄叔叔 你 你 宁熙真的好想否认 可是话到嘴边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她 不会说谎 嗨 就在这时 站在宁熙身旁的叶凡开口 庄叔叔肯定看错了 我和宁熙只是普通同学 怎么可能会牵手呢 不会说谎 没关系 她来就好 听到庄叔叔三个字 庄立眼皮子疯狂跳动着 面无表情道 别叫我叔叔 我不是你叔叔 声音冷酷 没有丝毫感情 叶凡也不生气 笑呵呵地说道 哥 你刚才肯定是看错了 这一刻 庄立真想骂人 可宁熙还在 她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到底有没有看错 她还能不清楚 两人就是牵手了 真想好好揍一顿这小子 宁熙瞪了叶凡一眼 眸中带着丝丝称怪 嗓音轻柔你瞎叫什么呢 她叫叔叔 叶凡叫哥 平白比她高了一倍 这不是占她便宜吗 叶凡挠了挠头 笑容阳光 开玩笑呢 别当真 别当真 哗啦啦 就在这时 天上突降大雨 雨点如同黄豆大小 又急又密 咔 叶凡二话不说 拿起书包 挡在了宁熙头顶 迅速拉开车门 将她推了进去 小心 今天卷子就不拿了 先回家 说完 她把车门关上 转身往小区门口跑去 看着在雨中奔跑的叶凡 宁熙眸色有些异样 直到雨中的身影 消失在视线中 她缓缓收回目光 一扭头 见庄丽正盯着自己 顿时有些心虚 庄叔叔 我们走吧 庄丽哪里看不出来 宁熙这是在转移话题 她无奈地摇了摇头 将车窗全部升起 启动汽车 行驶了大约有五分钟 在一个红灯前 她最终还是没忍住 开口道 小姐 叔叔多嘴一句 你别见惯 现在距离高考 还有不到三个月 眼下 小姐现在应该把精力 放在学习上 谈恋爱完全可以等到大学 好男生多的是 庄叔叔你说什么呢 宁熙秀得不行 急声道 我和叶凡只是好朋友 没 没有谈恋爱 见绿灯亮起 庄丽启动车子 心中颇为无语 上次还只是普通同学 这次就成了好朋友 下次是不是就会变成男朋友 想到昨天傍晚发生的事情 庄丽微微叹了一声 沉声道 小姐 有件事要告诉你 老板昨天去门柜市查了监控 看到叶凡送你回家 我说爸爸怎么会知道叶凡 原来是这样 还没等庄丽把话说完 宁熙出声打断 谋色气氛 庄丽犹豫一下 低声道 小姐 这件事 庄叔叔放心 我知道哪些话该说 哪些话不该说 文言 庄丽不再出声 专注地开起车来 宁熙低着头 思绪转动 回家以后 必须要和爸爸好好谈一谈 回到家时 叶凡已经被淋成了洛汤鸡 他连忙将书包中的相对论 拿了出来 幸好 刚才把书包护在怀里 要不然 这本书肯定报废了 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随便搞了点饭吃 然后 叶凡便躺在了床上 他并没有像之前一样 看书刷经验 而是在脑海中和系统聊了起来 系统 昨天你说 公德点获得的方式 是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那什么事情 才算是有贡献 或者说 这个借度在哪 总不能捡个垃圾 也能获得公德点吧 系统 请宿主自行摸索 叶凡无奈 摊上这么个系统 他能怎么办自行摸索 也只好如此了 坐起身 他看到地上墙边 摆放整齐的一摞摞书 思绪一转 心中已经有了计划 无论是上一世 还是这一世 叶凡都是行动派 除了在感情上 当然 这一点 现在已经改变 他来到电脑前 在网上查阅了一下 在冲浪网上 找到了捐书的选项 填写了一下个人资料 地址 以及联系电话 预约在周日早上 做完这一切 叶凡重新躺在床上 今晚不刷经验了 放松一下 为什么 因为 他再一次和宁夕牵手了 有了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有了第二次 那就会有无数次 想到这里 叶凡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脑海中浮现出 宁夕呆萌的模样 心情异常的平静 不知不觉中 便已进入梦乡 晨曦静默 天籁清想 花木草叶之上 带着露珠 绿意盎然 叶凡围着小区 跑了一圈 身体微微发热 在小区旁的早餐店中 买了两个包子 一杯豆浆 解决了早餐 回到家 他将所有的书分好类 用绳子捆了起来 一共142本 不知道能给自己 带来多少功德点 不过 至少也得试个 地级奖励吧 来到学校 叶凡走进冲刺班的 第一时间 就察觉到 气氛有些不对劲 所有学生正经微作 教室中鸦雀无声 他抬头看了看 黑板上的时钟 7点53分 还没上课呀 这什么情况 来到座位上 叶凡放下书包 戳了戳宁熙 问 这什么意思 噓 宁熙做了一个 晋升的动作 然后就坐直身体 目视前方 叶凡有些无奈 没上课 教室中也没老师 都摆出这副架势做什么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林德江和一位白发老人 走进了教室 老人身形有些沟楼 面貌却很精神 长长的白须 有种先锋倒鼓的味道 林德江拍了拍手 大声道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唐国立老师 后天就是全国高中 数学竞赛比赛的日子 因为有几位参加竞赛的同学 临时有事 所以不能参加 经过商议 决定在振华中学和育青中学 各挑选两名学生参加竞赛 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 大家要好好珍惜 说完 对着唐国立点了点头 唐国立缓缓开口道 这次的两个参赛名额公平竞争 所有高三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有意参加竞赛的同学 可以找你们林老师报名 对了 可能大家还不清楚 这次竞赛的前三名 可以获得四大名校的保送资格哦 四 听到这话 瞬间 教室中想起了振振的低声议论 四大名校的保送资格 嘖嘖 给力 别想了 参加这次竞赛的人 就没一个正常人 可怕得要死 怕什么 谁比谁差 叶凡神情极为平淡 眼中毫无波澜 还以为什么事 原来只是数学竞赛 对此 他只有三个字 没兴趣 叶凡 你要不要参加这次的数学竞赛 就在叶凡刚翻开 相对论时 宁熙突然开口 眸中浮现着向往之色 你想去 想是想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宁熙眸色微垂 显得有些不自信 道 振华高三的学生 有三百多人 名额只有两个 竞争力度太大了 叶凡声音温和 笑呵呵地说道 想去 那就去 自信点 今时不同往日 你现在的数学水平 已经非常厉害 稳定发挥的话 很有希望获得一个名额 真的 宁熙眸色微亮 但 心中还是有些没底 当然 叶凡对着宁熙眨了眨眼 干净的目光中 带着丝丝宠密 你要想去 我陪你 第七十一章 年轻 真好 你要想去 我陪你 温和略带雌性的声音 如同春雨一般 滴落在女孩的心头上 宁熙身子前倾 微微低头 青丝散乱在桌上 软糯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异样 你肯定可以 我 我尽力争取 说完 她的脸上情不自禁地开始声温 叶凡的话 是不是有奇异 有吗 好像 应该 大概 没有吧 嗯 没有 唐国立离去以后 林德江拍了拍手 正在低声议论的学生们 纷纷闭上了嘴 教室中 瞬间变得安静一片 对数学竞赛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举一下手 我来统计一下名单 因为时间比较紧 所以名额测试 放在下午进行 没有考虑好的同学不用着急 中午吃饭前 都可以来找我报名 就算考不好 也没什么损失 我个人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 刷刷刷 冲刺班二十一人 全部把手举了起来 其实他们在听到竞赛前三名 可以获得四大名校的 保送资格以后 就注定不会放弃这次的机会 四大名校的保送名额 就算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也值得去尝试 如林德江所言 反正又没什么损失 万一成功了呢 很好 看到这一幕 林德江满意地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这捷克就来讲一下 竞赛的提醒 让大家提前适应一下 食堂中 叶凡跟在宁西后面 淡淡的发香在鼻尖营绕 这次他抢着刷卡 滴 滴 宁西小手拿着饭卡 在叶凡眼前晃了晃 浅笑着道 别和我争这个 你给我补鞋 我请你吃饭 公平和礼 叶凡无奈地收起饭卡 当着宁西的面 端着两份酱包压块 转身离开 唉 宁西张了张嘴 喃喃自语道 我 的饭 排在后面的一些男生 那叫一个羡慕极度恨 这不是二班的宁西吗 她和刚才那男的什么关系 不知道 感觉两人的关系挺好 该不会是在谈恋爱吧 女神堕落了呀 这些话 让宁西羞红了脸 急忙低着头去追叶凡 叶凡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从口袋中拿出小包的卫生纸 将里面的座位擦了擦 就在这时 罗宇梦和苏科端着饭盘走了过来 看到叶凡的举动 罗宇梦将饭盘一放 笑嘻嘻地说道 没想到叶凡你这么爱干净啊 这个座位让给我坐吧 你再擦一个 不让 叶凡抬头瞥了罗宇梦一眼 直接拒绝 切 罗宇梦翻了个白眼 撇了撇嘴 小气鬼 苏科拉了罗宇梦一下 低声道 你有手有脚 就不会自己擦吗 叶凡不为所动 看到走来的宁西 当即招了招手 坐 位子已经擦好了 谢谢 宁西坐下以后 见罗宇梦和苏科 都一脸古怪地盯着自己 脸颊微微发烫 你们 看我做什么 小西 你和叶凡 罗宇梦正要说什么 就被苏科抢先开口 小西 下午的竞赛测试 你报名了没 嗯 宁西针手清点 眸中闪着期待之色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被选上 我相信你可以的 苏科为宁西加油打气 接着就把目光转移到了叶凡身上 笑道 叶凡肯定可以 估计这两个名额 就是你们两个了 我们这些人 只是陪跑而已 别这样说 宁西摇头 不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结果 加油 嗯 一起加油 罗宇梦有些听不下去 道 你们两个说完了没 不就是名额吗 爱谁谁 反正跟我这种学渣没有关系 说着的同时 他将一个压小腿 夹给了宁西 吃吧 宁西疑惑 好奇地盯着罗宇梦 小声问 你怎么不吃 我 罗宇梦无奈地叹了口气 解释道 昨天晚上被我爸给嫌弃了 说别人家的女儿都是小棉袄 说我是军大一 气死我了 嫌我胖就直说 干嘛还要这么拐弯抹脚 真烦人 宁西哥哥笑个不停 将那块压小腿 夹给了苏克 我也在减肥 不能吃太多 减什么肥 多吃点 随着叶凡的声音响起 宁西的饭盘中 再次多了几块鸭肉 迎上叶凡的目光 女孩的小脸微微发红 这里还有人啊 果不其然 看到这一幕 对面的两女 默默对视了一眼 柯柯 我们是不是还有事 嗯 好像是 那你们先吃哈 拜拜 看着两女的背影 宁西撅起红唇 心中颇为苦恼 完了 肯定被误会了 她扭头盯着叶凡 摆出一副凶狠的模样 你 你就不能 快点吃 听话 哦 宁西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上叶凡的目光 就跟中了邪一样 到了嘴边的话 又给重新咽到了肚子里 反抗 反抗 宁西 你要反抗啊 可是 这人的眼睛好好看 而且 她也是为我好 不反抗 好像也不丢人嘛 应该不丢 对于自己安慰自己的本事 女孩已经十分熟练 她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在危险的边缘徘徊 下午三点钟 开始测试 两个小时的时间 二十道数学大题 每题五分 排名前二的人 才能获得参加竞赛的名额 高三参加竞赛的人 共有69人 大部分是对自己 比较有信心的人 当然 也有那些抱有幻想的人 半个小时没到 叶凡就已经放下了笔 她侧过头 看着宁熙的侧脸 眼底深处 不禁浮现出些许笑意 对于宁熙 到底能不能获得名额 她其实并不担心 宁熙获得名额 那她就跟着一起去 如果宁熙没有获得名额 那她也不会去 阳光洋洋洒洒地落在教室中 女孩侧脸上的屡屡秀发 被映成金红色 精致白皙的五官 宛若天使 谋中的认真 似乎可融化世间万物 造物主的杰作 这张容颜叶凡 看过无数次 可还是被惊艳到 这丫头才17岁 如果再过几年 又该会有多么的倾国倾城 她清清楚楚地记得 上一世因为宁熙的原因 导致每天都有很多人 来公司前台咨询股票 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到最后 叶凡不得不将宁熙 调到了自己身边 负责股票数据的监控 统计 在告诉宁熙这个决定的时候 她笑了 笑容非常美 叶凡至今还记得那一幕 心中涌起无限感慨 她并不知道上一世 宁熙是从什么时候 宁熙的小细节 叮铃 放学后 叶凡和宁熙并肩而行 宁熙的步子很小 脑海中一直在回忆测试的题目 边走边问道 第六题的答案呢 若G1及A6则F再0 一上为增函数F0等于2A4 听着叶凡给出的答案 宁熙时不时就停下步子 束手拖着下巴 做出思考状 叶凡也不着急 宁熙停下 她跟着停下 柔和的阳光 穿过柳树之鸭 照耀在两人身上 将两人的身影拉长 无声无息中 在谱写青春 路边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 一手拄着拐杖 微微感叹 年轻 真好 请进 打开门 叶凡对着宁熙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笑容 看起来特别阳光 宁熙迈着小步子 进了屋 叶凡瞥了一眼后面的庄厉 低声道 别站在门口了 进去坐会儿 不用 你把门开着就行 庄厉当即拒绝 那行吧 叶凡也没再劝 进屋放下书包 看着乖乖坐在沙发上的宁熙 笑呵呵地问道 河水不 柠檬水 女孩某脚一弯 举起胳膊 衣袖随之滑落 纤细的胳膊血白 嫩得可以挤出水来 如同一件艺术品般绝美 站在门口的庄厉 看到这一幕 心中微微叹气 小姐 你 唉 第七十二章 非一份之想 为什么叹气 很简单 因为在庄厉的印象中 宁熙在面对男生的时候 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再加上宁向天的刻意保护 没有男生能靠近宁熙 可是现在 变了 在叶凡面前 宁熙毫无防备之心 相处极为自然 十七岁 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 虽然庄厉有些不想承认 可叶凡在同龄的男生中 确实非常优秀 长相帅气 性格沉稳 学习成绩极佳 抛开出身 叶凡确实配得上宁熙 可偏偏宁熙的父亲 是下国首富宁向天 两者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再加上宁向天 已经知道叶凡的存在 估计要不了多久 这小子 就会在宁熙的世界中消失 到时候 宁熙肯定会伤心 正因为如此 庄厉才会叹气 注定无缘 何必激动 叶凡打开冰箱 拿出两杯柠檬水 一杯放在宁熙面前 眼神宠溺 喝吧 谢谢 经过多日的相处 宁熙也没什么放不开 双手捧着茶杯 小口小口地喝了起来 叶凡走到门口 将另一杯柠檬水 递给了庄厉 道 不进屋 喝口水总行吧 庄厉盯着叶凡 眼神略微有些复杂 他不接 叶凡也不收手 两人对视了足足将近十秒钟 庄厉才接过水杯 喝了一口 眉头直皱 这什么玩意儿 太酸了 没事 叶凡扭头看了一眼宁熙 嘀声笑道 小夕喜欢喝就好 你 凑合凑合吧 庄厉嘴角抽动了两下 深感无语 这说的是人话吗 转身返回屋里 叶凡拿起书包 坐在了宁熙对面 将书包中早已准备好的试卷 拿了出来 这是物理试卷 不会做的题 就先空着 给我留点血注解的地方 唉 宁熙喝水的动作一顿 犯着亲戚的毛子 有些呆萌 你 你试卷在书包里放着 那为什么还要让我来你家啊 请你喝水 叶凡笑呵呵地与宁熙对视 问道 柠檬水不好喝吗 宁熙的脸瞬间红透 他急忙低下头 错开叶凡的目光 好 好喝 叶凡笑了笑 什么也没说 起身将试卷装进宁熙书包中 道 慢慢喝 时间还早 喝完再走 哦 宁熙默默地喝着水 整个人散发着清零之气 安静之中 弥漫着微微的甜味 快乐的时光 总是短暂 临走前 宁熙轻轻挥手 脸颊上露出动人的浅笑 明天见 拜拜 明天见 目送着宁熙下楼 叶凡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 关上门 走进卧室 他坐到了电脑前 掏出手机 找到母亲叶贤的手机号码 打了过去 来到帝都以后 这是叶凡第一次给母亲打电话 电话响了一声 就被接通 随即熟悉的声音响起 你这个臭小子 还记得我这个妈啊 叶贤的声音中充满了忧怨 走了快二十天 一个电话都不打 我还以为你被人绑架了呢 妈 生什么气啊 叶凡笑着解释 儿子我大老远来帝都 肯定要适应一下环境 学习氛围 而且 还要和新同学打好关系 就是你未来而媳妇 后半句话 他并没有说出来 不然 肯定会被母亲问东问西 听到这话 叶贤声音柔和了很多 关心道 儿子 在帝都还习惯吗 要是不习惯 还是回领海来上学吧 我跟校长求求情 应该还可以回去接着上 不用 叶凡摇头拒绝 妈 我在这挺好的 对了 你在家别天天看电视 没事记得出去运动一下 这样对身体好 你看 连小凡都这么说 电话中 响起了罗善的声音 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 行了 我知道了 叶贤吐槽道 真是的 看个电视都不让看 都要像你们这样想 那电视台可以倒闭了 电话 聊了近半个小时才挂掉 叶凡在心中问道 系统 Parkinson's disease 帕金森综合症 需要几级的医术 才能治疗好 上一世 母亲就是得的这个病 确诊以后 就一直待在医院治疗 可是因为母亲长期不运动 身体的各项技能非常差 导致病情发展速度过快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她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 这样的事情 再发生 系统 九级 叶凡沉默了一会儿 微微一探 起身来到客厅 从书包中拿出看了一大半的相对论 坐在沙发上看了起来 这辈子 她不会留下任何遗憾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看书十分钟 经验值加一 完本阅读 经验值加一百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叶凡眼睛一亮 这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完本阅读奖励 足足一百点看了看时间 不知不觉中 已经来到晚上十一点半 叶凡拿着书走进卧室 把书放在墙边的地板上 躺在床上以后 调出了属性面板 宿主 叶凡 知识 三级 零 两千 智力 三级 零 两千 体力 三级 零 两千 医术 三级 零 两千 功德点 零 经验值 一百四十二 再次升级 需要两千点经验值 以目前获得经验值的速度来看 差不多需要一个月多点 而四项能力每升一级 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 就会成几何倍数的增加 三级就需要两千点经验值 那升到九级呢 头大 不过 叶凡不是喜欢钻牛脚尖的人 俗话说 一口吃不成的胖子 有智者 是进城 慢慢积累 总有一天可以做到 叶幕悄悄降临 世界随之变得寂静无声 随着一抹晨曦的出现 喧闹再次回归人间 冲刺斑理 早 早 叶凡将装好柠檬水的保温杯 递给宁夕 道 这是今天的 我在里面加了薄荷叶 你试试喜不喜欢 谢谢 宁夕接过保温杯 心中莫名觉得有些 呸呸呸 不能胡思乱想 要振作 振作 那个 想问什么就问吧 别不好意思 我 叶凡察觉出女孩神态中的不自然 主动开口 声音低沉 是不是觉得 我们之间的相处方式 有点奇怪 或者说 觉得我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 嗯 宁夕的声音低不可闻 但意识到叶凡后面半句话之时 连忙解释道 没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怎么可能会对我有非分之想 只是感觉 我们的相处方式有点 奇怪 我为什么不能对你有非分之想 嗯 闻言 宁夕抬头 正好迎上叶凡深邃的目光 刷一下 翘脸红扑扑的 声音满寒羞涩 你刚才说什么 叶凡薄唇 微敏 眼神似风吹拂过的湖水 弥散满天星光 任世间万子千红 只倒映出一抹倩影 我说 为什么不能对你有非分之想 你 这次 宁夕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双眸微微瞪大 整个人呆住了 她又不傻 哪里还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那一池温柔碧水的青眸 略微有些空洞 宛若失了魂一般 开个玩笑而已 至于这种反应吗 轻飘飘的一句话 将宁夕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实 狠狠松了口气的同时 心底深处一丝失望转瞬即逝 只不过 她自己并没有察觉到而已 回神过后 女孩不禁有些休脑 将脑袋扭了过去 哪有这样开玩笑的 过分叶凡嘴唇微动 眼露深情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 不是云 小夕 我真的对你有非分之想 真的 只不过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快点长大 第73章 她不是你的对手 见宁夕不搭理自己 叶凡眼角微弯 出声询问 小夕 等一下就要宣布成绩 紧张不紧张 有点 宁夕给了两个字回应 对于叶凡 她还真没有一点脾气 因为这人好像无时无刻都在笑 还笑的呢吗 反正 不好看 嗯 不好看 不好看 其实 你完全不用紧张 对于宁夕的回答 叶凡早已预料 道 无论这次能不能获得名额 并没有那么重要 为什么 宁夕双眸微微闪动 我先问你一件事 你说 就算获得参加数学竞赛的名额 你能保证自己 一定可以获得前三名吗 我 迎上叶凡的目光 明晰针手轻摇 道 没有信心 能参加数学竞赛的学生 全都是天才 更别说这次 还是全国高中生的竞赛 含金量十足 这个比赛 几乎吸引了全国的数学天 才来参加 这种情况 她就算获得参加竞赛的名额 也没有丝毫信心 能取得前三名 甚至 她觉得 不排名倒数 就已经很好了 叶凡眼中带笑 道 那不就行了 有什么好紧张的 获得名额就去见识一下 没有获得 也没什么大不了 反正最后 大家都会参加高考 至于保送 不需要 平淡的语气中 满含自信 还加带着丝丝霸气 嗯 宁熙谋中疑惑 什么叫最后 大家都会参加高考 有保送的话 谁还会参加高考 叶凡相当有耐心 开口解释 今年的高考改革 设立了天才榜 如此之大的殊荣 你觉得这些尖子生会放弃吗 不会 宁熙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青丝顺着脸颊微微晃动 小脸如同瓷娃娃一般 百里透红 不是叶凡的提醒 她都已经忘了这回事 现在想想 确实如此 天才榜 全国千万考生同台竞技 绝出前百名 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 天才都是骄傲的 他们不可能放弃这种机会 因为一辈子就一次 换作是她 也不会放弃 虚名 宁熙并不在意 不过 她只是想证明自己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林德江走进了教室 手中拿着一份成绩单 学生们纷纷正经微坐 目光汇聚在成绩单上 眼露期待 林德江举起手中的成绩单 笑道 看来大家对昨天的测试成绩都很期待 既然这样 那老师就等会儿再宣布 啊 别啊 林老师 林教授 林爷爷 您别急人了 听到这些抱怨之声 林德江笑得更加开心 道 好了 逗你们这群小家伙玩呢 现在开始宣布 昨天测试的成绩 邓宇 七十五分 王硕 六十五分 苏巧瑜 九十分 死 众学生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惊讶无比 九十分 也就是说 二十道题 苏巧瑜做对了十八道 太猛了吧 听到自己的成绩 苏巧瑜脸上闪过丝丝喜色 对于这个成绩 他很满意 以叶凡的水平 肯定能获得第一 而他从一开始 就把目标放在了第二名上 昨天测试的时候 遇到不会的大题 就直接选择跳舞 最终在规定时间内 堪堪解除了十八道 连检查的时间都没有 就被催着交卷 看来 运气还不错 解除的十八道题 竟然全都对了 这个分数 获得第二名 应该稳了 怎么这么高 宁希搭拉着脑袋 娇嫩的翘脸上 非常紧张 苏巧瑜的分数 给了他非常大的压力 顿时心中没了信心 没事 你的分数还没出来 放轻松 叶凡出声安慰 想象我刚才 给你讲的那些话 成绩不重要 名额也不重要 嗯 宁希美目流畔 软软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感动 谢谢 这一声谢谢 听得叶凡嘴角翘了起来 这么多天的相处 总算没有白费 相比一开始 他和宁希之间的关系 不知拉近了多少倍 林德江继续宣布 宁希 九十分 哇 卧槽 又一个九十分 还让不让我们男生活了 这次竞赛的两个名额 该不会是被这两位大美女 包揽了吧 苏巧鱼面露诧异 扭头看了一眼 教室后排的女孩 心情颇为复杂 宁希的数学水平 竟然提升这么多 她和宁希的物理成绩 几乎差不多 之所以能一直坐稳 年级第一的宝座 强就强在数学上 以往每次月考 她的数学成绩 都要比宁希高十分以上 可这才多久 宁希就已经追了上来 苏巧鱼秀眉微皱 目光落在宁希身旁的 叶凡身上 喃喃自语道 都是因为你吗 感受到苏巧鱼的目光 叶凡淡淡地瞥了一眼 随即就将注意力 放在了宁希身上 怎么样 这个成绩是否满意 满意 宁希点头 逃塞带笑 带着一丝婴儿肥的翘脸 竟显可爱 叶凡眼底深处满是溺爱 低声道 不出意外 你和苏巧鱼 应该并列第二 先看看老师怎么说 嗯 宁希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轻轻地应了一声 说不尽的温柔可人 安静 林德江声音一出 教室中的议论声 瞬间停止叶凡 一百分 满分 又是满分 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林德江 全都看向了神态悠闲的叶凡 这个人 怎么这么猛啊 李克二班 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位大神了 至今为止 仍有很多人不知道 叶凡是转学生 因为振华学生的世界中 根本没有转学生这个词 面对众人的目光 叶凡泰然自若地坐着 神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这种诡异的氛围 足足保持了十多秒 直到林德江出生 才将众人的思绪拉了回来 成绩大家也知道了 本次测试的第一名 是叶凡同学 至于第二名 说到这里 林德江沉吟了一声 道 宁希和苏巧语两位同学 并列第二名 并列第二 名额不是只有两个吗 叶凡一个 剩下的一个怎么分 总不能每人半个吧 就连叶凡心中也有些疑惑 等待着林德江的下文 至于宁希本人 早已紧张地手心出汗 虽然他也知道紧张没用 可念头就是不停地再转 林德江浮了浮镜框 缓缓开口 鉴于名额只有两个 叶凡同学取得第一名 肯定要获得一个 至于另外一个名额 老师决定 让宁希和苏巧语同学 比拼一下 我出一张试卷 十道题 每道题十分 谁的分数高 剩下的一个名额就是谁的 这样的安排 两位同学能否接受 可以 可以 两名女孩纷纷点头 这是最公平的办法 好 林德江道 你们两个准备一下 吃完午饭来我办公室考试 我会和下午第一节课的 任教老师打招呼 不用担心 就这么定了 开始上课 下课后 叶凡想上厕所方便一下 刚站起身 胳膊上就多了一只柔软的小手 宁希由四翼红清水的双眸 紧紧盯着叶凡 目光中满寒羞涩 刚才见叶凡一起身 她下意识就抓住了叶凡的胳膊 等回过神来以后 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想收回手 可是身体却不听使唤 宁希 你在干什么呀 不知道男女有别吗 完了 好丢人 叶凡看着宁希那郁佳羞红的小脸 重新坐了下来 刚坐好 胳膊上的小手 如同触电般的收了回去 她有些微微不喜 早知如此 就不做了 叶凡 你 我不是故意的 叶凡并未接话 笑着问 是不是想让我帮你讲题 嗯 再担心下午的考试 嗯 闻言 叶凡眼中的笑容更加浓郁 眼角扫了一下前排 见没有人注意这边 她抬手拍了拍女孩的脑袋 嘴角勾起 薄唇微动 放心 她不是你的对手 第七十四章 因为 你不是宁希 放心 她不是你的对手 看着眼前满脸认真的叶凡 女孩那晶莹如玉的脸颊上 如星月声韵 红霞满天 这人对她 怎么比她对自己 还要有信心 而且 刚才 她好像摸我头了 啊 这可是在教室 呸 不在教室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 叶凡笑了 笑若朗月入怀 因为你有我呀 如此令人遐想的话 让女孩的小脸更加红郁 声音之中满是羞意 我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是在你问你为什么要 要摸我头 嗨嗨 尴尬在叶凡眼底一闪而过 不过 只是一瞬而已 下一刻 她若无其事地眨了眨眼 脸部红心不跳地说道 有吗 你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刚才没有摸你头啊 没有吗 宁夕眸色眨洞 白皙的翘脸上挂满了疑惑 刚才明明摸了呀 莫非 自己产生了幻觉 想到昨天晚上做题做到深夜 女孩心中鬼使神差地默认了这个事实 可能真的是幻觉 果然 不能熬夜 那个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搞错了 叶凡差点破防 肩膀轻微的耸动 眼中的笑意 却怎么也掩盖不了 太汉 太可爱了 这丫头 是痴可爱长大的吗 小心 我能不能先出去一趟 叶凡害怕宁夕误会 低声解释道 你别多想 我不是不帮你讲题 而是 人有三姐 啊 宁夕的脸 瞬间如同熟透的苹果一般 令人垂涎 有种想咬上一口的冲动 声若闻音 你 你去啊 这种事跟我说什么 叶凡撇了撇嘴 也不知道 刚才是谁拉着她的胳膊 不过 被拉的感觉还不错 离开教室 叶凡去了趟厕所 而后直接下楼去了杨婷办公室 扣扣 进来 杨婷抬头 看到进门的叶凡 颇为意外 习客呀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请假风 叶凡的回答 差点没把杨婷给噎死 你要请假 嗯 叶凡倒也随意 搬着一把凳子 坐在了杨婷对面 开门见山道 老师 我要请两个人的假 文言 杨婷差点一口鲜血喷出来 他 听到了什么 请假 还是请两个人的假 怎么不上天啊 但 谁让对面坐着的是叶凡 面对这种宝贝学生 杨婷还真舍不得说重话 笑眯眯地问道 怎么还要请两个人的假 昨天关于竞赛的测试成绩 已经公布 宁熙和一般的苏巧鱼并列第二 林老师准备让两人重新比一下 考试的时间定在下午 叶凡语气不含任何波动 所以 我准备趁着上午这几节课的时间 针对宁熙的短板 着重给他讲解一下 林阵磨枪 不快也光 再说 这也是为了我们二班的集体荣誉着想 毕竟 全校一共就两个竞赛名额 如果都出自于我们二班 那杨老师的脸上也有光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杨婷张了张嘴 竟找不出任何反驳之语 这番话说的有理有据 思路清晰 理由得当 完全不给任何拒绝的机会 你好像对宁熙很上心啊 杨婷可不是什么好糊弄的角色 瞬间就嗅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叶凡依旧平淡 神态没有丝毫的变化 对 因为我对他有意思 想追他 这个回答 老师可否满意 杨婷猛了 这什么情况 一般人应该极力隐瞒才对 怎么到了叶凡这里 却直接承认了 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啊 你 上次月口 我是年纪第一 你 宁熙是年纪第二 杨婷这辈子都没有像今天这么无语过 能不能让说句话 过分了呀 叶凡清秀帅气的脸上挂着灿然笑意 道 老师 其实你不用担心 我大学才会追他 现在只是先拉近拉近关系 可学生还是 宁熙优秀吗 叶凡出声打断 当然 杨婷想也没想就给出了答案 没有丝毫犹豫 宁熙漂亮吗 叶凡继续问 废话 杨婷评价道 人家小姑娘长得白白嫩嫩 气质还那么好 人又有礼貌 而且还有上进心 非常完美的一个女孩 是吧 我也这么认为 听到这话 叶凡认同地点了点头 道 所以我已经认定定息了 老师 你可得帮忙啊 不然 你陪我一个这样的女朋友 杨婷这才明白叶凡的意思 心中一万头不知名生物 奔涌而过 感情搁着等着他呢 说话一套接一套 竟让他有种 面对家里那位老狐狸的错觉 小小年纪 真可怕 果然 天才就没一个正常人 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 停停停 我没说不批假 杨婷哭笑不得 沉吟了一下 忍不住提醒一句 不过 我丑话可得跟你说前头 假刻一批 以后也可以放宽你们两个 但你们必须给我保证 成绩不能有丝毫的下滑 不然的话 没问题 谢谢老师 哎 让我把话说完能死啊 盯着叶凡离去的背影 杨婷郁闷的直咬牙 同时也有些惊叹 从叶凡走进办公室 主动权就一直在他手中 这是高三学生 上午冲字班 还有一节语文课 叶凡回到教室的时候 上课铃已经想了好几分钟 讲台上的庞秋平看到叶凡 也不问为什么迟到 笑呵呵地道 进来吧 谢谢老师 叶凡抬步走了进来 并没有回座位 而是直接走到了庞秋平身旁 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庞秋平微微点头 目光有意无意瞥了一眼后排的宁熙 用只有他和叶凡两个人 能听见的声音说着 可以啊 加油 这小姑娘非常优秀 老师 你在想什么呢 真的只是补课 没你想得那么复杂 叶凡同样以低声回应 还不承认 庞秋平眼中闪过了一丝回忆 低声道 我活了大半辈子 什么是没见过 从你看宁丫头的眼神中 就已经暴露了一切 行了 去吧 谢谢老师 老儿成精 果然不假 叶凡心中微微一叹 没再解释 回到座位 他对着宁熙眨了眨眼 拿上你想问的提醒 跟我来 说完 台步从后门离开 至于宁熙则处于呆滞状态 双眸盯着站在走廊扶手旁的叶凡 十分迷茫 哥 大哥 还在上课 而且老师也在 女孩抬头看了一眼 讲台上的庞秋平有些心虚 可是下一秒 整个人就傻了 老师再给自己摆手 这 不是在做梦吧 宁熙揉了揉眼睛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手忙脚乱的 拿着昨天测试的试卷 低着脑袋 飞快地从后门跑出了教室 庞秋平心中微微感慨 在他这个年龄 能近距离感受到 这种青涩的美好 难得可贵 坐在第四排左边的两名男生 低声议论了起来 真羡慕啊 越看宁熙 越觉得她漂亮 看看叶凡的同桌 再看看你 心里瞬间遭受了一万点暴击 我刀呢 干什么 砍你 苏巧鱼收回目光 温柔的眼中出现了波动 开小灶吗 念到于此 她的心中不由地生起一丝嫉妒 为什么叶凡连多看她一眼的心思都没有 却对宁熙如此伤心 她到底差在哪了 如果让叶凡知道 苏巧鱼此时的心理活动 她会非常平淡地给出七字答案 因为 你不是宁熙 第七十五章 我很差劲吗 十堂中 几名四十多岁的女人 坐在第一排的餐桌前宅菜 边则边聊着天 脸上洋溢着八卦的笑容 几十米外的桌子上 坐着一男一女 这一幕 非常和谐 你们看那边的小年轻 有没有觉得很般配 女孩 长得白白嫩嫩 真好看 男孩长得也好看 确实挺般配 哎 我儿子跟这男孩年龄差不多 看看人家 都已经开始拱小白菜了 我儿子却还傻兮兮的 就知道打游戏 几人的声音并不算小 这些话一字不差地传进了宁溪耳中 白皙的脸颊上 升起了丝丝红韵 极为动人 她和叶凡只是同学家朋友 怎么就跟班配扯上关系了 还有 什么叫拱小白菜啊 这几位阿姨真是 口无遮拦 别瞎想 这个年龄段的阿姨 就喜欢聊八卦 好好做铁 就在宁溪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叶凡的声音响起 低声的嗓音无比温和 左手指着试卷上的倒数 第二道数学大题 道 这一步怎么剪 我 我不知道 叶凡眼含宠溺 左手修长的手指微动 抬手将女孩右脸上的几缕秀发 挽到了耳后 动作无比轻柔 如同对待一件绝世珍宝一般 事实上 宁溪也的确是她的绝世珍宝 宁溪娇躯一将 翘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 眸中充满了慌乱 脑袋微微一歪 躲过了叶凡的手 我 我自己来 就好 叶凡嘴角微翘 这丫头 太容易害羞了 慢慢来 仔细听着 这道题要先将双曲线的方程射出来 宁溪脸上发烫 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认真地听着叶凡的讲解 刚才的事情 她选择暂时性地忘记 眼下 补习才最重要 一口气讲了足足有十分钟 叶凡将整道题的破解思路 以及每一步的破解步骤 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 全部讲了一遍 那叫一个事无巨细 现在明不明白 明白了 宁溪眼眸微微发亮 兴奋之下 直接拉起了叶凡的手 道 你赶快给我出一个相同的数学大题 我试着做做看 望着眼前的女孩 又瞥了一眼女孩的小手 叶凡脸上露出了一抹 似笑非笑的表情 左手轻动 情不自禁地捏了一下 软软的 凉凉的 很舒服 啊 宁溪这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急忙收回了手 双眸羞愤地盯着叶凡 有些生气 你 你干什么 我 叶凡抬手指了指鼻子 淡淡而笑 没干什么 刚才是你先抓的我 人先告状 可不是好习惯 宁溪轻眸瞪大 红唇微张 他 恶人先告状 什么啊 这人好过分 明明 嗯 刚才好像的确是他先拉叶凡的手 幻觉 嗯 这一切都是幻觉 好了 又不是什么大事 叶凡抬手在宁溪眼前晃了晃 笑着道 我们是好朋友 牵了手怎么了 再说 我们又不是没有牵过 放心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才怪 最后两个字 他默默地在心中补上 我很差劲嘛 本来宁溪已经说服了自己 并不想在这么羞人的事情上过多纠缠 可听到叶凡的话以后 心中莫名的有些不服气 什么叫对自己没有非分之想他 很差嘛 明明自己这么努力 哪里差了 当然没有 叶凡笑呵呵地说道 小夕非常优秀啊 怎么可能会差呢 宁溪抿着红唇 悠悠道 你是不是喜欢苏巧鱼那种女生 不是 这次的补习 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误入歧途 但叶凡并没有改到的念头 这样 挺好 那你为什么对我没有非分之想 是我长得不漂亮吗 宁溪话一出口 整个人就傻掉了 她刚才完全就是脑子一热 这些话根本就没过脑子 回神以后 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完了 宁溪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丢死人了 叶凡脸上的笑意愈加浓郁 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女孩 没有之一 如此直白的话 让宁溪有些不知所措 束手紧紧抓着自己的衣角 因为过于紧张 白皙无暇的额头上浮现出了一层细汗 我 时间不多了 来 我把最后一道题给你讲讲 盯着叶凡的侧脸 宁溪芳心大乱 现在 她彻底被叶凡弄迷糊了 一边夸她好看 一边说着 对她没有非分之想 到底是什么意思 想着想着 突然脑袋被人拍了一下 一抬头 正好迎上叶凡那深邃的目光 你 你不能 听题 哦 这次补习一直持续到中午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 叶凡将桌子上的试卷 圆珠笔 全部收拾到了一旁 乖乖坐着 我去打饭 给你 饭卡 宁溪拿出饭卡 递到了叶凡眼前 好 看了女孩一眼 叶凡也没拒绝 默默地接过饭卡 皆是一回事 用不用试另外一回事 这会儿 食堂中除了叶凡和宁溪之外 一个学生都没有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叶凡就端着饭盘回来了 多吃一些 宁溪重重地点了点脑袋 可当她看到自己餐盘中的菜时 眸中闪过了丝丝诧异 鱼香肉丝 烧茄子 糖醋小排 全都是她最爱吃的菜 可叶凡是怎么知道的 巧合 一定是巧合 扣扣 进来 办公室中 一名女孩坐在林德江身侧 办公桌上放着几个餐盒 向外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看到女孩的第一眼 叶凡眼睛波动了一下 这个女孩她认识 正是那天 差点撞到她的那位 马路杀手 宁溪站在叶凡身侧 礼貌性地对着林德江点头 老师 我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不早不早 先坐 林德江放下手中的碗筷 脸上挂着慈祥的笑意 等苏巧玉同学来了以后 就可以开始考试了 好的 老师 宁溪应了一声 轻步走到墙边坐下 静显文静 林若宇在看到宁溪的第一眼 眼中十分惊讶 肌肤盛血 五官精致 长发及腰 尤其身上的那股清气 让人自残行贿 不敢泄补 好美 这学校竟然还有这么美的女孩 不过 在看到叶凡以后 瞬间脸上充满了怒火 怎么又是这么烦人的家伙 因为上次的事情 他被爷爷警告 一年之内不许再碰车 气得他恨不得生吃了叶凡 驾照在手 车子我有 但 就是开不了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叶凡 对于林若宇的目光 叶凡丝毫无感 坐在宁溪的身边 悠哉地翘着二郎腿 见叶凡无视自己 林若宇更加生气 右手狠狠地捏着筷子 越来越用力 啪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筷子应声而断 宁溪看呆了 谋色惊讶 倒是叶凡 十分无语 至于吗 如果让林若宇知道 叶凡此时的心理活动 他绝对会说 至于 可 林德江瞥了一眼 低声道 干什么呢 吃饭就好好吃饭 说完 他抬头歉意一笑 介绍道 叶凡 这是我孙女林若宇 上次的事情实在抱歉 胳膊上的伤不碍事了吧 已经好了 谢谢老师关心 叶凡点头 神情淡淡 叶凡是吧 林若宇不服气地盯着叶凡 冷声道 上次的事情主要责任在我 这一点我认 但你也逃不了干系 看见车你为什么 嗯 你说的都对 叶凡出声打断 林若宇气得脸色胀红 如果不是因为爷爷还在 他非得 让叶凡常唱黑带六段的厉害 宁溪拉拉拉叶凡 轻声询问 你和这位姐姐认识 认识 叶凡点头 道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马路杀手 第76章 我想喝柠檬水 碰 林若宇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 气冲冲地站了起来 马路杀手 这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坐下 可还没等他开口 林德江便已出声 不怒自威地训斥到 看看你 像什么样子 爷爷 林若宇气得直跺脚 狠狠地瞪着叶凡 胸口剧烈起伏着 显然被气得不轻 林德江无奈地叹了口气 颇为头疼 叶凡笑而不语 宁熙歪着小脑袋 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 很快 他就想明白了一切 上个星期 叶凡好像在来学校的路上 遇到了车祸 不出意外 应该就是这件事情 林若宇已经没有吃饭的心情 双眼盯着若无其事的叶凡 心中直冒火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出声道 郑华好歹也是全国的重点高中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学生 叶凡宛若 没有听见一样 毫无反应 林德江眉头一皱 正要说什么 就被人抢了先 宁熙起身 对着林若宇点了点头 软软的声音 却显得格外认真 姐姐 叶凡很优秀的 你这话不对 清冷的气质中 带着些许灵动 十分吸睛 林若宇瞬间被堵住了嘴 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漂亮到不像话的女孩 竟然会主动帮着叶凡说话 迎上宁熙清澈的双眸 她完全没了脾气 沉默了好几秒钟 才再次开口 妹妹 你别被她给骗了 姐姐 我比你更了解叶凡 宁熙针手轻摇 翘脸之上带着浅笑 如同清晨雨露 沁人心扉 绰约多一态 轻盈不自持 长惊绝带色 富士轻成姿 看着眼前的女孩 林若宇不由自主地 想起了这首诗 叶凡摇晃的二郎腿停了下来 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 眼底的深情如深渊 令人窒息 宁熙在维护她 宁熙在维护她 见林若宇不再出声 宁熙礼貌性地微笑一下 坐回到了凳子上 林德江瞪了一眼孙女 面露不悦 扭头说道 叶凡 你先回教室 不用 叶凡微微摇头 解释道 我已经请过假 老师 要是不嫌弃的话 等下考试的时候 我可以帮着监考 也行 林德江将目光转移到 正暗自郁闷的孙女身上 道 还吃不吃 不吃就回家 林若宇迎牙紧咬 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带林若宇走后 林德江摇了摇头 这丫头从小就被她父母宠坏了 其实本性并不坏 只是嘴上不饶人 老师 我没那么消遣 叶凡半开玩笑道 如果我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 那天就不会转身离开 而是躺在地上大声哀嚎 哈哈 林德江笑了笑 心中更加欣赏叶凡 懂进退 十大体 为人处事 有种众人接醉我 独醒的味道 小小年纪 实属难得 楼道拐角处 林若宇走得太急 和准备来考试的苏巧瑜 撞了个满怀 苏巧瑜眼中带着真挚的关切 轻声道 真是对不起 你没事吧 是我撞的你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看着眼前温柔似水的女孩 林若宇心中的火气 瞬间消下去了不手 同时还有些疑惑 振华中学的漂亮女孩 怎么这么多 刚才一个 现在又一个 眼前的这个女孩 虽然没有刚才那个漂亮 但也差不了太多 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也有责任 苏巧瑜道 林若宇扭头看了看走廊 那边好像只有爷爷的办公室 再加上刚才听到考试两个字眼 他心中已经有了大致的猜测 你是要去考试吗 对 苏巧瑜点头叶凡 你认识不 认识 你觉得他怎么样 为人谦和 沉稳 成绩突出 非常优秀的一个人 听到这个回答 林若宇傻了眼 那个凡人的家伙 到底给这些小姑娘 灌了什么迷魂汤 怎么一个个都在夸他 见状 苏巧瑜轻声问道 有什么不对吗 没 没什么 林若宇生硬地挤出一丝笑容 好好考试 加油 说完 转身离去 苏巧瑜盯着林若宇的背影 看了一眼 也没多想 抬不往走廊尽头的办公室 走去 走进办公室 眼角撇到了 坐在宁溪身旁的叶凡 苏巧瑜深感意外 但还是先和林德江 打了声招呼 老师 我来了 嗯 林德江指了指理策的空桌子 道 地方已经给你们准备好 考试时间一百分钟 谁的分数高 谁就可以获得 最后一个竞赛名额 说着的同时 他拿出了两张手写试卷 对着叶凡扬了扬手 你负责一下秩序 没问题 叶凡点头应了一声 待两女做好 他将试卷放在两女面前 道 现在是十二点二十七分 下午两点零七分准时交卷 把握好答题节奏 这话 听上去像是对两人说 可叶凡的目光 始终停留在宁溪身上 根本没看苏巧鱼一眼 好了 考试开始 说完 叶凡转身拉过一把凳子 坐在机米之外 眼睛微眯 午后的阳光 渐渐爬上窗帘 充满温度的投影 出现在办公室的每个角落 期间 林德江在两女身后转了一圈 心中颇为感叹 无论是宁溪 还是苏巧鱼 数学水平都很优秀 在最后的分数出来之前 他也不确定到底谁会赢 而叶凡 心中丝毫没有半点担忧 情绪异常平静 时间过得很快 当时钟跳动两点零七分的时候 叶凡的声音随之响起 时间到 娇卷 宁溪和苏巧鱼纷纷放下笔 起身将试卷放在了 林德江的办公桌上 然后便站在一旁 默默等待最后的结果 叶凡走到宁溪身边 低声问道 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 女孩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轻松 显然对自己的发挥很满意 放心 她赢不了你 小声点 影响不好 宁溪某脚微弯 翘脸上带着丝丝称意 两人的低声交流 让苏巧鱼心中有些不适滋味 这一刻 她感觉自己是多余的 看着满眼都是宁溪的叶凡 苏巧鱼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 无论她再优秀 也始终成为不了宁溪 叶凡眼中已经被宁溪站满 不留任何缝隙 还有争的必要吗 苏巧鱼眼神复杂地看了叶凡一眼 叹息之声响彻在心间落花有情 流水无意 终归是大梦一场 强行去争 不 她的骄傲不允许 林德江批改的速度很快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比以放下 只不过 她的眉头却高高皱起 脸上挂着古怪之色 叶凡察觉出了林德江神情中的异常 出声询问 老师 怎么 不是又同分了吧 闻言 宁溪和苏巧鱼纷纷抬头看着林德江 等着她的答案 在三人的注视下 林德江苦笑一声 道 还真被你猜对了 确实同分了 啊 啊 两女几乎同时发出了惊呼声 搞什么 这也太巧了吧 林德江解释道 宁溪同学十题对九 九十分 苏巧鱼同学也是如此 你们两个都是最后一题犯错 所以 这次考试没有高低之分 至于这次竞赛的名额 说到这里 她也有些犯难 停顿了三四秒 声音重新响起 老师重新出卷 你们两个再考一次 事到如今 只能如此 这是最公平的办法 不用重新考 就在这时 苏巧鱼突然开口 她对着林德江 微微欠身 老师 这次的竞赛名额我放弃了 之前我参加过数学竞赛 成绩并不理想 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林德江脸上挂着意外之色 你确定要放弃 确定 苏巧鱼轻声道 行吧 那就这样定了 宁溪眼眸微闪 对着苏巧鱼点了点头 谢谢 加油 一定 两女相视一笑 画面有种莫名的和谐 随着最终的名额确定 叶凡和宁溪都被告知了 关于竞赛的消息 明天早上八点钟 在校门口集合 因为已经错过了集训 所以直接参加考试就行 叮铃 随着铃声的响起 学生们纷纷背起书包离开学校 宁溪依旧保持着正常玩走的节奏 叶凡自然不会提前离开 走出校门 女孩脸上浮现出动人的笑容 步子中充满了欢快 这么开心 当然 获得名额为什么不开心 宁溪反问 脸颊上挂着两个唯美的梨窝 叶凡跟着笑了 略带雌性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嘱咐的意味 晚上可以多刷会题 但不能太晚 要不然会影响明天竞赛的状态 知道吗 嗯 真怪 哥哥给你买糖吃好不好 好 你 你在说什么呀 宁溪差点着了叶凡的道 连忙改口 不要 我又不是小孩子 才不吃你的糖 说完 还不忘恶狠狠地瞪了叶凡一眼 可惜 并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反而还显得格外呆萌 叶凡无辜地耸了耸肩 嘴角勾了勾 小丫头 反应还挺快 来到胡同口叶凡正要往胡同里走 突然看到 宁溪停下了步子 怎么了 文言 女孩脸颊泛起丝丝红霞 低声道 我 我想喝柠檬水 第77章 又要牵手吗 我 我想喝柠檬水 软软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 但叶凡却清清楚楚地听进了耳中 黑色的瞳孔中出现了一个光点 眨眼间 这个光点便已扩散至整个眼眶 好 简简单单的一个字 加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欣喜 谢谢 宁溪低着脑袋 踢着小步子 翘脸上的温度迅速上升 自己只是为了喝柠檬水 绝对没有其他意思 嗯 绝对没有 跟在女孩的后面 叶凡走得很慢 每迈出一步 眼中的深情就浓郁一分 接近出口时 眼中的深情几乎浓郁成实质 再无隐藏 她 很开心 虽无人分享 但并不影响她的开心 看着前面的那道歉影 叶凡深深吸了口气 又变成了平时那副笑眯眯的模样 台步跟了上去 两人并肩走出胡同口 宁溪对着主驾驶的庄立点了点头 指了指不远处的小区门口 心虚地微微低头 走吧 叶凡双手扶着宁溪的肩膀 强行将她转过身 推着她往小区走去 这一幕 看得庄立眼皮子直跳 可不可以揍人 但目光落在宁溪身上以后 她的眼中充满了无奈 宁溪并没有要拒绝的意思 这叫什么事啊 小姐 你的清冷呢 你的防备心呢 唉 庄立叹了叹气 启动车子 肩上传来的炙热 衣服的布料完全无法阻隔 令宁溪脸颊微红 她本能反应下就想躲开 可是还没等她行动 心中却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 你们是好朋友 这种举动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 你也不讨厌叶凡的这种行为啊 女孩连忙摇头 压下了这个念头 开始疯狂地否认这个事实 呸呸呸 我讨厌这种行为 那你为什么不躲开 声音再次响起 宁溪无言以对 是啊 自己为什么不躲开 因为因为她和叶凡是好朋友 仅此而已 别发呆了 上楼 楼梯口 叶凡停下脚步 观察着女孩脸上的那抹纠结 眼中的笑意非常明显 迟疑了两个呼吸 她对着女孩缓缓伸出了右手 来 宁溪正正出神地看着眼前的这只大手 第一反应就是扭头看向身后 见庄力没有跟在后面 心中悄悄松了口气 这一刻 她陷入了天人交战 营牙习惯性地咬着红唇 又要牵手吗 这样好像不对 可 叶凡也不着急 耐心等待着宁溪的决定 等了足足十多秒 手中出现了一只柔软的小手 她的精神一阵 嘴角隐晦地上扬着 拉着宁溪往楼上走去 无距离的接触 让宁溪更加清晰地感受到 叶凡手掌的温度 不由得放心大乱我 我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 吃 叶凡牵着宁溪走进客厅 将她按在沙发上 转身走到冰箱处 拿出了两杯冰好的柠檬水 这次 她没有坐在宁溪对面 前所未有的轻松 喝吧 嗯 宁溪两只小手捧着水杯 滴着脑袋 小口小口地喝着 脸颊上的那抹粉色 却怎么也消散不去 小夕 嗯 有没有想过 以后自己要做什么 我想画画 宁溪脸上带着一抹苦恼 可是 我在画画上的天赋并不出众 爸爸想要我去下棋 说是能陶冶情操 培养静心能力 下什么棋 下棋 对于宁溪的回答 叶凡十分意外 上一世 她并没有听过宁溪提过这方面的事 也不知道宁溪会下棋 围棋 宁溪轻眸微抬 脸颊高高鼓起 这人好笨 她一个女孩子下什么象棋 肯定是围棋啊 叶凡更加意外 问道 你会下围棋 嗯哼 宁溪脸上罕见的出现了一抹傲娇 女孩的这个模样 让叶凡好笑不已 抬头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温声道 画画也好 下围棋也好 只要你喜欢就好 不要在意其他因素 按照自己的本性去选择就好 你 宁溪红着脸 抗议道 你 你能不能不要摸我头 这样不对 哪里不对 望着一脸笑意的叶凡 宁溪小嘴微张 一时间竟想不到合适的话来反驳 见宁溪不说话 叶凡继续道 我们可是好朋友 摸摸头没什么大不了 你也可以摸我的头啊 这样吗 宁溪歪着脑袋 神情之中带着一抹狐疑 怎么跟妈妈说的不一样 可是 好像有那么一丝私道理 明天不用紧张 正常发挥就好 叶凡将杯中的柠檬水 一饮而尽 低声嘱咐道 那些参加竞赛的学生 没有一个简单人物 你只需要发挥出 自己应有的水平 就是成功 明白吗 哦 面对叶凡这种东扯一下 细说一下的聊天方式 宁溪明显有些跟不上节奏 夕阳的光散落在客厅中 女孩呆萌的模样 定格在了叶凡眼中 她的眼中划过一道光 属于宁溪的光 沉默了几分钟 宁溪轻轻放下水杯 起身拿起自己的书包 可还没拿到 就被人抢先一步 叶凡将宁溪的书包挂在肩头 正对着窗户的她 五官被夕阳印上了淡金色的光芒 我送你 谢谢 宁溪只是看了一眼 连忙低下脑袋 刚刚消退的粉色 再次爬上了俏脸 叶凡这次也不询问宁溪的意愿 直接拉起宁溪的小手 向外走去 不 看着脚下 听话 这一刻 宁溪真的感觉 叶凡把自己当成了女儿 这种感觉太过明显 快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叶凡主动放开了宁溪的手 宁溪向左一步 拉开了与叶凡的距离 双眸紧盯着小区大门口 小脸上写满了做贼心虚 对此 叶凡低声一笑 推着女孩的乡间往大门口走去 别 别这样 有人 容易被误会 走了两步 宁溪侧身躲开 步子加快了几分 叶凡跟上 笑呵呵地说道 明白 也就是说 没人的时候可以这样做 对吧 宁溪郊躯一将 步子停住 扭头盯着叶凡 哎 你这人 我这人是不是很聪明 叶凡明知顾问地眨了眨眼 聪明你的大头鬼 宁溪清脆一声 转身就走 背影之中 显得有些慌乱 目送女孩坐上车 叶凡挥了挥手 道 明天见 明天见 车中的女孩 低着脑袋应了一声 汽车驶去 叶凡站在原地不动 直到汽车消失在视野中 才转身走进了小区 无时无刻 无时无刻 她与宁溪之间的距离 早上七点半 叶凡站在昭华路东边的胡同口处 拿着一本书 不时地翻动 咦 一下车 宁溪就看到了胡同口的叶凡 眸色闪烁个不停 她 是在等我吗 女孩摇了摇头 驱散脑海中乱七八糟的念头 转身对着庄力点头 庄叔叔 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 小姐放心 庄力脸上挂着笑意 离开之前 她的眼角瞥了一眼 站在胡同口的叶凡 嘴角情不自禁地扯动着 这小子 行 有本事你就追 你要是能和小姐在一块 我跟你姓 目送庄力离开 宁溪转身 看着二十多米外的胡同口 眸色微动 脸上浮现出一抹精灵古怪的笑容 她放轻脚步 悄无声息地走到叶凡身旁 正准备大声吓下叶凡 可还没等她开口 叶凡便一抬起头 笑着道 小夕 吓人可是不对的 我 宁溪拂了拂嘴 没有两个字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叶凡笑眼微眯 把手中的书盒上 脚步一动 便已经出现在了宁溪身后 抬起右手 放在宁溪的左肩上 推着她走进了胡同 走了七八步 宁溪才反应过来 正要闪开 身后左侧 响起了叶凡的笑声 没人的时候可以这样 这是你说的 不能耍赖 第七十八章 她捏你脸了 即将走出胡同口时 宁溪刚想挣脱肩上的那只大手 可是还没等她有动作 叶凡就已经收回了手 自然垂下 迎着女孩的目光 她笑眯眯地说道 看我干什么 看路 要不被人看见了 容易误会 影响不好 宁溪跺了跺脚 迈开步子向前走 气得不行 什么叫恶人先告状 诺 这就是 叶凡赶紧追了上去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好了 跟你开玩笑呢 生气了 没有 宁溪小嘴绝了绝 叶凡嘴角勾起 没在逗女孩 落后一步将她护在里侧 一辆蓝色轿车 停在校门口的路边 杨婷倚靠在车上 左顾右盼 当看到叶凡和宁溪以后 连忙招手 老师 早上好 宁溪走到跟前 开口打了声招呼 叶凡只是微微点头 杨婷古怪地看着两人 心中猜得不停 这两人竟然一起来学校 该不会 可他们还没成年啊 下一刻 杨婷就对着叶凡使了个眼色 语气正常道 宁溪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 叶凡 你跟我过来一下 有个事要问问你 宁溪也没多想 乖乖地站在原地 叶凡跟着杨婷 往南走了二三十米 杨婷突然停住了脚步 转身过满脸怒火地盯着叶凡 低声质问道 你和宁溪到底是什么情况 怎么会一起来学校 一起来学校很奇怪吗 叶凡莫名其妙地看了杨婷一眼 淡淡道 老师 一起来学校的同学多了去了 好像没什么不对吧 而且 学校并没有明确规定 学生不能一起来学校 还有 还有什么 老师的思想可以纯洁一些 不用猜测一些 不着边际的事情 杨婷脸色僵了僵 顿时熄火 好像被自己的学生说教了 最关键的是 还反驳不了 就很气 反正 你注意一点 临近高考 联影响宁溪 叶凡并未接话 笑着问道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差不多该出发了 杨婷额头上挂满了黑线 他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黑着脸 上车 出发 竞赛的两个名额 全都出自二班 而杨婷作为二班的班主任 这个接送的任务 自然落在了他身上 叶凡笑了笑 转身走到车旁 打开后车门 对着宁溪招了招手 来 宁溪轻轻点头 坐到了后排 叶凡跟着坐了进去 杨婷启动车子 透过后视镜瞥了一眼 差点一口鲜血喷出来 两人的脑袋 几乎贴在了一块 叶凡手中拿着一张卷子 低声讲解着 宁溪小脸上挂满了认真 这一幕 是那么和谐 那么美好 可对杨婷来说 就不那么美好了 这会儿 他感觉车中 弥漫着一股酸味 专属爱情的酸臭味 他今年二十八 连一次恋爱都没谈过 这也就算了 可现在竟然还被 自己的学生撒糖 过分 嗨 闻言 宁溪抬起头 问道 老师 你怎么了 小夕 老师的嗓子不舒服而已 小问题 来 我们继续 嗯 正在开车的杨婷 脸色漆黑无比 他决定 自己还是不出声了 不然 非得被叶凡气死不成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车程 终于抵达了竞赛的地点 杨婷拿着资料 很快就过了审宴 叶凡和宁溪 各自得到一个号码牌 六十五 六十六 杨婷有些不放心地嘱咐道 你们不用紧张 放平心态好好发挥 我会努力的 宁溪认真的点了点头 迈步走进了考场 叶凡眼角微挑 对着杨婷笑了笑 老师 得第一 有没有什么好处 有 杨婷没好气瞪了一眼 道 你要是能拿这次竞赛的第一名 请你吃大餐 不行 叶凡摇了摇头 道 老师 你得把宁溪也叫上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已经被杨婷杀了不知多少次 行行行 叫上宁溪 老师请你们两个吃大餐 可以了吧 谢谢老师破费 看着叶凡的背影 杨婷无语至极 考试还没开始 这话说的未免太早了一些 不过 吐槽归吐槽 对叶凡 杨婷确实很有信心 毕竟 叶凡的成绩有多夸张 他这个班主任 可是一清二楚 竞赛第一 并不是不可能 上午十一点 杨婷坐在车上昏昏欲睡 响起的铃声 让他清醒了过来 看了看时间 连忙下车 来到了考场大门处等候 很快 叶凡和宁溪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视线中 看着向这边走来的 这对小年轻 杨婷自言自语道 好像还真的挺般配 老师 相比来的时候 考试过后 宁溪显得很放松 白皙的翘脸上 挂着一抹开心 看着宁溪那婴儿肥的翘脸 杨婷情不自禁地 想动手捏一捏 可是他刚抬起手 宁溪面前就出现了一道身影 叶凡笑眯眯地看着杨婷 老师 我们该走了 杨婷的手定在半空中 场面一度很尴尬 宁溪看着脑袋 看了看叶凡 又看了看杨婷 好奇道 怎么了 杨婷定在空中的手 闪电般地在宁溪脸上捏了一下 赞叹道 小夕 你的皮肤也太好了吧 说着的同时 是微信地瞥了叶凡一眼 等 那也得念 叶凡眼睛微眯 心中已经开始盘算 是吃杨婷一个月工资 还是吃他一年的工资 宁溪呆了一下 礼貌性地回应道 老师 你的皮肤也很好 三人上车 车子刚驶出不远 叶凡突然开口 老师 这是去哪 还能去哪 当然回学校啊 我们去吃大餐吧 杨婷一脚刹车闷到底 幸好车速不快 没什么惯性 他扭头盯着后排的叶凡 咬牙切齿地说道 成绩都还没出来 你还不一定考第一 一定 叶凡的语气中只有自信 末了 再次补充道 没有意外 对于两人的交谈 宁溪表示一头雾水 你们在说什么 叶凡扭着头 笑着解释 没什么 就是老师说 要请我们两个吃大餐 大餐 听到这话 宁溪的目光落在了杨婷身上 老师 是真的吗 杨婷 他后悔了 自己刚才为什么要捏宁溪的脸 非得捏那一下干什么 现在好了 叶凡这小子 明显就是蓄意报复 当然 杨婷强颜欢笑地点了点头 你们考试辛苦了 老师请客 说吧 去哪 叶凡眨了眨眼 轻描淡写道 汉婷轩吧 听到汉婷轩三个字 杨婷头皮一炸 差点没咬到自己的舌头 认真的吗 汉婷轩在帝都小有名气 虽然汉婷轩不是最贵的饭店 但也绝对不便宜 听说在那里吃顿饭 没个万把块钱根本拿不下来 人家都是薅羊毛 细水长流 可叶凡直接就要吃羊肉 见杨婷满脸呆滞 叶凡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他当然不会选择汉婷轩 这么说只是为了吓吓杨婷 做错事总要有惩罚的嘛 他都还没捏过宁溪的脸 被人抢了先 心中着实有些不爽 女的 那也不行 宁溪的脚轻轻踢了叶凡一下 对着杨婷浅笑 道 老师 叶凡跟你开玩笑的 你请我们吃饭 地方当然是由你来定 客随主便 可 杨婷干笑一声 道 老师刚好知道 一家味道不错的地锅鸡 味美价廉 嘴上这么说着 心中已经将叶凡骂了个狗血淋头 谢谢老师 过了几分钟 宁溪向叶凡身边挪了挪位子 低不可闻道 不要和老师开玩笑 这样不好 柔软的嗓音 带着丝丝空灵之意 如溪水敲击在山石般美妙 空谷幽兰 叶凡眼皮微台 道 他捏你脸了 第79章 郁闷的杨婷 他捏你脸了 宁溪双眸正正出神 迎着叶凡认真的目光 脸颊上爬上了一抹飞红 幸好 两人的交谈声音很小 正在开车的杨婷并没有听见 不然 非得给郁闷死不成 你 你别闹 女孩根本没有察觉 自己语气中带着点点撒娇的味道 看了一眼正在开车的杨婷 叶凡左手一动 在宁溪完全没有反应的情况下 握住了他右手 身体威胁 靠近女孩精致耳垂边 低声道没闹 我很认真的 叶凡身上的阳刚之气 打在宁溪的脸侧 让他脸色从飞红变成了羞红 小手用力挣脱 他弄疼宁溪 叶凡直接放开了他 笑呵呵地问 怎么了 宁溪羞愤地将脑袋扭了过去 看着车窗外的景象 心里乱作一团 明知故问 当着老师的面 竟然主动牵他的手 因为这件事 一路上 宁溪再也没搭理叶凡 到了饭店以后 还冷着一张脸 走进包厢 叶凡拿出随身携带的纸巾 将凳子擦了擦 拉过宁溪 就把他按在了凳子上 你 坐好 听话 低沉的声音 带着一丝别样的魅力 让宁溪到了嘴边的话 又给憋了回去 杨婷瞥了一眼叶凡 道 给我也擦一下 不擦 说着 叶凡坐在了宁溪右手边 老师 凳子又不脏 直接坐就行了 杨婷郁闷地想吐血 凳子不脏 那你给宁溪擦什么 区别待遇 两人的对话 让宁溪翘脸微红 心虚地滴着脑袋 点完菜 气氛一度变得有些沉默 叶凡的左手 今天竞赛的题目感觉难吗 挺难的 犹豫了一下 宁溪抬起头 轻声道 不过 有很多提醒都遇到过 所以最终的成绩应该还可以 不会太差 那就好 叶凡微微点头 转动餐桌上的转盘 拿起水壶给宁溪倒了杯水 道 这里应该没有柠檬水 喝点开水 谢谢 宁溪接过水杯 点头应了一声 叶凡眉头皱了一下 心中微微不喜 他不喜欢宁溪和自己这么见外 不过想到最近和宁溪的发展 这次不喜很快消散 快了 要不了多久 宁溪就会习惯他的存在 杨婷敲了敲转盘 意思相当明显 他 也要喝水 叶凡将水壶放在转盘上 转动转盘 意思也很明显 想喝 自己倒 杨婷看着面前的水壶 又看了看叶凡那人畜无害的脸 气得直翻白眼 他独自生着闷气 拿起手机刷起新闻来 很快 地锅机就被服务员送了上来 热腾腾的香气 弥漫在包厢内 哇 好香啊 宁溪眸子发亮 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 完全就是一副小馋猫的模样 见状 杨婷笑道 宁溪同学 这就是普通的地锅机而已 有那么香吗 老师 是第一次试这个 宁溪弱弱地应了一声 啊 杨婷有些意外 地锅机在帝都的餐馆中很常见 除了那些顶级餐厅中没有 一般餐厅中 几乎必备宁溪身上的衣服 虽然看不出什么牌子 但布料却非常高级 由此看来 她的家庭条件应该还不错 怎么会从来没吃过地锅鸡呢 宁溪同学 你是第一次吃地锅鸡 还是第一次吃鸡肉 都是 宁溪眨了眨眼 杨婷诧异 心中好奇的不行 可叶凡却表现得异常淡定 她早就料到会是如此 上一世带宁溪去餐馆吃饭 这丫头也是这副模样 好像什么都没见过一样 直到上个星期去了宁溪家中以后 她才解开了心中的疑惑 那种家庭 应该对饮食非常看重 不吃鸡肉很正常 多多少少会给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杨婷虽然好奇 但并没有追着问 拿起筷子在锅中扒拉了两下 找到一个鸡小腿 夹到了宁溪碗里 来 尝尝 味道很不错的 谢谢老师 宁溪某脚一弯 配上那白皙的小脸 如同瓷娃娃一般 杨婷眼神温柔 笑道 小夕 我这样叫你可以吗 可以啊 宁溪愣了一下 随即露出了动人笑容 杨婷瞥了叶凡一眼 抬手摸了摸宁溪的秀法 道 小夕 你真的长得好美啊 跟画里面的人一样 一直以来 她对宁溪的印象都很好 学习努力 性格文静 再加上长得如此甜美 这样的女孩 没有人会不喜欢 只不过 杨婷平时要维持班主任的威严 再加上一直以来 没有什么和宁溪相处的机会 所以 只是普通的师生关系 这次和宁溪一起出来 她迫不及待地 想跟宁溪好好聊一聊 甚至连任宁溪当妹妹的想法都有 老师也很漂亮啊 宁溪礼貌性地回应着 洛洛大方的气质十分出挑 叶凡眼皮子微微跳动 她算是看出来了 杨婷就是故意地 心中无语至极 这女人 好幼稚 察觉到叶凡的反应 杨婷眼中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心想 小子 你不是很嚣张吗 我就摸了 咋的 我不但摸 我还捏 念吧 她抬手捏了捏宁溪的小脸 笑容满面道 真乱 小夕 你平时用什么护肤品 老师 我 我没用护肤品 杨婷的动作 让宁溪有些不习惯 可又不能躲开 害怕会失礼 可 叶凡眯着眼 轻飘飘地说道 杨老师 该吃饭了 淡淡的语气中 带着提醒之意 她不爽 非常不爽 可又拿杨婷没办法 对对对 吃饭 吃饭 杨婷松开手 对着宁溪笑了笑 小夕 先尝尝鸡腿 凉了就不好吃了 嗯 宁溪真手轻点 可刚拿起筷子 碗中的鸡腿 就不翼而飞 叶凡一边吃 一边评价到还行 微辣 可以接受 杨婷眉头一挑 冷眼盯着叶凡 这么一大锅 你抢小夕碗中的肉做什么 叶凡扎了扎嘴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道 老师 你可能还不知道 你给宁溪夹的是鸡左腿 而宁溪喜欢吃鸡右腿 她拿起筷子 在锅中扒了几下 找到一个鸡小腿 夹到宁溪碗中 温声道 来 趁热吃 谢谢 宁溪倒是没有太过在意 她的注意力都在肌肉上 咬上一口 小脸非常满足 好吃吗 好吃 女孩的亲眸 完成了月牙状 闪烁着繁星般的光芒 杨婷 这顿饭 宁溪吃得非常开心 叶凡几乎没怎么吃 一直在忙着夹菜 看得杨婷郁闷无比 至于吃饭 吃什么吃 早就饱了 校门口 宁溪对着杨婷浅而笑 谢谢老师的款待 高考结束以后 我也要请老师 你吃顿饭 拒绝的 没问题 看着眼前的女孩 杨婷郁闷的心情 瞬间消退 露出会心的笑容 叶凡站在宁溪身旁 插话道 请杨老师吃饭 记得叫上我 嗯 宁溪点了点头 杨婷 叫上叶凡 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 刚才吃饭的情景 嗯 下午放学 叶凡主动邀请宁溪去家里 可是被宁溪拒绝了 没有抢求 回到家中 她继续保持着平时的作息 做饭 吃饭 洗澡 看书 睡觉 第二天来到学校 还没进教室 叶凡就被站在楼梯口的杨婷给堵住了 她的身旁还站着一位熟悉的身影 正是宁溪 等了多久 杨婷看了看手表 道 你还好意思问 七点我就在这等着 现在已经七点五十八 你就不能早点来学校吗 叶凡嘴角一动 道 老师 我再问小夕 第八十章 竞赛第一 跟我来 扔下一句话 杨婷转身上楼 叶凡笑眯眯的盯着宁溪 道 走吧 嗯 宁溪应了一声 抬不上了楼梯 叶凡跟上 在她的刻意控制下 两人并肩而行 走着走着 宁溪突然出声 叶凡 怎么感觉你和杨老师之间 好像有些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 说不出来的感觉 感觉你好像是在 故意弃杨老师一样 那倒不至于 听着女孩的轻声细语 叶凡缓缓抬着步子 眼含笑意 只是我这个人比较记仇而已 记仇 宁溪呆了一下 突然想起昨天中午发生的事情 眼眸闪个不停 该不会 突然 她好像明白了这话中的含义 翘脸上浮现出异样的红韵 见杨婷走进了校长办公室 宁溪步子一停 疑惑道 哎 怎么去校长那里了 我们没犯什么错误吧 叶凡低声而笑 薄唇一鸣 没有人规定犯错误 才能来校长办公室 也可能是好事 比如说 昨天的竞赛成绩 嗯 宁溪眸子发亮 欲言随之变得极为动人 竞赛成绩出来这么快吗 她以为要好久 至少也得一模测试后 才能知道竞赛的成绩 根本没想到 可以这么快出成绩 不出意外 应该是的 叶凡抬手 还没等她有动作 就被宁溪躲开了 叶 叶凡 在学校不能这样 宁溪红着脸 低声提醒了一句 然后便加快步子 拉开了和叶凡的距离 看着宁溪的背影 叶凡嘴角微翘 喃喃自语道 那也就是说 不在学校就可以了 丫头 我明白了 如果让宁溪知道 叶凡此时的想法 一定会送她三个字 不要脸 两人一前一后 走进办公室 正在喝茶的沾冲衫 看到叶凡 眼睛不由地亮了起来 连忙放下水杯 指着沙发 笑呵呵地说道 叶凡 宁溪 你们坐 谢谢校长 宁溪倒也不怯场 大方帝坐在了沙发上 叶凡微微点头 跟着坐了下去 因为两人贴得太近 宁溪连忙挪了挪位子 想和叶凡保持距离 察觉到女孩的小动作 叶凡的嘴角一勾 跟着挪了挪位子 宁溪轻咬着红唇 低声提醒 你 干什么 这是在校长办公室 你往那边坐 拒绝 叶凡眼睛一眯 缓缓摇头 宁溪撬脸发烫 想到这里还有校长和老师 不想和叶凡在这件事上 多过争论 无奈默认了她的这种行为 杨婷将两人的小动作 尽收眼底 心中那叫一个无语 哥 姐 你们能不能看看 这是在什么地方 她可不想挨劈啊 唉 詹冲山眼睛又不瞎 自然也看见了 刚喝到嘴里的茶水 差点没喷出来 呛得她连连咳嗽了几声 这两个小家伙 是要谋杀她吗 叶凡面不改色 平静地问道 校长 你怎么了 就连杨婷都看不下去了 这小子太能装了 没什么 詹冲山拍了拍胸口 给自己顺了顺气 强颜欢笑道 今天叫你和宁溪同学来 主要是公布一下 昨天竞赛的成绩 你们两个对于自己的成绩 有没有什么预估啊 叶凡左手不留痕迹地 在沙发上移动 手指戳了戳宁溪的小手 你先说 我 宁溪微微起身 眸中还带着思思羞涩 轻声道 校长 昨天参加竞赛的 一共有84人 我觉得自己应该能排在 40至50之间 学生能力有限 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望校长见谅 不要见 不要见 詹冲山连连摆手 道 尽力而为就好 无论最终的成绩怎么样 并不能否认你的优秀 她的心中赞叹不已 不愧是宁先生的女儿 家教实在太好 整个振华 除了叶凡以外 只有詹冲山这个校长 知道宁溪的家庭背景 她很清楚 宁向天对于宁溪有多宝贝 彭在手心怕掉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竟然培养出如此文静 有礼貌的孩子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她微微沉吟 道 真实成绩和你的预估 稍微有些偏差 你的竞赛排名是55名 已经非常不错 千万不要气馁 以后继续加油就好 明白吗 明白 宁溪轻轻点头 第一次参加竞赛 取得这样的成绩很正常 55这个排名 和她预估的也差不多 听到这个成绩 她既不惊讶 也不失望 就是心中有些无奈 数学厉害的人好多 接着 詹冲山的目光 落在了叶凡身上 笑眯眯地问道 你觉得自己能排在第几名 第一 平淡的语气 却与内容极其不符 从叶凡的表情中 完全看不出一丝 自傲的神色 就好像在叙述一件 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杨婷 自己的学生 放下如此豪言 万一没有拿到 这次竞赛的第一 他这个班主任 也跟着脸上无光 叶凡 你就不能谦虚一点吗 老师 我还不够谦虚吗 杨婷胸口剧烈起伏 詹冲山依旧笑着 脸上的皱纹挤在了一起 叶凡同学 那你能不能不谦虚地说一下 谦虚都是第一 他非常想看 叶凡不谦虚的时候会怎么说 杨婷瞪了一眼 眼中满是警告之意 叶凡只当没看见 余光察觉到 身旁女孩的眉头轻轻皱起 思绪一转 神态如常地看着詹冲山 校长 你确定要听 确定 说吧 詹冲山拿起茶杯 慢慢品尝着 叶凡无奈地耸了耸肩 突然站了起来 一脚踩在茶几上 不咸不淡倒 什么高中竞赛 就这 出的题太简单了 完全没有挑战性 真没意思 詹冲山和杨婷完全傻了眼 尤其是詹冲山 刚喝到嘴里的茶水 顺着嘴角滴落在衣服上 却还浑然不觉 场面一度变得很古怪 宁西捂着嘴 咯咯笑个不停 她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叶凡 眸中带着些许新奇之色 叶凡侧过头 对着宁西挑了挑眉 低声问道 怎么样 霸气不霸气 霸气 宁西小脑袋点得跟小鸡啄米一般 十分捧场 只不过捧完场以后 却又补充了一句 自言自语道 这个年龄段的男生 不应该就是这样吗 难道我学得不像 你在嘀咕什么呢 宁西眼眸眨动两下 没什么 叶凡不死心地问道 真的很中二吗 嗯 轻轻的鼻音 听得叶凡欲哭无泪 她发誓 以后再也不下搞了 可不能在这丫头心中 留下什么坏形象 以她的性格 断然做不出如此举动 之所以这样 只是为了逗宁西笑一笑而已 结果 宁西是笑了 只不过评价却有点 不尽如意 杨婷率先回过神 刚想说什么 眼角注意到了詹冲珊 低声提醒道 校长 校长 你的 口水流到衣服上了 詹冲珊老脸一红 否认道 什么口水 胡说八道 这是茶 茶水 杨婷撇了撇嘴 心中暗响 茶水中就没有口水吗 我也没说错 嗨嗨 詹冲珊急忙拿指巾擦了擦衣服 干笑一声 叶凡同学还挺幽默 这次的数学竞赛 你的最终排名的确是第一 Nice 杨婷比叶凡还要激动 狠狠地挥了挥拳头 他确实很高兴 全国高中数学竞赛第一 这可是莫大的荣耀 多谢校长告知 叶凡平静的态度和杨婷恰恰相反 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 好厉害 宁希小手拉了一下叶凡的衣角 轻眸微弯 眸底闪过嘶嘶一样 很隐晦 可却真实存在 叶凡眼路宠溺 低头靠近他的耳边 阵阵幽香钻进鼻中 他的薄唇微动 想不想和我变得一样厉害 第八十一章 保送资格 想不想和我变得一样厉害 想 宁希愣了一下 连连点头 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和叶凡的举动 有多轻易 嗨 嗨 詹冲山和杨婷 几乎同时咳嗽出声 两人的脸色 都有些不自然 这是在干什么 现在是高三 不是大学 谈恋爱肯定不允许 偷着谈他们管不着 可两人也太光明正大了吧 在他们面前 好歹收敛一下 叶凡 你干什么呢 杨婷话语中充满了警告 隐晦地使着眼色 听到这话 宁希看了看 近在咫尺的叶凡 翘脸突然红了起来 急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低着脑袋 躲到了沙发左侧 如同犯了什么大错一般 叶凡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 老师 我和宁希在讨论 这次竞赛的题目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杨婷直接无语 哥 我叫你哥 给我留条活路好不好 他 顶着叶凡 隐晦地提醒道 叶凡同学 高三对你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个阶段 你们的精力 只能放在学习上 莫不要被其他的事情所干扰 有些事 完全可以等到大学再去做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校长大人说得对 叶凡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话音突然一转 只不过 我不太明白 校长所指的是何事 还请校长明示 詹冲衫张了张嘴 表情僵硬 说得对 接着再说不明白 还能再敷衍一点吗 那个叶凡 我就是打个比方 比如说 注意我是说 比如高三学习这么紧张 那个谈恋爱肯定是会分散学习经历的 而且这种 詹冲衫生怕说错了什么话 他也很无奈 两个都是种子学生 再加上宁希的身份 言辞用的 那叫一个谨慎 可是还没等詹冲衫把话说完 叶凡就出声打断 脸上写满了迷茫 疑惑道 校长 你在说什么 我们振华 就没有早恋的 詹冲衫和杨婷看着叶凡 不禁开始怀疑人生 这个学生 太能胡扯了 可偏偏扯的还挺有道理 宁希的头低的幅度更大 他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完了 被误会了 有心解释 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叶凡面不改色 笑道 校长 老师 你们这都是什么表情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对 詹冲衫颇为头痛的 揉了揉太阳穴 扬了扬手 小杨 也没什么事了 你就带他们先回教室上课吧 是 杨婷如获大事地松了口气 连忙对着叶凡和宁希招了招手 走 回去上课 等等 詹冲衫拍了拍脑袋 到 年龄大了 记性不好 还有一件事 说着 他打开抽屉 从中拿出了一份红色的纸张 鉴于你在这次数学竞赛中的优异表现 早上六点钟 清大的招生办主任就给我打了电话 诺 这是清大的保送录取通知书 这会儿 他的心情非常纠结 保送 按照今年的高考规定 叶凡就无法参加高考 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振华平白无故 失去一个冲击天才榜的学生 不 准确地说 是失去一个 必定位列天才榜的学生 以叶凡的成绩 绝对能进入天才榜 可是 清大作为下国第一学府 几乎所有学生 都把清大 是所心目中最理想的大学 能获得清大的保送资格 所有学生都会为之狂喜 这样的机会 恐怕没有人会放弃 詹冲衫也不知道要怎么劝 也没办法劝 他总不能跟叶凡说 放弃保送清大的保送资格 去参加高考吧 这样的话 他说不出口 望着桌上的录取通知书 宁夕呆了呆 仰着翘脸看着叶凡 眸子转动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走到门口的杨婷 脚步一致 脸色挂着一抹纠结 他和詹冲衫的心情 如出一辙 三人的目光 全部汇聚在叶凡身上 等着他给出回答 不需要 叶凡神情根本毫无变化 仿佛桌子上放着的 不是清大陆取通知书 而是一张普通的纸张 什么不需要 詹冲衫错愕 根本没反应过来 叶凡淡淡一笑 以肯定的语气说道 不需要保送 我想参加高考 文言 办公室三人的眼中 纷纷闪过了惊喜之色 只不过 詹冲衫和杨婷比较明显 宁夕比较隐晦 甚至连他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 叶凡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的注意力 一直都在宁夕身上 嘴角不由地上扬了一下 这个 詹冲衫强忍住心中的欣喜 出声道 我觉得 这不是一件小事 和你父母商量一下 再做决定比较好 你说呢 对 杨婷虽然也想让叶凡参加高考 但也很清楚 这件事的重要性 跟着劝道 叶凡 这件事非常重要 你还是和你父母商量一下 比较妥当 不要私自做决定 真的不需要 叶凡抬步 走到办公桌前 拿起桌上的录取通知书 吃啦 在三人目瞪口袋的目光中 这张像争着无数学子梦想的 录取通知书 被叶凡撕成了无数片 叶凡走到茶几旁的垃圾桶旁 将随纸蟹扔了进去 抬头笑了笑 现在商量也来不及了 我只能参加高考 保送 不需要 宁夕要参加高考 那她一定也会参加 这一事 她会陪伴宁夕走过每一个阶段 回到教室以后 宁夕脑海中还在回想 刚才办公室的那一幕 左手托着下巴 亲眸在叶凡侧脸上转个不停 有那么好看吗 有 猜不是 突然响起的声音 让宁夕有些猝不及防 幸亏她反应比较快 急忙改了口 饶氏如此 也不禁羞红了脸 叶凡欣赏着女孩的娇羞模样 低笑道 好了 跟你开玩笑呢 一直盯着 看做什么 宁夕心虚地低着脑袋 不敢正视叶凡的目光 支支吾吾道 我 我只是好奇你 为什么要把清大的录取通知书给撕掉 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难道你不觉得可惜吗 不可惜啊 叶凡的眼睛深邃有神 声音很低 但却充满了坚定和深情 可以和你一起并肩战斗 怎么会可惜呢 你 宁夕呆呆地看着叶凡 完全从他脸上 找不出一丝开玩笑的成分 刹那间 芳心大乱 翘脸羞红不已 叶凡是为了他 才放弃这次的保送资格 这个念头一出现 他的心更乱了 叶凡大胆地伸出左手 在桌下悄无声息地握住宁夕的右手 嗓音低沉 别胡思乱想 好好听课 哦 宁夕娇躯一将 轻眸中几乎要滴出水 他看了叶凡一眼 眸色微垂 看着自己被握住的手 直接把翘脸埋在了桌子上 却出气地没有挣扎 似乎默许了这个动作 这一刻 埋藏着女孩心底最深处的种子 悄然发芽 而且正在一个极快的速度增长着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会成长为参天大树 撑满整棵心房 察觉到女孩的变化 叶凡眼底掀起了无边的狂喜 这丫头 好像 放学以后 叶凡目送宁夕坐上车 直到汽车消失在道路尽头 他才收回目光 心情大好 真是看什么都顺眼 比如说 正在公交站台偷钱包的男人 咦 偷钱包 不对 叶凡眼睛一眯 快速向公交站台处走去 偷钱包的男人动作很熟练 手一动 就划开了前方女子的胯包 两根手指插入其中 数秒钟的功夫 女子的钱包和手机便已到手 男人将钱包和手机装进裤兜中 朝着叶凡走了过来 整个行窃过程 那叫一个淡定 惯泛无疑 两人在人行道上擦肩而过的前一秒 一只脚出现在了男人的脚边 碰 随着一声摔倒的声音响起 叶凡闪电般地将男人双手制住 膝盖顶住男人的后脖梗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这一跤直接把男人摔猛逼了 过了数秒 他才愤怒地大喊道 你信号信号有病啊 放开我 第82章 你摸我头干嘛 随着男人的声音响起 附近的行人 以及十几米之外等公交的民众 纷纷投来目光 或惊讶 或意外 或好奇 一个看上去十六七岁的小孩 竟然将一个三四十岁的成年人 暗倒在地 看上去要多怪就要多怪 什么情况 叶凡居高临下地 看着男人后脑勺 眼神毫无波动 语气极为平淡 现在社会发展得这么好 随便找个工作都饿不死 你说说你 为什么这么想不开 非得要当小偷呢 听到小偷两个字 男人的身体一僵 随即便忌口否认 你是不是有病 你才是小偷 你全家都是小偷 赶紧放开我 不然我打电话报知序局了 闻言 叶凡笑了 笑容人畜无害 道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乐于助人 报知序局势吧 好说 我帮你 男人瞬间牙火 脸上微微变色 接着就觉得无比窝火地骂道 先放开我 小子 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 为什么要对我下黑手 玩不起是不是 有本事跟我正面打一架 你个垃圾 正面打一架 叶凡嘴角微微一动 又手肘压住男人两只胳膊 左手将男人裤兜里的手机 和钱包掏了出来这会儿 看热闹的人 已经将两人团团围了起来 其中 包括被偷的那名女子 女子看到叶凡掏出的 手机和钱包以后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取下肩上的胯包 一打开 就看到包的底部 出现了一个大口 包里只剩下随身携带的化妆品 手机和钱包 不翼而飞 这是我的手机和钱包 这人真的是小偷 此话一出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人群中走出几名热心民众 帮助叶凡将男人制住 叶凡腾出手 接过手机钱包 感激道 谢谢 真的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东西被偷了 不用谢 正好看到 顺手而为 叶凡摆了摆手 道 这里没有什么事了 报知续局 把他送进去接受教育 说着就转身走出了人群 边走边嘀咕 还正面打一架 绝对是脑子有问题 信号信号信号 小子 你给我等着 身后传来的咒骂声 让叶凡离去的脚步一停 眼神微冷 随即转身重新走进人群 来到男人面前 轻飘飘地问道 你刚才说什么 我 碰 男人脸上出现一个拳头 他的嘴巴大张 两颗牙在空中划过 瞬间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叶凡淡定地甩了甩手 眼中带着不屑 真没素质 扔下这四个字 转身离去 而围观的二十多名群众 盯着叶凡的背影 正正出神 心中暗自咋舌 现在的年轻人 都这么梦了吗 叮 诚恶扬善 系统正在评估中 刚走进小区大门 叶凡的脑海中 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不由得有些意外 刚才他抓小偷 完全就是自发二维 根本不是因为 为了获取功德点 也没想到这回事 意外之喜 就在叶凡抱有期待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评级C级 奖励十功德点 还不错 叶凡嘴角微翘 这个结果 和他猜测的差不多 开门进屋 他放下书包 连鞋都没换 走进卧室 拿出书桌抽屉中的银行卡 接着就下了楼 不知不觉 今天已经星期五 周末要去宁西家教课 而且还得在那里吃饭 他不想失了礼 准备买一套比较正式的衣服 这段时间 他的资产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除去买书的钱 再加上给房东的一万块 现在银行卡中 只剩下一万五千块钱 师父 去白茂大厦 好嘞 白茂大厦 帝都比较知名的商场 以中高档服饰而闻名 上一世 叶凡来过一次 有点印象 所以选择在这里买衣服 七楼先生 欢迎光临 叶凡刚走进一家 看起来还不错的西装店 就有一名身穿制服的女店员 迎了过来 他并没有因为叶凡的年龄小 就心生怠慢 服务态度十分不错 叶凡点头示意 开门见山道 我想买一套西装 不要太正式 也不要太花哨 一万块钱以内都可以接受 麻烦你帮我推荐一下 好的 先生 文言 女子的服务态度更热情了一分 请你跟我来 二十多分钟后 叶凡走出白茂大厦 手中多了一张发票 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一万块钱以内 他不得不承认 刚才那名女店员的业务能力 第一 手机响起了消费信息 叶凡看了一下 目前卡中只剩下五千一百十三块钱 要揭不开锅了 他的思绪一转 眼睛亮了一下 嘴角勾起一抹帅气的笑容 自言自语道 就这么办 周六中午 振华食堂 宁熙和叶凡相对坐 周围十几道目光落在叶凡身上 目光中除了羡慕 还是羡慕 不光如此 还有着阵阵低声议论响起 这人到底上辈子 走了什么狗屎约 别这么说 人家长得也挺帅的 而且今天 见他从五楼下来 应该加入了轻大冲刺般 成绩肯定不会差 虽然我也觉得 这人配不上宁熙 但至少比我们强多了 哪里帅了 我不比他帅 可 咋的 我不帅吗 帅 如果没有你 谁来衬托世界的美丽 这些对话 传到叶凡和宁熙的耳中 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叶凡眯着眼 目光落在面前这一小只身上 眼神宠溺 有种老父亲的记事感 他将饭盘中的红烧肉 夹给宁熙 温声道 别整天只吃青菜 你都这么瘦了 多吃点肉 宁熙看着饭盘中的红烧肉 脸颊成粉红色 滴着脑袋 小声抗议道 我猜不瘦 你别想骗我吃肉 确定不吃 叶凡眉头一挑 确定 宁熙点了点头 见状 叶凡薄唇一鸣 轻描淡写道 你不吃 我心情会不好 你 宁熙抬眸看了一眼 轻咬红唇 你心情不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人在说什么 我就不吃 就不吃 叶凡放下筷子 头发遮掩住眼中的笑意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比如说今天心情不好 第二天就哪都不会去 这样的话 估计我就不能去你家吃饭了 宁熙小嘴微张 目瞪口呆地盯着叶凡 好扯 迎着宁熙的目光 叶凡撇了撇 他饭盘中的红烧肉 道 所以 你还是吃了比较好 你觉得呢 你 宁熙拿着筷子戳着米饭 最终 还是选择了妥协 吃就吃 这样才乖 听话才是好孩子 听到这话 宁熙刚吃到嘴里的红烧肉 差点没吐出来 轻眸死死地盯着叶凡 面露羞愤 怎么听 怎么怪 叶凡才不是他爸爸 呸 他才不是叶凡的女儿 啊 啊呀 宁熙 你是不是有病 快点吃 放学来我家一趟 不能拒绝 叶凡抬手摸了摸女孩的小脑袋 一触急收 动作那脚一个快 正在胡思乱想的宁熙 被叶凡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搞得有些猛 过了好几秒钟 才看看反应过来 你 你 你摸我头干嘛 第83章 咬就咬 你 你 你摸我头干嘛 你有证据吗 叶凡脸不红心不跳地眨了眨眼 似笑非笑 完全不承认刚才自己的举动 面对叶凡的这种耍无赖方式 宁熙气得小脸通红 一口咬定道 我 我刚才都看见了 你就是摸了 你有证据吗 望着笑眯眯的叶凡 宁熙小手紧握 她在心中一直在告诫自己 不要生气 千万不要生气 不就是摸头 啊 为什么要摸我头 而且还是在饭堂这个公共场合 肯定会被人看到 吃完饭 叶凡端着两个餐盘送到餐具回收处 刚出食堂大门 便看到了站在柳树下的宁熙 初春的柳树 细细长长的枝条上 泛出一层嫩绿的心芽 女孩五官精致 清新淡雅 沐浴在阳光中 两者相互衬托 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叶凡眼中闪过一抹错愕 按照她对宁熙的性格了解 这丫头现在肯定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 应该不会像往日那般等她一起回教室 可宁熙偏偏偏还在等她 有点不对劲啊 怎么了 叶凡见宁熙远远看着她 抬不来到她的面前 下意识抬手摸了摸宁熙的小脑袋 手上传来细腻顺滑感 让她的心情非常不错 你 宁熙万万没想到 叶凡竟然还敢摸自己的脑袋 而且 这会儿食堂大门处 进进出出的学生非常多 在这么多人的地方 做这种轻易的动作 这一刻 她恨不得一头扎进地缝中 翘脸红烟玉滴 亲眸中满含羞愤 你 你跟我来 扔下这句话 转身离去 叶凡连忙跟上 满心好奇 她时不时打量着女孩的侧脸 屡屡秀发 贴着女孩的脸颊 散落在肩上 仿佛在为仙女遮羞而生 微微上翘的穷鼻下 粉嘟嘟的红唇 诱人无比 别看我 跟我保持距离 察觉到叶凡的视线 宁熙的小脑袋扭到了一边 她的步子很快 很快就拉开了与她的距离 叶凡无奈 她就是想让这丫头吃点肉而已 可后续事情发展的方向 完全不在预料内 当然 她也知道 宁熙之所以生气 就是因为自己摸了她的头 可 她 控制不住啊 其实刚才在柳树下 叶凡摸完就心生悔意 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摸都摸了 说什么也晚了 食堂后方的小镜上 宁熙停下步子 转身盯着跟在后面的叶凡 按咬着银牙 你把手伸出来 嗯 对此 叶凡表示一头雾水 这丫头要干什么 小夕 我跟你道歉 以后再人多的地方 我肯定不摸了 不说这个还好 一说这个 宁熙本就通红的脸色 瞬间冲血 那般模样无比动人 什么叫人多的地方 你不摸了人少的地方也不能 这次 女孩学聪明了 这个我拒绝 叶凡摇头 人少的地方还不让摸 那她也太委屈了 宁熙的眼神几乎要吃人 一字一句道 你 把 手 伸 出来 干什么 除了牵手 其他的事情 我都不答应 你先伸出来 闻言 叶凡有些好奇 将右手放在了宁熙面前 她倒是想看看 这丫头到底要做什么 宁熙深深吸了口气 抬起手 紧紧握住叶凡的右手 感受到女孩的动作 叶凡心中大喜 暗想道 这丫头 不会是要跟我表白 死 叶凡不由地倒吸了口冷气 右手背上多了一排整齐的牙印 还有女孩残留的微微失痕 哼 宁熙双眸 道 让你摸 以后你要是还敢 话刚说到一半 她的身体就僵住了 轻眸瞪大 叶凡脸上挂着淡淡笑意 左手在女孩的小脑袋上 胡作非为 没几下就把那柔顺的秀发 搞得一团糟 右手也没闲着 伸到宁熙面前 笑着道 小夕 我错了 你咬我吧 宁熙错愕 这人 啊 她 咬疯了 咬就咬 她抱着叶凡的右手 对着刚才咬过的地方 狠狠地咬了下去 这一次 没有丝毫地留手 嗯 搞错了 重来 这一次 没有丝毫地留嘴 直到丝丝欣慰在口中出现 她才意识到不对 慌乱地松开嘴 看到叶凡右手背上明显的血迹 羞愤之意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 则是自责 不就是摸了一下你的脑袋 你至于这么狠吗 可她真的好过分 叶凡的表情 没有任何变化 似乎没感觉到疼痛一般 左手整理着宁熙散乱的青丝 脸上的笑意愈加浓郁 宁熙撅着红唇 抬头望着叶凡 正要开口 却被抢了先 不要说对不起 这是我自找的 这是你第一次咬人吧 宁熙呆呆地点了点头 见状 叶凡眼睛微眯 笑呵呵地说道 我很荣幸 能成为第一个被你咬的人 你 宁熙生气地跺了跺脚 接着就把注意力 放在叶凡右手背的伤口上 软弱的声音中 带着丝丝埋怨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笑 说着说着 声音变得更加柔软 对 对不起 我刚才就是太生气了 没想这样 叶凡无奈地叹了口气 还是让这丫头 说了对不起 她的右手 在上衣外套上抹了抹 道 没事 一点小伤而已 别放在心上 而且 这件事本来就是我的错 没经过你的同意 就做出刚才那种举动 这是我应得的惩罚 我 宁熙眸子盯着叶凡 弱弱道 你 明知道不对 为什么刚才还要摸 想 叶凡给出了一个字 没错 他就是想 没有为什么 就是想摸 文言 宁熙正正地望着叶凡 下意识地轻咬红唇 你 你能不能不要在有人的地方 做这种举动 这样不好 学校不让谈 叶凡深邃的眼中 亮着光 出声打断 没人的时候 可以吗 女孩翘脸上 爬上无边的红匣 就连那精致白皙的耳垂 都跟着红了起来 过了近一分钟 一道低不可闻的鼻音 化为天籁 响彻在叶凡耳边 嗯 第84章 怎么还上手了 叮铃 学生们各自收拾着东西 不过三两分钟 教室中就安静一片 只剩叶凡和宁熙两人 自从中午吃过饭 回到教室以后 一整个下午 宁熙都处于 魂不守舍的状态 她这是中毒了吗 为什么要答应叶凡 叶凡将书 替钟攒了一个星期的书 装进书包中 接着又把放在 桌子上的保温杯 收了起来 小夕 嗯 宁熙回过神 眸中挂着疑惑 叶凡抬手扶去 宁熙肩上的衣皱 温声道 放学了 我们该走了 放学了 宁熙小嘴微张 无比迷茫 不是才刚刚上课吗 你骗 话还没说完 她就看到了 空荡荡的教室 声音戛然而止 真的放学了 不是吧 叶凡抬手摸了摸 宁熙的秀发 笑着道 真的放学了 我没骗你 得到宁熙的允许 她摸的那叫一个自然 宁熙红唇 不由自主地撅了起来 眸色羞愤 你就那么喜欢摸我头吗 喜欢 叶凡点头 宁熙攥着小拳头 气呼呼地滴着脑袋 柔顺的青丝散落而下 摸摸摸 让你摸个够 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她无所畏惧 喜欢摸她的头是吧 好 今天她就让叶凡摸个够 看着眼前圆乎乎的小脑袋 叶凡笑眯了眼 这丫头 太可爱了 她的双手将宁熙扶正做好 上身微微倾斜 距离之近 不足半尺 嗅着叶凡身上的气味 宁熙大脑一片空白 她 她离我这么近做什么 念头刚浮现 下一秒 女孩就知道了答案 叶凡右手轻轻捏了一下 女孩的脸颊 柔嫩的触感 令她欲罢不能 眼中的宠溺 几乎要溢出来 宁熙傻了 嗯 怎么还上手了 过分 太过分了 啊 我跟你拼了 宁熙翘脸通红 两只小手用力捏住了叶凡的脸 摸我头 还捏我脸 你要干什么呀 让你捏我脸 我要报仇 捏完叶凡的脸 那双柔弱无骨的小手 爬上了叶凡的脑袋 呼拉几下 就把叶凡的发型 搞得乱七八糟 叶凡也不生气 全程笑眯眯坐在座位上 任由宁熙蹂躏闹剧 足足持续了一分多钟 宁熙才停下动作 看着叶凡那如同鸡窝的头型 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过瘾了 当然 叶凡起身 拿过宁熙的书包 一边收拾着东西 一边道 丑也报了 我们走吧 面对这样的叶凡 宁熙彻底无奈 他起身就要向外走 可刚站起来 就被叶凡挡住了出去的路 等着我 不等 那你出去啊 宁熙按咬银牙 他现在真想再给叶凡来上一口 挡着路 让他出去 他又不会飞 收拾好东西 叶凡拎着两个书包 拉起宁熙的手 走到了教室门口 然后 单手熟练地将教室门锁好 再次牵起宁熙 往楼下走去 这一刻 宁熙想哭 牵手 捏脸 摸头 哈哈呀 他的下陷呢 宁熙你完蛋了你 相比往常 两人在教室耽搁了好一会儿 现在距离放学 已经过了十多分钟 偌大的校园中 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本来叶凡打算到了楼下以后 就松开宁熙的手 毕竟 这丫头脸皮薄 如果真的被人发现 影响也不好 可当她发现 这空无一人的情况以后 瞬间放弃了这个想法 松开 哼 不可能 你 你放开我好不好 弱弱的声音中 净显慌乱和羞涩 叶凡驻 手足低沉的嗓音中 夹带着一丝不情愿 人都走光了 别担心 不是有人没人的事情 宁熙深吸一口气 停在原地步走了 百里透红的翘脸 十分认真 叶凡 我们这样是不对 哪里不对 叶凡出声打断 问 我们还是不是好朋友 是 宁熙点头 好朋友牵个手很过分吗 不过分 宁熙用力地抽回手 轻易连步 站在叶凡面前 可那是指同性之间 我和宇梦或者柯柯牵手很正常 可你是男生 不一样的 男女之间 只有 情侣才可以这样 我们还是学生 而且还是在高三这么重要的时刻 不应该想这些事情 面对着女孩的长篇大论 叶凡神色未变 道 难道 男女之间 就不能有纯洁的友谊了吗 宁熙无言以对 打铁要趁热 叶凡深知这个道理 继续道 虽说男女之间的友谊 一般都是建立在 男生对女生有想法的情况下 但你完全可以放心 我对你真的没有想法 才怪 后面两个字 在心中默默地补充出来 你 听到这话 宁熙就气不打一出来 她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生气 按理说 叶凡对她没有想法 自己应该高兴才对 可是 就很气 没有理由 叶凡对着女孩眨了眨眼 嘴角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所以 我们之间完全就是蠢友谊 你完全可以 把我当做女孩 牵手什么的 不是很正常吗 可你 明明是男生 宁熙红唇微动 但我对你没有想法呀 这下 宁熙彻底迷茫了 似乎还挺有道理的 可是 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呢 来 叶凡伸出手 道 等快到校门口的时候 我就松开 这样也没人看到 没什么好担心的 你说是不是这个脸 宁熙看着眼前的大手 犹豫了十多秒 最终挫败的低下脑袋 乖乖将手放在了叶凡手中 单纯 单纯的让叶凡都有些于心不忍 自己是不是有些过分 但随着手中传来的柔软触感 这个念头瞬间消失 在距离校门口不足百米的时候 叶凡松开了宁熙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学校 刚出来 就看到了在路边柳树下等候的庄厉 叶凡瞬间回想起 中午宁熙在食堂外柳树下的一幕 果然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如果将宁熙比喻为神话故事中 堕入凡间的青莲仙子 那么庄厉就是 水浒传中的鲁之身 柳树 你不要过来啊 第85章 祭领带 见到宁熙 庄厉立刻迎了上来 脸上挂着关切 出声询问 小姐 今天怎么比以往出来的晚这么多 有什么事吗 我 小夕有道题不会解 叶凡抢先回答 庄厉瞥了一眼叶凡 神情有些不爽 没问你 叶凡并不尴尬 笑呵呵地扭头对着宁熙说道 走吧 嗯 宁熙面露心虚 低不可闻地应了一声 看着两人的背影 庄厉实化在了原地 这 什么情况 小姐 你鬼迷心窍了 叶凡打开门 对着宁熙做了个手势 请进 宁熙一言不发 这次她并没有坐在沙发上 反而是走到冰箱旁 打开冰箱 拿出了装着柠檬水的杯子 自顾自的小口喝了起来 让你摸我头 让你捏我脸 让你牵我 喝到你破产 这一幕让叶凡摇头失笑 她大概能猜到女孩的小心思 不过并没有点破 放下书包 将门关上 宁熙瞬间就警惕了起来 急忙放下了水杯 躲在了沙发后方 你 你关门干什么 以往每次来叶凡家 她都会把门打开 现在看着紧闭的大门 她顿时就慌了 生怕叶凡会有一些不良的企图 小美女 你说我要干什么呢 宁熙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小脸惨白 糟了 宁熙 你傻不傻 这家伙让你来 你就来 现在好了吧 逃都逃不了 好了 跟你开玩笑呢 见宁熙一副惊恐的模样 叶凡连忙收起了玩笑之心 开口解释道 明天不是要去你家吃饭吗 所以我特意买了一身 比较正式的衣服 这样也显得尊重叔叔阿姨 今天叫你来 就是让你评价一下衣服怎么样 如果感觉不好 我就抓紧时间去跟店家换 啊 眸中挂着一抹狐疑 试探性地问道 就为这个 不然呢 叶凡无奈地摊了摊手 轻描淡写道 你该不会真以为 我要对你做什么吧 想太多了你 宁熙翘脸通红 这是被气得 什么叫想太多了 她长得也不差 怎么就想太多 叶凡抬手指了指大门 淡淡笑着 我要换衣服 总不能开着门吧 虽然是在卧室中换 可还是关上门比较好 行了 你在客厅好好待着 我去换衣服 盯着叶凡的背影 宁熙松了口气 走到卧室门口的 叶凡突然停下脚步 转身对着宁熙笑了笑 道 对了 你可不能偷看我换衣服 宁熙正要反驳 卧室门就已关上 女孩的银牙 咬得嘎吱嘎吱响 呸 她才不惜得看 真自恋 宁熙轻声吐槽了一句 接着 抱着水杯 坐在沙发上继续喝了起来 心中却对叶凡的衣服 有些好奇 比较正式的衣服 好奇的同时 她对叶凡的好感 无形中又增加了一分 只是简单地吃个饭 叶凡还特意为此买了一套新衣服 还真是 想着想着 女孩的脑海中 就浮现出了叶凡的脸 小脸刷一下就红了起来 过了大约有五分钟 卧室门打开 叶凡走了出来 头发折射着黑色光泽 帅气阳光的脸 配上那深邃神秘的眼睛 有着别样的魅力 修长的身躯却不粗犷 其中好似蕴含了很强力量 包裹在剪裁恰到好处的西装中 透过白衬衫 隐约露出肌肉的轮廓 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安全感 截然独立间 沉稳的气质之中 夹杂着少许看破虚妄的出尘 宁夕愣了 举到半空中的杯子定格 小脸 觉得怎么样 好看 话一出口 女孩意识到了不对 神情变得有些不自然 低下脑袋 脸上微微发烫 那就好 叶凡双眼微眯 两个字 胜过千言万语 她低头看着手中的领带 心生一念 来到宁夕面前 将她手中的水杯 放在茶几上 接着 女孩的手中 就多了一条领带 哎 你 你这是干什么 宁夕呆呆地盯着手中的领带 完全没搞明白什么情况 叶凡坐在茶几上 两人腿挨着腿 笑着道 我不会系领带 可以教我一下吗 啊 文言 宁夕差点没把手中的领带扔掉 寄领带 叶凡点头 声音低沉 小夕 在学习上我教了 你那么多 你教我寄领带 不算过分吧 我 你该不会要拒绝吧 你 宁夕握了握领带 犹豫了一下 软软的声音中 竟是羞涩 我 我只帮爸爸寄过一两次 不是很会 叶凡笑眯眯地眨了眨眼 没关系 你就把我当你爸爸就好了 宁夕抬手打了叶凡一下 眸中带着一丝称怪 说什么呢 他把叶凡当做好朋友 可叶凡竟然想要当他爸爸 过分 口误 口误 叶凡连忙解释 我的意思是说 你就按照那种方式 给我寄领带就好 放心 我学东西很快的 看一次就会了 他会寄领带吗 会 之所以这样 就是为了让宁夕帮他戏 这种待遇 上一世也只有一次 眼下这么好的机会 自然不可能错过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有便宜不占 那是王八蛋 我 试试吧 宁夕红着脸 柔衣还住叶凡的脖子 将领带摆正 动作非常轻 女孩完全没有意识到 两人现在的姿势有多轻密 眸色尽显认真 叶凡眯着眼 几乎要把眼前的这张容颜 刻在心底一般 眼中的深情喷发而出 幸好 这会儿宁夕的注意力 全在领带上 不然 她肯定能发现 叶凡的不对劲 女孩的动作 确实有些生硬 足足忙活了二三分钟 才算是把领带系好 她坐正身体 上下打亮了几眼 满意地点了点头 系得真好 叶凡给出评价 宁夕这次发现两人的姿势 急忙往后挪了挪身体 小心脏扑腾扑腾地跳个不停 紧张道 没 没有 我系得不太好 你 学会了吗 没有 叶凡摇了摇头 无辜地眨了眨眼 道 小夕 可不可以再给我系一次 第八十六章 你再说 宁夕呆呆地盯着叶凡 双眸走神 再 再系一次 想到刚才系领带时 她和叶凡 几乎都要贴在一起的情景 小脑袋摇得好似波浪鼓一般 不可以 这一次 她拒绝得很果断 叶凡并不意外 深邃乌黑的眼眸 宛若湖水般平静 没有丝毫波澜 她的薄唇微动 可是我刚才只记住了一半动作 你要是不再系一遍的话 我根本学不会 帮帮忙呗 你 你不是说一遍就能学会吗 宁夕撅着红唇 欲塞发红 眼眸微锤 盯着自己的脚尖 面露羞怯 有美一人 清阳惋惜 刚才说错了 重来 叶凡看呆了 不过很快便恢复如常 她的嘴角轻翘 温声道 最多两遍 我一定能学会 宁夕抬头 眸中的一汪清水 似乎要低落出来 最后一次再学不会 肯定能学会 无边笑意填满叶凡的眼底 她就知道 这丫头最终肯定会答应 女孩郊躯前倾 强忍住内心的羞涩 双手将系好的领带解开 一平一笑皆有灵 她的小手 每次一触碰到叶凡 就如同触电般的 往回缩了一下 这次耗费的时间 比刚才还要长 足足过了近五分钟 宁夕才收回双手 轻声询问 这次总应该学会了吧 没 你再说 宁夕柳眉微醋 信念圆征 翘脸上挂满了威胁之意 人长得好看 做什么表情都好看 女孩的这般模样太过可爱 很容易就让人忽略她是在生气 嗨 叶凡气定神闲道 先听我把话说完嘛 我是想说 没有意外的话 我应该是学会了 这番话说的那叫一个自然 完全听不出丝毫心虚 那就好 宁夕轻哼 谋中净险质疑 怎么听 她都感觉 叶凡是在忽悠自己 如果不是自己出身威胁 叶凡很有可能 还是说没学会 事实上 也确实如此 叶凡脖梗扭动 微微紧了锦领带 起身在宁夕面前转了一圈 问 觉得这身衣服如何 会不会太正式 还不错 宁夕低着小脑袋给出评价 根本没看 不敢去看 对此 叶凡也不在意 笑着道 合适就好 你先喝水 我去把衣服换下来 嗯 对于西装 虽然叶凡上一世经常穿 但一直都不太适应 她更喜欢宽松的休闲装 自由 舒适 男生换衣服的速度非常快 不过两分钟已经搞定 等她从卧室出来的时候 客厅中已经空无一人 茶几上留着一个纸条 纸条上写着秀气的五个大字 明天见 拜拜 收起纸条 她来到窗前 正好看到宁夕往大门口而去 步子中略显慌乱 她无奈地喃喃自语 这丫头 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我有那么吓人吗 不过 想到今天 宁夕给自己继领代事的娇羞模样 她的心情无比通常 关系越来越近 明天要去宁夕家 不是第一次 但还是有点紧张 见过了未来丈母娘 可未来老丈人 还是第一次见 而且 她对于宁夕父亲的身份 十分好奇 在窗前站了好一会儿 叶凡收回目光 开始忙碌 她先是把书包中的十几本书 用绳子捆好 然后 又把卧室墙边地板上 早就捆好的书 全部堆放在了门口 明天早上七点 冲浪网工作人员 就会上门来收书 七点半出发 目标海黄区 计划好以后 叶凡先解决了温饱 而后像往常一样 坐在书桌前刷惊艳 呸 看书 临近零点 她躺在了床上 掉出属性面板 宿主 叶凡 知识 三级 零 两千 智力 三级 零 两千 体力 三级 零 两千 医术 三级 零 两千 功德点 十 经验值 287 昨天在公交站牌附近 抓住了一名小偷 成功帮助叶凡 把功德点破了零 虽说只有寥寥十点 但已经是个不错的开头 慢慢攒 只是看到 只有287点经验值的时候 叶凡皱了皱眉 好慢 随着各项能力提升到三级以后 升级所需要的经验 变成了两千点 以她目前获得经验的速度来看 效率实在太低 这样慢慢积攒 不知何时才能把医术提升到九级 叶凡在心中询问 系统 有没有可以快速获得经验的办法 没事找系统 有事更要找系统 系统 当然有 文言 叶凡眼睛一亮 连忙问道 什么办法 本来她只是随意疑问 心中并不抱任何希望 可没想到 竟然还真有 有些意外之喜 系统 功德商店中 会不定时刷新出经验暴击卡 可以用于任务奖励 经验暴击卡 叶凡看了看时间 零点已过 功德商店的东西 应该已经刷新 念罢 她连忙点开功德商店 一眼扫过货架上的三件物品 顿时大失所望 三样东西中 并没有经验暴击卡 随即 她便自嘲一笑 就算有经验暴击卡 以她现在的功德点 也买不起 叶凡从这几天的观察中发现 功德商店中的东西 最低也要一百功德点 而她只有可怜的十点 还差得远 除了这个办法呢 系统 这是唯一可以快速 获得经验的办法 除此之外 再无他法 叶凡无言 看来只能抓紧积攒功德点 不然 就算功德商店 刷新出经验暴击卡 她也只能干看 睡觉 睡觉 明天还有正事要做 可是一想到明天 自己代表了两个角色 叶凡就有些头疼 睡意全无 到时要怎么解释呢 想了半个多小时 叶凡也没想出个一二三来 最终只能无奈地放弃 车到山前必有路 一日 叶凡围着小区跑了两圈 在小区门口旁的早餐店 吃了两口 便返回了家中 洗了个澡 拿出衣柜中的西装换上 在镜子前照了照 她满意地点了点头 自言自语道 看上去好像还不错 看了看时间 才早上六点半 闲着无事 她从冰箱中拿出两个柠檬 正准备做点柠檬水 就听到门铃声响起 来了 叶凡重新把柠檬放回到原处 关上冰箱 便去开门 你好 我是冲浪网的 是你 第87章 到达您家 是你 叶凡破意外 门外的这个女子 正是林若宇 她不由得有些纳闷 世界这么大 怎么哪哪都能碰见这女人 怎么是你 林若宇也有点猛 随即气愤地盯着叶凡 质问道 你是不是故意的 故意什么 叶凡瞇了瞇一眼 从我爷爷那里 打听到 我在冲浪网慈善部工作 然后 故意以军书的名义来接近我 哼 你这种人 我见得多了去了 不过 别人好歹 也都是小有成就 你一个高三学生 谁给你的勇气 我跟你说 姐姐可不喜欢你这种小屁孩 收起你的那些歪心思 说完了 叶凡如同看傻子一样 语气淡淡道 怎么会有你这么自恋的女人 还故意接近你 哼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尤其是叶凡话语中的不屑 听得林若宇火气直冒 大声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了 想追本小姐的人数都数不清 叶凡微微撇嘴 自言自语道 看来 眼瞎的人还不少 你 我没时间和你纠缠 叶凡侧过身 指着门口堆放在墙边的书 这些书都是 我要捐的 你动作快点 我等得出门 林若宇强忍住心中怒火 眼睛撇到墙边的十几捆书以后 面露惊讶 很少有超过一百本的 可地上的这些一眼看去 至少也有三百本 我 搬不走 什么意思 林若宇扬了扬手中的钥匙 没好气地说道 看不出来吗 本小姐开电车来的 这么多书 我怎么带走 服务态度真差 差评 叶凡微微摇头 弯下腰 一手提着一捆书 堆放在门口外 动作非常迅捷 不过一分钟的时间 所有要捐的书 就已经全部转移到门外 林若宇有些没明白 问道 唉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要出门 没时间等 叶凡拍了拍西装上的褶皱 轻飘飘地说道 放在门外 你慢慢来 一趟不行 那就两趟 说着 他走了出来 把门锁好 直接往楼下去 我 林若宇看着面前地上的一大堆书 扭头对着正下楼的叶凡大喊道 你就不会帮忙提两款下去吗 有点风度好不好 不好 叶凡头也不转道 我还没成年 是个小屁孩 小屁孩不需要风度 林若宇气得直跺脚 当然 这一切叶凡并不知道 就算知道也只会一笑了之 出了小区 叶凡在路边拦了辆出租车 师傅 海皇区大门口 好嘞 司机看了叶凡一眼 启动汽车早上7点20分 海皇区大门处 出现了一名身穿西装的少年 嗯 年轻人 正是叶凡 俗话说 人靠衣装马靠鞍 穿上西装的叶凡 再配上他身上那种沉稳的气质 完全看不出他 只是一个17岁的高三学生 老哥你好 我是海皇区88号的访客 坐过登记 稍等 我查一下 在大门口耽搁了几分钟 叶凡很顺利地进了小区 步伐不快不慢 始终保持在一个节奏 来到88号别墅大门 才早上7点半 叶凡想了想 决定再等等 这个时间点太早 虽说他是被邀请的客人 但该有的礼节还是要有的 过早到访 也是一种失礼 就这样 他在别墅门口站了半个小时 直到8点钟的时候 才按下门铃 很快 有人来开门 来人正式装力 看着站在门外的叶凡 他有些意外 怎么来得这么早 补习上午9点钟开始 现在已经8点出头 不算太早吧 叶凡声音谦和 自证腔圆道 再说 这是第一次补习 不能迟到 再等等 就是上班高峰期 所以便提前出发了一会儿 装力眼睛微眯 打亮着眼前气宇喧昂的叶凡 嘴角一扯 行 还挺像那么回事 看来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嘛 说着的同时 他将门打开 语气一转 低声提醒道 叶凡 等会儿定要表现的规矩一些 礼貌一些 尤其是见到先生以后 他无论说什么 你只需要老老实实听着 明白吗 这个自然 叶凡点头 抬步走进院子里 走进别墅 两人来到客厅中 你先等着 装力转过身 道 这个点 先生和夫人应该再吃走饭 好 等装力上楼以后 叶凡的目光在客厅中环顾了起来 喃喃自语道 财富榜上 好像只有一个人姓名 小夕 你该不会是 那位的女儿吧 眼前的这座别墅 加上里面的装修 至少价值两个亿以上 能在房子上花两个亿的人 其身价至少要翻上个几十倍 这样的人 肯定位列下国财富榜 恰巧不巧的是 他前天刚看过财富榜 姓名的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 上一世叶凡就如雷贯耳 只是一直没有资格相见而已 宁向天 下国首富 从2003年多项调控措施出台以后 下国的房价持续上涨 而宁向天 趁着这次机会 强势登上下国财富榜第一 在叶凡的记忆中 上一世在他和宁希出世之前 财富榜第一 还是宁向天 从未动摇过 乃是下国传奇般的存在 可宁向天 不是一直没有娶妻生子吗 答答 一阵脚步声 打断了叶凡的思绪 抬眼望去 一名中年男人 和兰西玩手下楼 举动亲密 当他看到男人的相貌之时 心中不由的一阵宁向天 真的是他 与此同时 宁向天也在打量叶凡 当他看到叶凡时 眼神波动了一下 怎么会是这小子 不是家教老师吗 兰西挽着丈夫的手 来到叶凡面前 为其介绍道 这位是我的丈夫 不出意外的话 你应该认识 认识 叶凡微微点头 身体前倾 伸出右手 道 久闻宁先生大名 果然 百闻不如一见 宁先生的风采 胜过传闻中无数倍 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 沉闻有力 完全听不出 是在拍马屁 可实际上 就是在拍马屁 领着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的道理 第一次见到未来老丈人的叶凡 自然先拍微镜 宁向天眼神微动 对着自家老婆问道 这位是家教老师 第88章 纯齿交锋 对 这位就是 我跟你提过的家教老师 叶凡 兰西轻声道 别看她年龄不大 但数学和物理水平极高 可以给小夕很大的帮助 宁向天眼角一瞇 目光如炬 道 你和我女儿是同学吧 而且还是同班同学兼同桌 我说的没错吧 兰西面露不解 脸上挂满疑惑 你在说什么呀 叶凡是我请的 对 叶凡出声 以宁向天的能力 想要搞清楚这些事太过容易 与其否认隐瞒 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 这样至少还显得光明磊落 见兰西满脸惊讶 叶凡歉意一笑 她沉吟一声 开口解释 兰姐 实在很抱歉 我也不知道会这要求 之所以没有告诉你 是担心 你得知我和宁西施同学以后会多想 还请见谅 兰西眼睛闪动 扭着头询问 你别跟我说 那个帮助小夕补习的同学也是叶凡 是他 宁向天和兰西对视一眼 两人心中都有些郁闷 因为这事 两人还特意定了一个赌约 可到头来才发现 原来主角是同一个人 这叫什么事啊 宁向天双手一背 上位者的气息喷发而出 出声问道 才高三 怎么就想着出来当家教老师了 缺钱 叶凡给出答案 面对无形中的气势压迫 他并未有半点惬意 神情平淡如水 宁向天诧异 脸上的神情丝毫不变 继续问道 高三 不需要花什么钱吧 需要 为什么需要 平淡的对话中蕴含一丝质问 隐晦 却很容易让人产生心虚之意 叶凡平静一笑 反问道 宁先生身为下国财富榜第一人 你需要钱吗 你觉得的呢 宁向天心中越来越惊讶 先入为主 他对叶凡的印象并不好 这小子对他的宝贝女儿动手动脚 换做他以前的暴脾气 早就找上门了 今天通过短短几句的交谈 他确定了一件事 这小子确实不简单 小小年纪 性格沉稳 言语间进退有度 胆识过人 一般的高三学生见了他 恐怕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利索 反观叶凡 完全就跟老家长一样 一点都不拘谨 叶凡薄唇一鸣 需要 理由呢 宁向天眼皮微抬 需要理由吗 需要 听着两人如同猜灯迷的对话 蓝细脸上的惊讶 越来越浓郁 对于宁向天的形式风格 他这个妻子再清楚不过 从一开始 宁向天就是为了给叶凡一个下马威 原因吗 很简单 叶凡和女儿是同桌 蓝细本想找个合适的机会阻止 可叶凡的表现 却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 犹豫了一下 他放弃了阻止的想法 安静地站在一旁 迎着宁向天目光中审视 叶凡从容一笑 道 以宁先生现在的财富 八辈子都花不完 之所以说你还缺钱 是因为我觉得 你应该还有目标 宁向天挑了挑眉 道 我现在已经是下国首富 还能有什么目标 叶凡不可置否地点头道 宁先生的确是下国首富 可下国首富上面还有世界首富 倘若不然 你近几年也不会大规模投资海外市场 当然 这些都只是小子的捉剑 剑笑 宁向天沉默不语 眼底闪过惊怡之色 一个高三学生 能说出这种话 真是活见了鬼 见状 蓝细轻笑一声 道 叶凡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竟然懂这么多 真厉害 蓝姐客气 叶凡挠了挠头 道 我只是说着玩玩 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还请你和 叔叔不要介意 宁先生这个称呼 似乎有些不合适 意识到这个 他连忙改了口 听到叔叔两个字 宁向天眉头一跳 叫蓝细为姐 叫他叔叔 这小子很勇啊 说得很不错 蓝细眼中的欣赏之意 丝毫不加以掩饰 他的话音一转 叶凡 先和你叔叔在客厅坐会儿 我去叫小西下来 好 叶凡应声点头 接着 蓝细的目光落在了丈夫身上 小声提醒道 正常一点 放心 等蓝细上楼以后 宁向天指了指不远处的沙发 道 坐下聊聊 叶凡点头 脸上挂着淡淡笑意 荣幸至极 宁向天嘴角一抽 按道 这小子要比想象中难搞啊 两人相对而坐 目光在空中相撞 叶凡的目光坦坦荡荡 主动开口 没想到 小西竟然是叔叔的女儿 刚才见到叔叔第一眼 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有吗 刚才也没见你 有什么反应啊 听到叶凡称呼女儿为小西 宁向天心中颇为不爽 小西 这是你能叫的吗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等着 叶凡拿起茶几上的水杯 端起水壶 给宁向天倒了杯水 道 叔叔平易近人 所以我才没那么紧张 宁向天脸部抽动了一下 平易近人 放屁 他算是看出来了 眼前这小子扯皮的功夫 绝对不在他之下 念罢 他决定改变战术 欲让其灭亡 必先让其膨胀 我看过你给小西出的试卷 以及那些注解 写得非常不错 水平很高 叔叔说笑了 叶凡心念一动 连忙摇头 想比叔叔的注解 小子拍马不及 顺着宁向天的话往下说 遍地都是陷阱 他又不傻 自然不会乖乖往里跳 自从见到宁向天的那一刻起 叶凡的心随之提了起来 应对宁向天的免礼藏针 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 一不小心 恐怕就会着了倒 文言 宁向天眼皮子跳个不停 对于叶凡这种 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行为 心中深感无奈 熟悠熟练 他还能不清楚 这小子 真难查 突然 他笑了笑 问道 叶凡 你的数学和物理水平这么好 平时没少在这两门课上下功夫吧 还行 在不知道宁向天打的什么主意之前 叶凡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宁向天叹了叹 道 学习讲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一两门功课厉害不算厉害 所有功课厉害 那才叫真的厉害 对 叶凡跟着点头 满眼真诚道 叔叔 你说的对 第八十九章 打个比方 叔叔 你说的对 宁向天嘴角微动 心中不由一阵恼火 滴水不漏 那又如何 小子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天真 小夕的数学和物理虽然是短板 但如果和一般学生相比 完全可以称之为优秀 每次测试 他的成绩都能排进年纪前五 这一点 你应该很清楚吧 嗯 我知道 叶凡眼神闪烁 声音中带着一丝隐晦的骄傲 小夕的成绩确实很优秀 按照他目前的水平来看 只要在高考中正常发挥 考上清大根本不是问题 叔叔 我记得你好像是清大的毕业生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也会让小夕报考清大吧 这个自然 林向天想起了多年前的校园时光 声音淡淡 放眼全国清大当属第一的学府 无论是教学水平还是师资力量 亦或者是环境和氛围都是第一 接着 他的话音一转 问道 你呢 你准备报考拿走大学 清大 叶凡倒也没顾忌太多 将心中的真实想法摆在明面 下国学子心中的第一学府 大多数都是清大 他想要报考清大 很正常 没什么隐瞒的必要 林向天的手指在腿上轻轻敲动 笑着问 清大的录取分数线非常高 一般人想要达到可没那么容易 顾及到女儿的感受 他并没有调查叶凡 不然 以他的形式风格 绝对会把叶凡调查得清清楚楚 那样的话 也不会有此疑问 的确如此 叶凡默默点头 正色道 不过 我会努力考上清大 宁向天继续保持自己的节奏 接着问 叶凡 除了数学和物理之外 你其他功课成绩怎么样 还凑合 不算太差 叶凡回道 凑合 文言 宁向天眼睛一亮 似乎找到了叶凡的软肋 笑眯眯地说道 这可不行 想要报考清大 可不是凑合就能考上的 还得加倍努力啊 叔叔 你说得对 宁向天思绪转动 目光在叶凡脸上 打亮的不停 凭心而论 如果不掺杂其他的因素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确实非常优秀 长相上加 气质沉稳 谈吐不凡 这些因素综合到一个高三学生身上 让他这个见惯了大风大浪之人 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可以想到那天在监控录像中 这小子的手竟然搭在女儿的肩上 他心中不由的就一阵火大 面对着未来老丈人的试探 叶凡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 脸上挂着铅河的笑意 两人谁也没说话 目光在空中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无声的较量 突然 宁向天开口询问 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干什么呢 娶妻生子 叶凡想也不想 便给出了答案 听到这话 宁向天脸部抖动了一下 就这 闹呢 叶凡礼貌一笑 解释道 在我看来 最大的幸福不是拥有多少财富 而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厮守到老 钱嘛 挣不完的 当然 如果能像叔叔这样 爱情和财富双丰收 更好不过 很多东西钱是买不到 宁向天缓缓开口 但钱却可以买来柴米油盐 日常所需 不能让自己喜欢的人 一辈子都把心思放在这种琐事上面吧 钱 是必需品 没错 叶凡点头认同 微微一笑 叔叔 小子打个比方 希望你不要生气 但说无妨 宁向天仰了仰手 心中生起些许好奇 这小子 到底想说什么 叶凡抬头 眼神正视着宁向天 道 比如说 宁希从小生活在这种优渥的家庭之中 如果我喜欢他 那么我会保证 他跟我在一起 生活品质不会下降 打个比方 宁向天是何等人物 瞬间就听出了不对劲 眼前的这小子 根本就是趁着这次机会 隐晦的在试探他你保证不了 宁向天的声音很平淡 有种居高临下的意味 不是什么人都能和我女儿在一起 财富只是基本条件而已 身份地位 人品修养诸多方面 这些都有要求 最重要的是要全身心爱我女儿 当然 我女儿也要喜欢她 不然 任凭这个人再优秀 我也不会允许她和我女儿在一起 叶凡跟着点头 平静的眼神中出现微弱波动 说完 宁向天心感诧异 不知不觉间 怎么就聊到这上面去了 着了这小子的道 叶凡正惊危坐 异常沉稳 刚才他的确是故意在试探宁向天 想要从旁敲侧击中得到一些 他对未来女婿的要求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结婚是两家人的事 虽然他和宁希还不是男女朋友 但只是时间问题 他有这个信心 恋爱只是一个过程 其目的自然是奔着结婚而去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就是耍流氓 宁向天喝了口水 道 叶凡 你现在难道就没有对未来的规划 聊歪了 那就强行掰正 暂时还没考虑那么多 叶凡回道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报考清大 如果在大学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他毕业以后准备做什么 那我应该会从事与其相关的工作 这样比较容易有共同话题 宁向天笑了 只不过 笑容有些意味深长 你可能还不太清楚社会的准则 这也不怪你 毕竟你的年龄还小 没有被社会磨练过 当今社会的残酷 可不是你想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的 叔叔 你说的对 这一刻 宁向天想骂人 眼前的这小子 油盐不敬 软硬不吃 真的就像毛坑里的石头 又丑又硬 宁向天没了耐心 道 有件事 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 叔叔倾架 通过了应聘 并不代表 你就可以胜任家教老师这份工作 上个星期我临时有事 对这件事并不知情 所以 如果你想得到这份工作 就必须经过我的测试 测试 叶凡挠了挠头 疑惑道 可是 我和兰杰已经签了合同 合同具有法律效应 应该不能反悔吧 第九十章 怎么是你 合同 这下 宁向天彻底傻了眼 他想破脑袋也没想到 叶凡竟然会做出如此回应 按照他的预想 像叶凡这个年龄段的小孩 不是应该傲气十足吗 大概率会迎难直上才对 可 眼前的这小子 根本不按照套路出牌啊 卧室中 入眼之处 皆是粉色 粉色的装修 粉色的衣橱 粉色的地毯 粉色的人 宁熙坐在电脑桌前 束手撑着下巴 正在往上下着围棋 只不过 他明显有些注意力不集中 时不时走神的双眸 证明着一切 这就导致 本来可以轻松获胜的棋局 反被对方站进了上风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终输掉了此局 随着电脑屏幕上 闪过失败两个字 女孩关掉电脑 小声地自言自语着 那家伙什么时候来呢 扣扣 敲门声响起 从外传来了蓝希的声音 小希 起床了吗 来了 宁熙起身开门 吃 卧室门打开 宁熙探出小脑袋 对着母亲眨了眨眸 妈 有什么事吗 蓝希见女儿秀发散乱 将门推开走了进去 伸手整理着女儿的头发 轻声道 女孩子家也不知道 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宁熙撇了撇嘴 小声嘀咕道 这是在家案 蓝希浅笑 柔声道 先去收拾一下 换身衣服 收拾好了就下楼 给你聘请的家教老师来了 来就来呗 宁熙面露无奈 两只小手放在胸口 对着母亲迈着萌 撒娇道 妈 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 见女儿的反应 蓝希已然知道 女儿并不知道 家教老师就是叶凡 宁熙红唇一鸣 小声道 能不能取消补习 现在我有同学帮助 成绩已经显著在进步 真的不需要家教老师 你口中的同学 是不是叫叶凡 蓝希问道 你 你怎么知道 保密 看着一脸惊讶的女儿 蓝希好笑不已 道 行了 赶紧收拾一下 让老师等太久很不礼貌 我在楼下等你 知道了 宁熙无奈地点了点脑袋 轻声应下 等母亲走了以后 她来到梳妆镜前坐下 一边梳着头发 一边小声地埋怨道 肯定是爸爸告的密 怎么能这样 镜子里的女孩 名眸好耻 睡衣勾勒出 不属于她这个年龄的曲线 修长白皙的脖梗下 露出精致小巧的锁骨 美帝惊心动魄 都说女子低头不见脚尖 几位人间角色 放在女孩身上 颇有几分道理 仿佛熙若青云之碧月 飘摇熙若流风之回雪 说好头发 宁熙起身来到衣橱前 挑来挑去 最终选定了一条素白色的长裙 换好衣服 她就出了卧室 往楼下而去 客厅中 宁向天正在和兰熙小声商量着什么 不行 兰熙眼睛一瞪 小声道 你是不是故意找茬 宁向天尴尬一笑 没有 绝对没有 兰熙不再搭理丈夫 转过头温柔一笑 轻声询问 叶凡 老家哪的呀 林海 叶凡连忙回道 还挺远的 兰熙接着问 那怎么会来帝都上学 叶凡的气质一变 有着与她这个年龄不符合的沧桑 她缓缓开口 因为帝都有我很重要的人 兰熙并没有接着问 她对叶凡的印象非常不错 柔声道 才这么大 就出来当家教 是不是遇到什么用钱的事情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和姐说说 说不定可以帮你一把 嗨嗨 宁向天脸色微黑 多谢兰姐 迎上兰熙真挚的目光 叶凡心中意暖 笑着解释道 其实并没有什么事 只是我比较喜欢看书 而且看得比较快 再加上正版书籍的价格很贵 所以才想趁着周末休息的时间 出来找份兼职 其实 上周末再见到兰姐的第一眼 我就猜到了你的身份 你和小夕都是那么漂亮 善良 真会说话 兰熙笑个不停 道 喜欢看书是好事 正好兰姐家中有很多书 以后每次周末补习的时候 你随便拿 回家慢慢看 真的吗 叶凡眼睛一亮 天上不光掉馅饼 而且还连续掉 全都砸在了他的头上 追老婆不光发工资 还解决了买书的问题 幸福进来的如此突然 让叶凡属实有点错不及防 当然 兰熙眼口轻笑 宁向天坐在一旁黑着脸 心中那叫一个不爽 非常不爽 看着眼前的这个小子 哪哪都不爽 爸 妈 这位就是老师吗 就在这时 一道软软的声音传来 因为叶凡被对着楼梯而坐 所以宁熙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叶凡 看着沙发上的背影 她的眸中闪着迷茫之色 这个背影好熟悉 小夕 来和老师打个招呼 蓝熙眼中带着一丝细血 对着女儿招了招手 她很期待女儿接下来的反应 叶凡的身体一僵 不由得有些紧张 宁熙迈着小步子 走到沙发处 微微低着头 老师你好 我是 话说到一半 就已然没了下文 女孩瞪大了双眸 死死地盯着沙发上的叶凡 脑袋阵阵空白 怎么是你 叶凡笑着反问 不能是我吗 宁熙张着小嘴 难以置信道 你 你 你是家教老师 噗 蓝熙直接笑了起来 她还是第一次 见到女儿 这副失态的模样 面露兴起 叶凡心中的紧张慢慢消退 对着宁熙眨了眨眼睛 半开玩笑道 对啊 今天我既是你的同学 也是你的老师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刺不刺激 宁熙双眸带蒙 不知想到了什么 微运红朝一线 极其动人 叶凡是她的家教老师 到底什么情况 女孩迷茫地扭头 看向母亲 软声询问 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凡怎么会是家教老师 可 不等兰熙说话 宁向天便主动开口 到小夕 叶凡也就数学和物理 比较突出而已 其他功课的成绩 还不如你 倒谈不上为老师 爸 你说什么呢 灵熙眨着双眸 强忍住心中的诸多疑惑 小声解释 叶凡可不止数学和物理厉害 她的美门功课都很厉害 前段时间班里测试 她的所有功课 全部都是满分 比我厉害多了 第九十一章 乖 叫声叔叔来听听 全科满分 文言 饶式宁向天成府极深 脸上也不禁浮现出错愕之色 他记得很清楚 刚才在询问叶凡成绩时 叶凡的回答只有七个字 还凑合 不算太差 这七个字和全科满分有关系吗 叶凡察觉到了宁向天的异样 连忙出声解释 叔叔 你别听小夕瞎说 那次全科满分 只是超长发挥罢了 接下来的月考 我直接就被打出了原形 听到这话 宁向天的表情更加复杂 一般人获得这个成绩 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可是眼前这小子 却故意在藏桌 一门成绩满分 还能说是超长发挥 但全科满分 根本不可能是超长发挥 这是实力的象征 什么被打回了原形 宁西绝了绝嘴 小声嘀咕道 你才瞎说 年纪第一不是你吗 宁向天和兰西相视一眼 都能看到对方眼中的惊诈 小夕 你先和叶凡聊聊 兰西偏了偏女儿 尹慧对着丈夫使了个眼色 道 突然想起来一些事 我和你爸上楼一趟 好 宁西点头 田静模样 配上素白色裙子 水目清滑 吸水般清澈 毛子干净 没有杂质 长长的睫毛 每一次闪动 仿佛都在述说着美的真谛 宁向天心中疑惑 但并没有开口问 跟在妻子身后默默上楼 客厅中 只剩下叶凡和宁西 父母一走 宁西某脚一弯 气冲冲地盯着叶凡 白皙的小脸上挂满疑惑 疑惑中 还隐隐约约地带着一丝忧怨 叶凡满脸无辜地贪了贪手 明知顾问道 这样看着我做什么 看你长得帅 谢谢 这个我知道 呸 鼻嘴皮子 宁西哪里是叶凡的对手 她清脆一声 道 我上周末还在疑惑 你和家教老师的衣服 好像是同一款 当时也没多想 以为只是巧合罢了 可没想到 那天在会议室的背影就是你 你挺能隐瞒的嘛 咳 叶凡咳嗽 面露尴尬 那个 小夕 我这不是害怕你多想吗 我能多想什么 宁西撅着红唇 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现在的反应 有多 叶凡起身 走到宁西身前 足足比宁西高了一头 眼角瞥了眼楼梯口 右手快速地在女孩 圆溜溜的小脑袋上拍了拍 正色到来应聘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 这里是你家 宁西的脸红了起来 第一反应就是 转身往楼梯的方向看去 松了口气的同时 狠狠地瞪着叶凡 你要死啊 被我爸妈看见了怎么办 没事 他们看不见 宁西高挺的穷鼻微动 小手指着沙发 你 坐那里去 好 叶凡脸上挂着淡淡笑意 重新在沙发上坐下 宁西轻轻吐了口气 选择坐到了叶凡对面 裙子轻蹄 露出白如美玉的小腿 叶凡大方帝欣赏着女孩 干净眼神中闪过惊艳 笑呵呵地说道 小夕 今天的你格外漂亮 平时在学校的时候 宁西的穿着十分保守 要么就是运动衣 要么就是休闲装 从来没有穿过裙子这种 能体现出女生气质的衣服 上一世 女孩也是这样 大大的衣服 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看什么看 宁西脸上的温度刚降下去 因为这句话 脸上紧接着又开始升温 脸颊上的两团烟红 极其动人 眸色羞脑 赶紧交代 交代什么 你为什么来我家当老师 挣钱啊 望着一脸真诚的叶凡 宁西张了张小嘴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过了好几秒 她不死心地问道 除了这个呢 没了 见女孩满脸不相信 叶凡无奈解释 刚才的话 句句属实 来之前 我从来没想到 会是这个情况 蓝姐 停 叶凡的话刚说到一半 就被宁西打断 她的眼眸瞪大 仿佛听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惊疑道 你叫我妈什么 蓝姐 叶凡猜到了女孩的想法 笑眯眯地反问道 有什么不对吗 当然不对 宁西气得不行 凶猛凶猛地瞪着叶凡 银牙发出咯咯声响 那是我妈 你怎么能叫蓝姐 要叫阿姨的 你 你叫姐 平白比我高了一倍 绝对不行 我拿你当好朋友 你竟然想当我叔叔 叶凡薄唇一鸣 眼含宠溺 乖 叫声叔叔来听听 叔叔给你买糖吃 宁西的脸再次红了起来 只不过这次不是害羞 而是被气的 你信不信我 咬你 女孩实在想不出要怎么威胁 憋了好一会儿 才憋出这两个字 叶凡表面神色不动 实则心中已经笑开了 花好可爱 小夕 干嘛 要不 你和蓝姐商量商量 如果她同意的话 我就叫阿姨 叶凡不疾不许道 不过 按照正常情况来看 一般女性都不喜欢被叫楼 所以这件事的难度挺大 当然 你也可以试试 宁西捶着小脑袋 自言自语道 是什么 妈妈肯定不同意 哎呀 气死我了 没事 叶凡嗓音温和 眼中带着浓郁的笑意 我们各论各的 互不影响 女孩无奈 可也只能如此 说实话 她到现在还有些猛 明明今天是 邀请叶凡来家里吃饭 可是她摇身一变 竟然成为了自己的家教老师 就 就很扯 妈妈怎么会选择 你来当我的家教老师 你现在才高三啊 简单 叶凡轻描淡写道 把所有的竞争者干掉 你妈妈只有我这一个选项 选我也不奇怪吧 宁夕苦着小脸 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无语过 叶凡的这种理论 根本无法反驳 你 你很缺钱吗 缺 叶凡笑着解释 小夕 我们好歹也是同桌 你多多少少也关注一下我啊 我 我 关注了 第九十二章 爸 你 凶我 我 我 关注了 宁夕低着脑袋 声音低不可闻 可 我又不知道你缺钱 你 你又没说过 叶凡嘴角扬起一抹弧度 道 没关系 现在你知道了 等一下好好配合 我可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要不然 这个月我连饭都吃不起了 到时候 没有柠檬水喝 可别怪我 女孩嘴硬的小声嘀咕 没有就没有 谁稀罕喝 叶凡眼睛微眯 确定吗 既然这样的话 那以后 我就不做柠檬水了 不行 宁夕突然开口 小脸上布满坚定 我要喝 你不能不做 越到后面 声音越小 柠檬水是他快乐的源泉 如果没了 不能没有 正因为如此 明知道叶凡是故意这么说 可他还是乖乖 跳进了圈套里 圈套就圈套 有柠檬水喝就行 叶凡深邃的眸子微亮 道 那就好好配合 帮我争取到这份工作 看来这丫头 已经开始习惯 不然 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 这对他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想要留住一个女孩的心 首先要留住 他那贪喝的嘴 宁夕青眸中带着称意 小声道 你不是已经是我的家教老师了吗 还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 还没确定 叶凡低声笑道 宁叔叔似乎对我有些不满意 很有可能会把我扫地出门 闻言 宁夕小声吐槽爸爸 不是对你不满意 而是对所有的男生都不满意 你如果是个女生 他什么事情也没有 对于自己的父亲 他还能不清楚 生怕自己被人拐跑了 叶凡笑而不语 其实 对于未来老丈人的这一点 他非常喜欢 如若不然 上一世 宁夕这种绝世小白菜 早在遇到他之前 就会有男朋友 哪里还能对他倾心 那样的话 两人也不会有这种 生死离别的缘分 见叶凡不说话 宁夕眸子转拉转 眼中闪过了一丝古灵精怪 他坐着身体 白皙的翘脸上 显露出一丝傲娇 这样吧 你叫我生姐姐 我就想办法让你留下来 怎么样 叶凡占了他那么多次便宜 总算可以收点利息了 算了 叶凡摇了摇头 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褶皱 满脸失望到 自己走总比被人赶出去要好 这份工作我放弃 拜拜 说完 便转身朝着大厅入口而去 唉 宁夕傻了眼 双眸呆滞 什么情况 就这么走了 眼看叶凡要走出大厅 宁夕连忙开口喊道 你 你给我站住 说话的同时 他气冲冲地起身 追着叶凡而去 叶凡故意将脚步放得很慢 背对着宁夕的他 脸上挂满了笑意 丫头 想让我叫你姐 不可能的 一快一慢 宁夕正好在客厅的入口处 拦住了叶凡 他什么也没说 拉起叶凡的手 就往回走 可是刚走两步 就看到了楼梯口惊讶的母亲 以及黑着脸的父亲 爸 妈 你们 宁夕看了看两人 又看了看自己和叶凡 拉在一起的手 翘脸瞬间冲雪 急声道 不 不是 你们想象的那样 我 我 完了 这次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叶凡自然也看见了 楼梯口的两人 不慌不忙道 叔叔 蓝姐 你们的事情谈完了 蓝西的目光在叶凡脸上扫过 最终定在了女儿身上 温柔的声音中 带着些许好奇 小西 你和叶凡的关系挺好啊 啊 宁夕连连摇头 这一刻 他想哭 妈 不是 叶凡出声打断 脸上摆满了真诚 道 蓝姐 我和小西本来就是好朋友啊 如果不是碍于父母在这里 宁夕绝对 绝对会一口咬向叶凡 干什么啊 这不是要把他往死路上逼吗 哼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那么叶凡已经被宁向天 杀了不知多少次 他黑着脸 对着女儿沉声道 还不把手松开 身为女孩子 不知道矜持吗 宁夕委屈得不行 眼眶瞬间就红了起来 爸 你 凶我 一看到女儿要掉眼泪 宁向天瞬间 没了脾气 连忙走到两人中间 不留痕迹地将两人分开 温声解释到小西 爸没有凶你 爸怎么舍得凶你呢 你就是凶了 宁夕眼底深处 闪过了一抹脚霞 脸上一副马上要哭的可怜模样 关心则乱 若是平常的宁向天 肯定能察觉出女儿的小动作 可这会儿 他只想着如何哄女儿 哪还有什么精力 去注意这些小细节 叶凡手忙脚乱地 从口袋中拿出纸巾 顾忌到现在的场合 他只能把纸巾 放在宁夕的手中 跟着劝道 小西 叔叔刚才真的没有凶你 我可以作证 他后悔了 早知道就不多这丫头了 因为这是让宁夕落泪 他要负全部责任 听到这话 宁向天愣了一下 这小子 好像也不是那么讨厌了 可是 想到刚才这小子 和女儿牵手的场面 这个念头瞬间消失 不过 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他将女儿搂在怀里 安慰道 小西 爸爸真的没有凶你 爸只是觉得男女有别 你们刚才的举动不太合适 是爸爸用词不太妥当 我以后一定注意 咱不哭 啊 宁夕从父亲怀中正拖出来 反驳道 不就是 牵了手吗 有什么不合适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抬步走到叶凡身旁 红着脸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右手再次牵住了叶凡 叶凡愣了 宁向天傻了 楼梯口 蓝锡靠在扶手上 脸上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从始至终 他才是最清醒的那一个 宁夕眸子看着父亲 道 我和叶凡是好朋友 好朋友之间 怎么就不能牵手了 好朋友之间 牵个手很过分吗 不过分 宁向天眼神直直看着 两人牵在一起的手 下意识给出回答 话一出口 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连忙改口道 可你们是异性啊 男女有别 怎么呢 男女之间 就不能有纯洁的友谊了吗 第九十三章 一家之主 男女之间 就不能有纯洁的友谊了吗 这种关头 宁夕只能将叶凡的理论 搬了出来 不然的话 以父亲的性格 叶凡这份家教老师的工作 绝对慌了 小夕 宁 宁向天看着一脸较真的女儿 颇为头疼 不由地瞥了叶凡一眼 发现这小子 正一脸笑意地盯着自己 不由地一阵火大 男女之间 哪里有什么纯洁的友谊 你长得这么漂亮 哪个男生会不心动 小夕 你别被某些居心不良的人骗了 叔叔 你说得不对 在宁夕主动牵叶凡的那一刻 他就明白了 是怎么个情况 惊讶的同时也感到好笑 这丫头学坏了 这个苦肉计 连她都没看出来 对于宁向天一有所指的言论 她自然不能坐以待毙 认真道 我觉得小夕说得对 男女之间 为什么不能有纯洁的友谊 我和小夕就是啊 屁 宁向天也顾不上形象了 沉着脸道 你小子打了什么主意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却你收起自己的那些小心思 家教老师的工作 你也不要做了 赶紧走 妈 你看吧 见情况不对 宁夕来到了兰西身旁 双手挽住母亲 小声道 叶凡可是你亲自挑选的家教老师 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呢 宁向天烦躁地摆了摆手 道 叫你妈也没用 我才是一家之主 这件事情我说了算 这话看似是在和宁夕说 实际上 这是在和叶凡说 好让叶凡明白 谁才是化石人 看着满脸着急的女儿 兰西又看了看神色平淡的叶凡 她的眼神动了动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沉默了足足十多秒 脸上突然爬上了一抹笑容 小夕 嗯 你带着叶凡去书房补习 中午妈妈给你们两个做蹬大餐 灵溪眨了眨眼睛 接着翘脸上浮现出甜美的笑容 点起脚尖 在母亲脸上亲了一下 谢谢妈 说完 她还不忘给黑着脸的父亲 扮了个鬼脸 明向天 她脸部抽动了两下 满脸苦涩地看着妻子 老婆 这是干什么呀 一家之主 兰西眼睛微动 嘴角带着一抹细血 真是好威风啊 见情况不对 宁溪小跑着来到叶凡身前 小声道 跟我来 这里要发生大战 赶紧溜 好 叶凡微微一笑 对着兰西递去了一个感激的眼神 兰西脸上浮现出了些许笑意 不过 当目光落在丈夫身上时 瞬间消失 首夫先生 我们好好谈一下吧 宁向天头压下心中的郁闷 善善一笑 老婆 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谈的 有啊 兰西眼眸眨动 轻笑道 聊聊一家之主这四个字 客厅后续的情况 叶凡并不知道 他跟着宁溪 拐进了客厅左侧的走廊中 连续拐了两个弯 两人来到所谓的书房中 顶上挂着两盏华丽的水晶锤钻吊灯 距离门口四米多的左手边 放置着一张玻璃的纯黑香木桌 软软的地毯走上去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尽下心来 近来的第一时间 叶凡的眼睛就亮了起来 好多说 整个房间大约有三十多个平方 除了门口这面墙 其余三面墙边 各放置着精美的细雕书厨 透过书厨上的透明玻璃看去 里面摆满了密密麻麻的书 粗略一算 至少也有大几千本 叶凡择了一声 心中感叹 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 果然朴实无华呀 呼 宁溪拍了拍胸脯 劫后余生地松了口气 他眸子弯叶凡一眼 埋怨道 都怪你 要不是因为你突然要走 哪里会有这么多事 错了错了 叶凡连忙认错 笑眯眯地盯着宁溪 目光中带着一抹意味深长 宁溪羞涩地转过头 脸颊微红 微称道 你 你看我做什么 小夕 你刚才的戏演得很好啊 宁溪嘟着红唇 你还好意思问 不都是为了你 软糯的声音 宛若阵阵鲜悦 钻进了叶凡耳中 他笑了 笑得很开心 下一秒 他冲着宁溪张开双手 道 为了感谢宁大小姐的救命之恩 抱一个 抱 抱一个 看着叶凡那充满阳光的笑容 宁溪的脸 瞬间变成了红苹果 连忙低下头 才不要 叶凡无奈地耸了耸肩 他本来也没奢求宁溪会答应 按照宁溪的性格 除非成为男女朋友 不然 这丫头是不会接受这种轻易的动作 革命刚刚开始 必须更加努力才行啊 叶凡搬着两把凳子 放在木桌前 从西装上衣的口袋中 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手写试卷 对着 还在原地发愣的宁溪招了招手 来 开始补习 嗯 宁溪在叶凡身旁坐下 眸子情不自禁地偷看了他一眼 接着 心虚地把头扭到了另一边 怕什么 这里是我家 看 就正大光明地看 又能咋地 可是 小夕 你脑袋后面长眼睛了吗 啊 那你把后脑对着我干嘛 宁溪转过头 故作镇定道 今天补习数学还是物理 叶凡指了指领带 笑眯眯地问道 小夕 你看我领带记得怎么样 有没有学到你的精髓 一句话 就把宁溪墙装出来的镇定击溃 他脸上的红韵加深 低着头 声音很轻 戏得很好 女孩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 昨天放学以后 在叶凡家的一幕幕 越修越想 越想越修 直到最后 连耳垂和白皙的脖梗都呈现出淡粉色 叶凡身体邪轻 在女孩耳垂边吹了口气 道 还是你教得好 低沉略带雌性的声音 再加上淡淡洗液的味道 宁溪脸上更加发烫 面若桃花的他 美得动人心魄 这一刻 他的心砰砰直跳 声音中除了紧张 还是紧张 我 我们 开始补 补习好不好 好 叶凡抬手摸了摸宁溪的秀发 拿出一张数学卷 宠溺道 来 你先做一下这张试卷 等会有什么不懂的 我再一一讲解 嗯 宁溪没有在意叶凡的举动 只想赶紧结束这种 令他心跳加速的氛围旧 就很奇怪 第94章 结什么婚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兰溪推开书房的门走了进来 入眼的一幕 让他眼睛微微发亮 少男少女坐在一起 转瞬即逝的微风 抚摸着窗户上的玻璃 气氛说不出的温馨 美好 兰溪将果盘轻轻放下 转身向外走去 走到书房门口的时候 他回身看了一眼 脸上挂着一抹身意 喃喃自语道 还挺般配 从始至终 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兰溪来过 宁溪的注意力 全在面前的试卷上 而叶凡的注意力 却在宁溪身上 他欣赏着女孩 那娇艳白皙的容颜 心情安静平和 享受着这一刻的美好时光 可 叶凡出声 右手在试卷倒数 第二道大题上指了指 声音低沉且温和 小些 这里你先别急着作答 再仔细想想 可是 宁溪抬头眨了眨双眸 翘脸上挂着疑惑 可下一秒 脸就止不住地红了起来 此刻 他的左手和叶凡 右手臂贴在一起 因为他突然地抬头 导致两人的脸 差点撞在一起 甚至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从叶凡鼻尖呼出的温热气息 轻眸眨了又眨 大脑当场死机 什么时候 离得这么近了 发什么了 叶凡抬手将宁溪脸颊上的一缕秀发 挽到耳后 动作很轻 眼含宠蜜 他点了点女孩 那白皙无瑕的脑门 道 来 看事件 你的解题思路有点问题 哦 感受到叶凡的动作 宁溪拙了弩嘴 穷鼻微微动了一下 心中毫无抗拒的念头 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 女孩的心彻底乱了 宁溪 你是不是傻 就不会拒绝吗 可是 要怎么说吗 叶凡嘴角挂着淡淡笑意 出声提醒道 不能再发呆了 我给你讲讲这道题的解题思路 嗯 宁溪压下心中的羞涩 乖乖地点了点头 叶凡把桌上的试卷 往自己这边拉了一些 开口道 数学和其他功课不同的是 只要犯一点错 那么整道题都错了 所以审题尤为重要 如果连题目都没看明白 就去作答 很大概率会丢分的 你看这里 只给了你一个 求AB之间 讲者认真 听者也很认真 氛围相当融洽 一道数学大题 叶凡换了三种方法讲解 无比的耐心 每次见身边的女孩微微醋眉 她就会停下讲解 将上一步的步骤 再重新讲一遍 为了让女孩更加容易理解 她进而所能地 再用基础理论 不知何时 书房的门已经开了 宁向天站在门外 看着书房中的这一幕 脸色有些不自然 她承认 叶凡的确很优秀 可看见这小子和女儿如此轻腻 心中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在门外 听完叶凡的讲解以后 她不得不承认 叶凡在数学上的造诣 她的讲解 全都是在用最简单的基础知识 这样非常利于听讲的人吸收 可是这种方法 一般人根本就做不到 惊叹的同时 也有一丝疑惑 一个高三的学生 怎么会如此厉害 就离谱 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宁向天收回目光 转身往客厅走去 可是刚走两步 她就停住了脚步 走廊拐角处 蓝西依靠着墙壁 正一脸笑意地盯着宁向天 宁向天愣了一下 走上前来 问道 老婆 你不是上楼了吗 不放心某人 见丈夫沉默 蓝西双手还住她的脖梗 笑意盎然道 你就别多想了 叶凡这孩子很优秀 再说 小西马上也要成年了 她有自己交朋友的自由 宁向天单手还住 妻子的先妖 声音中夹杂着些许担忧 可是这小子明显对小西抱有非分之想 我也是从那个年龄段走过来的 很清楚她的想法 我怎么能不多想 闻言 蓝西脸上的笑意更加浓郁 明媚动人 红唇清气 可能你说的没错 但那又怎样呢 怎样 宁向天眼睛一瞪 道 我要让这小子滚蛋 说话的时候 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几个分贝 蓝西白了丈夫一眼 你小声点 让叶凡听见了不好 有什么不好 宁向天脸上挂着些许埋怨 道 我刚才就想让这小子滚蛋 大不了给她点补偿 可你非得阻拦 蓝西什么也没说 看了书房门口一眼 拉着丈夫往客厅走去 来到客厅 蓝西将丈夫按在沙发上 挨着她坐下 道 老公 不是我说你 你这人怎么老是 喜欢插手年轻人的事情 小西已经不是小孩子 她已经长大了 再过几年免不了谈婚论嫁 难道那时候还能阻拦吗 凭什么不能 听到谈婚论嫁这四个字 宁向天急赤白脸道 我的钱足够养小西了 结什么婚 不结 蓝西伏额 她就知道会是这个情况 无奈道 老公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把你送医院里去看病 自古以来 女子嫁人天经地义 怎么 就你的女儿例外 再说 你知道小西的想法吗 小西是从我身上 掉下来的一块肉 我才是最了解她的人 蓝西双手握住丈夫 轻声道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小西对叶凡有好感 具体好感达到了什么程度 我倒不太确定 什么 宁向天坐不住了 起身道 不行 说什么 也得把这小子给赶出去 老婆 这次你可不能再拦我 坐下 宁向天满脸苦涩 可迎上老婆认真的眼神时 无奈地重新坐在了沙发上 蓝西依靠在丈夫的肩膀上 柔声道 我倒是觉得叶凡和小西挺般配的 你别总想着棒打鸳鸯 再说 现在两个孩子只是相互心生好感 具体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尚未可知 我们只需要静静观察就好 可是 小西万一要是受欺负了呢 宁向天将着脸 道 小西可是女孩子 不是男孩 这点你要清楚 不会 蓝西轻轻摇头 脸上浮现出丝丝笑意 我看人很准的 叶凡那孩子不会欺负小西 一个人的眼睛不会骗人 可 第九十五章 女大不中流 见丈夫还在坚持 蓝西出声打断 你放宽心就好 我说不会 就是不会 要不然 当初我怎么会看上你 宁向天眼神微微闪烁 沉默了将近两分钟 缓缓开口 老婆 我可以不棒打鸳鸯 但我身为小西的父亲 总可以对女儿喜欢的男生 进行考核吧 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和小西在一起 蓝西无语 白了一眼丈夫 道 现在叶凡和小西 还只是相互有好感 还没成为男女朋友 你急什么呀 那我不管 宁向天毫不退让 态度十分坚决 蓝西红唇微动 却什么也没说 她非常了解丈夫的性格 现在这会儿 她正在气头上 根本就劝不住 只能无奈默认了这件事 到时候 如果丈夫做得很过分 自己再出手 阻拦就是了 书房中 叶凡文正女孩身上的幽香 单手托着左脸 欣赏着那唯美的侧颜 低声问道 现在听明白了吗 没有的话 我再讲一遍 好像 可以了 宁西目不斜视地盯着试卷 眸中非常认真 小手拿过草稿纸 重新破解 起了数学大题 很快 她就放下了笔 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有问题以后 把草稿纸放在叶凡面前 仰着翘脸 好似妖功道 叶老师 检查一下呗 真聪明 叶凡抬手刮了刮 宁西精致的穷鼻 笑着道 不用看 你做对了 刚才在答题的时候 她就已经将女孩的解题过程 尽收眼底 正确与否 她早已心知肚明 你 宁西翘脸红扑扑地 抬手打了叶凡一下 你 你干什么 这里是我家 如果让我爸看到 你 你就死定了 下次注意 叶凡脸上的笑意更深 宁西双眸盯着叶凡 提醒道 你别不放在心上 真的 不行 你 你最近越来越过分了 我们只是好朋友 不是 不是什么叶凡追着问 迎上叶凡深邃的目光 宁西羞涩的低下脑袋 轻言细语道 不是 女孩抬起头 看着满脸笑容的叶凡 羞脑道 哎 你是不是故意的 明明你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叶凡无辜地瘫了瘫手 脸上摆满了真诚 小夕 咱可不能冤枉人 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们是好朋友 有什么话 你直接说就好 好朋友三个字 他咬得很重 宁西的眸中似乎要滴出水 银牙轻咬红唇 翘脸无比纠结 我 我没什么话 我们继续补习吧 还有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呢 说完 连忙拉过试卷 埋头做起了试卷上的最后一道题 叶凡笑了 脸上浮现出令人目眩的笑容 让人一不小心就会沦陷进去 听到笑声 宁西抬头 只是一眼瞬间呆了起来 双眸正正出神 脸上带着一丝娇憨 叶凡动也不动 静静地坐在凳子上 任由女孩看个够 宁西脸颊上爬上一丝红韵 随着时间的推移 红韵逐渐加深 如繁星般晶莹的双眸中 闪过娇羞和美好 良久 宁西才回过神 意识到刚才自己的神态 直接钻进地缝中 宁西你在干什么 丢死人了 小夕 干 干什么 好看吗 女孩抱着脑袋 连脖梗都是红的 中午十二点半 来到书房 蓝西见叶凡看着书 女儿低着头做题 只不过脸上带着动人的烟红 她饶有深意地瞥了叶凡一眼 眸中浮现出丝丝笑意 饭已经做好了 停一停 吃饭 宁西如获大事地松了口气 连忙起身跑到母亲身旁 拉着她就往外走去 边走边说道 我都要饿死了 快点走 蓝西停下脚步 笑着道 你这丫头 怎么不叫上叶凡 她可是客人 把客人丢在这里 像话吗 去 你带着叶凡上二楼餐厅 宁西红唇微张 迎上母亲的目光 心虚地低下脑袋 声音低不可闻 我 哦 知道了 她强行让自己忘掉 刚才发生了一幕 转过身对着叶凡说道 走吧 我 我带你去吃饭 好 叶凡把书盒上 对着蓝西微微点头 打扰了 蓝西摆了摆手 笑道 叶凡 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不要拘束 有什么事情 直接找我就好 谢谢蓝姐 叶凡道 宁西满脸复杂 弱弱地说了一句 妈 你不觉得这个称呼有 有点奇怪吗 这样叫 叶凡平白无故地 比自己高了一倍 绝对不行 如果按照这个辈分来看 那她就要 叫叶凡为叔叔 叶叔叔 她 才不要 奇怪吗 蓝西哪里还不清楚 女儿的小心思 道 我不觉得啊 不然 让叶凡叫我阿姨 小夕 你是不是觉得妈老了 宁西哑口无言 见状 叶凡笑着说道 蓝姐看上去如此年轻 哪里跟老扯得上关系 你现在和小夕一起出去 别人肯定以为 你们是姐妹 蓝西笑个不停 白了女儿一眼 道 看叶凡都会说话 你这丫头学着点 宁西偷偷地瞪了叶凡一眼 在心中默默地吐槽 马屁惊 她对着叶凡眨了眨眼 声音中带着不满 走了 这就走 叶凡眼含宠溺 跟着女孩走出书房 跟在两人后面 蓝西看着两人的背影 越看越满意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对叶凡 有种说不出的满意 女儿要是找一个这样的男孩 似乎还挺不错 不知不觉中 叶凡就迷迷糊糊地 过了丈母娘这一关 这个情况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来到二楼餐厅 看到坐在主位的宁向天 叶凡点头示意 宁叔说好 嗯 宁向天不嫌不淡地 应了一声 她抬手 指着身旁的位置 道 来 坐这里 正好有些事想问问你 宁希似乎嗅到了一股 不同寻常的味道 蓝在叶凡身前 谋色警惕地盯着父亲 爸 你有什么问题 直接问不就行了 做这么近干什么 宁向天眼皮子跳个不停 心中苦涩地叹了叹 女大不中流啊 第九十六章 心动 走进餐厅 蓝西发现气氛有些不对 随即便把目光看向了丈夫 面露不差 你又搞什么 宁向天眯了眯眼 目光始终放在女儿身后的叶凡身上 道 没什么 就是想和叶凡聊聊 说着 她对叶凡挑了挑眉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聊一聊 文和宁叔叔畅聊 小子荣幸至极 叶凡微微点头 在身前的女孩耳边低声道 小夕 没事 让我和叔叔聊聊 宁希眸中挂着意外之色 红唇微动 你是不是傻 我爸 放心 低沉的嗓音中 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自信 宁希撇了撇小嘴 什么也没说 来到父亲左手边坐下 等会儿 如果一旦发生什么情况 他也好及时阻拦 这顿饭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叶凡微微弯腰 拉开椅子坐下 正视着宁向天 语气平静 宁叔叔 不知道你想跟我聊什么 可聊的话题太多 今天就聊文学吧 宁向天面无表情 淡淡道 文学的魅力令人沉醉 听小夕说 你全科目成绩都很优秀 不知道懂不懂文学呢 蓝锡抬手扶额 心中颇为无奈 和一个高三学生谈论文学 这种事 估计也就他丈夫干得出来 走到叶凡身旁坐下 蓝锡隐晦的瞪了一眼丈夫 眼中满是提醒之意 宁向天的神色丝毫不变 对于妻子的提醒视若无睹 今天他就算不能直接 让叶凡滚蛋 那也得让这小子出出球 宁希咬着红唇 小手在桌下微微握紧 谋色担忧 略懂一点 叶凡的唇角一抿 道 不知道叔叔想要怎么聊 聊文学 那就聊呗 宁向天眼神微动 文学自然离不开文字 下国文字中 你觉得哪个字最有魅力 差不多够了呀 蓝锡开口提醒 面色清冷 心里有些生气 怎么说 叶凡也是他招聘的家教老师 被丈夫这样一而再 再而三地为难 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宁向天看了一眼妻子 道 男人说话 女人少插嘴 听到这话 蓝锡深感无奈 平时他说什么 宁向天都会宠着他 无论对错 可是 如果宁向天一旦态度明确 那不管他说什么都没用 同为夫妻二十年 他很清楚自己丈夫的性格 餐厅中的气氛 让宁熙十分紧张 他连大气都不敢出 心砰砰直跳 该不会 打起来吧 女孩忍不住揪起心来 同时也有些欲哭无泪 不就是补习吗 怎么搞得跟打仗一样 世间文字 唯有情字最独特 叶凡正经微作 但博以明智的气质自然散发 很容易让人忽略 这是一个高三学生 面对宁向天这种 长期身居高位的存在 在气势上的比拼中 他竟不弱于分喉 他强认他强 我一清风拂面 哦 宁向天低着头 右手在餐桌上跳动 道 理由呢 叶凡微微抬头 目光邪疑 落在了宁熙身上 眼底划过无边的回忆 嗓音低沉有力 情可以伤人 亦可以救人 包含血 怒 爱 乐 爱 欲 让英雄折腰 让女人落泪 有沧桑 有纯真 亦有美好 此字 绝无仅有 静 餐厅中 安静无比 宁熙双目 正正出神 刚才的叶凡 很帅 迎上叶凡的目光 女孩往日的羞涩退去 两颊不由自主地 浮现笑窝 霞光荡漾 这一刻 他感觉到自己好像 叶凡眼底 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喜色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宁熙眼神的变化 无形插柳柳成音 宁向天和兰熙 则是为之震撼 刚才叶凡的这番言语 在两人内心中 掀起了震震波澜 啪啪 餐厅中安静了十多秒 兰熙轻轻拍手 面带赞叹 说得好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亲耳所听 真的很难想象 此话竟然是从一个 高三学生口中说出来的 莫料 他再次强调道 真的好 兰姐谬赞 叶凡收回目光 并不自得 道 一点捉见 让你和叔叔见笑了 年轻人不能太谦虚 该意气风发的时候 也得高调一下 兰熙浅笑 宁向天古怪的脸色中 闪过一丝心虚 其实 她的答案并不是这个 可是听完叶凡的答案 再想想自己的答案 她瞬间没了底气 可 这个问题 回答的还不错 谢谢叔叔 叶凡点头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叔叔还有什么问题想问 一并问吧 小子知无不言 宁向天脸部抖动了两下 他为的是让叶凡出球 可没想到 不但没让这小子出球 还反而让他出尽了风头 这怎么行 六朝 除了宋 齐 梁 臣 还有两个朝代是什么 东吴 东晋 六部 立 护 礼 兵 行 公 见您向天沉默 叶凡主动开口道 六义 父 彼 兴 丰 雅 宋 六婆 眉 乌 雅 前 耀 文 六经 诗经 春秋 上书 礼记 一经 月经 六书 相行 指示 会议 行声 转注 假见 六谷 六记 礼 乐 舍 玉 书 书 十分钟以后 叶凡口干舌噪地停下 对着宁西眨了眨眼睛 笑呵呵地问道 小夕 小夕 可以给我倒杯水吗 啊 可以 当然可以 宁西正听得认真 反应过来 连忙起身 拿起餐桌上的水杯去倒水 眸中波光流转 好厉害 不 太厉害了 谢谢 叶凡接过宁西递来的水杯 对宁向天礼貌点头 道 宁叔叔 要不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再说下去 饭都凉了 宁向天黑着脸 此时此刻 他郁闷地几乎要吐血 回答 抢答 自问自答 太幸好 幸好邪门了 这次较量 他 完败 兰西笑个不停 脸上残留着丝丝惊叹 心中对叶凡更加欣赏 白了丈夫一眼 开口道 好了 开始吃饭 吃过饭 叶凡和宁西回到书房中 刚进来 女孩就把门反锁上 转身盯着叶凡 双眸低溜溜地转个不停 白皙的小脸上 带着兴奋之色 哇 你真的太厉害了 你知道吗 本来我担心的不行 说着说着 宁西的脸突然红了起来 长长睫毛忽闪忽闪 叶凡抬手握住宁西的玉手 温声道 别站着了 坐下再聊 感受着手中传来的炙热感 宁西脸上阵阵发烫 出气的没有反抗 任由叶凡拉着自己 眸中似乎有无数颗繁星闪烁女孩 不知道什么是喜欢 可她知道 自己的心 动了 第97章 要不要报一下 少女的心宛若风铃 不用表明 少许的威风 便足以让人知晓一切 察觉到宁西的乖巧 叶凡露出了一抹笑容 转瞬即逝 她拉着宁西在书桌前坐下 道 别担心 我还想凭借这次的补习发财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 就被叔叔为难住 扑 宁西捂着嘴笑了起来 明媚的笑容 配上唯美的五官 令人春风拂面 她迟迟地笑着 哪里能发财 瞎说 叶凡捏了一下女孩的小手 软软凉凉 笑而不语 瞬间 宁西的脸红了起来 不留痕迹地挣脱了一下 可惜没能成功 叶 叶凡 你放开我 好不好 被看见 不好 最后一刀大题会做了吗 不 不会 那还不赶紧做 叶凡将两人握在一起的手举了起来 脸部红心不跳的美名其约道 这是在锻炼你做题的专注度 不能被外界的因素打扰 你只需要想着做题这一件事 其他的东西不要想 明白吗 宁西咬了咬红唇 软软地应了一声 哦 她不傻 明知道叶凡是在胡扯 但心中却生不起一丝反抗 右手拿笔 女孩的小脸粉红 低头盯着试卷上的最后一道大题 模样呆萌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叶凡嘴角勾起 左手打开面前的书 默默地看了起来 看似在安安静静地学习 桌下握在一起的手 却显得有些 下午四点半 叶凡和宁西来到客厅中 一见到两人 坐在沙发上的蓝西连忙招手 道 今天的补习结束了 叶凡走上前 笑着点了点头 道 本来两点多就应该结束的 但小蜡太好学了 非拉着我不让走 所以一下子补习到现在 不过蓝姐 还是按照四个小时的补习时间计算就好 听到这话 宁西双眸瞪大 呆呆地盯着叶凡 她拉着叶凡不让走 明明是叶凡拉着她的手部松开 那可不行 蓝西颇有深意地瞥了一眼女儿 将茶几上的一个信封 推到了叶凡面前 温柔一笑 该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 这是你今天的薪资 拿着吧 叶凡眼神微动 试探性地建议道 蓝姐 不行 不行 两女几乎同时出声 蓝西对着女儿眨了眨眼 脸上挂着打趣之色 小蜡 你先说 宁西瞬间到了的大红脸 支支吾吾道 我 我 蓝姐 叶凡拿起茶几上的信封 笑呵呵地说着 我就是客气一下而已 有钱拿当然更好 宁西让她拿 那她就拿 蓝西嘴角一鸣 心中越来越欣赏叶凡 谈吐大方 不做做 微微点头道 这样才对 小蜡 去送送叶凡 好 宁西点头 手指戳了戳叶凡 低声道 我们走吧 嗯 叶凡对着蓝西点头示意 和宁西并肩往外走去 收回目光 蓝西喃喃自语道 真好 就是年龄还有点太小 找个机会得提醒一下两人 海皇区大门口 叶凡停下脚步 抬手摸了摸宁西的脑袋 道 好了 就送到这里吧 感受到几名保安叔叔一样的目光 宁西心中十分羞涩 小声道 叶摸头 会长不高 叶凡上下打量了一下宁西 俯身到女孩耳边 这么高可以了 再高就不好看了 哪有 宁西推了推叶凡 红着脸道 我 我才一米六 叶凡笑了笑 张开双臂 要不要抱一下 你 宁西的脸更加红润 连忙往后退了两步 摇头道 才不要 你 你这人 怎么老是想这些东西 不好 还不都怪你 叶凡走到路边 对着远处的一辆出租车 招了招手 淡淡道 谁让你长这么漂亮 宁西张了张红唇 却说不出任何反驳之语 可爱的模样 足以令圣人折腰 出租车在两人面前停下 女孩推着叶凡上了车 挥了挥小手 路上小心 拜拜 说完 转身跑进了小区 背影中带着一丝慌乱 还有一丝雀远 叶凡眼带笑意 收回目光 师傅 招话路白玉花园 好嘞 司机启动车子 走了没多远 主动开口道 小伙子可以啊 好好把握 说不定以后就不用奋斗了 对此 叶凡只是平淡一笑 不用奋斗 瞎扯 回到家中 正好下午五点钟 门口捆好的书 全部消失 想来是林若瑜 已经全部搬走 不过让叶凡疑惑的是 功德点怎么没有增加 坐在沙发上 叶凡在心中问道 系统 捐书为什么没加功德点 按理说 这也算是为社会做贡献吧 不懂就问 拥有系统这个bug存在 自然要多加以利用 系统 算 但宿主捐的这些书 还没有到需要的人手中 所以现在系统 还无法评估 请耐心等待 原来如此 叶凡点了点头 从口袋中 拿出了临走前蓝希 给她的信封 打开一看 瞬间傻眼 信封中躺着两叠 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 数都不用数 她就知道 这有多少两万 按照合同上的薪资规则 每个小时一千块 今天满打满算 也就给宁希补习了 不到六个小时 六千块足够 怎么给这么多 想了想 叶凡拿出电话 拨通了蓝希的号码 叶凡 蓝姐 是我 到家了吗 到了 叶凡也没有客套 开门见山地问道 蓝姐 今天的薪资 你是不是给多了 里面足足有两万块钱 下周补习时 我把多余的钱带给你 干多少 活拿多少钱 蓝姐的心意 小子先行谢过 只不过 你在说什么 蓝希的声音响起 我今天只给你了五千块钱 什么两万 叶凡嘴角一抽 从蓝希的声音中 夹带的笑意来看 这钱肯定是她放的 无奈的苦笑道 蓝姐 你就 蓝希打断道 有钱还不好 你和小夕出去玩 总不能让她付账吧 蓝姐还有事 先挂了 下周见 嘟 嘟嘟 放下手机 叶凡的表情极其古怪 丈母娘批款 让她追宁希 第九十八丈 我要追你 早上七点四十分 叶凡背着书包 啃着包子 喝着豆浆 刚走进胡同 就被人堵住 她的面前站着三个人 全都是一副街头混混的模样 每个人手中都拎着一根钢管 来者不善 王刚掏出手机看了看 对着两名小弟使了个眼色 将烟头往地下一丢 道 就是这小子 被三人围住的叶凡 神色不见慌乱 笑眯眯地问道 谁让你们来的 这个你不需要管 王刚咧嘴一笑 左脸上的一道浅浅疤痕 触目惊心 小子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今天老子也不下重手 好好的 让我揍一顿 以后在学校老师店 有些人不是你能得罪起的 让你揍一顿 顿子刚出口 叶凡动了 速度之快 再加上距离之近 王刚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捂着肚子躺在了地上 面露痛苦之色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剩下两人挥舞着手中的钢管 对着叶凡的脑袋攻击而来 叶凡左脚发力 一个标准的后空踢将 两人手中的钢管踢飞 对着傻愣在原地的两人问道 还打吗 两名混混先是点头 而后连忙摇头 就算再傻 他们也知道遇到了硬查 叶凡瞥了一眼两人 走到王刚身旁蹲下 淡淡发问 谁让你们来的 我不会说的 碰 一拳 门牙横飞 叶凡皮笑若不笑地继续问道 谁让你们来的 我 碰 一拳 左脸肿起 我 碰 一拳 右脸肿起 站在鸡米之外的一名小混混 看不下去了 硬着头皮出声到胸 兄弟 不 大哥 你好歹给刚哥一个说话的机会 看着一脸委屈的王刚 叶凡挠了挠头 我以为你不会说 真是不好意思 王刚不敢有丝毫地耽搁 生怕说慢点 眼前这个煞心就在用拳头招呼自己 口齿漏风道 是杨绍 杨绍 杨绍豪 叶凡在脑海中快速过了一遍 心中就已经有了答案 王刚连连点头 碰 又是一拳 叶凡甩了甩手 淡淡道 不好意思 手滑了 起身离去 王刚被这一拳直接打得眼冒惊心 一旁的两个小混混凌乱在原地 手滑 信号信号 你个信号信号 走进学校 叶凡的脚步一顿 几十米外的柳树下 站着一名男生 不是杨绍豪 还能是谁 见叶凡走路姿态并无一样 杨绍豪眼珠子满脸惊讶 脸上浮现出一抹疑惑 什么情况 那边没动手吗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叶凡已经走了过来 淡淡开口 是不是很失望 你 怎么会没事 杨绍豪脸色有些难看 上星期在食堂 眼前的这小子 让他在宁熙面前丢脸 这笔账 他一直都记在心里 很简单 你找的人太弱了 叶凡耸了耸肩 轻描淡写道 三两下就倒了 根本不经打 不过这笔账我记住了 以后放学的时候 小心一点 说完 转身朝着教学楼走去 而杨绍豪 则傻在了原地 叶凡会堵杨绍豪吗 当然不会 这种小孩子的作为 他不屑去做 有这功夫 还不如多陪陪宁熙 这么说 就是为了吓唬一下 杨绍豪而已 小时成见 小夕 柠檬水 叶凡把保温杯 放在桌面上 笑着道 早上刚做好的 尝尝 谢谢 女孩低着脑袋 弱弱地问道 叶凡 周三就要一摩测试 你紧张不紧张 紧张 叶凡单手撑着下巴 侧着脸 似笑非笑道 你紧张了 嗯 宁熙真手轻点 声音低不可闻道 我 我害怕考不好 今年的一摩测试 是全市联考 万一要是考不好 不会 叶凡出声打断 声音中似乎蕴含着某种魔力 正常发挥 不可能考不好 想太多 不见得是件好事 做好自己就行 明白吗 好 宁熙乖巧地应了一声 情绪中的紧张消失不见 扭过头 对着叶凡眨了眨眼 脸上罕见地挂着一丝古灵精怪 多谢叶老师开导 小女子感激不尽 既然这样 那就以身相许吧 叶凡眯了眯眼 女孩的翘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 呆呆地盯着叶凡 傻萌傻萌的你 你不要乱说 反应这么大 叶凡薄唇一勾 低声打去道 就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怎么还当真了 我可不想就这样 和你私定终身 毕竟 我可是要找非常漂亮的女孩当老婆 至于你 我难道不漂亮吗 宁熙挺了挺胸脯 鬼使神差地说出这话 漂亮是挺漂亮 叶凡装模作样地打量着宁熙 微微叹了叹 强扭得刮不甜 你对我又没意思 我自然要把目标 放在其他女孩身上 谁说的 宁熙的翘脸通红 但却多了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她将脑袋埋在桌子上 轻男戏语道 我 我只是觉得高三不适合 谈恋爱 说不定到了大学 就 就会改变想法 叶凡浑身一震 眼中闪过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她就是逗一逗宁熙而已 没想到却得到如此惊喜的回答 这丫头 似乎已经动了繁星 那就是说 我可以对你有想法了 我 宁熙翘脸发烫 红韵满天 随便你 不行 要等到大学 话一出口 女孩就后悔了 如此羞然的话 自己怎么说出口的 宁熙 你的精是为了狗吗 大学也不行 晚了 见宁熙改口 叶凡缓缓摇头 脸上挂着浓郁的笑意 观察了一下教室前方 见没人注意这边 她的身体邪移 靠近女孩那精致耳垂边 脑海中不由自主 浮现出了上一世的种种 叶凡深呼了口气 眼神坚定 高考结束以后 我要追你 啊 女孩轻眸呆滞 正正地盯着叶凡 你 你说什么 我要追你 第99章 莫非 你喜欢我 我要追你 宁熙双眸发愣 呆呆地盯着眼前的叶凡 这一刻 她感受不到周围的一切 只能感受到 来自叶凡的深情 如同巨浪的情意 让在这方面如同白纸的她 有种深深的窒息感 叶凡的唇角微微勾起 勾起帅气的弧度 深邃的眼中 有着柔柔的光 看着面前娇俏动人的女孩 宛若看着一朵守护了千年 才绽放的睡帘 连穿着教室窗户的阳光 似乎都被女孩同化地温柔了起来 她的目光也跟着变得无比温柔 两世为人 这是她第一次和宁熙表明自己的心意 本来叶凡还没有打算这么早表白 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个道理 她懂 可是丈母娘的一手骚操作 再加上刚才的氛围 她情不自禁地 就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不怪我 不怪我 小夕 要怪就怪咱妈 宁熙正正出身 久久无言 只有两侧脸颊上 那动人的红韵酿在其中 叶凡有些心虚 试探性的小声问到小夕 你 没事吧 不问还好 一问 宁熙脸上的红韵瞬间加深 她直接趴在了桌子上 两只小手捂住了那张唯美的容颜 羞愤不已 你 你 不行 什么不行 叶凡松了口气 她就怕宁熙直接翻脸 现在看起来 好像 没生气 什么都不行 宁熙冷着脸 双眸瞪着叶凡 道 你整天都在想什么 我把你当好朋友 你去 想追我 你再这样 我就不打理你了 叶凡满脸委屈 倒打一耙 明明是你说到了大学 就可以谈恋爱 现在又不认账 女生果然都善变 骗子 宁熙无言以对 愣了两秒钟 她否认道 我才没有骗你 说不定 说不定 又没说一定 懂不懂 骗子 你 宁熙红着小脸 白皙的额头上出了一层戏汗 骗子 嗨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破了这个 让宁熙想要钻进地缝中的气氛 讲台上 林德将扬了扬手中的试卷 笑呵呵地道 再有两天 就要一摩测试 为了让大家保持一个高水准的状态 这两天的课程 全部改为测试 测试的成绩不重要 主要是让大家在测试中 找到自己的不足 并且加以改正 这才是测试的目的 好了 下面开始考试 叮铃 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 冲刺般的学生 纷纷交上试卷 叶凡拿起他和宁熙的试卷 放在了讲台上 刚坐下就发现 宁熙趴在桌子上 小脸上写满了不开心 他低声问道 怎么了 你还好意思问 宁熙拿起保温杯 喝了口柠檬水 眸中带着丝丝修意 都怪你 搞得我考试都无法专注 这次的成绩肯定不理想 不要紧 叶凡神色不动 但笑道 林老师都说了 这次测试的成绩并不重要 不要放在心上 还有 你不专心考试 怎么能怪我呢 莫非 你喜欢我 你 不要脸 女孩脸上浮现出樱桃红 好一会儿 才憋出这么一句话 好了 叶凡在桌下 拉起宁熙的手 嗓音温柔 小蝎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从林海 转来帝都上学吗 宁熙埋着脑袋 心中大羞 这里是教室 女孩想挣脱叶凡的大手 可又不敢用力 此时教室中这么多人 如果动静太大 很容易被人发现 听到叶凡的询问 他那长长的睫毛闪动 弱弱道 你 你能不能先放开我 没人的时候 牵手也就牵了 女孩也认命了 反正不管怎样 他都说不过叶凡 可是在教室中 做这种轻易的动作 他实在有些接受不了 万一被发现 到时候要怎么办 大刑射死现场啊 不能 放开 不放 我咬你了 欣赏着宁熙那凶猛凶猛的模样 叶凡差点没有笑出声来 他将右手放在桌子上 若无其事道 诺 给你咬 宁熙败了 爱得彻彻底底 你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放开我 先回答问题 宁熙撅着红唇 不符合这个年龄的挺拔上下起伏 眼中的羞翼 几乎要滴出水来 我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要来帝都上学 坏家伙 大坏蛋 坏死了 比坏苹果还要坏 如果让叶凡知道 女孩此时的心理活动 定会给他一个爱的摸摸头 太可爱了 叶凡笑眯眯地扬了扬眉 轻描淡写道 因为一个人 说这话的时候 他脸上的笑意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 无边深情 宛若黑洞一样 让人看上一眼 就无法再开目光 女孩就是如此 只是看了一眼 心中的羞翼消失 双眸变得微微呆滞 软软的声音响起 谁 叶凡默默地看着宁熙 笑而不语 迎上叶凡的目光 宁熙吃了 面前男孩的眼眸 深沉又温柔 浮在湖面上 微在月光里 回过神来 他脸上止不住开始发烫 心中如同小鹿乱撞一般 少女心动如同夏夜的草原 长风一吹 火光连天 而叶凡 就是寥原的那颗火星 别紧张 叶凡能感觉到女孩的紧张 温和一笑 拿起桌上的保温杯递给他 来 喝口水 宁熙呆呆地 接过保温杯 听话地喝了一小口 柠檬水的冰凉 稍稍抚慰 那颗炙热的心 羞涩地将脑袋扭到一旁 诸多思绪奇奇冒出 宁熙啊宁熙 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 你该不会真的喜欢 呸呸呸 不喜欢 不喜欢 我要考清大 嗯 要考清大 思想不能滑坡 不能 偶尔滑一下 应该也不要紧吧 这个念头一浮现 吓到宁熙差点把水杯丢掉 她情不自禁 再次喝了口水 用来掩饰自己的慌张 眸子一转 正好看到叶凡一脸笑意地盯着自己 喝进嘴里的柠檬水 直接喷了出来 恰巧不巧 正好喷了叶凡一脸 这个动静 引得所有人往教室后面看来 正好看到满脸湿漉漉的叶凡 以及宁熙嘴边残留的痕迹 顿时就有人笑了起来 哟 这是怎么了 第一百章 若报了 哟 这是怎么了 出生之人正是唐征旭 从分座位那次开始 他就一直看叶凡不顺眼 摆着机会 自然要若井下十一番 这会儿 林德江已经离开了教室 所以唐征旭也没什么顾忌 满脸讽刺道 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竟然惹得宁熙同学 喷你一脸水 嘖嘖 真惨啊 教室中响起了一阵低笑声 坐在前排的苏巧鱼 扭头看了一眼 接着把注意力 再次放在了草稿纸上 温柔如水的气质 让人眼前一亮 只可惜 这会儿众人的注意力 都在叶凡和宁熙身上 并没有人注意到 如此养眼的一幕 和叶凡接触的不多 但苏巧鱼清楚她的性格 唐征旭在叶凡面前 还是太幼稚了一些 或者说 两者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 宁熙手忙脚乱地 从书涕中拿出纸巾 翘脸上充满了歉意 对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赶紧擦擦 没关系 叶凡接过纸巾 手指在女孩手背上滑了一下 灵溪刷一下 脸红了起来 慌不择言道 你 赶紧先擦擦 好 叶凡暖心一笑 眼中挂着宠溺 帅气的笑容 让班里为数不多的 几名女生眼睛发亮 无论是身高 还是相貌 易或者是气质 甚至就连学习成绩 叶凡都可以算得上无可挑剔 面对这样全优的男生 很少有女孩做到不心动 叶凡 你聋了吗 说你呢 见叶凡毫无搭理自己的意思 唐征旭脸色阴沉 这种被无视的感觉 真令人火大 叶凡眉头微皱 脸上的笑意 转瞬间变为冷色 声音漠然 你刚才说话了吗 说了什么 唐征旭一饿 说了半天 结果人家 连他说的什么都不知道 感受到树道带着奚落的目光 他心中的怒火 熊熊燃烧了起来 咬牙齐齿道 宁熙同学如此好的性格 都被你惹生气了 你对宁熙同学做了什么 跟你有关系吗 叶凡眼皮微抬 眉宇中挂着一丝怜悯和轻蔑 能够把讨人厌做到这种地步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一种可怜 当然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我 唐征旭如耿在喉地张了张嘴 脸色张红道 当然有关系 身为宁熙的同学 我不能容忍有人欺负他 你一个男的 欺负一个女生算什么本事 真给男生丢人 面对这种莫须有的大锅 叶凡也不生气 笑呵呵地说道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我给男生丢人了 可是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道 你又不是男生 生什么气啊 在听到叶凡前半句话时 宁熙在桌下拉了拉他的衣袖 本想提醒一下 可是随着后半句话 他瞬间打消了心思 也是 这家伙怎么可能会吃亏 这一点 他比谁都清楚 话音落下 教室中陷入了安静 气氛显得有些诡异 过了足足三四秒钟 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哄笑声 一个字 绝 四 这对人的方式 有点意思啊 有没有感觉 两人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唐征旭根本不行啊 你 你 唐征旭气得浑身发抖 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眼中闪着一股 无法遏制的怒火 他强忍不住破口大骂的冲动 叶凡 你别以为自己长得帅 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是所有女生都吃你这一套 说着 他的目光落在了宁熙身上 道 宁熙同学 教室中的空位有很多 你没必要非得和这个凡人的家伙坐在一起 叶凡摇头 这家伙已经失了智 相比第一次的交锋 这次真是 若爆了 宁熙脸上挂着清冷之色 看也不看唐征旭一眼 轻声道 我和叶凡同学相处得很愉快 刚才我喝水时 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情 所以失了礼 正要和叶凡同学道歉 希望唐征旭同学 不要再胡说八道 这下 唐征旭彻底傻了眼 他尴尬地站在原地 站着尴尬 坐着也尴尬 而且 他能清楚感受到众人脸上的嘲笑 脸上一阵青一阵红 最让他难受的是 从始至终 宁熙都没看过他一眼 为什么 站了足足有十几秒钟 他硬着头皮坐下 冷声道 反正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劝宁熙同学 最好还是离真远一些 这一句话 让很多人都为之不爽 人家 郑主已经说明了情况 可唐征旭 还是跟个赖皮狗一样 死咬着叶凡不放 完了竟然还说这种诋毁的话 这种行为 令人作呕 也不照照镜子 哪来的自信骂别人 不自知的东西 照了镜子也没用 这倒也是 你看那家伙的脸 就像是十九世纪没卖出去 二十世纪又砸在手里的赔钱货 不 兄弟骂人的水平 在下佩服 两名看不下去的男生 一唱一鹤 瞬间逗得整个冲刺班学生 哈哈大笑起来 就连和唐征旭关系不错的几名男生 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 他们认为 刚才唐征旭的做法也极为不齿 心中 已经默默和唐征旭拉开了距离 叶凡瞥了一眼 淡淡道 长得帅 的确不可以为所欲为 但长得丑 应该也不能吧 唉 有些人的嘴脸 丑得 就像一桩冤案 嘖嘖 声音不大 却带着一股莫名的穿透力 教室中的所有人都听见了 就连正在低头做题的苏巧鱼 脸上都浮现出了轻笑之色 他就知道 叶凡不是一个能吃亏的主 至于唐征旭本人 双手紧紧握成了拳 怒火中烧 眼角的青筋 随着呼呼粗气一股一胀 再配上那满脸的青春痘 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教室后方 见没人注意这边 宁溪在桌下踢了叶凡一脚 眸中的清澈 似乎要把人融化一样 对 停 叶凡侧着头 长长的黑发微微遮住眼睛 但却遮不住那满含宠溺的目光 记住 以后不需要跟我说对不起 一次也不行 知道吗 迎上这道目光 宁溪脸颊上升起淡淡红韵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滴不可闻地应了一声 嗯 滴回轻柔的声音中 充斥着嘶嘶一样 令人不禁遐想连篇 第101章 男大的毕业生 临近上课 叶凡被林德江 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对此 叶凡本人也一头雾水 刚走进办公室 他就看到了坐在椅子上的林若宇 眉头不由地皱了皱 又是这个女人 平心而论 他对林若宇的印象并不好 脾气差 自以为是 蛮横 还是宁喜好 乖巧 甜美 可爱 同为女生 差距何止千万里 幸好林若宇不知道叶凡此时的想法 不然肯定要火山爆发 在叶凡看到林若宇的时候 林若宇同样也看到了他 脸上的笑容消失 瞬间化身为一座冰山 昨天叶凡走后 他一个人忙活了半天 才把所有的书带了回去 这是他在冲浪网任职以来 度过最累的一天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叶凡 你来干什么 察觉到孙女话中的火药味 林德江面露不悦 道 是我叫叶凡来的 爱着你了 爷爷 林若宇忧怨地看着爷爷 脸上写满了不开心 控诉道 你不知道这家伙有多讨厌 他是不是在你这里 打听我在哪里工作 叶凡也不说话 自觉坐在窗边的凳子上 默默地让这个女人唱读脚戏 没有 林德江眉头皱起 不耐凡道 叶凡从来没有打听过你 一个女孩子家 要不要这么自恋 文言 叶凡在心中 给林德江束了的大拇指 百分百亲爷爷 吐槽起来 丝毫不留情面 我 林若宇脸色战红 尤其是在看到叶凡一副 平淡如水的模样以后 心中的恼火更甚 告状道 爷爷 昨天这家伙捐了三百多本书 他却把书全部扔在门外 让我骑着电动车慢慢运送 我足足跑了七趟 他连帮忙都不肯帮 太 不好意思 叶凡觉得 有必要澄清一下 不然 这女人还不知道 会说什么难听的话 他对着林德江点了点头 平静地给出解释 昨天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才没有帮忙 再说 帮你是勤奋 不帮是本分 我不觉得有什么错 林老师 你认为呢 不错 林德江微微点头 目光落在孙女身上 道 你本来就是 冲浪往慈善部的人员 这是你分内的事情 叶凡有事 总不能让他耽误自己的事情 去帮你吧 而且 他一个高三学生 能捐这么多书 已经极为难得 你这丫头 怎么就不能把别人想得好一些呢 我 林若宇被堵得哑口无言 悠悠道 你 你还是我亲爷爷吗 怎么总是帮外人说话 林德江笑呵呵地说道 无论我们什么关系 总要是非分明吧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林若宇的手抖了抖 极为不服气 起身盯着叶凡 他一个高三学生 在周末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就是想故意看我笑话 非也 非也 叶凡笑眯眯地摇了摇头 淡淡道 谁跟你说 高三学生 就不能有重要的事 好 什么事说出来 林若宇眼中金光一闪 道 如果你真的有事 我向你道歉 如果没有 那你要向我道歉 不好意思 叶凡轻轻一叹 似笑非笑地 瞥了林若宇一眼 事关个人的隐私 没必要什么事都要说出来 而且 你只是冲浪网的工作人员 不是秩序员 麻烦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林若宇银牙 咬得嘎吱嘎吱响 却又拿叶凡 没有任何办法 好了 林德江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 就先走吧 我找叶凡还有事 林若宇瞪大了双眸 爷爷这是在赶他走 过分 林若宇狠狠地弯了叶凡一眼 重新坐了下去 不走 我就要在这待着 我又不影响你们说事情 再说 等会我们不是 还要回家吗 你这丫头 老师 有什么事吗 叶凡主动开口询问 他不想在这里耽误太多时间 就算他休养极好 被林若宇三番两次地找麻烦 心中也有点不爽 如果不是碍于林德江的面子 他非得好好地挤兑一下这女人 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 心情也会跟着变不好 林德江拿出刚才的测试试卷 放在办公桌上 道 叶凡 最近老师有点私事 大概要离开两三天 所以 上捷克测试的测卷 能不能麻烦你帮老师批改一下 批改完以后 直接发下去就行 当然可以 闻言 叶凡爽快应下 林若宇满脸惊讶 道 爷爷 你让他批改卷子 那他肯定给自己打满分 这叫逊私舞弊 想多了 叶凡不以为意道 无论是谁批改 我都是满分 切 见叶凡如此狂妄 林若宇嗤之以鼻道 就你还满分 我身为南大的毕业生 高三的时候 也不敢说自己测试能得满分 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南大的毕业生 叶凡满脸惊怡 微微张大了嘴 南大可是四大名校之一的顶尖学府 你竟然可以考上南大 如假包换 林若宇感觉自己 总算搬回了一城 得意道 在国内 南大除了比清大烧训一筹 就算是同样位列四大名校的地大和成大 和南大也不过是旗鼓相当而已 能考上南大的人都不是简单的角色 说着 他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叶凡 奚落道 至于你 估计没戏 哦 叶凡也不生气 笑着道 那看来你很厉害吗 当然 既然你这么厉害 那为什么没考上清大 林若宇气息一致 神色略微有些不自然 道 你以为清大是那么好考的吗 清大的招生分数线高到离谱 能考上清大的学生都是变态 填高考志愿的时候 他自然也填了清大 可是距离清大的招生线 还差了不少 只能选择南大 原来是这样 叶凡挠了挠头 脸上写满了无辜 轻飘飘地说道 上个星期 清大给了我一个保送名额 不过被我拒绝了 我觉得考上清大 也没你说的那么难啊 这种是终于户 穿过去的 小刀 并没有 小刀